王许东开着面波车马不停蹄地往苏婉琪所说的酒店 到了酒店就直接去了包店 等到王许东进去的时候 酒桌已经散了 只剩下苏婉琪和几个中年油腻男坐的呢 中年油腻男轻一色地戴着眼睛 挺着大肚子 脱了的头只剩下几根头发却依旧树得油光发亮 苏婉琪已经不清醒 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喝醉 几个中年油腻男正在劝说着苏婉琪 他们送苏婉琪回家 但是苏婉琪都拒绝了 他说朋友会来 结果这个时候王许东来了 几个中年油腻男与王许东简单打过招呼之后就都离开了 后间里就只剩下王许东把满脸通红 眼神有些迷离的苏婉琪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王许东看着苏婉琪的样子皱着眉头问着 这已经是王许东第二次因为他喝多了酒跑过来救他 没喝多少 我没喝醉 苏婉琪看着王许东笑眯眯地说着 嗯 你是没喝醉 一般说自己醉了的都是没醉的 说自己没醉的才是真的醉了 走吧 我背你回家 王许东对苏婉琪道 嗯 不 不要 我真没醉 我能自己走回去 苏婉琪挣扎起身 然后自己刚走两步 就感觉东倒西歪的 王许东无奈地摇头 直接从身后一把就把苏婉琪给抱住 横抱在胸前 一只手把苏婉琪的包给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就这么横抱着苏婉琪走出了包间 苏婉琪只挣扎了几下 就没再挣扎了 而是一直都对着王许东叙叙叨叨地说着什么 至于具体说什么 王许东听不清楚 他这是明显的喝醉了 王许东把苏婉琪横抱在怀里 就这么抱着他 走过走廊 走进了电梯 然后去了停车场 等到了面包车边上的时候 苏婉琪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王许东看着苏婉琪的样子 摇了摇头 这个女人活得太要强 也太累了 王许东拉开副驾驶的门 把座位往下躺着 然后把苏婉琪给放在了副驾驶上 随后自己开着面包车 就往苏婉琪家里走去 苏婉琪躺在座位上 满脸痛苦 而且表情很痛苦 看得出来 他酒喝得太多 醉得也很离谱 很难受 王许东轻遮熟路地 把车开到了苏婉琪的院子 然后把苏婉琪给背在了后背上 这样方便他开门 他把苏婉琪背在背上 苏婉琪就像一团烂泥一样 王许东把苏婉琪的包依旧挂在脖子上 然后走到门口 从包里面掏出房门钥匙开门 然后抱着苏婉琪静 静止就往楼上苏婉琪的卧室离去 刚在楼梯上上了几层 又听到苏婉琪嘴里发出的声音 王许东大惊失识 联盟加快步子 准备赶到楼上的洗手间去 可是太晚了 刚走两步 王许东就感觉一股难闻的味道散发出来 然后又污秽 从他脖子上往下溜着 苏婉琪在他背上吐 吐到他全身都是 王许东觉得这一幕怎么这么的相似 还记得第一次与苏婉琪相识 但是就是这样 苏婉琪喝醉了酒 开车撞他 然后他帮了苏婉琪 没地方去 只能带着苏婉琪去酒店 当时去酒店的电梯里 他也就是这么背着喝醉了的苏婉琪 而苏婉琪也是同样在电梯里 就吐了他一身 吐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以后你喝醉了 我打死都不这样背你了 王许东懊恼着 然后满身污秽 背着同样满身污秽的苏婉琪 进了卧室 把苏婉琪给放在了床上 把苏婉琪放到床上之后 看着满身污秽的自己 和同样也满身污秽的苏婉琪 王许东是一个头两个大 历史总是在一再重演 相同的问题 再次摆在了王许东的面前 苏婉琪这一身污秽 他到底是帮他换呢 还是不帮他换呢 你说换吧 这个牵扯到法律 道德 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就像上一次 就因为自己帮他换了衣服 最后差点没把自己送上法庭 要是不换吧 他是实在没有办法 看着苏婉琪 这么漂亮气质的一个大美女 顶着这一身污秽 躺在这儿 苏婉琪自己本身 就是有洁癖的 无计等他醒来 看到自己这一身 也会有想自杀的心 最关键的是 这屋子里这股味道 他都受不了了 算了 你就算是要把我告上法院 我也得把你这一身给处理了 王许东最后下定了决心 咬着牙 就开始对苏婉琪下手 他把苏婉琪的医护全部脱 没管三七二十一 当然这次他算是手下留情了 苏婉琪的内衣内裤 他这次没敢再动 拿着毛巾 把苏婉琪全身都擦拭了一遍 确保擦干净了没味道 然后从苏婉琪的衣柜里面 拿出一套水衣 给苏婉琪换上 又把苏婉琪换下来的脏衣服 扔进了洗手间里 又翻出苏婉琪的香水 在屋子里面喷着 等这一切都弄好之后 王许东自己去了楼下 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洗了个澡 出来之后 因为自己的衣服早已经不在这 便找了一套浴袍给裹着 最后把自己的衣服和苏婉琪的衣服 都一股脑地放在洗衣机里面洗着 洗完之后 全部弄到烘衣机里面去烘干 王许东忙活了快一个多小时 才再次上 一进苏婉琪的房间 就见到苏婉琪红着脸 嘴唇干裂地在那嚷着要喝水 这是正常情况 王许东都不知道 这是自己第几次照顾喝醉的苏婉琪了 他都已经快要照顾出经验来了 当然他看得出来 苏婉琪这次是醉得很厉害 王许东连忙给苏婉琪倒上 看着苏婉琪脸通红的样子 又拿出毛巾帮他擦脸 最后 王许东想了想 还是不放心了 最后 就从楼下搬一张折叠的躺椅 又从自己之前睡的床上 拿出一床被子 就这么睡在了苏婉琪的卧室里 睡在躺椅上 用被子盖着 这期间 王许东起床 两次给苏婉琪喂水 又给苏婉琪擦脸好几次 直到苏婉琪脸部红了 这才放心地 在苏婉琪房间里面的躺椅上睡去 一觉 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一晚上 也的确是把他忙得够呛 第二天早上 准确地说是上午 因为两个人都睡得很晚 醒得也就更晚 最先醒的不是王许东 而是喝醉的苏婉琪 苏婉琪是感觉头痛 慢慢悠悠地睁开眼 睁开眼之后 挣扎扎爬起来 就越发地感觉头痛 头痛让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昨天晚上喝酒的事 也清楚地记得 王许东抱着他 从酒店出来的事 通过窗户外的光 苏婉琪一眼 就看到了睡在自己旁边 不远处躺椅上的王许东 看到王许东睡在自己房间里 还躺在躺椅上 他很惊讶 不过随后就看到了 放在自己床头柜上的杯子 以及毛巾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王许东是为了照顾自己 才睡在这里 随即苏婉琪低头 就发现了自己身上穿上了睡衣 一下子吓了一跳 连忙检查自己的衣服 结果发现 自己的衣服 已经全部被换了 羞怒的时候也发现 自己的内衣内裤 没有任何一样 心里的羞怒 立马就只剩下了羞 脸红红的 他很清楚 是王许东换下了他的衣服 不过没像上次在酒店一样 连带着把他的内衣 都给解了 这次内衣内裤没动 但是想着自己的衣服 被王许东给解了 他就有些羞得无体自容 他也明白 王许东帮自己换衣服 肯定是因为自己又脱了 苏婉琪不想打扰熟睡的王许东 小心翼翼地从床上进来 准备去上洗手间 可是刚动一下 王许东就醒了过来 从躺椅上坐起来 转领看着苏婉琪 然后一下子就跳了进来 一边往门边走 一边开灯 开灯之后就对苏婉琪道 你你你你先别动 先听我把话说 我承认 你的衣服是我换的 但是 我绝对没有动你里面的衣服 而且 我之所以帮你换衣服 那是因为 与上次在酒店发生的事情一样 背你回来的时候 你吐了 不仅你自己吐了一身 还把我也吐了一身 我不可能就看着你一身的东西睡吧 所以 我才帮你换它 我向老天发誓 这次 我是真的没碰你 我换衣服的时候 都是闭着眼睛的 看着王许东慌张的样子 苏婉琪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又没说什么 你这么紧张干嘛 那你这 悄嬷嬷地起来 要干嘛 不是拿刀来杀我 我去洗手间 苏婉琪哈哈大笑着 上洗手间啊 我一睁开眼 就看见你 偷偷摸摸地下床 我以为你准备找到 趁我没睡醒 杀了我呢 吓了我一大跳 原来你上洗手间啊 吓死人了 王许东摸了摸额头上的冷汗 谢谢你 苏婉琪忍着笑 站在那儿对王许东抖 啊 事先就不必了 只要你不怪我 不告我非礼你就行了 我就怕你醒来 就像上次在酒店一样 弄得我这一晚上 都没睡踏实 可不可以不提 上次酒店的事啊 苏婉琪红着脸说着 然后起身 就往隔壁的洗手间去 等到苏婉琪上完洗手间出来 王许东 已经不在他的卧室里 连带着躺椅 和被子都不见了 苏婉琪走到楼梯口下楼 下楼之后 就见到王许东 从以前他住的卧室里面 打开房门走出来 出来的时候 已经穿戴整齐了 哎 这烘干机 真是个好东西 晚上洗的 早上就全干了 王许东一边整理着衣服 一边说着 总是麻烦你 总是麻烦我到时不要紧 要紧的是 你下次不要再喝醉酒了 应酬是需要 但是应酬不代表 就一定要喝醉酒 有时候要明白 工作是工作 身体是身体 有好身体 自然可以干好工作 但是拼命工作 并不一定能够 换来一个好身体 所以应酬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学会拒绝 谢谢 我会的 苏婉琪点头 头痛吗 嗯 有点 你上去洗漱吧 我出去给你买点早餐 喝醉了之后 得吃早餐 想吃什么 牛奶 面包 跟你吃一样的就行了 豆浆油条就好 苏婉琪回答着 王许东有些诧异地 看着苏婉琪 但是也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 然后便走了出去 王许东是开着 自己的面包车 出去买早餐的 出去之后才发现 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加上这个时间 大部分的公司 都还没有上班 现在也还是新年季节 外面根本就没人卖早餐 最后 王许东找了家超市 买了些米之利的 回到了苏婉琪的家 等到王许东回来的时候 苏婉琪已经穿戴好 下楼来 你这是买的什么 怎么还有米 苏婉琪看着王许东 提着米进来 很是诧异 啊 这个 这是我在药店里买的药 你先把这个吃了 喝醉酒之后 吃点会舒服很多 对身体 也会有很多好处 喝醉酒之后 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 王许东对苏婉琪道 然后一边把买来的东西 拿进厨房 一边倒 外面根本就没有 卖早餐的 可能是时间太晚了 也可能是 大家都过年去了 买点米回来 熬点粥 和最后 喝点粥养味 你 会熬粥 我什么都会 我是万能的 王许东开着玩笑 然后便开始 在厨房忙活 许东 先不用忙活了 其实家里还有牛奶面包 冰箱里还有吃的东西 真不用那么麻烦 随便吃点就行了 你这个人吧 大部分的时候 对生活都非常的讲究 但是有时候 却又对生活 十分不讲究 要我说呀 你就是该讲究的时候 不讲究 不讲究的时候 又瞎讲究 王许东不客气地 说着苏婉琪 自己就在那儿熬着粥 熬粥是个很简单的事 非常简单 虽然苏婉琪家不开火 但是厨房里面 所有的设备 都是应有金 熬粥就用电压力锅 十几二十分钟就搞定 虽然味道不如文化 慢熬出来的 但是也还不错 两个人就坐在餐桌上 喝着粥 对于苏婉琪来说 忽然觉得这一幕 这一碗粥充满了生活气息 也让她充满了感动 她从来没有觉得 一碗粥能这么地好喝 正说着 苏婉琪的手机响了起来 嘘 别说话 可心的电话 看过上面的号码之后 苏婉琪对王许东说着 就像是做贼一样 然后拿起手机 接听了起来 王许东无奈地摇头 她觉得自己与苏婉琪之间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干什么事 都要背着秦可欣 弄得自己 好像真的有什么意义 不过苏婉琪坚持这样 她也没有办法 继续喝着自己的粥 第225集 喂 可心 我在啊 我在家呢 怎么了 什么 你快到我家了 苏婉琪瞪大了眼睛 一下子站了起来 很惊恐 我 没 没什么 你 你到哪了呀 啊 好好好 土特产呀 那个 好好好 我在家呢 啊 好 苏婉琪忙里慌张地挂断了电话 然后立即对王许东说道 你快走 快走 可惜马上就来了 就到这里来了 她不是还在老家呢 怎么就到这里来了 我怎么知道呀 她说从家里给我带了点家乡的吃的东西送给我 就快到了 你赶紧走啊 要是被她看到了你在这里 那就真是打死了解释不清楚了 苏婉琪催促着王许东 哦 好好好 这 王许东往来 端起饭碗 一口气把粥给喝 然后就准备出门 那个 你 你这样 你把你的车往里面开 开到那里面去 先躲一下 你这么直接开车出去 会正好碰到可欣的 你往里面开 等可欣进来了 你再走 就在王许东开车准备走的时候 苏婉琪连忙说着 要这么麻烦吗 哎呀 你就听我的 快 又来不及了 好好好 我走我走 我藏起来好不好 王许东也是无奈 开着面包车出去 没有往小区外面走 而是把车直接开到了小区里面去 在一大葱树后面 把面包车给停下 按照苏婉琪说的 把车给藏那儿 王许东刚把车停下 果真就见到 金可欣的车 从远方开了过来 然后就静止开进了 苏婉琪家的岔路口 然后开了进去 我这又没偷情 搞得跟偷情一样 我也真是惨啊 王许东无奈地摇头 然后再次发动车子 把面包车 直接开出了苏婉琪家的小区 静止往皮鞋店开去 金可欣一大早起床 然后开车回东海 在家过年 有人送了挺多老家的一些特产 金可欣就想着 给苏婉琪送一笔 然后静止把车开到 苏婉琪家里来 金可欣把车开进 苏婉琪家的院子 却瞧见 苏婉琪正站在院子里等着 这么客气干什么 还站在院子里接我 搞得这么隆重 金可欣下肢之后 笑着对苏婉琪道 苏婉琪被金可欣说得 脸都红了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对金可欣道 你不是明天才回吗 怎么今天突然就回来了 在家里无聊啊 这不 年拜完了我就来了 拿着 这是我们家那边的特产 都是些吃的 你拿着尝一尝 味道还不错 金可欣提着一袋子特产 给了苏婉琪 然后说道 开了几个小时了 不行 我得去你家上个洗手间 金可欣说着 就往苏婉琪家里走去 金可欣去苏婉琪家上了个洗手间出来 喝点什么 咖啡 算了吧 不想喝 你才刚吃早餐啊 是啊 昨天晚上陪几个部门的领导喝酒 喝得多了点 所以今天早上就骑得晚了 不错嘛 还有粥 这是自己在家熬的粥吧 我算是小看你了 从来都是双手不沾阳春水的 你竟然还会熬粥 金可欣走到餐桌边 笑呵呵地对苏婉琪道 这 这个 这个挺 挺简单的 很简单 苏婉琪红着脸尴尬地说着 还有人 家里有客人吗 金可欣问着 没有啊 哪有人 家里 就我一个 苏婉琪吓了一跳 连忙说着 哟 你骗我 苏婉琪 是不是在家里偷偷藏了个男人 不想让我看到 告诉我 是谁啊 保密工作做得这么严实 金可欣笑呵呵地说着 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 你想什么呢 真没有 家里就我一个人 你就继续瞒着吧 看看你 你一个人在家用得着 摆两副碗筷喝粥吗 明显的 碗里面的粥对方都喝完了 别告诉我这是你一个人喝的 另外 这个垃圾楼里面还有烟头呢 你还抽烟呢 老实交代 是不是藏了个男人在家里 金可欣在苏婉琪腰间掐了一下 哈哈大笑着 随后说道 我是不是有当侦探的潜质 苏婉琪脸一下子就红了 很是慌张 承认也不是 不承认也不是 你看看 脸红了吧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男人就有男人呗 这是好事啊 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好了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呀 我就先走了 不过 可不能忙我太久 是骡子是马 都得拉出来给我瞅瞅 听到没有 看看你这满面春光的样子 走了 金可欣哈哈大笑 走之前又逗了一下苏婉琪 然后就走出了门 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 苏婉琪手在抖着 脸红得不行 王许东回到皮鞋店里 今天他也没有在鞋店里面看鞋了 而是把鞋店里面 他认为有用的东西 往面包车上面装 没有用的 则直接往外面扔着 金可欣从苏婉琪家里出来 把车开回了家 把带来的东西提上家之后 就下楼 静止开着车 就往王许东的皮鞋店来了 王许东把皮鞋店里面 最后一点东西 都往面包车上搬 正搬着 就见到了金可欣的车 停在了旁边 然后就见到了金可欣 从车上下来 笑嘻嘻地看着王许东 傻笑什么啊 王许东放下手里的火 点了一根烟 问着金可欣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看到我难道都不惊喜吗 喜是喜 可我为什么要惊喜啊 我是我明天才回的 你这突然之间看到我 一点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感觉像是你走就知道 我会来呀 哈哈 我会算的 今天早上起床掐指一算 我就知道你今天 肯定会急前来的 我不信 你不信也得先 说吧 怎么提前就来了 王许东呵呵地笑着 在家无聊嘛 亲戚都走完了 不就提前来了吗 最主要的是 我想你了 金可欣看着王许东说着 就说你对我说的这句话 中午我下厨 给你做一顿好吃的 你在这儿干嘛 你怎么把垫子 全部都给搬空了 你皮鞋垫不开了 金可欣诧异地看着 被搬到空空如也的垫 开 怎么可能不开 我要不是开这个垫 我爸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王许东笑得笑 既然要开 你为什么又把东西 都给搬走了 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在这儿等一下 王许东神秘地笑了笑 然后拿出钥匙 把自己店的 左右两个门面的门 都给打开 同样 左右两家店里面 也搬得一干二净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可欣诧异地看着 王许东也不说话 神秘地笑着 最后就见到 有辆小车开了过来 然后从车里面 下来三个人 王许东走过去 与三个人握手 然后带着一起 走进了三家门面里 三个人 王许东站在门面里面 面对其中一个人 详细地说着 在门面的每个地方 都在那指指点点 对这个人交代着什么 另外一个人 拿着尺子 在门面里面量着 而第三个人 则不停地 拿手机拍照 金可欣皱着眉头 大致明白 王许东这次要干嘛 整个过程 持续了四十分钟左右 最后 王许东给了三把钥匙 给对方 对方就开着车离开了 你要把这门面 重新装修 金可欣问着王许东 对啊 你为什么要装修这里 与其要重新花钱 装修这里 倒还不如 另外找出门面 你看这条街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流 而且太旧太破了 谁会来这儿买东西啊 你说得对 可是我就是要破 要旧 那些临街的崭新的门面 我还不要呢 王许东笑着道 金可欣皱了皱眉头 指着隔壁的门面问着 那这两家门面是怎么回事 你租下了 不 不是租 我买下来的 买下来 对啊 过年前 我就已经买下了 在这里开店的 早就没什么生意了 根本没人愿意在这儿开店 所以 在这开店的 除了两家餐饮的小店之外 其余的都是房东自己开的店 因为这里的门面 根本就租不出去 没生意 所以他们只能随便 做点什么生意 但是做生意也不赚钱 因为这条街 根本就没什么人 太老了 说实话 买下这两个门面 根本就没花多少钱 两个门面 加起来 也就几十万 王旭东靠在面包车上 向秦可欣介绍着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我都有些弄不明白你了 不解 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这边暂时 没有什么事了 走 去超市买菜 我给你做顿大餐 王旭东笑呵呵地说着 正月除灵 大部分的工资 都开始上班了 王旭东在经过长时间的休整之后 终于开始忙活了起来 从这几天开始 他就开始频繁地往政府工门跑 他要办几件事 第一件事 在更改皮鞋店的工商管理登记信息 把他爸爸的名字换成自己 第二件事 他要注册一个工作室 名字就叫做 王室传统手工制协议艺术工作室 第三件事 就是想办法申请成为 东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己成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 对于王旭东来说 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要卖的不是鞋 而是工艺品 既然是工艺品 就必须有这些头衔 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 王旭东花了一周的时间就搞定 但第三件事实在是太不好弄了 因为他这个东西明显处于可与不可之间 但是这个对于王旭东来说 却又是非常重要 最后 王旭东还是找了张副市长 依旧是张晓云带着王旭东去的 王旭东这次是真的需要张副市长的帮忙 过了一周多 王旭东这天来到店 店里的装修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半 三个门面也都已经按照王旭东的要求 全部打通 王旭东在店里看着装修 也与装修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交谈 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意见 正说着 手机收到了短信 王旭东看着信息 信息竟然是林小雅发过来的 开学了 我已经到学校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在学校住校 开始正式上学了 王旭东 今年的六月等着我 等我高考完了之后 我再找你 我会变成那个你想要的女人的 不要联系我 给你发完这条信息 我就会把手机摔掉的 我要专心读书 王旭东看着这条信息 人都呆了 站在门口抽了根烟 然后拿起手机 给郭宇打了个电话 喂 旭东 什么事 不姐 小雅去学校了 王旭东直接问着郭宇 嗯 是的 今天学校开学 我刚送他去学校 他说他住校了 是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 强烈要求住校 我没办法 最后只能是请学校的校长帮忙 在学校租了一套学校老师的宿舍 一套公寓 给他住 我想给他安排个保姆 陪着照顾他 他不让 坚持只要自己一个人住那 而且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转了性子 突然对学习很感兴趣 而且超乎异常的努力 自从你那天从我们家离开之后 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 不分白天黑夜地看书 一天基本上除了吃饭 睡觉 上厕所之外 所有的时间他都在看书 这段时间我给他请了最好的老师补课 老师普遍反映 他学习底子虽然不扎实 但是头脑很聪明 接受能力很强 去学校之后 他也要求我帮他请老师补课 要求在学校正常的学习时间结束之后 安排老师给他补课 主要集中在晚上和节假日 我也让校长帮忙安排了 只是 徐董 他突然之间一下子学习变得这么努力 我倒是突然心里没底了 他这突然之间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会有事的 你要相信你的女儿 她愿意学习了 就说明她自己已经长大了成熟了 没事的 不管她要做什么 你支持她就行了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问你一下 找个时间 我去学校看看她 就这样 王旭东挂断了电话 他打电话给郭宇 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林小雅的情况 郭宇担心林小雅 其实 王旭东也是一样的担心林小雅 王旭东安慰着郭宇 其实 他自己心里也有些犯笔 林小雅忽然之间这么大的转变 真的是好事吗 她说不清楚 她心里很明白 林小雅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拼命 是因为自己 也是因为自己与秦可欣之间的事情受到了刺激 其实郭宇也很明白自己女儿为什么突然之间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只能是与王旭东有关 不仅仅是这次 其实林小雅所有的转变都与王旭东有关 只是她没有点破罢了 这是她希望她想看到的结果 第二百二十六计 嗯 看起来有点样子了 这就是你想装修的效果 王旭东刚挂断电话不久 就见到了秦可欣的车停在了门口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了 今天周六 哦 我都忘了这事了 天天过得都已经完全没有了惊奇这个概念了 你这装修的风格怎么感觉是仿骨的呀 秦可欣看了眼问着 哦 是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还记得上次我送你鞋的那个鞋匣子吗 那个是什么风格 我的装修就是想是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 装修的越仿骨越古风古运越好 为什么 我跟你说过 因为我卖的不是商品 我卖的是工艺品 既然是工艺品 自然有她自己的年代感和底蕴在 这个装修就是为了衬托出她的年代感和文化底蕴 说得好像有些道理 可你这不太像是一个门面的装修风格呀 我刚不是说了吗 我做的是工艺品啊 这个自然就不是门面 那你这是 两边这门面的大门都被我用墙给漆上堵住了 只有中间这个门面的大门给留住了 从这个大门进去就是大厅 也就是会客厅 左边那间是工作室 就是我做鞋的工坊 我将来就在里面做鞋 右边这间是展览陈列式 到时候 里面会把我自己做过的鞋在里面展示的 王旭东向秦可欣介绍着自己的装修 旭东 说句心里话 我完全没搞懂你要干嘛 你这弄得真的就像一个工作室一样 可问题是你要卖鞋呀 你开的还是鞋店呀 你怎么卖鞋呀 而且你觉得你花了这么多钱买门面 然后又进行装修你划得来吗 如果你单纯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为了自己一个公益传承的梦想 这么做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显然你的目的并不是如此 你的目的还是要卖鞋的 可你这么做意义在哪啊 我一直都没搞明白 秦可欣非常地疑惑 王旭东笑了笑 说道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我有些我的想法 我现在也按照这个想法在做 但是说到底 我自己也并不是很确信能不能成功 但是不管成功不成功吧 我都要去试一试 你刚刚其实说对了 但是却不完全对 不管我开的是工作室还是鞋店 其实我的目的还是为了卖鞋 这是根本 我不光仅仅是为了爱好 为了情怀 我也为了生活 但是同时 在为了生活的同时 我也想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梦想是什么 把我爸奋斗了一生钟爱一生的 做鞋手艺推广出去 并且让他得到社会的认可 也赢得该有的社会地位 说的简单点就是民企 就是两样 利润和民企 这就是我想要的 也是我一直在尝试的 王旭东笑了笑说着 接着又道 啊 当然 更多的我也是在试验我自己吧 我十八岁进了部队 一直在部队里没出来过 从部队推伍回到社会上 我其实一直都在混日子 说是混 其实也是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 了解这个社会 这个才是我想做的第一件事 我也在考验我自己 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徐东 说实话 我不是很明白你在说什么 或也不是很了解你要做什么 但是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只要是你想做的 就大胆地去做 在我眼里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 你做不成的事 其他方面 我可能也帮不了你 我卡里还有钱 你最近估计也花了不少钱了 你身上那两百多万 也花得差不多了吧 先从我这儿拿点吧 我给你转两百万过去吧 秦可欣对王许东的 王许东摇了摇头 说的 暂时还不用 不过 我还真的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而且很多 什么 你说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每年都会为一些大明星 定制设计一些衣服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也不是经常 首先我这个人性格很怪 我不太喜欢为了某一个人 去专门设计衣服 其次 我设计一套衣服的价格 也很不费 一般的明星 可能也都舍不得花这个钱 所以找我来设计服装的 都是一些很有钱的大牌明星 这里面也大部分 以女明星为主 男明星相对来说 不太会在服装上 像女明星那么在意 另外 我答应设计的 也都是一些关系 比较好的女明星 有些是与明星本人 有些则是与经纪人的关系 我不太好推辞 但是每年设计的也不多 可能也都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他们迫切需要 我们可能会为他设计衣服 比如世界性的红毯秀这种 但是我每年最多 也就接这活儿一两次吧 多了我也不会做的 请可心向王旭东介绍着 随后问啊 你问这个干嘛 我需要你当推销员 王旭东笑了笑 推销员 帮你推销你的鞋子 对 是的 秦可欣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 要我去跟那些明星 挨个去推销你的鞋子 秦可欣并不省 王旭东一说 还就想到 但是随即皱起了眉头 嗯 是这样的 徐东 能够帮你 我绝对会全力与付 但是一来 我的定位摆在那儿 忽然间自己像推销员一样 去向他们推销 把自己的身份和定位搞下来了 对以后 不管是你的鞋子 还是我的事业都不利 另外就是他们的身份 也并不很喜欢 这种主动式的推销 你把我说的推销员 当成挨家挨户敲门买东西了 王旭东也笑 随即摆摆手道 哎呦 放心 我可不做这种事情 具体怎么推销 让我慢慢想一下 苏万旭在那次秦可欣 突然去了他家 吓得他赶紧把王旭东 给推出去之后 就刻意地没有与王旭东 进行联系 而王旭东这段时间也很忙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顾这些 他这段时间 全部的时间 都花在这个小小的鞋垫上面 半个月之后 王旭东的鞋垫 终于装修好 而在这期间 工作室也注册成功 工商营业执照 也更改完毕 唯一的就是 东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查 还没有开始 这个事情很麻烦 不过因为张市长给他打过招 所以事情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等到装修弄好了 王旭东又花了两天时间 去采购店里面的各式陈舍家具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亲自弄 第三天 对于他来说 这是他这个店的正式开张 说是店 其实不如说 就是一个工作室 当然 他开张这个事 他谁也没有说 唯一告知的人 就只有秦克西 王旭东这一天一大早 吃了早餐 自己来到了店 把自己的面包车 停在了有些脏乱旧的街道上 然后下车 一下车 就见到了这条老旧的街道上 醒目的一处 完全古风古运装修的门面 说是门面 其实更像是茶楼书坊之类的装修风格 给人一看 就有一种装重和历史的厚重感 原木装修 做旧的色调 雕花的窗 门口是一块木制的牌匾 上面依旧是五个字 王室皮鞋店 牌匾换了 但是字没换 字是王旭东拿着旧的牌匾 给艺人去拓印 然后去雕刻到新的牌匾上 不过 更加的大气 更加的有年代感 一看就知道 这是百年老编 而在一边挂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王室传统手工制协艺术工作室 而另外一边 则没有挂牌 这个是王旭东预留的位置 为了以后 成功申请了东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的挂牌用 就在王旭东准备拿钥匙去开门的时候 就看到秦可欣的车开了过来 装修得真不错 看起来真的像是个百年老店的感觉 秦可欣下车之后 看着装修的外观 对王旭东倒 不是真的像 而是本身就是百年老店 这家店从我爷爷手里就开始了 算起来 也差不多一百年了吧 王旭东把大门打开 然后与秦可欣一起进去 进去 就是王旭东自己的鞋店 只不过 现在已经改成大厅了 大厅里面 什么都没有 两边摆得太适宜 一旁摆着一套专门泡茶用的红木茶几 两边是雕花的木雕屏风 左右两边墙上面都是画着壁画 画的都是清朝末期 民国时期工匠手工做鞋的场景 整个大厅显得非常的大气 很有感觉 王旭东与秦可欣从大厅左边的门走进去 里面摆放着之前鞋店里面那些 拳套的作鞋工具和器具 里面所有都是传统工具 没有一样是现代化的机械 最先进的就是那台缝纫机 右边屋子就是王旭东之前所介绍的陈列展览室 首先是墙壁上面挂着两幅大的照片 和其他很多小的照片 其中两幅大的照片下面还有文字介绍 哦 这个是我爷爷 这个是我爸爸 王旭东指着两幅照片 对秦可欣道 你爷爷真的为那么多达官贵人做过鞋呀 这上面写的文字表达的语境 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夸张 但是所写的内容绝没有半点的虚假 都是真实的 我爷爷当年为很多达官贵人做过鞋 他那时候很有名气 这些个时代的名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我爸爸年轻时也一样 那时候做皮鞋完全都是手工定制 东海市最初的一代政府领导 还有最开始的几个大老板 都在我爸这儿定制过鞋 这些名字 你可能都听说过 我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听得起推销和考究的 只不过 我爸爸在做鞋上面是把好手 但是在经营上 他的确不太会 黄去东站在那儿 向金可金介绍 这些照片 其实一部分可以验证 我对他们的介绍 这些生活照 大部分都是我爸爸 年轻时候做鞋的时候 与这些名人的合照 我也是翻了箱底儿才找到的 我爷爷那时候的就没了 可能那个时候 没有照片这个东西 还有上面这些鞋的照片 也是那个时候我爸做的 现在看起来很土 但是那个时候 可都是最流行的皮鞋 还记得 你我小时候大人穿的皮鞋的样式吗 都是这种的 王系东继续介绍 而在下面 则是放着展柜 展柜里面有灯光 晶莹剔透的玻璃展柜 里面摆放着一双双鞋子 这些鞋子 其实就是之前一只摆放在 在鞋垫里面 王系东父亲生前所做的 用来展示的鞋子 每双鞋子之前 都放着一块牌子 上面对这双鞋子的详细介绍 之前看起来这鞋子 很土很丑 但是 现在经过这么一弄 顿时觉得 这些鞋子高大上 就像是摆在博物馆里面的 文物一样 而在另外一面墙 同样摆放着一条展柜 只不过 这个展柜的灯光 做得更加炫烈 但是 这个展柜里面 却是空的 什么都没办法 这个里面 怎么是空的 秦可欣 好奇地问着 因为很明显 王旭东特意安排 这么一个展柜 是有用的 因为展品 还没有做出来 我最近在装修 没地方放 不过设计图 我已经全部设计好了 王旭东笑着说着 秦可欣看了眼王旭东 然后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边摆放的 就是你做的鞋子 就像你送我的那种 现代的鞋子 对不对 哇 不是现代款式的鞋子 王旭东摇了摇头 然后说道 送给你的那双 是独一无二的 这里摆放的 以及我以后 做鞋的风格 款式是中西结合的 以及新旧结合的 我的理念就是 把传统工艺 传统款式 赋予它新时代的意义 说得简单点 行不行 就是老款式的鞋 与现代流行的鞋 相结合 王旭东无奈地笑着 在我面前还闻周周地 说套话 心可心白了 王旭东一眼 最后 自己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许东 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 也只有你才能 想得出这些来 也只有你 才敢把自己想得 真的付出努力 变成现实 我无法想象 你这只是一个鞋垫 我感觉你这更多的 像是一个皮鞋的 博览馆 博物馆 我要做的 就是这种效果 我说了 我要做的 不是鞋 而是工艺片 你这么说 那就说明 我在装修上 硬件这一块 已经基本上 达到要求了 王旭东高兴得到 今天你开张 就没有通知一些 朋友来捧场吗 也不举行一下 什么仪式吗 秦可心看着 空荡荡 冷冷清清的店里 问着王旭东 我这不是店 一般来说 也不太可能 对外普通人营业 所以没必要 弄成这些 而且我自己本身 也不太喜欢 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可是你辛辛苦苦 把店弄好 今天终于是 重新开张了 总得要庆祝一下吧 当然要庆祝啊 那你准备怎么庆祝 中午我给你下厨 王旭东笑呵呵地说着 你真的觉得 这样子弄这个店 能有生意啊 我真的不太明白 怎么可能会有人 来这儿买鞋啊 秦可心再次疑惑地 问着王旭东 你就相信我吧 会有的 不过需要时间 这个东西得慢慢来 品牌价值 不可能一下子 就建立起来的 第二百二十七集 王旭东所说的 慢慢来 真的很慢 因为前期忙着装修 没有时间 也没有多余的地点和精力 让他去做些 所以 他的这个工作室 目前还是空空荡荡 除了他 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卖 而店面装修完以后 他也终于腾出手来 于是开始了 每天日复一日的 做鞋工作 这次是要做展品 同样又得需要好久 他依旧是像给秦可心 做鞋那样 一点点打磨鞋楦 皮子 整个过程都一丝不够 秦可心几乎每天都来 比上班下班还准时 到点 车子就出现在店门口 然后带着各式各样 营养丰富的饭菜过 看着王旭东吃完 自己就陪在旁边 看着王旭东做鞋 因为他也是设计师出身 虽然是做衣服的 但是对于鞋子的审美 和设计感 都是共通的 从王旭东做鞋子的过程中 他不时也能获得一些灵感 有时候 王旭东也会跟他商量 两个人慢慢地 似乎也越来越默契了 而诺大的店里面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几乎没有别的人 一开始 王旭东在里面做鞋的时候 也会有人好奇 进来转一圈 因为王旭东这个店面 放在整条街上 那简直就是鹤立鸡群 格格不入 实在是让人好奇 所以时不时地就有人进来 当看到这里面是做鞋的 也就问起来 这鞋子多少钱 结果得到的始终只有老板 也就是王旭东 笑咪咪的一句回应 啊 不好意思 我们这现在不卖鞋 就连秦可欣在的时候 也目睹过这一面 当时他亲眼看着问话的人 莫名其妙地看着王旭东 不卖鞋 你们开这么大家店 在这儿干嘛 这场景 当时让王旭东 跟秦可欣两人笑了好久 的确 这么大一个门面 装修得又这么高大厂 可是进来 却什么都不卖 怎么都让人觉得 匪夷所思 人家说的也没错呀 不卖鞋 你开这么大一家店 干什么 秦可欣也打趣着王旭东 王旭东叼着眼 笑着说着 就算是我想卖 一二十万的一双鞋 这些人能买得起吗 可欣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 我做的不光是鞋子 而是艺术品 艺术品是需要身价 需要欣赏的 所以我的鞋子 不可能随随便便 谁都卖的 秦可欣沉默了 王旭东说的这些 还一直都记在心头 也一直都在忧郁着 一二十万一双鞋 哪怕对于他和苏晚期来说 也不便宜 更何况是在这条街上 行吧 那你就做你的艺术品吧 最终秦可欣很平静地说着 这一下轮到王旭东诧异了 你不问我到底怎么卖 卖不出去怎么办吗 我想问 说实话 如果是我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我想都根本不可能卖出去的 可是你 我说过 我相信不管你做什么 都一定能成功 秦可欣反而很轻松地说着 再说了 失败了又怎么样 不还有我的吗 大不了我咬你 面对秦可欣的豪气 王旭东有些哭笑不得 哟 你这意思 拿我当吃软饭的了 不过这阵子 我的确一直在吃软饭 还别说 味道还挺不错 说着还故意咋咋嘴 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 秦可欣也笑了 那要不然 你就这么跟着我 吃软饭算了 唉 我倒是想啊 关键是怕长时间 消化不良啊 王旭东苦着脸 打着哈哈 秦可欣也恢复了 正经的姿态 从明天起 吃软饭的日子就结束了 你得要自力更生了 啊 干嘛 你找到新的软饭完了 王旭东的话财出口 立马意识到不对 果然 秦可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我要是说 我就认准你了呢 这辈子我就吃定你了 这辈子我就吃定你了 啊 我信 我信 王旭东赶紧说道 那你明天要去干嘛 出个差吧 不过不是公差 是我私人的一些事情 去燕京 可能得过一阵子回来 秦可欣说着 看着王旭东 神情不免有些低落 看得出来 他很不情愿跟王旭东分开 怎么突然又去燕京干什么 王旭东也觉得有些意外 你之前不是也问过我 给明星设计服装的事情 很快呢 新时尚庆典就要举行了 这个呀 不光是目前国内 时尚界最高端的盛会 在全世界范围内 也很有影响力 能够受邀参与 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到时候各大媒体 都会进行直播 包括对明星们的礼服 和妆容进行点评 所以受邀的明星 都特别重视啊 好多人都提前 好久开始准备 所以就有人请我 去帮他设计礼服 哎呦 那这是好事啊 王旭东笑呵呵地说着 到时候见到那些明星 别忘了问我要几个 签名照啥的 虽然我一个明星 我都不认识 不过他马上又想到 哎 你不是说 你一年最多 接一两次这样的活吗 怎么这么快就接了 该不会是因为我吧 他之前对秦可欣 说过推销鞋子的事情 虽然并没有详细地说 要怎么操作 而秦可欣当时 也没有同意 可是王旭东不傻 这里头的联系 他不会想不到 秦可欣看着他 曲东 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 我却不知道 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而这个鞋垫 对于你来说 是你的梦想 也是你父亲的愿望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利 去帮你做好它 去实现你的梦想 可欣 王旭东一时间 几乎不知道 说什么好 他很清楚 秦可欣的性子 是特别骄傲 而且 以他的地位 都是别人来求他 让他去推销 真的是需要 很大的决心 其实 我有我的办法 所谓的推销 也只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王旭东刚开口 就被秦可欣给按住了 旭东 你什么都不用说 你有你的办法 但是 我也必须要为你做点什么 而且 我也想过了 并不是我当初说的那样 其实明星们 对于穿着这些的 都非常在意 如果看到好的东西 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 而你的鞋子 我相信 一定能够吸引到他们的 看着秦可欣的样子 王旭东也知道 自己没法再说什么 他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我现在非常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走了 我明天吃饭 可咋办呢 第二天 秦可欣果然就没有再来 但是 王旭东 却收到了他的一条信息 只有短短的两个字 加油 看着这条信息 王旭东笑了 他几乎能够想象得出 秦可欣对他信心满满的样子 于是 回了一条 放心吧 结果信息才一发出 秦可欣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听着语气 似乎有些不满 你就这么简单地 说一句放心吧 这也太敷衍了吧 不怎么能放心 一来要担心你那个小太妹 或者其他人会不会把你给拐跑了 二来还要牵挂着没有我 你一个人怎么办 我能放心吗 那怎么办 王旭东相当地无语 那你说 我要说啥 要是不放心 就别去了 赶紧回来吧 那可不行 其实 他也不太想让秦可欣去 一方面是觉得秦可欣付出态度 他十分地过意不去 还有就是 秦可欣这一走 他忽然觉得好像有些不习惯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们一起加油 你知道吗 旭东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 感觉浑身充满了斗志 因为感觉是我们一起 在为了你的梦想在努力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实现的 所以 哪怕是你让我回来 我也不会回来的 王旭东微笑着听着秦可欣说的这些话 他几乎能够想象得到 秦可欣眉飞色舞的样子 谢谢你 可欣 他是真的十分感动 秦可欣却相当不满意 就只有谢谢吗 啊 还有 一心努力 王旭东想到他刚才说的赶紧补上 就没有了吗 还要啥呀大姐 王旭东头都大 女人可真难伺候 这时候 电话里传来了机场播报的声音 秦可欣这才停止了纠缠 温柔地说道 许东 等我回来 好 王旭东不由自主地说道 其实秦可欣什么都不说 王旭东现在也会付出比以往十倍百倍的努力 一方面的确这是他的梦想 再者就是 他不可能让秦可欣为了他这样批 而他自己却什么都不做 所以秦可欣走后 王旭东真的等于住进了鞋店 要不是怕影响整体装修的布局 他真的会织装床不用回家 只要醒着的时间 他都在加速做鞋 饿了就随便叫个外卖 即使这样 他也仍然是一丝不苟 没有半点满腹 现在秦可欣走 在燕京估计也忙 也不想让他分亲 所以只是偶尔发个信息 苏婉琪也不会来找他 他反而能够安安心心自己作息 这样一来 速度倒也快了不少 而就在他马不停停忙活的时候 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 也批了下来 消息还是张晓云特地来告诉他 其实也是顺便来看看他这边的情况 看了一圈以后 他的反应跟秦可欣差不多 不过 说话 可是直接多了 你这哪里像是卖鞋的 都像是卖艺的 就差搭给舞台了 而且你弄这么大个店面 就卖手工皮鞋 能赚钱吗 那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也不卖给你 王旭东乐呵呵地说着 你卖给我我也不要 张晓云说着 拿起展柜里的一双高跟鞋 这鞋子给我也没法穿呢 穿这个路都走不了 怎么抓歹脱 王旭东看他一身 紧服英姿飒爽的样子 也只能感叹到 唉 你除了长相和胸以外 就没有哪点像个女人 还有小心点 别把我这双鞋搞坏了 你的手 我可是领教过的 跟刀子差不多 这鞋子 可比我娇贵多了 多少钱啊 张晓云随口问了一句 这是展品 不卖 要是卖的话 人情价也就按二十万 二十万 张晓云顿时合不拢嘴 反应过来以后 严肃地瞪着王旭东 王旭东 我现在怀疑 你跟抢银行的劫匪是同行 王旭东被他这么严肃地开玩笑 给逗乐 张晓云又感叹道 不就是双鞋吗 两百块钱一双都能够穿几年的了 你卖这么贵谁会来买啊 一样的酒 超市里有卖十九块九 还买一送一的 而拉飞就能卖好几万一瓶 有钱人还是抢都抢不到 而两百块钱 也能买一双穿几年的鞋子 可是艺术品的价值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王旭东又开始显摆他那套理论 张晓云直接摆摆手 你不用讲这么高深的东西 反正我就知道 这玩意儿我一年工资也买不起一双 你做的也不是我们这种人的生意 本来想看看 你要是做那种大头皮鞋 我就买几双 或者给你介绍客户的 那还是算了 这辈子除非是贪污腐败 否则我是买不起一双 再说你这里的鞋子 就没有我能穿的 王旭东也笑了 那等以后 我专门给你定制一双 穿上 比伯尔特都跑得快 保证什么坏人都跑不过你 张晓云也没有废话 准备走人 王旭东想起来又说道 哦对了 替我多谢谢张市长 等我哪天再专程去道谢 别 话我替你带道 你就不用专程去了 张晓云直接回绝道 回头我妈又该念叨 王旭东奇怪地问道 念叨啥呀 张晓云忽然神情有些不自然 啊 没啥 念叨我老大不小 没找对象呗 行了 你忙吧 我也得回去干活了 说着就走出去 很快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子送到 王旭东正式在店门口挂起来 不得不说立马显得更加高大上起来 这一下子 这家店在整条街上 真的算是鹤立鸡群了 所有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王旭东也正式开始他的下一步工作 首先还给郭玉打了个电话 喂 郭姐 想问一下你最近有空吗 可能有些事情需要麻烦你一下 王旭东很少主动给郭玉打电话 开口说有事的更少 郭玉二话不说 当即说到 王旭东马不停蹄地赶去了郭玉的办公室 郭玉已经在这儿等着他了 见到他来 招呼秘书给他泡上茶 随即笑着问道 怎么了 旭东 有什么事尽管说 第228集 王旭东也就丝毫没跟他客气 喝不起茶就喝 他知道郭玉是个大盟人 能在这儿等他 已经是起初时间 所以就开门见山 笑着说道 哎 郭姐 今天过来是找你帮忙的 郭玉点点头 你说 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想要你的华海百货奢侈品商场的一个产柜 奢侈品 产柜 郭玉疑惑了一下 能告诉我你要这个干什么吗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开了一家皮鞋店的质 我记得 不过 你的皮鞋放在那儿展 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做的皮鞋不是一般的皮鞋 我做的皮鞋是奢侈品 奢侈品 情况吧 其实也就是我做的这个鞋店不是一般的鞋店 因为之前我父亲做了很多年 也就是因为按照传统的经营模式去做 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生意越来越差 几乎是到了倒闭的边缘 而且并不是说我父亲他的手艺有什么问题 只是现在市场的需求摆在那儿 很多传统的东西即使非常有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跟上市场和潮流 也注定只有被淘汰 所以我的想法是继承我父亲的手艺 但是在经营上一定要有所创新 要跟上市场 至于说引领市场 所以我目前的布局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王旭东就简单地把他的店面的情况 大致向郭宇描述了一下 他准备的也很充分 包括店面的一些资料 图片以及各个区域的展区 还有市场的定位以及一些简单的规划 包括他刚刚申请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 所有的这些都给郭宇展示了一遍 他既然是来找郭宇 而且是找郭宇帮忙 再加上知道郭宇时间宝贵 他也不是一个轻易麻烦别人的人 所以当然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要让郭宇充分地明白 并且认可和支持他的想法 郭宇听得很认真很仔细 但是随之眉头也逐渐拧紧 他并没有打断郭宇 而是很专注地听着郭宇冬说完 一直到郭宇冬说完停下来 他才开口 徐宇冬 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包括把一门传统的手艺去发扬光大 当作一件艺术品去经营 让人们正确地认识到他的价值 也让他得到应有的认可 包括价值上被承认 而你也能够有一份良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你给的这个定价 说实话实在超出市场价格太多 因为目前来说 大部分人对于手工皮鞋的认知 还停留在过去的那种手工作坊 几百块钱一双 质量很好 很耐穿 但是款式丑陋老旧 即使是现在的高端品牌皮鞋 也很难做到像你所说的 几十二十万一双的价格 毕竟主力消费群体在那放着 市场上大部分的消费人群 都是白领和工薪阶层 而他们的承受能力 还达不到你想要的水平 在我的圈子里 一二十万的鞋子倒是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消费他们的人群来说 可能更看重的是鞋子的品牌价值 和他们所能够彰显出的身份价值 对于一个鞋店 或者手工工作室做出来的鞋子 他们可能不能够认可 郭玉的话 等于说得也很明白 这个我知道 王旭东丝毫不意外 反而是笑着点着头认可 但是郭姐 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的本身的价值 要是价格与价值相匹配的 我觉得就是合理的 加上正确的营销手段 我想自然会得到市场的认可 然后他拿出这次最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他随身带的一个木箱 是和当初送给秦可欣的鞋子 一模一样的木箱 因为他要拥有自己的品牌 这些包装都是他当初订好的 以后统一使用的 郭姐 你看一下这双鞋子 王旭东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 是若珍宝的一样 拿出他这几天做好的一款展品 然后递到郭宇面前 郭宇不由地探出头去看 随即眼前一亮 王旭东带来的 是跟当初送秦可欣的 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 黑色的一款 鞋跟也浅了很多 款式更加地偏大方简洁 但是整个鞋型依旧是十分的流畅 看一眼就知道 穿上去一定特别地合脚舒适 而且也能够衬托的人 更加挺白优美 整个鞋子显得非常的高贵 华美又大气 郭宇是见过世面 可是这双鞋子还是一眼就吸引了他 王旭东不失时机地说道 这只是展品 不是商品 我的皮鞋只接受量身定做 根据每个人的脚 都是最合适这双脚的鞋 它最大的优点不是外观 而是鞋的舒适度 郭宇把鞋拿了出来 用手摸了摸皮鞋 感受柔软的质感 许东 这鞋子是你设计的 嗯 对 王许东顶头 还有制作 都是我一手制作的 你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郭宇的眼神还停留在鞋上 赞叹地说道 我没有想到 你还可以去做这么细致的活 能够做得这么精致 那当然 做鞋我可是专业的 王许东黑黑笑着 能够让郭宇如此地认可 其实他也是意料之中 但还是觉得很开心 郭宇把鞋子放下 淡淡地说道 鞋子的确很漂亮 对鞋子我不了解 但是作为一个商人 我对商品有一定的敏感性 看得出来 你的确是把它当成奢侈品在做 而且你很成功 的确如你所说 它的价值是可以与你定的价格相挂钩的 商品本身没有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嗯 这样吧 我给百货公司的总经理打个电话 让他联系你 你需要什么你直接跟他说 郭宇点头 好 不过我有个要求 在商言商 公输公办 该给的钱 我必须给 你不能给我一分钱的优惠 郭宇听完王曲东的话之后 笑道 好 不过我也有个要求 我要买双鞋 你也不能给我一分钱优惠 郭宇说完之后 王曲东和郭宇两个人对望了一眼 然后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行 不过我这是定制的鞋 要求有点高 你得找时间去我工作室里 我亲自给你凉脚 好 我找个时间过去 王曲东知道郭宇忙 说实话 他自己事情也很多 当下也没有耽搁 向郭宇告辞 随即便去找百货公司那边的总经理 还有招商部 准备尽快把这个展柜的事情 敲定下来 华海在东海有好几家商场 但是王曲东的精力有限 实在是一下子做不出那么多的展品 所以他只能先在总店这设产柜 如果好的话 他准备全面开花 在所有的华海商场都设立产柜 郭宇果然是打了声招呼 并没有特别提到 所以总经理和招商部 也只是以为这是个正常的客户 但是既然是郭宇亲自打电话指示的 相必也不一般 所以很客气地跟王曲东公事公办 拿着他们的报价表去谈价格 王曲东早有心理准备 知道华海这样的高端商场寸土寸金 任何一个展位都不会便宜 然而价格还是让他吓了一跳 一平方就要一千五一天 他看中的不到十个平方 大概也就是面积最小的展规 加上各种优惠政策 一个月下来也要四十万 行 就要这个展位 虽然心里暗暗肉疼 但是王曲东还是很爽快地 签下了合同 毕竟做生意 该有的付出是必须有的 想在高端圈层打开市场 就必须进驻华海 也就必须拿出这个价位 签完这个合同付完前 王曲东几乎身无分分 先前拿下门面还有装修 就已经花去了不少 两百万真心不惊花 王曲东赶紧回去 他得要开始做些 开始赚钱了 王曲东开着他那辆小面包 还没等到店门口 远远地就看到一辆非常熟悉的宝马车 停在他的店附近 是苏婉琪的车 随即就看到苏婉琪从车里下来 有些迟疑的张望 走到店门口发现门是锁的 脸上的神情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什么 拿出手机似乎要拨号 但是马上又收起来 随即便又重新上车 准备发动车子 王曲东看得暗暗好笑 启动油门加速 一下子便到了苏婉琪的时候 飞机按动了喇叭 苏婉琪一抬头看到是他 你怎么没在店里的 哦 我刚出去谈点事情 刚回来 你这是怎么了 只要过来看看 怎么不打声招我就走 王曲东笑着问他 苏婉琪的神色有些尴尬 哦 是这样的 我路过这边顺便来看看 正好看到你的店关着门 想着你可能是在忙 就没有再打扰你 哎呦 什么打扰不打扰他 王曲东笑笑 来都来了 要不要进去坐会儿 我这店装好 你还没有过来吧 苏婉琪点点头 随即又下了车 跟着王曲东一起开门 进了店 你这个店真的很不一样啊 苏婉琪站在门口 就感叹道 不像鞋店 倒像是个博物馆 王曲东笑 嗯 你很有眼光 来过的人都这么说 这不像一般的鞋店 来 进来看看里面 里面才更像博物馆 鞋子的博物馆 这是王曲东 心血改造的成本 他很乐意向人展示 尤其像苏婉琪 这和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 我见过很多的鞋店和服装店 但是没有一个是像你这样的 挺别致的 苏婉琪实事求是的说的 我只懂经营 对于店面的这些设计 还有你个人的理念不是很懂 但是这样确实比以前好很多了 不过怎么都没有什么鞋子呀 不是应该陈列品和货品越多越好吗 从这方面来说 你是不是太简单了 我这里是定制 不卖成品 而且款式也会不断更新 你看到的只是这一部分 苏婉琪点点头 好奇地看看那些鞋子 确实比我想的要好很多 这些鞋子拿到任何地方 估计都会很抢手很畅销 生意怎么样 嗯 还没开张 王许东摸摸鼻子苦笑 不过也不需要那么畅销和抢手 不然的话 我做些就累死了 啊 苏婉琪惊奇地问道 不是开业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吗 为什么还没有山影 那你这个店面怎么维持下去啊 是不是因为你的定价太高了 我觉得你的经营理念 是不是要转变一下 王许东很敏感地抓住了关键字样 你怎么知道我这里定价太高 我这上面都是展品 都是不卖的生意 没有标价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 我这里的价格吧 可欣跟我说的呀 苏婉琪说着叹了口气 他之前跟我说过 你的店已经开业了 也大致跟我说了一下 你这里的情况 所以我知道这些 我之前想过来庆祝开业的 但是你什么消息也没有 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再考虑到方方面面 所以就拖到了今天 王许东一听就明白了 苏婉琪不是关心他这边的动态 只是顾及到秦可欣 所以一直都尽量努力 没必要 开业也只不过是意味着 工作室的前期工作正式完工 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些花架子 你们也都忙 就谁都没有通知 定价这回事 我跟可欣也说过 定这么高 是由我的考虑的 目前刚开始 没生意也是正常的 而且我也有信心 很快就能够做好 苏婉琪始终是 微微皱着眉 似乎并不乐观 但是也没有说太多 只是看着眼前的鞋子 你帮我做一双鞋子吧 就这双这样的 多少钱 不卖 王许东直接回答着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不卖 第二百二十九集 你 苏婉琪没想到 是这个回答 顿着王许东 很是无语 把脚伸出来 王许东直接命令他 干嘛 伸出来就行了 然后王许东 直接把苏婉琪 摁在了椅子上坐下 直接上手 强行把苏婉琪的鞋子 给脱掉 苏婉琪脸通红的道 你干嘛呀 别动 王许东没有理会苏婉琪 拿着尺子 给苏婉琪量着脚 苏婉琪算是明白 你要给我做鞋 不然呢 不是不卖吗 不卖不等于不做呀 王许东继续专注地量尺 苏婉琪蹭地一下站起来 不用了 王许东 他有些严肃地说 我不需要你送 本来只是想作为顾客 来买一双鞋 你不卖就算了 那我作为朋友 送你一双鞋 难道就不行吗 王许东很是不接 可欣我也送了呀 可欣跟我 跟你的关系能一样吗 你自己心里 难道不清楚吗 苏婉琪拿起包 算了 我走了 怎么回事啊 我这么高档的鞋子 白送居然都不要 王许东看着苏婉琪的背影 摇摇头 随即看着手里 已经给苏婉琪量好的纸 最终 还是收了起来 王许东继续忙碌着他的事情 把海商场展柜 敲定下来以后 接下来 就是进场 还包括定制展柜 设计展柜 以及陈列布局等等这些 还有最主要的 展柜那里不能没人 而王许东自己主要的时间 还是在他的工作室 做鞋和设计 再说 他一老爷们站在一个卖鞋的展柜边上 别说吸引力了 顾客估计看着都别扭 都没人愿意来 所以 还得需要人 他又招募了两个模特级别的大美女 有一种气质沉淀的美 素质也是一等一的 又给他们培训了一下 手工定制鞋子方面的知识 还特地给他们定制了工作服 是非常高档的旗袍和礼服 根据主要展示产品的不同 还有更替 以后他们的工作 就是打扮得非常优雅养眼 每天在展柜前面 以及为顾客介绍鞋子 如果有需要做鞋子的 则到王许东的工作室 两尺定制 当然 这一下来 又花出去不少的钱出去 从头到尾 除了展柜 是找厂家做的 别的 王许东都没有假手他人 他自己每天赶工 又做了几双展品 然后把展柜一起 到华海商场 把展柜终于是装了起来 同时又花了两天的时间 把展柜区域大致都打造成了工作室的展示间一样的 古色古香 充满了古典气息的感觉 展柜刚刚展示起来 王许东在那里也观察了一段时间 也颇有一些顾客感兴趣的过来 本身是新展柜 难免会有人留意 而王许东挑选的这个位置 还是相当不错 再加上整体的布置 非常的大气 在一众高冷风性冷淡的大牌中间 忽然出现这么一个优雅气质的展柜 何况 王许东挑选的柜姐 包括他们的打扮 也都非常出众 以及最重要的 鞋子 确实很漂亮 在商场的灯光下 更增添了高档的色调和质感 只是一听到价格以后 立马来的人 脸色都变了 没搞错吧 这是卖鞋的还是卖房子 什么牌子呀 听都没听说过 隔壁的曼阿尼和我巴贝利 也才卖几万块 这什么山寨牌子 好看点也不能卖这么贵吧 还有的人刚走近过来 抬头看见标价牌上面的数字 数清楚上面的零以后 立马掉头组人 而这一切 都在王许东的意料之中 他只是笑着看着 随机安慰两个贵姐 啊 你们不用担心 前期这都是正常的 做好你们的诊事工作就行了 然后 他又回到他的工作室 继续做鞋 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 展示更多的款式 才有更大的可能吸引顾客 郭宇也来他的工作室 因为上次两个人说好了 要来做鞋的 郭宇也是一直忙到了 现在才有时间 王许东当即给郭宇两尺寸 郭宇也顺便向他了解了一下 鞋店包括整柜的金矿 得知一直都是看的人多 买的人没有 倒也丝毫不意外 只是点点头说道 品牌前期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等到打开市场以后 又是另一个局面 随即 郭宇还参观了一下整个店面 又根据他的眼光 提出了几点 他觉得可以适当调整的地方 这点不得不说 郭宇的确是老手 眼光独辣 连王许东也觉得 如果按照他的去修正一下 效果会更好 对了 小雅现在怎么样 最近一段时间忙 也没有联系过他 他最近还好吗 王许东问着 郭宇难得地 在提到林小雅的时候 露出笑了 他呀 最近我都有点快不认识了 电话非常大 我去学校之后 连老师都说 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现在非常的努力 可以说是一心铺在学习上了 如果早这样 会也少操多少心 那就好 我就说嘛 小雅这孩子本性 没有任何问题 就只是还没有长大 没有懂事 一旦转变过来 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只是需要引导和耐心 郭宇是个大盲人 所以也没有过多的停留 梁顽尺聊了几句 随即便离开了 王徐东便停下 手边展品的工作 专心地准备 做郭宇的这双鞋 这也算是 他的第一笔生意 再加上 跟郭宇的这个交情 所以他可不能 不认真对她 当然 即使是任何的 一个普通的客户 他也会一样 一丝不苟地 保证做出完美的作品 正当王徐东 开始致炫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王徐东没有想太多 便接了起来 然后听到那头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喂 你好 你这里是鞋垫是吧 是专门定制手工皮鞋的 是吧 我这里 啊 对 是鞋垫 做定制皮鞋的 好 我要做一双鞋 我的脚是三十六码 你帮我做一双吧 要做好看点的 王徐东有些发愣 啊 美女你好 我这边是定制的 需要亲自到店里来 两尺寸 啊 这么麻烦呀 不是有尺码就行了吗 你就照着三十六码 做不可能不合脚的呀 我一直到店里买鞋 也都是这样的呀 对不起 我们只做最适合脚的鞋 不做量饭鞋 这样啊 那你等等啊 然后过了好一会儿 电话那头女孩子 才重新开口 行吧 那我晚点过去 你们那儿两尺 姑娘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这里的鞋 价格很贵 一般人 可能不是很能接受 王徐东觉得 这个电话很奇怪 有些莫名其妙的 担心这个女孩子 是无意中看到他这个鞋垫 不知道情况 以为是以前那种 几百块一双的鞋子 知道啊 你们做定制的 当然比较贵 这个你放心 只要做得好 价格不是问题 王徐东就在店里 一边做鞋 一边等待 果然一个女孩子过来了 你好 我就是刚才打电话 做鞋的 这个女孩子 看起来十分的普通 就像那种公司常见的 白领一样 穿得看起来 也并不十分高档 王徐东没说什么 坐下来给他凉尺 随即发现 姑娘 不对啊 你不是说你的尺码 是三十六码吗 这至少是三十六码半的呀 那姑娘顿时有些慌论 随即说道 那可能是之前 鞋垫里的尺码 不是太准吧 王徐东一想也是 也对啊 本人在下午的时候 脚会比上午要大一点 所以坐鞋子和买鞋 最好是在下午 因为这样的话 鞋的尺码有一定的空间 穿着会更舒服 也不会伤脚伤鞋子 哦 还有这样的呀 女孩子挺好奇的 是啊 别小看坐鞋 里面知识可多呢 对了姑娘 你是怎么知道 我这里做手工定制鞋的 王徐东随口问着 因为展柜那边 柜姐汇报 说并没有人有意向买鞋 问工作室这边的联系方式 所以她有点好奇 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来的 哦 我 我是听朋友说的 她说看到这边有家鞋店 然后说是鞋子贵是贵了 但是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就推荐我过来买一双 哦 这样啊 王徐东想想也是 因为之前时不时的 也有人进来店里看 所以她说的情况 也是有的 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很快 两碗尺 定好鞋型 也谈了价格 因为是正儿八经的第一单 所以王徐东开的价格是十八万 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王徐东说道 姑娘 我们这鞋子做好 要大概五天到一个礼拜 而且我们这儿不会去送的 只能到时候电话通知你过来取 这也是王徐东定下的规矩 毕竟他要做的是最高端的工作室 送走女孩子 王徐东精神一下子振奋了许多 虽然不管是在秦可欣 还是在苏婉琪面前 她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可实际上 既然把这当作一份事业 那她就一定要好好做 如今终于起步 她当然很开心 晚上的时候 秦可欣跟她发信息 把这件事说了 秦可欣也很高兴 太业大吉 有没有吃着好的庆祝一下 王徐东想了想 有 吃了拉面 多要了份牛肉 这叫什么呀 这也能叫吃的 秦可欣心疼坏了 我不在身边 你就不能对自己好点 挺好的啦 营养能量都够了 还能吃到饱 我觉得就挺好的 王徐东傻傻地笑 秦可欣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徐东 我好想回去 在你身边 好好陪着你照顾你 分别这么久 秦可欣的话语里面 多了许多别离的伤感和柔情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王徐东一想 也确实 秦可欣已经走了好一阵 还没忙完吗 说甜言蜜语 是不可能的 可是 他确实心头里 挺挂念秦可欣的 还没有 挺麻烦的 因为是大活动 都想着出人一头 所以今天想出这个花样 明天想到那个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 这样的事情 秦可欣叹了口气 随即说道 不过 这次来也很有收获 还看到一些最新款的鞋子 回头我拍些照片给你 再回去带几双 你可以找找灵感 两人聊了一会儿 郭宇的那双 是特殊情况 他亲自送过去的 这大概也是唯一一个 他会亲自送货上门的顾客 正好 我马上要出席一个很重要的晚宴 助理帮我搭配了几身 都不太满意 你送来得够及时的 郭宇笑着说道 哎 怪我 要是早点赶工就好了 不然晚了 不是耽搁了 王旭东连忙说道 其实他已经一直在赶 没办法 手一活就着这 都是细致的 马虎不得 也快不来 这两单生意完成 王旭东总算是心头松了口气 因为从工作室开业以来 他就没日没夜地 几乎没有休息过 这次他决定给自己放一下架 多睡一会儿懒觉 结果 就是刚躺在床上睡着 就被电话惊醒 是秦可欣打来的电话 王旭东连忙接起来 哎 怎么了 秦可欣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兴奋 旭东 我要回去了 啊 要回来了 终于妈妈了 好啊 到时候我去接你 王旭东也挺高兴 不是的 旭东 你听我说 离忙完还早 但是我必须要回去找你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 我会带着张丽莎 跟我一起回去 张丽莎是谁啊 你朋友 王旭东听得有点懵 哎呀 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都不关注这些呢 平时连个电视都不看 秦可欣抱怨着 随即开心地说着 你去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张丽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大明星 刚刚电影集拿了奖 又连着接了好几部知名导演的片子 总之就是一个特别出名的大明星 我这次要带她回去 是因为她也要出席新时尚庆典 而且呀 是作为亚洲嘉宾 她看中了你的鞋 所以我要带她回去找你做鞋 接着 秦可欣简单地讲了一下过程 原来之前张丽莎的经纪人就找过秦可欣 谈到让秦可欣设计礼服的事情 但是秦可欣当时不太想去 后面去了燕京以后 张丽莎却拿了大奖 紧跟着又去了国外 参加了新电影的海外首映仪式 和各种颁奖典礼 所以直到这两天才回来 然后她邀请秦可欣 去帮她设计出席典礼的礼服 秦可欣早就有准备 让她开口去跟张丽莎推荐 她做不出来 于是很有心机地穿上了王旭东 帮她做的那双鞋 果然女人都是爱美的 尤其是女明星 见多了美丽的东西 对于真正的美还有价值的 更是能一眼发掘出来 秦可欣脚上的鞋子 让她当时就眼前一亮 联盟追问是哪个牌子出的最新款 毕竟她在国外都没有见过 而秦可欣也就趁势向她宣传了一通 当然不乏对王旭东进行了一番包装 张丽莎听到王旭东是这样一个个性 而又身怀手艺的人 自然是非常感兴趣 而且因为她女明星的身份 不光是新时尚 还有许多其他的竞典 都需要盛装出席 衣服鞋子之类的基本上 都是穿过一次被媒体拍过以后就不能再穿了 就只能不停地买新的 又不能与别人撞伤 老是被人拿来比较 所以当即想找到王旭东定做 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次都让人耳目一新 第230集 徐东 这可是个大客户 绝对的VIP级别的 又知道明星们一年的制装费 在上千万都是实在太正常了 每个人没有几百双鞋子 都不知道怎么出门 而且张丽莎现在就是大众情人 全国人民的偶像 被他看中的鞋子和设计师 你想想会有多少人跟着追捧 王旭东想了一下 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还真不知道 毕竟我连张丽莎是谁都不知道啊 你 唉 你个直男 我都要被你气死了 秦可欣恼火地说着 但是还沉浸在兴奋中 反正你只要知道 以后我们的鞋子就可以东堂入室 被很多人知道和喜欢 甚至于扬明海内外 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徐东 我要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我要到老板娘 王旭东也被他给逗乐 行 只要你愿意 老板都给你当 其实他知道秦可欣的身份 跟许多大明星都打交道 人家说不定还要求着他 这种别人看来荣光的事情 他并不稀罕 但是因为是他的事情 所以他心里立马就不一样 秦可欣是因为他而开心 他也觉得开心也很感动 秦可欣因为帮王旭东 拉到这么一个大客户 再加上马上就能够回去 自然是特别开心 又说了好一会儿 最后才猛地醒悟过来 哎呀 明天就回去了 等回去见到你再说 你先早点睡吧 不等王旭东挂张电话 他又快速地说了一句 徐东 这么久了 我好想你啊 我爱你 感受着秦可欣 炙热而大胆地表白 王旭东一时间 也有些心跳加速 说你爱我 徐东 秦可欣的声音 谜喃着 让王旭东感觉 几乎像喝醉了一样 我 王旭东根本开不了口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个字 就像魔咒一样 把他的嘴巴锁住了 可欣 你回来注意安全 秦可欣明显有些失望 但是很快又振作起来 没关系 许道 等我回去之后 听你亲口在我耳边说 说完 他迅速挂断了电话 秦可欣是第二天下午 回到东西 本来 王旭东要去接他 但是因为 他是带着张丽莎 一起回来的 而张丽莎这样的明星身份 出门免不了助理保镖随行 他去接显然不太合适 而且 你以后是大设计师 要先学会把自己的身价抬起来 以后都是大明星来找你 你就不要去接了 这是秦可欣的原话 尽管张丽莎一行都够低调 摸紧口罩向特工队 但是免不了各种狗仔到处跟排 所以立马就上了新门 张丽莎抵达临海 因为他的日程安排里 并没有最近要去临海的活动 而且他又刚从国际电影节 再遇归来 所以很多媒体大肆猜测 他来临海的目 甚至于是不是交往了秘密男友之类的 包括从机场出来 也是费了很大的劲 才甩掉那些跟拍的记者 然后秦可欣带头 连忙往王旭东的店赶去 王旭东也听秦可欣说了之后 特地地上网搜了一下 才知道张丽莎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明星 他礼貌性地握了握手 然后请他们进去入座 而张丽莎倒也没什么明星的架子 笑意盈盈地 对王旭东也非常的客气 秦可欣却是很诧异 在他耳边敲声地说道 怎么你见到张丽莎这么淡定 你不是头一次见明星吗 没见过粉丝偶像 都是尖叫欢呼甚至晕过去吗 对了 我说你是不是太简单了 我好歹提前跟你说了张丽莎来 你也没特地准备一下 鲜花什么的 王旭东这才诧异 首先我不是他的粉丝啊 在我看来他就是长得还可以的美女 可是我天天都对的都是你这样的美女 再看他还能有啥感觉 秦可欣笑意如画 算你会说话 在这 我这里是高端的工作室 以后来我这的什么大人物都有 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明星去布置这些场面 你不是也 明星也找你设计衣服吗 还得看你心情嘛 王旭东的话 让秦可欣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张丽莎的保镖把一条街都扫了一遍 然后四散开来 留下两个贴身保护 王旭东看这阵势也不由得责舍 看这些保镖 一个月得多少工资啊 果真这些明星钱都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秦可欣悄声说道 但是你没有看到风光背后的心酸 不过这些你都不用管 你只要给他做好了 以后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声音 这话说的没错 张丽莎先是让王旭东帮他做一双 跟秦可欣那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 我非常喜欢这个款式 所以想穿去新时尚的典礼 然后他一口气指着几个产品鞋子 这双这双还有这个 我都喜欢 然后我们在商量下 我想要这样的款式 秦可欣在旁边 已经快要激动地两眼放光 以他的身份和眼界 几双鞋他真的不放在眼里 可是这是王旭东的事 王旭东的鞋子被认可 他甚至比王旭东自己还要激动 等一下张小姐 王旭东打断了张丽莎 你为什么要五双这么多 五双多吗 张丽莎奇怪地看着王旭东 因为我要经常换搭配不同的鞋子 王旭东淡淡地说道 恕我直言 我们店里的鞋子每一双都是最合适的 我做出来给你的鞋子都是最好最合适的那一双 我们店里只卖一双 王旭东这话一出 秦可欣直接站了起来 瞪大眼睛看着他 张丽莎和旁边的助理也都愣 张丽莎皱着眉 不解地问他 你这个人怎么还嫌赚钱多啊 我们卖的不仅仅是鞋 卖的是百年老店的招牌和品质 王旭东不卑不亢地说着 手工定制的特点就是在于他的独一无二 如果是像张小姐所说的那样 穿出去给媒体看一下就算了 那是对手工艺术的浪费和妾夺 听到王旭东这话 秦可欣本来满脸的不解 甚至于要发火的样子也放松了下来 反而露出了微笑 因为他听懂了王旭东的意思 张丽莎的心情大概十分无语 一直以来都是许多品牌商竟相追逐 请求他穿自己的品牌的衣服鞋子 他还需要去挑选被拒绝 只能买一双 这还是他头一回碰到 不过他也只能点点头 黄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 手工艺术的被尊重 旁边的助理直接签好了支票递过来 王旭东看看支票 内心小小地感慨了一下 倒不在于钱的数目 毕竟如果想赚钱的话 他大可以卖给张丽莎五双 甚至更多 他在意的是 父亲留给他的这门手艺 得到了认可 也证明了他的想法是对的 秦可欣笑着说道 你可真行 让张丽莎大老远跑来一趟 居然只买了这一双鞋 不过我也觉得 这笔卖给他十双八双 都能够让他印象更深刻 也会更珍惜 张丽莎的助理 还不忘盯住了一句 张小姐需要参加的活动很重要 希望先生能够好好对待 我们会在圈子里 帮王先生宣传一下 王许东微笑着说 我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 我也保证 我所有的作品 都能够达到完美 秦可欣提议 让助理帮忙拍一张 他们三个的合影 王许东本来觉得无所谓 他并不是追星族 张丽莎虽然长得漂亮 可是他觉得秦可欣和素婉妻 都并不比他差 秦可欣瞪了他一眼 偷偷地说道 你傻呀 你父亲你祖父都知道 跟顾客合言 这都是移动的 不花钱的形象代言人 哪里找去 王许东也意识到 这的确是打造品牌的需要 也许以后他这里 会接待更多的明星 乃至正要 这都是他品牌价值的体现 于是让助理帮忙拍了一张合影 你是不是傻呀 人家要买五双你还不卖呢 这些人在穿着上是最舍得花钱的 做了这一单你可以管半年了 秦可欣笑着骂着王许东 哈哈 你既然在笑 说明你是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的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 我要真为了钱 我就不会从苏婉婷那辞职 更不会来这儿开个工作室 当然 不是为了钱 不代表我不要赚钱 起码我要生活 工作室的正常经营也需要维持 更关键的一点 五双鞋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做鞋呀 一双鞋要做一周 一个月最多四双 五双是极限了 再多了质量就会下降了 所以每个月我只卖五双鞋 多了不做 这个月的订单 加上这一双 已经满了 要再来买鞋的 只能排到下个月去了 王许东坐在工作室的工作间里面 一边忙着手上的活 一边到 已经这么多订单了 哪来的 你这鞋世界二十万一双 哪来的那么多人买钱 什么时候奢侈品这么畅销了 秦可欣很诧异 啊 这一双是郭玉的 王许东指了指手里正在做的鞋 我说呢 还有一双是苏婉琪的 虽然苏婉琪说着不要 但是王许东还是决定送他一双 婉琪来过了 嗯 来过了 一双鞋你能赚多少钱 我想了解一下 秦可欣问着 你那双鞋成本三万多到四万的样子 如果要卖的话 你那双鞋最少卖二十万 低于二十万不卖 也就是说一双鞋起码赚十五万以上 差不多吧 不过要算上其他的成本 其实利润并不高 这么算吧 一个月就算我一天都不休息 也就卖五双 一个月最多也就赚七十来万 工作室这边还有两个女孩子 人家有工钱的 这么漂亮的姑娘 人家之间是做过模特的 当然野鞋模特 但野鞋模特也是模特呀 起码形象气质不错 所以给的薪水并不低 每个人每个月 我给的是八千 另外在华海百货开了个产柜 每个月四十来万 再加上工作室里面日常的这些 其实每个月赚的钱 也就那么一点点 二十万左右吧 如果你要算上我 花钱装修 花钱买的门店 其实真不赚钱 王旭东一边坐着鞋 一边对秦可欣说着 虽然不赚钱 但是你喜欢这种生活 对不对 秦可欣笑着问着 是的 你最懂我 王旭东抬起头来 对秦可欣笑了笑 接着道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平平淡淡 却也很充实 而在另一边 华海奢侈品商城的 大门中央进门口的 那个展柜边 聚集了十来个人 今天是周日 所以来这里的人流量 相比往日要多了许多 而且基本上 走进这个专门奢侈品商城的人 都不是一般的 用流行的话来说 那都是家里有矿 即使自己家里没有矿 也是自己身边的男人 家里有矿 而身边的这个男人 可能是自己的干贴 因为这个商城里面 卖的东西 都是全世界最为高档 昂贵的奢侈品 而在这个展柜 摆放在这个位置 显得有些突兀 因为它就摆在 商城最为核心的黄金位置 平时这个位置 只能够华海摆货自己 进行一些宣传活动用 而现在 这个位置竟然给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皮鞋品牌 让整个商城里面 其他的大品牌店 都非常的羡慕嫉妒恨 他们很清楚 这个品牌 一定是与管理方 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这个展柜很小 小到只有两个展柜 左边的展柜里面 摆放着三双高跟鞋 右边的展柜里面 摆放着三双男款的皮鞋 鞋子虽然不多 但是却非常的漂亮 放在那儿就有一种 非常尊贵的气质 让人看一眼 就知道它的身份不凡 展柜后面 有一个大的显示屏 这块巨大的LED显示屏 也是华海商城管理方的 而现在 这块LED显示屏 专为这个小展柜 播放着它的宣传片 宣传片里面 是一段古老的手工制鞋片段 从民国时期开始 然后时光一步步推进 皮鞋的款式 也一步步地再转变 当时光停留到现代的时候 皮鞋的款式 也停留在了展柜里面 那带着钻石 如女皇般尊贵的皮鞋身上 而时间跨度 正好是一百年 在宣传片的最后 出现了王旭东工作室的照片 然后依次跳过三张照片 一张是王旭东的祖父 一张是王旭东的父亲 最后一张是王旭东自己 然后宣传片到这就结束了 接着开始重头重新播放 这个宣传片 还是华海商场特意 为王旭东制作的 人家是专业的 做出来的效果 连王旭东自己 都觉得非常震撼 华海百货的总经理 在接到郭玉的电话之后 这么大的一个总经理 亲自打电话给王旭东 自己开车 去了王旭东的店里 找王旭东谈这个事 而之后的 就可想而知 华海百货 几乎是尽全力 在帮王旭东 弄得王旭东最后 自己倒是不好意思 而在展柜前面 站着一个 穿着旗袍的女孩 女孩脚上 穿着一双高跟鞋 这双高跟鞋 也是王旭东 制作的一双 这根女孩 也是华海百货 给王旭东找的模特 这个模特 可就不被 王旭东请的 那个野鸡模特 人家这是专业的 而且是 有一定名气的模特 模特不需要干什么 只需要站在 展柜面前 摆pose就成了 但是 就是这么站在那儿 那种气质就显露无遗 特别是那种高跟鞋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上面镶嵌的钻石 衬托出整个人 无与伦比的高贵 也就是因为 这个模特和这双鞋 让所有进来的女人们 都拉着自己身边的男人 驻足观看 与模特一起的 还有另外一个 穿着工作服的女人 这个女人 也是华海百货里面的 华海奢侈品商城的工作人员 她是专业的解说员 这次被公司直接派过来 给王旭东这个小展柜站台 她的职责 就是向所有来过的 询问介绍 王旭东工作室的情况 真好看 跟弟啊 我也要买一双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 拉着身边一个 大肚翩翩的中年男人 撒娇着 我就一双皮鞋嘛 行吧 买 伴伴 说吧 看上哪一双了 直接买 中年男人在女孩的屁股上面 掐了一把后 豪气地说着 第二百三十一集 我就要这双 好漂亮啊 就是这个模特儿穿的这双 好 来 来来来 服务员 这双鞋 多少钱 就那个靓女脚上穿的那双 中年男人 对讲解员说道 先生 这双鞋固定价格不清楚 不过展览方给我的大支价格 应该是在十八万人民币左右 江解员走过来 笑着对中年男人说着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就是卖鞋的吗 怎么连多少钱都不知道 考什么东西 啊 是这样的 这只是展览方在这里设置的一个展览台 这里所有的皮鞋都是展览品 是非卖品 需要买鞋 您可以打我们上面的联系电话 或者去工作室直接商谈 不过我们这店是一家百年老店 只接受上门定制 所有的鞋都是根据您的脚量身定制的 独一无二的尊贵款 另外还要提醒您一下 要定制 您需要赶早 因为这个工作室的鞋 完全是纯手工传统工艺制作 每一帧每一线都是艺术家手工完成 进度很慢 每个月只做五双订单已经排到很厚了 什么鞋 卖个鞋这么牛逼 我给你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品牌的历史 这个品牌是一家百年老店 开设在 蒋介元开始详细地介绍 王旭东家鞋店的历史 有事实 也有美化 如今 这家店已经申请了东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这家店的第三代传人 也是东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在整个东海市呢 他也是唯一一位传统手工工艺制鞋的艺术大师 而这家店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百年制鞋老店 蒋介元继续介绍着 介绍完了之后 旁边听着的人也都瞪大了眼睛 一脸崇拜神往 再去看那双鞋 就已经不再是觉得单纯的好看 就感觉这双鞋瞬间就有了尊贵的身份一样 变得那么的不一般 这也太牛了吧 中年男人听完之后都忍不住感叹着 干爹 我要吗 我要我要 年轻的美女抱着男人的手开始撒娇着 好好好 买买买 地址在哪儿 咱们去店里订购 好不好 老公 我也想要 另外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老公说着 不买 我就一双皮鞋嘛 太麻烦了 楼上买去 老公想麻烦 来陪着逛街就已经很不耐烦了 你不买是吧 你不买我自己买去 我还求你了是吧 女人瞪了自己男人一眼 拿出手机就开始拨打着柜台上面放置的联系电话 这就是男人对待情人和老婆的区别 整个宣传活动虽然大部分是王旭东自己的意思 但是也有华海商场专业人员替王旭东进行的策划 不得不说 专业人员进行的策划这种效果 就明显比开始王旭东自己做的效果要好得多 从现场这些父太太们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 您好 这里是百年老店王氏皮鞋工作室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地方 在王旭东工作室的大厅里面 两个服务员中的一个接过电话 哦 是这样的小姐 我们这店呢 是一家百年老店 直接受商门定制 所有的鞋都是根据您的脚量身定制的 独一无二的尊贵款 另外我们还需要提前告知您的是 因为这个工作室的鞋 完全是纯手工传统工艺制作 每一针每一线呢 都是咱们艺术家手工完成 进度是非常慢的 每个月只做五双 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下个月了 即使您现在来我们店进行预定 您的鞋最早也只能是在下个月月末才能完成 您看时间上您能不能接受 哦 好的好的 我们的地址是在 服务员用标准的普通话 和程序式的口吻接着电话 这边再接着电话 另外门前就停了一辆麦巴赫 一个穿着雕的女人 在两个保镖的跟随下走进了店里 另一个服务员走过去 去接待 并且倒查 你们的那个大师呢 在哪儿 我要坐鞋 魏夫人盛气凌人地说道 您好 我们王先生正在工作室里面做鞋 暂时不方便出来 而且我们王先生只做鞋 不参与接待 不好意思 这么牛 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是王先生定下的规矩 他个人性格如此 还请见谅 不是说定制吗 他不来见我 怎么定制 女士 您请这边 这是我们的展览室 我们的目前推出的几款鞋 都是我们王先生花了很多年心血设计的 您需要哪一款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您有相中的 您这边付款 我为您量讲 等预定的时间到了 您亲自到店里来取鞋就行 这个是谁 这个是那个 那个女星张丽莎嘛 她也在你们这儿做鞋吗 贵妇进去之后 在看着墙壁上面挂着王许东与女星张丽莎的照片 好奇地问着 是的 她的鞋订单排在了下个月初 听听听听 这个 这个是华海集团的老总 女首妇郭玉郭总吗 嗯 是的 她也在这儿做鞋 嗯 是的 她不仅在这里做鞋 而且与我们王先生呢 还是很好的朋友 服务员微笑地介绍着 我靠 那她还在这儿做鞋 我们王先生做鞋不为钱 为的是一种情怀和对这门艺术的传承 难怪那么牛逼啊 那 那我就要这个款式 多少钱 那这一款呢 要看您对镶嵌的钻石的要求 这里有价目表 您请选择 不同的钻价格不一样 在十五万到三十万之间不等 我就要这个 多少钱 二十八万 不能打折吗 对不起 我们这里不说价 好 是先付定金是吧 多少钱定金 对不起 我们不接受定金 我们只接受全款 一旦下单不接受中途退款 所以您在决定下单预定之前 自己先确认好 你们还真是牛啊 我就没见过比你们更牛的鞋垫了 不过你们也的确有牛的资本 那这是卡 刷卡 好的 请稍等 服务员拿着卡 去刷卡下单 请问 你们能请你们王先生 帮我引荐给郭总吗 对不起 我们王先生不见客 这是他定的规矩 那能不能告诉我 郭总什么时候来你们店里 我自己过来巧遇一下也行 这是属于王先生的私人事情 我们就不清楚了 而且对于我们店里顾客的隐私 我们是充分保密的 这些都是客人要求我们公开 我们才贴上照片的 请见谅 服务员又客气又冷漠地说着 王旭东则充耳不闻窗外事 他一个人关着门 在旁边的工作室里面 专心地做着写 墙壁上挂着写着订单详情的卡片 每接到一个新的订单 服务员会进来把新的订单卡挂上 晚上 在东海市最为豪华的酒店里 郭宇端着红酒 微笑地与不断上来与他攀谈的 各个商界精英们交谈着 这是东海市商会举行的一次 例行酒会 来的这都是东海市商界的名流 换个简单的说法 都是各大企业的 总经理董事长之类的人 都是大老板 而在这个酒会的目的 就是为这些大佬们提供一下 彼此之间沟通的平台 能够进这里的人 资产起码都在几十个亿之上 而郭宇毫无疑问是这个酒会的明星之一 很多人都在想尽办法过去与他套近 想着能不能与郭宇放个脸书 得到一个可以与华海集团合作的机会 郭总 你今天穿的这双鞋子好漂亮啊 这是 正与郭宇交谈的一位大佬的夫人端着酒杯 笑着夸赞着郭宇脚上穿的高跟鞋 是啊是啊 这双高跟鞋真是漂亮 这上面镶嵌的钻石可真好看 特别是这个做工好高级啊 是顶级名牌吧 围着郭宇交谈的其他女眷也附和着 这里有拍马屁的嫌疑 当然 也有真心觉得这双鞋子漂亮的原因所在 女人对于衣服鞋子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男人 这是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 是吗 这双鞋呢是我一个朋友做的 传统手工艺制作的 郭宇微微笑了笑 不着痕迹地说了一句 而在另外一边 新时尚庆典活动正在举行 这里聚集了全世界时尚界 娱乐界的宠儿 能受邀出席这个活动的 无疑不是在各自的领域 各自的国家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 而所有受邀参加的人也都以此为荣 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准备 因为这个活动将站在全世界的人民的面前 影响力将是空前了 国内受邀出席的只有几位明星 而张丽莎就是其中之一 当张丽莎出现在红毯之前 一直等候在那的国内国外的媒体记者 疯狂地按着快速 与以往的一样 出席这个活动的女星的服装 服饰也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此次张丽莎一出场 她的服装特别是叫她穿上那双相钻的高坑鞋 就成为了所有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时间 国内媒体开始争相报道争相评议 甚至于 有的媒体把这双鞋放大了 进行了分析 按理来说 人们会关注服饰 但是却不至于这么关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双鞋不一样 这双鞋子不仅仅相撞 而且鞋子上面有着花 左边是一朵梅花 右边是一朵牡丹 风格也是国画的风格 众所周知 梅花和牡丹是国画 在这个特殊的场合 世界性的舞台 一个明星穿着浓浓中国风 画着国画的鞋子出现 总是特别容易激起大家的情感 也特别容易调动起媒体的关注度 这就是为什么这双鞋能够引起 如此高的话题的原因所在 高跟鞋 钻石与国画摆在一起 感觉是完全不搭边的东西 但是经过王旭东的手 硬生生地把它们组合在了一起 不仅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反而显得如此的完美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位古代的贵妃 站在那一样 在每个节目里 基本上都会谈到这双鞋子 他也会耐心地讲解自己这双鞋子的始末故事 当然 在说到设计师为什么会设计这款浓浓中国风鞋子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功劳摆在了设计师的前面 而张丽莎团队的大四炒作 也把一个人和一个工作室炒作火了 娱乐圈内部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在东海有一个纯手工制鞋大师叫王旭东 他制作的鞋子千金难求 这也让无数娱乐圈里的女性 把王旭东这个名字 把王旭东的这个工作室牢牢地记载了心里 只不过 王旭东对于这一切充而不安 他从来不关注娱乐圈的事 更不关注花边新闻 所以 对于自己一下子在娱乐圈火了的事 他丝毫不止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在华海百货的成功策划推广 以及过于不经意的一句话 让他接下来的两个月订单全满 在别人为他高兴的同时 他却是有苦自己之 因为订单全满 就意味着他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每天都要坚持不懈地做鞋 闲 人家父王 交鞋的时间做 不可能不按时间交鞋 他只能是没日没夜地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面做鞋 新可新看到王旭东的辛苦 有些心疼 其意王旭东可以请几个学徒来帮着一起做 即使做不了主要的 但是却可以做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工序 比如前期的智炫 划线这些 但是王旭东拒绝了 所有的鞋他都必须亲自做 一针一线都要 就像他爸爸教他的那样 要保证做出来的每一双鞋都是完美的 一丝瑕疵都不能有 这是手艺人对自己手艺最起码的尊重 王旭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然后下班后 就过来与秦可新一起去了隔壁街的小馆子吃了晚饭 这是两人的日常生活 秦可新每天下班之后 直接来王旭东的店 王旭东也知道 秦可新来店里 差不多就到了自己快要下班的时候 每天两个人都会一起吃晚饭 吃的都不是大饭店大酒店 都只是旁边的一些小馆子 王旭东这个人性格很怪 不太喜欢大酒店大饭店吃饭 所以秦可新也就陪着他 吃完晚饭之后 两人散步回店 然后秦可新会在店里 陪着王旭东加一会儿的夜班 再开车回家 王旭东也会在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 加一两个小时的班 才离开店回家 加班是因为怕耽误了人家取鞋的时间 而这天 王旭东在结束之后 没有开车回家 而是提着一双已经完成的鞋 上了自己的面包车 往苏晚奇家而去 王旭东开着车 直接来到了苏晚奇的家 钥匙还在 直接拿出钥匙 打开了外面的铁门 把自己的面包车 开进了院子里 第二百三十二集 此时正在二楼卧室里面上网的苏晚奇 忽然听到楼下铁门声响 吓了一跳 连忙跑到阳台上去看 一看就看到了灯光下 王旭东的面包车开了进来 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然后赶紧下了楼 苏晚奇刚下楼来 王旭东就已经推门走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电话说一声 我还以为进贼了呢 苏晚奇下楼埋怨着王旭东 我要打电话了 跟你说我要来 你还会允许我来吗 最近这段时间 你已经把我归例为地下工作者了 就差跟你见面要对暗号了 王旭东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里提着的鞋带子 放在了茶几上 苏晚奇知道 王旭东是在讽刺他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最近这一段时间 他刻意回避与王旭东之间的联系 中间有几次 王旭东打电话给他要吃饭 他都拒绝了 苏晚奇被王旭东讽刺的有些脸红 看着王旭东摆在茶几上的袋子 问道 这是什么 鞋子 我说了我不要啊 苏晚奇皱眉说道 你不要 但我偏要送 送不送是我的事 接不接受那是你的事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 可以扔了 王旭东坐在椅子上 点了根烟 抽着对苏晚奇道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苏晚奇摆了王旭东一意 还能听出王旭东话里有虎 虽然嘴里说的不要王旭东死 但是却还连忙过去拿过盒子拆开 从里面拿出那双精致的鞋子出来 好漂亮 谢谢你 去到啊 多少鞋 我买啊 好不好 苏晚奇红着脸对王旭东等 鞋给我 王旭东直接起身走过去 从苏晚奇手里把鞋子拿起来往鞋盒里塞 很粗暴 你干嘛呀 小心一点 苏晚奇看着王旭东粗暴的样子很心疼 联盟从王旭东手里把鞋子抢过来 既然你不要了 那我把鞋扔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了 我说我买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鞋我不卖 你要买 那我就把它扔了 啊 好好好 我怕了你了 真是的 我用没有别的意思 你开店不要成本吗 你做鞋不要成本吗 苏晚奇最后妥协 要 但是成本不贵 有很多东西比成本贵很多 王旭东抽着烟淡淡地道 苏晚奇知道王旭东话里的意思 脸红红的 心里也暖暖的 苏晚奇拆开鞋穿在脚上 高兴地站着 对着王旭东问 好看吗 这是他第一次在王旭东面前 这么小女儿态 他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么小女儿态 问王旭东这个问题 问完了之后 自己后悔得要死 脸红得像苹果一样 好不好看这个问题 应该我问你 这双鞋是我做的 好看吗 王旭东看了看 笑着问着 好看 很漂亮 不过 去到 这双鞋 为什么与你店里面的 几双鞋款式都不一样 我记得我上次去你店看过 你店里好像没有这种款式的 这是新款吗 苏晚奇问着 这不是新款 店里摆的款式是商品 你这双是非卖品 王旭东吐了口烟后 笑着说着 苏晚奇愣了 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王旭东的话 随后明白了 王旭东的意思 王旭东的意思就是说 这双鞋子 是为他特意 为他定制设计的款式 谢谢你 苏晚奇这次是真的感动 行 你喜欢就行了 时间不走了 我得回去了 你也快到点要睡觉了 王旭东说完之后 就起身准备出去 刚走两步 就被苏晚奇给叫住了 哎 旭东 怎么了 王旭东转过身问着 你是不是在怪我 苏晚奇问着王旭东 我说没有 你信不信 王旭东微微地笑着道 从你进来跟我说话的语气 我就感觉到了 我知道你是怪我 这段时间刻意躲着你 但是 我这也是 也是避讳啊 我怕可行误会你和我 我怕影响了你和可行之间的感情 我 你我之间发生什么了 是我牵过你的手 还是睡过你的床 还是我们之间发生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我们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要躲呀 心里坦坦荡荡的 有什么好避讳的 你知道 你越是这么躲着 藏着偷偷摸摸的 如果让可行发现 反而越让她怀疑 坦坦荡荡的不好嘛 和以前一样 不是挺好的嘛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样 我 苏晚奇被王旭东问到 说不出话呢 好了 我真没生气 我只是觉得你这种做法 有些问题而已 如果你真的在乎 与可行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 就应该把一切告诉可行 只要你我坦白跟她讲 她不会怀疑的 你也是 这样她反而越怀疑 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你要准备多久啊 再给我点时间 我要做一点心灵准备 苏晚奇沉溢了一下灯 行吧 那我先走了 王旭东点点头 然后转身准备出门 在门口的鞋柜边穿鞋 正穿着鞋的时候 王旭东忽然 在大鞋柜里面看到一双鞋 眉头立马皱了起来 门口有一个大的鞋柜 这个鞋柜里面放的 都是苏晚奇的鞋 每个女人都有一个专属的大鞋柜 更何况苏晚奇呢 这个是怎么回事 王旭东转过身来 指着那双鞋问着苏晚奇 苏晚奇根本没发现 还在那想着王旭东的话 什么 你说我说什么 王旭东直接从鞋柜里面 把那双高跟鞋拿出来 就提着问着苏晚奇 苏晚奇一看到那双鞋 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这 这 这不就是一双高跟鞋吧 怎么了 我在商店里买的 有什么不对吗 苏晚奇有些慌张的道理 哦 那你告诉我 哪家商店 哪个品牌 我去告他 王旭东笑着问着 我 我店里的每一双鞋都是从我设计到制作一针一线做出来了 我自己做出来的鞋子 我会不认识吗 这双鞋子差不多是在半个月前做的吧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吧 王旭东 王旭东指着鞋子问着苏晚奇 苏晚奇脸瞬间红了 装作不明白的样子 我 现在衣服鞋子款式相似的太多了 我也忘了是在哪买的了 你不记得了是吧 那我来告诉你 大概是一个月之前 一个女孩子来我店里买 她留的信息是李小姐 王旭东提着那双鞋 这世上的鞋子相似的的确很多 可是我做的鞋是独一无二的 这双鞋的内里 这个位置 有我自己手工缝上的定制商标的 另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双鞋 你穿着应该并不合脚吧 王旭东淡淡地说道 我量过你的尺码 是三十六 而这双鞋 是那个女孩的尺码 三十六码吧 所以你穿起来并不是很合脚是不是 不信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说着 把鞋子里的垫子拿出 露出里面暗处的商标 然后不由分说地往苏婉姬搅上一套 果然那鞋子明显大了一截 苏婉姬顿时无话可说 毕竟这是事实摆在眼前 是 我承认 这双鞋是我让朋友帮我去买的 我只是想帮你 帮你做一单生意而已 你帮了我那么多 我这一点点算得了什么 王旭东摇头苦笑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你就是害怕我送你鞋 你害怕可心会因为我送你鞋 而误会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关系 朋友之间互相帮助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你这么遮遮掩掩的 反而会引起误会 这双鞋的钱 我会退给你的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说过了 我不卖给你 你 好了 鞋子你很喜欢 我挺高兴的 这双鞋我拿走了 回去拆了 我做出来的鞋 一定是最合脚的鞋 王旭东耸了耸见 笑着说道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苏婉旗刚要开口 张张嘴欲言又止 秦可欣刚刚回到家 开着车 在底下车库挺好车 随即便感觉到 有个人影 正在悄悄接近他 经历过那次 大飞哥绑架的事情以后 秦可欣变得警惕了许多 现在任何一点情况 都会引起他的注意 他呵斥道 谁 谁在那里 不出来 我喊保安报警了 我啊 是我啊 可欣 一个人影 从地下车库的柱子 后面走出来 笑着看着秦可欣 无奈地说着 你怎么害怕成这个样子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打你电话 你又不接 发信息 你也不回 实在联系不到你 我只能过来找你了 这个人 正是消失许久的秦浩 秦可欣想起来 他早就把秦浩的 联系方式给拉黑了 因为根本不想 跟这个人有半点关系 所以秦浩联系不上他 也是正常的 只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找到了这里来 看见他的那一刻 秦可欣的眼神里 充满了浓浓的业务 他半点都不想看见这个人 你来这里找我干什么 我好像没有告诉过你 会住在哪里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不说的话 我就报警了 你看你 动不动就报警 我还能对你做什么不成 大家说什么 也都是老同学一场 我知道以前对不起你 做的事伤害了你 其实我也很愧疚的呀 秦浩说着走上起来 可欣 真的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你跑到这里来找我 就是要为了来跟我道歉 秦可欣冷笑一声 你是不是还以为 我是当年那么好骗 要么你现在就走 要么我喊人了 正好在这时候 有保安巡逻经过 秦可欣立刻就要张嘴喊人 秦浩慌了 联盟说道 别别别 可欣 我找你的确有点事情 只不过这里可能不方便谈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喝茶 我想跟你说一下 秦可欣厌恶地看着他 要么你现在就说 要么马上滚 秦浩无奈地摇头 故意叹口气道 唉 可欣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喜喜还是那么的火爆 可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免得你被最爱最亲的人 骗到死都不知道 秦可欣已经不想再听他废话 转身就要走 秦浩在他身后喊他 可欣 你难道不想知道 你所谓的男朋友王旭东 他跟苏婉妻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秦可欣停下脚步 回头冷冷地看着他 我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卑鄙无耻 你以为我每次都会那么瞎眼吗 秦浩摇着头 一副沉痛的样子 可欣啊可欣 你还是那么的单纯善良 却不知道你的单纯善良 最后被人利用成了什么样子 这些东西 你好好看看吧 秦浩说着 逼过去一个大的信封指代 你那么聪明 我就不相信 你对这两个人的关系 没一点怀疑 这里面有一切你想知道的真相 可欣 你被骗了 被他们两个深深地给骗了 我和你一样 我们都被骗了 秦浩叹息着说道 秦可欣颤抖的手 结果那个信封指代 用力地撕开 随机露出来的东西 纷纷掉落在地上 他只看了一眼 整个人都僵住了 里面有好多张照片 照片都是两个人 他最熟悉的两个人 王旭东和苏万奇 可是看着那些照片 照片上的他们 秦可欣宁愿 他从来没有认识过这两个人 他一张张地捡起那些照片 眼泪无声地落了下 秦浩看着他的神色 又开始说道 我就知道 可欣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被他们给骗惨了 谁能想到 他们背对里 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居然都是这种人 要不是我找四家侦探 调查这么久 也不可能发现 他们的真实面目 不要说了 秦可欣爆发一样怒吼着 秦浩很及时地住了嘴 但是可欣 你现在怎么办呢 我都还好 毕竟苏万奇那个娘们 就是因为这个臭小子 早就跟我分开了 可是你跟他 可是已经在一起 那么久了呀 秦可欣拿起照片 转身上了车 诶 可欣你别走啊 秦浩连忙追上去 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 第233集 王旭东这边 不再跟苏万奇多说 转身要走 随即 他的手机响 可欣 王旭东看到上面的号码 迟疑了一下 苏万奇赶紧捂住嘴 示意他接电话 王旭东皱了皱眉头 最后无奈地笑了笑 接起电话 喂 可欣 怎么了 黄旭东 你在哪儿呢 秦可欣的声音 听起来很平静 我啊 王旭东看了眼 苏万奇 急忙白手的样子 无奈地撒了狗 哦 我在家里 对 在家里 还没休息啊 秦可欣的声音 还是那么地平静 啊 是啊 准备休息 那好 开门吧 啊 你来我家了 王旭东顿时措手不及 有些慌 太晚了吧 我 我在洗澡 在晚齐家洗澡 是吗 秦可欣淡淡的一句话 却像是晴天霹雳一般 瞬间让王旭东梦了 开门吧 秦可欣始终是不变的 那种平静的声音 但是王旭东这个时候 才发现 他那种平静下面 似乎深藏着 无尽的情绪 苏万奇就在旁边 电话里的声音 他也听得到 顿时脸色也变了 有些慌乱 示意王旭东赶紧回去 开门吧 我就在外面 秦可欣的声音 冷阔而决绝 简直像是死神的 判决 王旭东这一下 也淡定不了 他连忙走到窗户边 往外看 果然秦可欣的车 停在外面 似乎是发现了 他正在往下看 还按了两下灯 苏万奇更是慌乱 不知所措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你现在就走吧 总之不能让他发现 你就在这里 跟我在一起 我真的不能再伤害他 不管是不是误会 苏万奇 语无伦字地哭着说道 还是真急了 还怎么伺候 王旭东叹了口气 难难地说 他感觉到了 这次的事情 可能不太好处了 变化里 秦可欣再度开枪 不打算开门 轻轻问我还没结束 还没从床上下来 王旭东 你的战斗力可以啊 他冷笑着 是等我开车撞进去吗 说着 电话里真的传来了 发动机加速的声音 可惜 你冷静点 我开门 王旭东说着 随即准备过去开门 事情到了这地步 必须得解释清楚 何况他和苏万奇 并没有做什么龌龊的事情 不要啊 旭东 苏万奇喊着 别开门 他实在没有办法 让秦可欣面对这一切 事情总要解决要面对的 而且 本来早就应该解决了呀 王旭东大步下楼 出去打开了门 可欣 王旭东看着 秦可行从车里出来 他正好穿着一身 火红的衣服 非常美 可是 趁得他整个人 像是从火里走出来一样 脸上 带着无尽的绝望与冰冷 哼 这么快就把衣服穿好了 秦可欣看见他 冷笑着说着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和万奇只是朋友 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王旭东平静地说着 什么都没有 秦可欣冷笑一声 而这个时候 苏万奇已经追出来了 拼命地解释 可欣 一切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旭东 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只是朋友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我想的哪样 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那告诉我 这结婚证是怎么回事 民政局的照片 又是怎么回事 秦可欣说着 甩出几张照片 苏万奇捡起那几张照片 随即整个人 如同遭受雷击一样 几乎战都站不完 王旭东也看见了 秦可欣拿出来的 竟然是他和苏万奇 结婚证的照片 以及他们当初 在民政局登记时 留下的照片 现在做朋友 都需要领结婚证了吗 秦可欣冷笑着 何欣 苏万奇捂着嘴 早已泪流满面 我 我可以跟你解释 这只是个误会 这不是真的 不误会 民政局有了误会 所以把你们俩安排成了夫妻 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 这照片是批的 秦可欣冷冷地说着 那这也是假的咯 他说着 又扔出来几张照片 王旭东下意识地伸手接触 随即心都凉头 他看到照片里 一个男的抱着一个女的 从车里下来 车子正是苏万奇那辆宝马 随即几张照片 更是抓拍得非常清楚 那身影 以及侧影 明显是他和苏万奇 苏万奇紧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 而他也紧紧地抱着苏万奇 任谁看了这样的场面 都会觉得 这两人一定是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王旭东顿时明白过来 这正是那天晚上 苏万奇喝醉 他送他回来 被人偷拍了 而且 不止这几张 还有一些 王旭东进出这栋别墅的照片 王旭东紧紧地皱着眉头 这是谁偷拍的 王旭东紧紧地皱着眉头问着 很显然 有人特意偷拍的 他甚至于一闪念中冒出一股可怕的想法 但是瞬间又否定 你也知道是偷拍啊 秦可欣笑着问道 所以不是批的 不是假的 就是你们俩搞到了一起 鬼魂被拍到了 我说错了 不是鬼魂 你们是合法夫妻啊 领过证的 睡在一起都没人能说什么 我就不明白的是 你们明明已经领了证 已经是合法的夫妻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拿出来 为什么不老早直接告诉我 告诉所有人 你们已经是两口子了 为什么还要骗我 还要跟我在一起 难怪我一直问你 我是不是你女朋友 你爱不爱我 你始终都含糊其词 原来你心里早就已经有了别人了 有了苏婉琪了 你对我的好都是假的吗 你为了我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跟我在一起 那些甜蜜原来都是假的 我一颗心都给了你 却被你狠狠踩在脚底下 踩成了烂泥 秦可欣终于失控了一样 对着王许东愤怒地质问 我被你欺骗成了最可耻的小三 我居然还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 她说着 终于忍不住狠狠地一巴掌甩了出去 甩在了王许东的脸上 王许东脸上顿时浮起了一个通红的掌握 可想而知 秦可欣是用了多大的力气 她的内心是多么的恨 王许东一言不发 一动不动地承受着秦可欣的奋怒 她原本可以轻松地躲开秦可欣的耳光 但是 她却没动 任由秦可欣这一巴掌打在脸上 她知道 此刻的秦可欣需要发泄 可欣 苏婉吉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说 不许都没有关系 是我的错 我当时脑子一糊涂 你脑子一糊涂 你勾引她是怎么的 秦可欣愤怒地问着苏婉吉 眼眶里面饱含着泪水出卖了她 此刻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和坚强 我拿你当朋友当闺蜜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 背叛我 是不是我的男人就格外地 格外地吸引人 让你不得不去尝试 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燕京的事业 当你遭受危难的时候 我为你到处奔走 动用我根本不愿意用的关系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当初秦浩的事情 我好不容易放下 而你呢 又给了我更狠的一道 为什么瞒着我你们结婚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只会祝福你们 根本不会陷进这样的一段关系里 现在的情况是 你拿走了我的男人 而我 还成了最可耻的小三 我 不是这样的 苏婉吉哭了 苏婉吉 我一辈子都会恨你 都不可能原谅你 秦可欣的眼泪终于是落了下 手再一次抬了起来 王旭东皱着眉头 看着秦可欣的手 朝着苏婉吉的脸打去 一下子挺身过去 秦可欣的这一巴掌 打在了王旭东身上 听我说可欣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冷静一点 王旭东对秦可欣说道 秦可欣冷笑一声 眼神里面 满满的都是恨 你心疼了 不舍得了 你愿自己挨打 也不愿意他挨打是吗 果然是夫妻情深 一体同心 我他妈算什么 我他妈从头到尾 就是个小三 我他妈从头到尾 就是个傻逼 秦可欣说完这句之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眼眶里面的泪水 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你们好好地恩爱下去 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再见 不要再让我看到 你们两个恶心的人 永远都不要 秦可欣几乎是咬着牙 说出这句话 随即掉转头 不顾一切地离去 然后上了车 一脚踩下幽默 车子像离闲的剑一样 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中 可欣 可欣 苏婉琪跌跌撞撞地追出来 然而夜色早已吞没了一切 什么也看不到 也追不上 苏婉琪愣了一下 忽然间 失声痛哭了起来 这一晚上 对于她来说 是太大的打击 她一直以来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甚至于 跟王旭东打交道 都是偷偷摸摸的 不愿意跟她 有任何过多的接触 就是不想让秦可欣 发现她和王旭东 结婚的事情 不想秦可欣误会 再对他们的关系 有任何影响 更不希望秦可欣 再受伤害 可这一切 还是发生了 都怪我 我应该早点 跟你把这个事情 解决掉 我当初就不该 想着跟你讲结婚 不该去留那个证 我害了你 可害了可欣 苏婉琪哭着说道 这下他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我了 王旭东一直沉默着 看着苏婉琪痛哭的样子 他心里很痛 想到远去的秦可欣 他的心更痛 他伸手 想要去拍拍苏婉琪 安慰她 可是 抬起手 最终又无力的方向 不能怪你 当初如果不去假结婚 那你面临的情况 可能更多更糟 王旭东低沉地说道 怪我没有处理好 这段关系 我本来至少可以 不让他是 现在这个情况 现在当务之急 是确保可欣的安全 我很担心 他这样情绪失控下 开车出去 会遇到危险 王旭东 神算凝重地说着 随即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喂 帮我个忙 王旭东对电话那头说道 他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去客套 什么事 你说 电话那头 传来了张晓云的声音 我的朋友 你认识的 心可心 他遇到一些事情 心情不好 现在人开车出去了 而且速度非常快 我担心他这样会出现危险 麻烦你帮个忙 找一下交警队那边的人 让在附近知情的交警 帮我想办法拦住他 制止他的飙车行为 总之 一定不要有危险 遇到了一些事情 是跟你有关吧 张晓云问他 我现在不想解释这么多 总之麻烦你帮忙 毕竟他真的出了事 会对其他人造成危险 王旭东说着 报上了 秦可心的车型和车牌号 以及所在的道路 啊 我知道了 张晓云干脆利落地 挂断了电话 唉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只能想着去解决 但是可心现在的状况 说什么他都不会听 说什么 都只能是火上浇油 所以 等他先冷静一下 我会去跟他解释清楚 王旭东看着苏婉琪说道 你好好休息 天没他 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是一场误会就能打败的 有些事情解释清楚了 就没事了 放心吧 王旭东说着 苏婉琪这个时候 已经哭成了泪人 他一向都十分冷静 甚至于 在洛米出了那么大事情的时候 他也表现得还算冷静 可是这一次 真的是因为他在乎秦可欣 在乎跟秦可欣间的友谊 所以 他才会一直刻意维持 与王旭东的距离 可是 没想到 最后迎来的还是破灭 他的心都碎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先跟着他 免得他出什么意外 王旭东看了看外面 对苏婉琪道 你快去 千万不能让他受伤 苏婉琪点头后 连忙对王旭东道 最后 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对王旭东道 我没事的 你去找可欣 去想办法解释清楚 你们应该好好在一起 可欣他真的很爱你 如果他不能够和你在一起 如果他出了什么状况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王旭东看了看苏婉琪 点了点头 那我走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 王旭东只能低声交代一句 随即发动自己的车子 以最快的速度追了出去 第234集 星可金开着车出去 一边发了疯地开着车 脸上的泪水不受控制 刚刚在面对王旭东和苏婉琪的时候 他坚强地强忍住 没有让自己的泪水狂奔而下 但是此刻 坐在车上的那一刹那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 一边发了疯地踩着油门 一边在那嚎啕大哭着 这一切的一切 是他无法接受 自己最好的闺蜜 自己最爱的 曾经为了自己愿意付出生命的男人 他们早就结成了夫妻 而自己 什么都不是 这种感觉让人窒息 让他很想一刀捅死自己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愤怒 是他在伤心欲绝之余的最主要的感情 他是个坚强的女孩子 同时也是个脆弱敏感的女孩子 曾经因为秦浩与苏婉琪的事 让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对于背叛有着极大的心理阴影 但是恰恰如此 现在的他 却再一次承受了背叛的感觉 而且远比上一次更痛更深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美好的刀疤上 再次被人狠狠地刺了一刀一样 痛不欲生 而曾经在他心里 是美好的苏婉琪和王徐东的脸 此刻变得十分的争铭 他开着车在路上狂奔 他不知道自己食宿多少 因为泪水早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 除了放生痛哭之外 他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干嘛 而在他的车后面不远 一辆面包车 也以极快的速度在往前追着 这就是王徐东的车 王徐东从苏婉琪家里出来 开着车拼命地追赶着秦可欣 看到秦可欣那近乎发疯的车速 他以颗心掉到了嗓子眼 他拼命地想把车速提上来 追上秦可欣 但是奈何怎么都追不上 车界再好的人 也不可能追上一个发疯的人 更何况 王徐东开的还是一辆面包车 就在王徐东想着 要用什么办法 把秦可欣给逼停的时候 前方忽然出现了交警 而秦可欣显然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在遇到了交警之后 直接停了车 交警把秦可欣的车给逼停 然后把秦可欣从车上叫了下 在路边狠狠地叫喻了一顿 才让秦可欣省着 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扣分 没有距离 显然 这是因为张晓云打过招呼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王徐东一直都没有下车 就把车停在后面不远处看着 秦可欣在被交警教育了一通之后 显然恢复了理智 慢慢地开着车 而王徐东则一直开着车跟在后面 最后 直到秦可欣把车开进了 他自己家小区里面之后 王徐东一颗心 才终于放了下来 王徐东把车停在了 秦可欣家的楼下 坐在面包车里抽着烟 看着秦可欣家的灯亮了起来 才慢悠悠地把车开走 他知道 秦可欣已经没事了 起码不会再做傻事了 而他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间 秦可欣需要一个人独处 需要冷静 他要去找秦可欣 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但是 不是现在 现在不是时候 他需要一个冷静下来 恢复理智的秦可欣 王徐东开着车子 茫然地晃了好久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最后 发现自己居然开到了工作室的门口 看着眼前的工作室 他就想到 当初秦可欣每天过来 跟他聊天 为了他去研究 帮他各种出谋划策的场景 秦可欣为了他的确付出了态力 可这一下 他伤他 伤得实在太深了 王徐东坐在车里 默默地抽着烟 这也是他此刻 唯一能做的事情 甚至于 当他回到家里 感受到的 也依然是 秦可欣的气息 这房子的装修 是秦可欣帮他弄的 他还在这里 给秦可欣做饭 送秦可欣鞋子 秦可欣 还送出了他的出文 王徐东闭上眼睛 不敢再想 这一夜 王徐东几乎没有睡着 他准备去找秦可欣 他不怕秦可欣误会 但是 他也不能让秦可欣 带着怨恨生活一辈子 王徐东不知道的是 秦可欣同样一夜也没有睡 躺在床上 再度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 他太需要释放自己 太多的伤痛 他已经不知道 除了哭以外 还有什么途径可以发现 一瞬间 所有的一切 全部粉碎 他最珍视的一切 他最爱的男人 他最好的朋友 联手起来 打碎了他所有的幸福 以及他对爱情的信仰 秦可欣是个太在乎感情 在乎爱情人 否则当初 也不会因为秦浩的事情 和苏晚期一度僵持成内容 可是 他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一次 他心里非常的狠 可是第一次感觉到 他什么也不能做 他能怎么样 人家早就合法地结了婚 甚至于 在他和王徐东认识之际 一想到当初 和王徐东相遇 和交往的一幕 秦可欣就觉得 自己的心被搅得粉碎 心痛得 他整个人都蜷缩起来 只能放声大哭 他从来没有像爱王徐东这样 深爱过一个人 哪怕是秦浩大哭 也远远无法与之相比 他愿意为了这个男人付出一切 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 他不顾一个女孩子的坚持 也不顾自己业内的身份和地位 主动去做所有的一切 只为了能够让王徐东 实现他的梦想 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的努力 最后换来的是一场功 是无尽的伤害 他恨王徐东 恨他为什么明明和苏婉琪 已经结了婚 还要为自己做那么多的事情 还要不惜性命地救自己 让他感动 让他有了今天的下场 你为什么不干脆 让我死在那些人的手里 也比今天和以后的每一天 承受这样的痛苦 深不如死的好 秦可欣抱着枕头 痛哭地说着 然而 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得到 秦可欣不知道自己 哭了到底多久 一直到后来 眼泪都要流干了 再也哭不出来 而他全身 也已经没有了半点力气 他躺了很久 然后坐起来 木然地打开了电脑 被苏婉琪和王徐东伤害 一切的一切 都再也没有了意义 秦可欣 无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尤其不可能再继续 在洛美待下去 他再也不想见到苏婉琪 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忍不住崩溃 甚至会发疯 所以 他唯一能做的 只能是离开 秦可欣开始写着邮件 他先是给人事写了辞职报告 然后又一封封地 给其他人写着工作上的交接 哪怕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还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他不要自己突然离开 给别人带来麻烦 所以 还是要把该交接的都做好 在写着这些邮件的时候 秦可欣的手一直在掺 眼泪不由自主地再度流了下来 洛美 是他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工作 在这里 他得到的 与他应该得到的相比起来 其实微不足道 可他依旧用心地做这一切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知道苏婉琪需要他 而他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每一份工作 必须投入百分之百 一定要做到完美 他怎么可能不牵挂不留恋 但是这一切 都要随着这一晚的变故 彻底画上一个句号 快天亮的时候 秦可欣终于是做好了这一切 他起身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看到卫生间镜子里的自己 他几乎完全不认识 已经是憔悴得不像样子 眼睛都是红肿着的 秦可欣强压住心中的痛苦 洗漱完毕 收拾了几件非常简单的行李 随即出门 开着车离去 一直到车子开上高速 秦可欣都没有回过一次头 这一次 他要和这个城市永远地告别 王徐东正要出门找秦可欣 苏婉琪的电话打了过来 徐东 可欣他走了 人事部的经理 收到了他发来的辞职报告 然后其他的人也收到了 他的交接程序 他连夜完成了这些 然后 然后人事告诉我的时候 我去找过他 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他电话也不接 后来就直接关机了 苏婉琪的声音里透着绝望 怎么办 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不会的 王徐东安慰了苏婉琪 你应该了解可欣 他再伤痛都不会做出伤害自己和其他人的事情 而且他是个理智的人 昨晚过后 他发泄过了 应该能够控制住自己 王徐东 王徐东其实自己也心乱如麻 他现在很想抽根烟冷静一下 可是这次不一样 加上秦豪的事 我伤他太深了 苏婉琪从来没有如此方寸大愣 我知道他会去哪儿 王徐东说的 你好好做你的事情 不要想太多 我这就去找他 挂上电话 王徐东飞快地开着车 驶上了高速公路 他能够想到 秦可欣被最爱的人和最在乎的朋友伤害之后 唯一剩下温暖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 而且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丢下自己的母亲不管 所以离开洛美 不管下一步他的计划是什么 他肯定会回一趟家 见一见母亲 王徐东开得非常快 甚至比上一次过年的时候 他从东海赶去还要快 只是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会跟秦可欣 会弄成这个样子 王徐东花了两三个小时 开到了秦可欣所在的县车 到了秦可欣的家 秦可欣几乎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他家 他完全是凭着本能和记忆开着车子到他家 他像个行尸走路一样 骑着行李开了门 一到家就把母亲吓了一跳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也没说一声 徐东呢 没跟你一起回来 出了什么事了这是 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 生病了还是怎么了 为人父母哪有不关心儿女呢 秦可欣的母亲一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心痛得眼泪都要下来 爸 我跟他分手了 不 是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好了 别问了 我累了 要休息一下 秦可欣疲惫地说着 随即关上门 躺到了头上 不管母亲在外面怎样胶着地拍门 她也只把头埋进笔窝里 她现在恨不得把自己永远地与世隔绝开来 王徐东去敲门的时候 秦可欣的母亲正在客厅里发愁 不知道怎么办好 王徐东一敲门 她开门 看见是王徐东 顿时皱起眉头 徐东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欣他一回来就说你们分手了 说你们 还 还没有开始 还把自己关进房间里 我都要愁死了 阿姨 是我的错 这里头有很多的误会 我去跟可欣解释清楚 这时候 秦可欣的房间里传来冷冷的声音 滚啊 我不想见到你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秦可欣母亲焦急地看着这间房 又小声地问着王徐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是吵架到分手 也不能是这个样子 她又过去劝着秦可欣 可欣啊 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 但是徐东他大老远的来了 你们把话说开 哪怕是分手 也不能一直是这个样子呀 秦可欣隔着门说道 妈 我不想见到他 如果你让他进来 我就死给你看 这 秦可欣的母亲也为难了 流着眼泪 看着王徐东 这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是怎么把可欣伤成这个样子啊 王徐东没有办法解释 只能说道 阿姨 是我对不起可欣 随即对着秦可欣说道 可欣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一切都只是个误会 你现在不想见到我 我在楼下等你 你什么时候愿意见我 我什么时候把话跟你说清楚才走 说完 王徐东对秦可欣的母亲 深深拘了个宫 阿姨 对不起 你打我骂我都行 秦可欣的母亲看着她 摇摇头流着眼泪 你走吧 王徐东默默地走出去 她并没有离开 而是真的就走到了 秦可欣家楼底下 就那么默默地站着 一直地等着 她要等到秦可欣出来 把一切给她解释清楚 秦可欣家是那种老式的单元 还没有电梯 很多人上上下下 都很奇怪地看着王徐东 王徐东 就只是默默地站在那一边抽着烟 其实 他可以坐在面包车里面 但是 他情愿这个样子 就当作 替秦可欣惩罚自己 这一天 秦可欣家的房门 就始终紧闭着 而王徐东 也就是站了整整一天 这一天 他没喝过一口水 没吃过一粒饭 加上风吹日晒 这滋味实在不好受 但是他知道 比起秦可欣内心的痛苦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第235集 可欣啊 徐东他真的就在底下 一直等着 你要不要出来见他一下 让他走吧 这样子站下去 算是怎么回事呢 秦可欣的母亲 在秦可欣的门外劝说着 然而 却听不到任何的回应 可欣 你好歹出来吃点饭 行不行 他伤害了你 可你不能再伤害自己呀 你这样子 叫我怎么受得住 过了一会儿 秦可欣的母亲又过来 她做了满桌子的菜 都是秦可欣最爱吃的 可是秦可欣根本就不出来 她自己也没什么胃口 只能坐在沙发上 默默地流泪 而秦可欣这时候 其实就站在窗口 从她的窗户看下去 能够看到王徐东的身影 她看得到 王徐东在不停地抽着烟 她始终没有离开那个位置 就那么一直在那里等着她 如果是之前 看到王徐东站在那里 秦可欣一定不顾一切地飞奔下楼 然后紧紧地扑到她怀里 让她抱紧自己 可是现在 秦可欣只能咬着嘴唇 任眼泪再度无声地流了下来 一直到晚上 看到秦可欣家里的灯都关上了 这也意味着秦可欣不可能再出来 但是王徐东依然没有离去 他就那么一直站在楼下等着 还要一直挡下去 刚刚过完冬天 晚上依然还很冷 非常冷 王徐东早上出来的匆忙 什么衣服都没有准备 这样的晚上有多难熬 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王徐东来说 他经历过的辛苦远比这多得多 到了后半夜的时候 开始飘起了雨丝 下起了绵绵的细雨 而这栋楼是非常老式的居民楼 不是现在那种封闭式的 雨水从外面一直飘到走廊 也落在了王徐东的身上 再加上风一吹 王徐东的浑身都是冰冷的 他的嘴唇都已经污渍 但是他依然不动不摇地 站在门口 像是在守卫着秦可欣 秦可欣并没有睡 他躺在床上 他怎么也睡不着 任谁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不可能睡得着 尤其是听到外面的雨声之后 他更加不可能睡得着 他翻来覆去 最终还是爬起来 走到窗外 果然 那个身影还在 秦可欣再也坐不住了 他连衣服都没有屁 起身出去找伞 随即冲了出去 王徐东看着雨沫里 秦可欣的身影出现 露出一个笑脸 随即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穿成这样子就下来了 太冷了 你赶紧上去 穿好衣服 都要冻着了 到这时候还要假装关心我吗 你不是应该去关心素婉琪吗 秦可欣冷冷地质问着他 车子就在旁边 为什么不进去 以为打苦琴牌就可以再继续骗我 是吗 我没有想骗你 可欣 你快上去吧 就算我要找你谈 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注意你的身体 王徐东恳切地说着 好啊 秦可欣冷笑着 那我上去了 你高兴站着就继续站着吧 说着 把雨伞往他身上一扔 掉头上楼 雨水混合着泪水 落了他一里 王徐东接过那把伞 握在手里 却并没有吞开 依旧是那么默默地站在雨里 而秦可欣上楼之后 并没有再去睡觉 而是就站在窗户口 看着王徐东 王徐东站了整整一夜 他也看了整整一夜 眼泪一直不停地流 几乎要流干了 甚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想看着王徐东 到底能不能坚持一夜 还是想最后多看他几眼 就这么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 王徐东的浑身都湿透了 没有一点干的 一天一夜 没有吃饭喝水 没有休息 就这么站了一天一夜 是个人都扛不住 但是王徐东决心 如果秦可欣不出来 他还会一直站下去 很多早起晨练买菜的 下楼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震惊了 路过的时候都指指点点 甚至于问王徐东 是不是神经病 王徐东都置之不理 可欣哪 徐东这样子下去 真的不行的 你看看外面的天 秦可欣的母亲已经急得不行了 这时候门开了 秦可欣从房间里出来 王徐东已经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秦可欣家的门终于开了 秦可欣出现在门前 脸色苍白而冰冷 进来吧 秦可欣的母亲摇着头 眼睛红肃着 看得出来 她为秦可欣 也是一直在伤心难过 但她 还是去拿了毛巾 让王徐东擦干 王徐东没有见 谢谢阿姨 不需要 还在用苦肉钱 你可真是个影帝啊 我被你骗了这么久 也是活该 秦可欣冷笑一声 到这时候了你还要骗我 甚至于我都在想 你当初舍命救我 是不是也在骗我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有什么好骗 有什么值得你骗的 想骗钱 你要多少我都会给你 甚至于想变色 只要你开口我都会 我不明白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可欣 请你相信我 王徐东看着秦可欣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着 我王徐东从来没有骗过你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 王徐东简单地 把当初苏万奇 为了骗苏北洋 而找他假结婚的事情 说了一下 还有他抱着苏万奇的事情 我和万奇 从头到尾都只是朋友关系 甚至于为了他骗他父亲 和韩采云 而住到一起 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这些我可以对天发誓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都是真的 秦可欣 秦可欣沉默 沉默了很久 最后 看着王徐东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你们骗了我 伤害了我的事实 秦可欣咬着牙 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负责的感情 我为你做的一切 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难道都是假的 你有没有试过 爱一个人爱到特别深 爱到可以付出一切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放弃全世界都可以 可是你忽然有一天发现 这个人其实早就和别人结了婚 婚成事 你会不会恨 秦可欣质问着 我告诉你 我恨死了 我恨死你们了 你们 让我的感情 全部化为乌有 我恨你 可我还是爱你 秦可欣咬着嘴唇 不让眼泪流下来 可是 还是控制不住 龙徐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如果能够说不爱就不爱好了 你也情愿 马上就可以放下你 可是我做不到 我付出了全部的感情 哪怕是到了现在 知道这一切的真相 我恨透了你 可我还是爱着你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王许东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只能选择沉默 既然所有实话都已经说了 那你能不能再如实告诉我 我和晚期之间 你到底爱谁 秦可欣平静下来 问着王许东 王许东瞬间被问住 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也许是在内心深处 其实不敢不想去面对 他敢面对枪林弹雨 生死考验 可是却有些不敢面对感情的问题 他只能点起一根烟 默默地抽着 我 不知道 王许东只能说出这样的回答 秦可欣苦笑一声 那我换一个问法 你的心里 是不是一直都爱着晚期 也许是女性的本能和直觉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你对晚期 很不一般 很不对劲 即使是你答应了他 甚至于跟他签了合同 假结婚 要配合他去做很多事情 但我就是感觉 你跟他之间 很不一般 包括你对我 有时候我觉得你对我很好 非常好 尤其是你甚至于为了我 可以连命都不要 可是每当我问起你的时候 我问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 你都没有给过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时候我就永远觉得 你心里有别的人 我甚至猜想 会不会是晚期 但是我不敢再想下去 孙爷 应可自欺欺人 结果 我还是大错大错了 秦可欣说着说着 终于流下了眼泪 他问着王徐东 王徐东 你 是不是爱着晚期 沉默了许久 也煎熬了许久之后 王徐东 终于是点了点头 他没有办法违背自己的内心 不去面对 不代表不存在 虽然也不知道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他知道 他的心里 早已经有了苏晚期 这也是他一直没有办法 给出秦可欣承诺的原因之一 这个答案 像是在秦可欣意料之中 他闭上眼 任由泪水 无声地滑落 那我呢 徐东 你爱我吗 你有爱过我吗 爱 这也许是个更艰难的回答 但同样是王徐东 内心深处的答案 他没有办法否认 在相伴的那许多日子里 秦可欣带给他的许多快乐和关怀 我知道这样的回答 很无耻 也很贪婪 可我真的 王徐东有些说不下去了 你爱他 也爱着我 可是这不是一项多项选择题 我和婉琪 谁都不可能容忍去跟别的女人分享另一半 注定了 你只能选择一个 那你到底选择跟谁在一起 王徐东摇摇头 我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答案 也就会早做出决定 就不会弄到今天两败俱伤 是所有人都伤得体无万字 秦可欣笑了笑 是那种伤心又决然的笑 还笑着点了点头 泪水早已经布满了脸管 好 我懂了 许多 既然你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我也不会为难你 我 替你做选择 你爱着婉琪 也因为他 而没有办法对我承诺什么 而且最主要的 你遇到他在先 你们的感情也比我更早 更何况你们是领了证的人 婚大师不是儿戏 这大概是命运早就替我们做好了安排 所以王徐东 你回去吧 去找婉琪 你们好好的在一起 就当我从来没有存在过 至于我 我会离开 远远地离开 这一生 都不会再跟你没有任何的交集 秦可欣非常平静地说道 我不后悔遇见你 更不后悔爱过你 但是如果有来生 我是希望在所有人之前遇见你 或者永远不要遇见 对了 照片是秦浩给我的 包括你去找婉琪 在他家里的信息 也是他给我的 你和婉琪 你们要小心这个人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个人人品非常有问题 牙齿必泼 他恨你 恨你夺走了婉琪 所以他一直在找人跟踪你 他不会放过你呢 你好自为之 秦可欣最后的一句话是 王旭东 我爱过你 但是也同样恨着你 王旭东坐在楼下的面包车里 抽了很久很久的烟 才终于发动了车子离开 他曾经杀人不眨眼 要过许多人的命 都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 可是这一次 他伤了一个最深爱他的女孩子的心 他却什么都不能做 回到东海之后 王旭东给苏婉琪打了个电话 简单地说了下 去秦可欣家的事情 让苏婉琪放心 但是并没有说出 秦可欣问他的那几个问题 以及他的回答 苏婉琪沉默了好一吻 最后才低声说道 我知道了 徐东 谢谢 随即挂上了电话 这一切的起因 都是因为秦浩的跟踪和偷拍 王旭东有想过 去找秦浩算这笔账 但是想想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有把柄 自己跟苏婉琪这段所谓的婚姻 和他的摇摆不定 被秦浩抓住 也不会弄成这样 说来说去 最后只能怪自己 王旭东重新开始工作和生活 却发现很难习惯 以前秦可欣每天都过来 有他陪着 可是现在工作间里空空荡荡的 只有他一个人 他现在抽烟越来越多了 每次想到秦可欣 就不由自主地开始默默抽烟 也有很多时候会一个人望着外面发呆 仿佛秦可欣正从外面走进来 王旭东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想念秦可欣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晚上关了店之后 一个人开着车到秦可欣家的楼下 坐在花坛边上默默地抽着烟 看着楼上秦可欣的窗户 仿佛那里灯还会亮起来 可往往等他烟头扔了一地 那盏灯都没有亮 一直到有一天 王旭东又来到楼下 坐着抽烟 忽然间看到楼上那盏灯亮了 而且窗户边闪过一个女子的身影 王旭东拿着烟的手一抖 瞬间愣住了 秦可欣回来了 王旭东当时想都没想 发疯一样冲上楼去 随即开始敲门 第二百三十六集 谁呀 里图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飞机门开了 一个女人探出头来 但并不是秦可欣 她看着王旭东 狐疑地问道 你是谁 有什么事吗 我 王旭东愣了 我找秦可欣 这个时候 屋里又走出一个男人 上下打量着他 你说的是之前的屋主吧 他已经搬走了 这房子现在租给我们了 王旭东的心 瞬间空了一大截 下意识地问道 那他搬去哪儿了 这个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人家又不会对我们讲 秦可欣的电话 已经永远地关机了 王旭东怎么也打不通 没办法 他第二天一大早 开着车又去了秦可欣的家 然而这次 秦可欣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像他所说的那样 远远地离开了 秦可欣的母亲流着泪说道 他去燕京了 那边的一个服装公司 老早就邀请他过去 他一直不愿意 因为想离家近一些 也因为你们 现在他已经去燕京了 王旭东默默地 陪着秦可欣的母亲 坐了很久 他知道 秦可欣真的是要远远地 离开他和苏婉琪 离开东海这个伤心地 但是王旭东并没有 如秦可欣所说的那样 跟苏婉琪在一起 至于从那之后 他和苏婉琪 就没有再联系过 就连落美的贷款下来 还王旭东那五千万 他都是安排秘书婷婷 送过来支票 而且他坚持付了利息 王旭东也并没有说什么 他比谁都清楚 他和苏婉琪也只能这样 婷婷因为之前 和王旭东就认识 两个人甚至于 还算有一些交情 当然 他也没有少因为王旭东 而受到苏婉琪的斥责 不过 那也都是在一开始 一切都变了 得知王旭东现在居然就是 风靡东海 据说张丽莎 都为之疯狂的鞋子品牌的大事 他震惊得嘴都合不拢 王副总 现在应该叫你王大师了 王大师啊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牛 简直太厉害了 苏总当时就不该同意你离职 简直是一大损失 晶晶满脸佩服地夸奖道 不过公司现在变化也蛮大 你走了之后 前段时间秦总监也突然离职了 走得非常突然 大家都属料不及的 毕竟他在公司那么受气重 而且公司马上还有更大的变动 苏总马上也要调走了 苏总调走了 王旭东不由自主地问道 是啊 他要调到总部 去那边做总经理助理了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 这意味着就是去总部 做老总的接班人嘛 之前公司起伙的那个事情 大家都以为他要职位不保了 但是因为处理妥当 控制得很好 而且春庄上市以后 公司的情况是反白为胜 完全地扭转了局面 所以总部反而更器重他 决定把他调过去 是高升了 王旭东心头里 说不上来的感慨 他知道 去总部 尤其是接手整个苏氏集团 一直以来 就是苏婉琪的梦想 眼看他就要实现 王旭东也替他高兴 但是也并没有打扰他 王旭东把那五千万的支票 还给郭宇 从此就全身心地 铺在了他的工作室 这下子 再没有任何的牵绊 也没有人 每天来陪他聊天吃饭 没有人给他发信息 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只能用来做鞋 好在现在 他的鞋子 已经逐步地 在打开了市场 王旭东又顺便 跟郭宇谈了一下 在华海的 其他几个百货商场 也都设了掌柜 这样一来 就等于在整个 东海的高端市场 占据了一席之地 越来越多的人 都知道了他的鞋子 订单方面 是根本不用筹的 王旭东也彻底 领教了这些人 有多疯狂 一双鞋子 排队等好几个月 也要等 因为这是大明星 大老板都在穿的鞋 而且确实好看 有品味 有档次 王旭东愁的是 他分身乏术 一个人 一双手 再怎么敢 也只能做出这么多鞋 何况 他绝对不允许 为了赶工 为了多接订单 而影响品质的情况 所以到最后 王旭东不得不 给店里的店员说清楚 订单 务必要严格限量 对于顾客的身份 也要进行考察 如果之前订过的 绝对不允许 再接一次订单 忙碌中 一转眼就到了五月底 王旭东想到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哪怕是手上的工作很忙 他还是抽出了一天时间出来 专程去了一趟学校 他是去看林小雅的 因为他想起来 林小雅眼看就要高考 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而林小雅的前后转变 也是非常大的 后面都没有再联系王旭东 王旭东心里还是牵挂着这个小丫头 毕竟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 所以想在高考之前 去看看她 给她打打气 高考之前 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 学生基本不允许离开学校 尤其是林小雅所在的中学 是全东海最好的一所学校 所以王旭东还是让郭宇 给学校打了招呼 才把林小雅给接出来 林小雅的变化之大 王旭东几乎没认出来 他穿着一般的小服 原先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头发 也都变成了乌黑的马尾 甚至于还架起了眼睛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完全不像以前那个小太妹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王旭东简直嘴都合不拢 林小雅剃光头 她都丝毫不会奇怪 可这打扮成这样 她真的难以相信 这真的是林小雅吗 丑死了是不是 林小雅憋着嘴 看样子 她也很不满意自己这个造型 要真烦 一天到晚什么都要管 关键是我妈 给我找了个老补董的补习老师 倒是真有水平 可是居然说我弄得像社会人 他不骄 气得我没办法 要不是他真有点水平 你以为我会舍弃掉 我来之不易的造型 你等着 考完大学第一件事 我就要把我头发给弄回来 一看到王旭东 林小雅几乎眼睛都红 算你有良心 还知道我来看我 你不是也很久没有联系我 还怪我 王旭东笑呵呵地说道 我那是不想分心 而且我时间真的很紧 之前落下去的太多了 都是要补上来 不然的话 我怎么考得上东海大学 不考上东海大学 我又怎么做你女朋友 林小雅说着 还握紧了拳头 做出一个奋斗的姿势 王旭东顿时头大 这你到现在都忘不掉 当然忘不掉 你以为我好好学习是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考登海大学 那都是因为你 林小雅愤愤地说着 这时候 王旭东才发现 她熟悉的林小雅又回来了 对了 你那个她呢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过来 林小雅左看看右看看 在王旭东身边四下打量着 谁 王旭东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哎呀 就是那个 就是她呀 那个姓秦呢 好吧 你女朋友 林小雅不甘不愿地说着 她为什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不是应该来看看 我现在是什么样吗 陡然间被重新提起秦可欣 王旭东一下子心里 又变得苦涩起来 她苦笑着说道 她为什么要来看看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很好啊 以后她不会跟我一起来的 因为她已经不是我的女朋友了 王旭东苦涩地说着 或许应该说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啊 林小雅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你们分手了 怎么回事 她不是那么爱你吗 说如果是男人 在我和她之间都会选择她 怎么啊 难道你不是男人吗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她 而且过年还跑去她家里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分手了 该不会是你又有别的女人了吧 哎 王旭东觉得头痛 什么逻辑这是 你脑袋瓜里到底有没有在想学习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一天天的都在惦记什么呢 这些事 我不想跟你解释太多 总之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不要吧 和秦可欣的分开 是王旭东心中 永远也不想碰的伤痛 林小雅气哼哼地 挨了她一眼 哼 谁说我是小孩子 我马上就成年了 行 既然你们分手 那你坚决不允许 再跟别的女人 有任何的往来接触 更不允许谈恋爱 反正我马上就高考 我一考上东海大学 你就要做男朋友 你这一间到晚 除了找男朋友 能不能惦记点别的 还有一礼拜的样子 就要考试了 你还惦记着男朋友 王旭东哭笑不得 你先考上再说行吗 东海大学 那是东海最好的大学 全国重点学府 没点真本事 别想进去 林小雅理直气壮地说着 大要恋气了 不然哪来的动力 如其是 虽然性秦地走 但是保不准 还有其他的女人 所以我必须提醒你 王旭东 你最好有点自觉 你是我的男人 不要念花惹草的 还有 东海大学怎么了 我林小雅 说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就算我说过 不管你王旭东身边有多少女人 你是我的男人 就一定要是我的男人 林小雅说着 端起面前的水杯 当做酒杯一样 一口干 然后重重地砸在桌上 本来王旭东请林小雅吃饭 也就是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 很多学生也都在这吃 林小雅的话 以及这边的动静 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王旭东恨不得捂住你 酷奶奶 注意点形象成不成 怎么了 等我考上 我要开记者发布会 向全世界宣布 你是我男朋友 林小雅不依不饶地说着 我发现我他娘的 就不应该来这里看你 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你现在是个学生 咱能不能不开口闭口 都提男朋友这事 咱了解学习的事成不成啊 你在这胡说八道 我可立马就走了 王旭东不得不来应来 果然林小雅嘴一扁 不再提了 王旭东松了一口气 开始问林小雅最近的情况 林小雅的出身 哪里需要考什么名牌大学 但是王旭东自己因为当兵 没有去读大学 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再加上看到林小雅 确实有很大的改观 在努力学好 他就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高考在即 林小雅下午还有课 王旭东也不敢多耽误他时间 吃完饭聊了几句 就送林小雅回学校去了 送完林小雅回学校 王旭东就开着车 回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现在与一般的白领 上班族工作时间基本一致 朝九晚五 偶尔家庭班 只不过别人有双修 他没有 因为每个月工作室里的鞋子 订单都是满的 并不能说明工作室的生意 有多么火爆 只能说知名度已经打开 在这个富贵阶层的圈子里 他有一定的名气 加上他坚持自己亲自做 坚持定制 坚持传手工 所以每个月只能做四到五双鞋 所以才有如今的局面 而在一个月之前 王旭东就把整柜 从华海百货给撤掉 现在的工作完全靠别人口口相传 他再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宣传活动 在这期间 有一家电视台和两家新闻媒体 来过店里找过他 希望做一个采访活动 人家给出的条件也很优惠 免费帮王旭东做节目 不需要王旭东给任何的推广宣传费用 要是给别人 这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但是王旭东最后拒绝 他自己不想出现在 任何的电视媒体上面 这是他的性格决定 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苦衷 他不想出现在聚光灯之下 其次 一开始在华海社掌柜 那是不得已 而现在 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室 招揽到的生意 是因为质量和口碑 而不是因为宣传 另外 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赚多少钱 他开办工作室 就不是为了赚钱 王旭东刚开着面包车 回到工作室 就见到工作室的大堂里面 坐了很多人 门口还站着好几个 类似保镖的人 看到这个场景 王旭东并不觉得意外 他的工作室里 豪车和保镖 基本上都是来这里的顾客的标配 能买得起他做的鞋子的人 身份自然都不一般 王旭东把面包车停在豪车中间 让人看起来显得那么的突兀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觉得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锁好车门 下车直接走进了店里 王旭东走进店里 店里面坐了好几个女人 其中一个女人 王旭东甚至觉得 还有一些眼熟 王旭东一走进去 店里几个女人都站了起来 老板 张小姐和baby小姐 已经等了很久了 店里的一个服务员 连忙对王旭东等 王先生 你好 好久不见 这是 其中一个眼熟的女人 走过来向王旭东握手 王旭东愣了 伸手与女人握了握 然后问道 您是 听过王旭东的话之后 女人很是尴尬 说道 王先生真是归人多忘事 两个多月之前 我来店里 请王先生做个鞋 与琴设计师一起来的 我叫张丽莎 王先生没有印象 哦 我记起来了 你是可欣介绍过来的 那个明星 哦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个人 不是太关注娱乐新闻 加上有些脸盲 得罪了 不好意思 请坐请坐 倒茶 王旭东想起来了 连忙说着 客气了 王先生 像王先生这种大师 自然是不会太关注 我们圈里的这些事 是这样的 王先生 今天过来呢 是想求王先生帮忙的 您说 是这样的 王先生 这位是我的师妹 baby 张丽莎指着旁边的一个 年轻时尚的女人 向王旭东介绍着 王旭东的确不知道 这个女人是谁 但是 看这身穿着打扮 一看就是娱乐圈的人 笑了笑 与女人握手 哦 baby小姐你好 大师你好 说大师过奖了 这个争呼 也并不好听 你们说说吧 今天过来 是什么事 是这样的 王先生 我的师妹baby呢 现在是一线的女明星 有着很高的人气 她一个月后 要出席一个大的庆典活动 所以 她希望王先生 能够帮她定制一双鞋 因为你这双鞋 需要亲自来 一周之前 她亲自过来了 在这里希望定制一双鞋 但是呢 你们的服务员告知 说是王先生定的规矩 第一 你已经不接受 专门设计的鞋款了 只能够选择 你们展柜里面的鞋款 进行定制 那王先生 你也知道的 我们需要的款式 与正常人的款式不一样 就像您上次 帮我设计的那款鞋 意思您明白的 第二个 你们服务员说 您的订单 已经排到了下个月末了 她要拿到您做的鞋 要等到下下个月 而这个时间上 是肯定来不及了 第二百三十七集 她上次希望 能够面见王先生你 也没有成功 服务员说 王先生您不见客 我的小师妹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来求我 希望我过来 能够当面见您 让您帮个忙 张丽莎笑着 对王许东道 两个女人身后 都跟着穿着 普通的女人 明显的是 助理之类的人 王许东自己 也在椅子上坐下 服务员 也给她倒了一杯茶 这个 我得向两位 介绍一下 我之所以定下 这些规矩 并不是我故意在这装 而是我实在是 精力有限 时间有限 我这个不是鞋店 只是一家工作室 所有的鞋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包括一针一线 每一双鞋 每一针每一线 我都可以对它 有质量的负责 也就是因为 完全是我自己 亲力亲为 保证了质量 所以速度就快不了 而去设计一双鞋 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 是巨大的 这就是我拒绝设计 新款鞋的原因所在 其次 我也不是不能通融 而是 做生意 都讲究先来后到 前面的人 订单已经订了 我也给了人家 确切地提鞋时间 如果让你们 提前插队的话 那人家后面的人 就不能按时拿到鞋 这对人家不公平 也对我们工作室的 信誉有影响 还希望理解 不知道 我们也能够理解 但是王先生 凡事都可以有个 特事特办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价钱上 商量一下 王先生 来的时候 我的师妹 已经向我表态了 我们呢 可以出一百万 请王先生 按时帮我们 设计一双鞋 听到这个价格 旁边的服务员 有些惊讶 要知道 王旭东平时 不接受设计 只接受定制 一般 一双鞋的价格 在二十万左右 而据他所知 王旭东当初 特意为张丽莎 设计的那款鞋 最终的价格 也没有超过三十万 而现在 人家竟然愿意 出一百万 王旭东听过之后 笑了笑 说道 张小姐 baby小姐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是规矩 和做生意的诚信的问题 别说一百万了 就算是一千万一个亿 我也不能接受 张丽莎和baby听了之后 皱了皱眉头 难道王先生 就一点例外都不给吗 就算王先生 不看我的面子 也看一下 秦设计师的面子 我与秦设计师 是多年的朋友了 这次从燕京过来之前 我还特意 与秦设计师 一起吃过饭 想请他 陪同我们一起过来 张丽莎说着 听到张丽莎突然说起 秦可欣的名字 王旭东 一下子沉寂 随后问你 他怎么说 秦设计师说 他最近工作很忙 来不了 我最后让他帮忙 给你打个电话 看样子 秦设计师可能也忘了 王旭东点了一根烟 抽着 然后问他 他在燕京怎么样 挺好的 秦设计师 现在在燕京 一家著名的服装公司 担任首席设计师 另外听说 他在筹划建立 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 可能真的挺忙 你知道他的住所地址吗 知道 王旭东继续抽着烟 随后说道 好 看在张小姐的面子上 我愿意破例 给baby小姐 设计一款新鞋 同时保证在下个月 baby小姐出席活动之前 把鞋做出来 不过 张小姐得告诉我 可欣在燕京的具体家庭住着 怎么样 张丽莎愣了愣 随后笑着说道 看来王先生看的 不是我的面子 而是秦设计师的面子 如果告诉你了 算不算 背叛了秦设计师 何来背叛一说 我与他不是仇人啊 那就这么定了 那就多谢王先生了 当然 为表感谢 这双鞋 我们先支付一百万的鞋款 为定金 哦 不急 这双鞋的钱 先不付吧 等我把鞋做出来之后 再看多少钱吧 该多少钱多少钱 不过 我得提前告知你们 设计的鞋款 自然比定制的要贵一点 我估计价格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 到时候设计完了会进行估价的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王旭东最后说着 说完了之后又道 小刘 帮baby小姐两脚 更精确一点 另外 帮baby的脚做一个倒模 然后 去拍一组照片吧 好的 请问 拍照是为了什么 baby很困惑地问道 哦 拍照是为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能够观察baby小姐本人的形象 然后 根据baby小姐个人的形象 进行去设计 这样就不需要 像为张小姐设计时那样 我得时常跑到网上 去搜索你们的照片看了 而且说实话 你们网上的照片 与本人的照片有一定的偏差 所以 拍照是最佳的方式 王旭东说的一点都不客气 当天下午 就在王旭东准备关门下班回家的时候 正好看见了苏婉琪的车 缓缓地停在了王旭东的店门口 王旭东就站在大堂里面 等着苏婉琪从车上下来 苏婉琪从车上下来 看了眼站在那儿看着她的王旭东 然后 慢慢地走进了王旭东的店 生意好吧 这是苏婉琪见到王旭东问的第一句话 还行 看好够养家糊口的 苏婉琪点点头 自处看了她 从可欣离开了之后 你也消失了 说吧 你今天突然之间出现在我面前 是找我有什么事呢 王旭东坐在椅子上 一边抽着烟 一边对苏婉琪道 苏婉琪能够听得出 王旭东话里的责备之意 旭东 我 不是刻意要躲着你 我只是 只是心里过不去可欣这个卡 我只是 我知道 跟我接触会让你心里更加有负罪感 你还是觉得对可欣是背叛 有种对可欣的负罪感 虽然可欣已经与你我都断绝了来往 虽然可欣已经到了燕京去 是不是 是 苏婉琪点头 我不能赞同你 但是我能理解你 行吧 这样子也挺好的 说吧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 徐东 我已经到了苏氏集团上班了 嗯 我知道了 上次还钱的时候 你的秘书婷婷已经告诉我了 我现在是苏氏集团总经理助理 跟着杨叔工作 哦 杨德志是吧 他对你好不好 好 杨氏对我很好 教了我很多的东西 跟着他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希望他是真心地想教你一些东西吧 那你今天来找我 是为了什么事 我 我们俩离婚吧 苏婉琪犹豫了一下 抬起头看着王许东说着 只看了一眼 又转过了头 没有再看王许东的眼神 王许东听到苏婉琪说完 抬起头看着苏婉琪 平静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这么平静地看着苏婉琪 然后道 好 苏婉琪对于王许东的回答很意外 你就不反对 也不问问为什么吗 我为什么要反对 与你结婚本身就是假的 何来反对一说 离不离婚又有什么区别 至于为什么 你如果愿意跟我说 你自然会说 苏婉琪在王许东的话里 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情绪在 这段婚姻让我有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只要有这段婚姻在 我就觉得自己一直在背叛着可惜 啊 还是那句话 我不赞同 但是 理解你 另外 我爸今天已经明确了我继承人的身份 现在 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不需要再继续演戏下去了 是不是 是的 苏婉琪点头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离婚 我这边随时都有时间 下个月 下个月苏氏集团 就会举行一次董事会 在开完这个会之后 我们就去离婚吧 好 到时候你叫我一声就行 王许东点点头 回答得非常洒脱 说完之后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却陷入了沉默和尴尬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苏婉琪开口问着王许东 挺好的 王许东淡淡地回答着 手里依旧抽着烟 说完之后 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那 我就先走了 苏婉琪起身 对王许东道 好 王许东点点头 没有挽留 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苏婉琪再次看了眼 王许东的店 也看了眼王许东 随后转身往外面走去 我明天去燕京 在苏婉琪要走出去的时候 王许东坐在椅子上 被苏婉琪倒 苏婉琪惊讶回头 你去燕京 有事 我去找可欣 王许东道 你有可信消息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了 知道 我找人问他 你要不要一起去 王许东问着苏婉琪 苏婉琪站在那儿 很久之后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 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他不会想见我 他心里有多恨我 你应该知道 他对我的恨 不是我多跑去见他几次 就可以解决了 最近这几个月 我一直在联系他 各种办法 但是他从没有理会过我 我心里很明白 所以 就只能是这样了 你去吧 与我不同 他爱你 过去好好跟他解释清楚 希望你们俩能够在在一起 能够幸福 徐东 好好对他 让他幸福 另外 见到他 替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告诉他 我没有背叛他 我也 不是故意伤害他 我走了 苏婉琪说完 转头走了出去 开着车离开 没有再回头 苏婉琪离开之后 王徐东一个人坐在店里面 静静地抽着烟 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 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抽了多少根烟 最后才关门离开 自己在街头吃了一碗面 便开着自己的面包车 回了家 秦可欣怀着 伤心欲绝的心情 来到了燕京 在这里 他想忘掉之前的一切 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一段 再也没有 王徐东 再也没有 苏婉琪的生活 但是 有些事情 不是说开始就能开始 不是说忘了 就能忘掉 不管他怎么去强迫自己 他也忘不了 王徐东 这个在他生命中 不仅仅只是留下了 浓墨重彩一笔的男人 这是一个在他心底里 留下了烙印的男人 不管他做什么 想什么 他的脑子里 全部充斥着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对他的好 对他的坏 对他去死 也与自己最好的姐妹 双宿双飞 彻底背叛了自己 为了忘掉王徐东 他开始拼命地工作 不停地交友 他进了一家很大的服装公司 担任首席设计师 自己也在筹备 组建自己的工作室 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拼命地做以前 他很抵触地交集 为的 就是让疲惫的自己 无暇去想王徐东 无暇去想苏婉琪 也无暇去伤悲 当天晚上 晚上十点多钟 刚刚与这个行业的老板 和同行喝完酒 坐车回家的秦可欣 提着包上楼 虽然是酒宴 但是他却并没有喝多少酒 他伤心 他拼命地在折磨自己 但是他并不放纵 他依旧自律 洁身自豪 秦可欣坐着电梯 来到自己家门前 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门 却见到了一个男人 站在自己家门口 靠在门上抽着烟 站在那儿的这个人 正是王徐东 秦可欣看到王徐东 站在自己家门口 非常的震惊 除了震惊 还有很多其他的感情 愤怒 恨 也有爱和惊喜 所有的情绪 一股脑地从心底里涌出来 如果不是他强忍着 泪水 差点就夺况而出了 回来了 王徐东看着秦可欣出现 把烟给掐灭 笑着对秦可欣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里的 秦可欣冷冷地 问着王徐东 我用一双鞋子 换来你的地址的 王徐东 微微地笑着说着 秦可欣皱着眉头 然后骂道 是张丽莎告诉你的 对不对 对啊 他要是不告诉我 你的地址 我就不会给他做鞋 我就知道 秦可欣咬了咬牙 然后又冷冷地 问着王徐东 你过来干什么 你不在东海陪你老婆 到燕京 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来看你啊 王徐东没有 丝毫犹豫地说着 看我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又有什么 值得你看的 秦可欣嗤之以鼻 王徐东只是看着秦可欣 并没有解释什么 也没有多说什么 你来了多久了 上午到达 你就一直站在这儿等 也不是 中午在楼下快餐店 又吃了个午餐 王徐东还是笑着说着 你就算硬要等我 也不必站在这儿 愚蠢地等着吧 你不会下了班再来吗 我也想啊 但是今天周六 我不知道你周六还要上班 也忘了问你的新手机号码了 所以我只能在这儿愚蠢地等着 等着随时有可能回来的你 秦可欣顿时沉默 淡淡地说道 今天加班 晚上有应酬 随时沉默 秦可欣说着 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走过进去 进去之后 看到依旧站在门口 无动于衷的王徐东 问道 你到底进不进来 我在等你叫我进去 你不叫我进去 我不敢进去 万一你报警抓我怎么办 我今天要是不叫你进来 你就准备在外面一直站着 是吧 那也不会 我来就是为了看你一眼 刚刚已经看过了 如果你不想见我 我也不想进去的话 我就准备回东海了 王徐东站在门口笑了笑说着 秦可欣被王徐东的话 说得再次沉默 既然你来都来了 进来吧 鞋在这儿 秦可欣说着 扔了双拖鞋在门口 自己走了进去 第238集 王徐东站在门口鞋柜边换着鞋 却见到了鞋柜上面 摆着一双高跟鞋 这双高跟鞋 正是王徐东送给秦可欣的那一双 而且 这双鞋没有放进柜子里面 就放在鞋架上面 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说明秦可欣最近还穿过这双鞋 虽然只是双鞋 但是王徐东却感受到了很多东西 王徐东换了拖鞋走了进去 屋子不大 单身公寓 依旧是秦可欣个人的风格 不奢华 有些小资情调 很温馨整洁 说吧 你从东海跑过来到底要干嘛 秦可欣坐在了沙发上 直接问着王徐东 我说过了 我来什么都不干 就只是过来看看你 看我 对不起 我请某人担不起你的大恩大德 秦可欣冷笑着 接着问道 你是与苏晚奇吵架了还是分手 所以跑到我这里来寻心里慰藉了是吧 我王徐东在你心里什么时候成为这种烂人了吗 王徐东皱了皱眉头 接着说道 我与晚奇从来没有开始过 后来分手一说 对 你们是没有开始过 只是结过婚 只是睡在一起大半年了而已 是不是 这个我不否认 但是我都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我与苏晚奇没有发生过任何超过普通朋友的关系 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隐瞒这一切 但是晚奇坚持要瞒着你 因为他一直害怕你不会相信 一直害怕你知道了会责怪他 也就是今日的局面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我错了是吗 在你心里它都是对的是不是 没有 你没错 错的是我 或许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我就不应该出现在落美服饰 如果我不出现 或许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你们还是好姐妹 当然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今天过来 是替他当睡客的 我今天谁的睡客都补当 我连我自己的睡客都补当 我说了 我今天过来只是单纯地 想过来看看你 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仅此而已 王旭东摇头 凭什么 凭什么你要过来就过来 你要来看我就可以来看我 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秦可行突然之间就愤怒 就像当初你说闯进我的心里就闯进了我的心里 你要救我你就救我 而后呢 我爱上你了 你却又以算起搞在了一起 现在呢 我好不容易逃离了那个城市 逃离了你 逃离了那段伤心的往事 你又跑来了 王旭东 你能不能放过我 能不能 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 我已经对你死心了 对你绝望了 你又跑来这里给什么温暖 给什么温柔 你好好的待在东海 跟他结婚身子不行吗 为什么又要跑到这里来 你都已经跟他结婚了 你都爱上他了 你又来撩我干什么 你就一定要让我生不如死吗 你就不知道我爱你 我忘不了你吗 你到底要干嘛 王旭东吓到了 看着秦可行 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逃出烟来点伤 静静地抽着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了 秦可行眼眶里面含着泪水 王旭东静静地抽着烟 然后站了起来 对秦可行说道 对不起 或许我真的不应该来 我来没什么目的 只是想来看看你 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看到你过得挺好 我就放心了 以后 不会再来打扰了 也不应该再来 王旭东说完之后 便往门外走去 你到哪里去啊 秦可行站了起来 喊着王旭东 回去 回哪儿去 回东海 你也不看看几点钟了 现在还有飞机吗 给我站住 秦可行说着 新人来都来了 就不要在这里 假惺惺地坐好人 等我 秦可行说着 就走进了里面的务室 王旭东站在那儿 不知道秦可行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十分钟之后 就见到秦可行 补了一下妆 然后背着包走了出来 走到门口 直接越过了 王旭东站在那儿 换着鞋子 对愣在那儿的 王旭东道 换鞋啊 走啊 去哪儿 王旭东苦笑着 一边换鞋 一边问着 秦可行没有回答王旭东 等到王旭东出来之后 关上了门 然后往电梯间走去 你总得告诉我 去哪儿吧 怎么了 怕了 怕我把你带到 没人的地方 把你分尸了是吗 电视剧里面对渣男 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无麻烦是我倒不怕 我就怕你带我出去 请我吃晚饭 王旭东笑呵呵地说着 你 王旭东 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的 这辈子我一定会死在你手里 秦可行狠狠地瞪着王旭东 很明显 被王旭东给猜到 他的确是叫王旭东出来 请王旭东吃晚饭 因为王旭东之前已经说过 他只吃了中午饭 还没有吃晚饭 秦可行带着王旭东 去了一家还在营业开门的大饭店 订了一个包间 点了几个菜 全部都是王旭东喜欢吃的菜 最后吃的时候 就王旭东一个人在吃 秦可行坐在一边看着 王旭东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胃口 几口就吃完了 两个人也没有坐车 就这么在马路上走着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他怎么样 走了很久之后 秦可行开口问着王旭东 谁 谁 你说我问谁 秦可行反问 哦 你说晚旭是吧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 王旭东咬头 不要在我面前装 我王旭东是那种装的人吗 我是什么人 你比我清楚啊 以前清楚 现在 不清楚 从你跟我关系亲密之后 他就可以保持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 你能感觉得到 如果与他真的是夫妻 如果我与他真的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那段时间天天在一起的 是我们而不是与他 不要忘了 那段时间我们从早到晚都在一起的 当然 这些话都是过去了 这次事件发生了之后 我与他之间彻底地断了联系 上次与他见面 是那天晚上 我们三个在他家 当然 昨天晚上我见了他 他来找我 在我的店里 他跟我说 他去了苏氏集团上班了 任总经理助理 他爸已经确认他为继承人了 所以 他希望能与我解除这种婚姻关系 就是离婚 时间是下个月 在他们公司开了董事会后 宣布这件事情之后 就与我离婚 按照他说的 这个婚姻关系存在一天 对他就是一种折磨 心理上的折磨 说得真好 秦可欣冷哼了一声 但是王旭东 却从这个冷哼里面 听到了不是冷漠 那你呢 你最近又怎么样 我过得很好 每天准时去店里 准时回家 除了做鞋还是做鞋 王旭东道 生意好 一般 但是总有订单 我当初就坚信你会成功 没想到 你真的成功 你王旭东 注定不是个平凡的男人 秦可欣感叹了一句 我倒是真的希望 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王旭东看着远方 我倒 秦可欣走着走着 突然停下了脚步 王旭东看了看 这的确就是秦可欣 所住的小区门口 好 那你先回去吧 不早了 王旭东点头道 那你呢 秦可欣问着 看看 如果有晚上的飞机 那我就订晚上的 没有晚上的 就找个地方睡一觉 坐明天的飞机回去 秦可欣看着王旭东 最后也点头说道 好 一路顺方 没有晚 你也一样 自己保重自己 王旭东微微地笑着说着 两个人都表现得很轻松 但实际上 两个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如果换成两个月前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进去了 好 王旭东微笑着 对秦可欣说着 秦可欣再次看了一眼王旭东 然后转身往小区里面走 王旭东就站在那 看着秦可欣往里面走去 旭东 你爱我吗 忽然 秦可欣转过身来 问着王旭东 王旭东看着秦可欣 张了好几次嘴 这个问题 上次秦可欣已经问过了 他也给过了答案 其实 答案早就不言而喻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更何况他自己 如果不爱 怎么可能朝思暮想 如果不爱 怎么可能跑到这里来 爱 王旭东张了好几次嘴 最后说道 那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永远 秦可欣继续问着 愿意 王旭东这次回答得毫无保留 那对苏婉琪呢 你爱他吗 秦可欣继续问着 对于相同的问题 王旭东也早就已经回答过的问题 他知道秦可欣这么问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知道 自己给出不同的答案 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 我不知道 很久之后 王旭东才回答着 秦可欣本来热切的眼神 再次失望 我知道就是爱 对不对 可 可能吧 王旭东没有否认 王旭东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连骗我你都不愿意 你知道吗 我爱你啊 离开之后 我差点想到了死 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 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 我有多痛苦吗 你知道我都想跟你在一起吗 可是我做不到 也接受不了自己的男人 心里有另外一个女人 就在刚刚 转身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可以抛弃掉 我所有的自尊和骄傲 我再问你一遍 只要你告诉我 你不爱他了 你只爱我一个 即使我明知道你是骗我的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 扑进你的怀里 然后跟着你回东海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连骗我都不愿意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秦可欣忽然间就崩溃了 可欣 我不想骗你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没有骗过你 这一辈子 我也不打算骗你 王曲东看着秦可欣说着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就这么的傻呀 我要你骗我 我要的就是你骗我 曲东 你现在再告诉我一遍 你说 你只爱我一个 不爱他 秦可欣流着眼泪 对王曲东说着 两人之间隔了四到五米远 很多小区进出的人 都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这对男女 王曲东看着秦可欣的眼泪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摇头 说道 可欣 我不想骗你 我也不会骗你 我爱你 这一点我能保证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这是我心里里 最原始的冲动 但是对于苏婉希 我做不到完全没有感觉 或许我天生 就是个该遭了一批的人吧 但是 我不能骗你 我也不能骗我自己 可是可欣 我想跟你在一起啊 这是王曲东 生平第一次 对一个女人 说出这句话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做不到 与一个心里 有别的女人的男人 在一起 我做不到 秦可欣彻底崩溃了 两个人就这么隔着 四五米远的距离对望 王曲东呆呆地看着秦可欣 秦可欣也看着王曲东 流着眼泪 两个人就这么对望了 七八分钟 最后 秦可欣从包里拿出纸巾来 擦拭掉脸上的泪水 被王曲东倒 徐东 既然我们注定没有结果 此生不再相见 求你了 我不想再受伤我了 王曲东嘴唇动了好几下 侯杰上下如同着 好 王曲东 微笑着说着 假装微笑的背后 是有些嘶哑的声音 秦可欣点了点头 转过身边 便头也不回地 往小区里面走去 给了王曲东 一个坚强的背影 王曲东就站在小区门口 点了一根烟 静静地瞅着 静静地看着秦可欣 走进了小区 消失不见 秦可欣 走进小区里面 转角之后 一个人坐在尸椅上 嚎啕大哭着 哭得撕心裂肺 哭得旁边走过散步的人 全部为之词 王曲东转过身 坐在了小区门口 街边的马路牙子上 坐在那儿 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着 眼睛看着 在清可欣居住的小区 谁也不知道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王曲东起身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告诉对方 自己去机场 王曲东到了机场之后 直接在机场询问 有没有最快飞东海的航班 可能是他运气够好 正好有一趟 一个小时后 就起飞的航班 王曲东买好了票 办理了执机手续 然后就在那儿 等着登机 就在王曲东上了飞机 等待着飞机起飞的时候 手机叮咚响了 一条信息 来的是一个 陌生的手机号码 我不等了 就当那夜的雪 没有下过 你没来过 我也没爱过 你没挽留 我也没回头 从此 余生 可自安好 王曲东看着这条短信 久久地看着 无愿放下手机 直到旁边走过的 公姐过来 提醒他 飞机要起飞 让他关机 他才回过身来 关掉手机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 最后呼啸着 飞上天空 下面烟睛璀璨的灯光 变得越来越渺小 王曲东从窗口往下看着 看到的不是灯光 而是秦可欣的脸 彼岸放花 开一千年 落一千年 花也不相见 情不畏因果 原注定生死 浮华沧桑 终究太多的伤 唉 王曲东叹了口气 在心里默念着 第239集 王曲东在凌晨三点多 回到了东海 然后打车回家 回到家 就倒头大睡 就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心里 是不是真的 什么事都没有 就只有王曲东 自己清楚 王曲东 依旧是准时去店里 准时坐在那做鞋 只不过 不再准时下班了 每天在工作室 正常的下班时间之后 王曲东 都会一个人 留在工作室里面 继续做鞋子 因为答应过张丽莎 帮助所谓的 baby女星 设计一双鞋 而也不能影响了 其他正常订单的时间 所以 王曲东只能通过 每天晚上 加班来完成这双鞋 王曲东的鞋 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认可 能够在市场上 一炮而红 并不是因为 他多么的有天赋 是个鬼才 其实 只不过王曲东 走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路而已 国内所有的设计师 这些年 所谓的鞋的款式 都是为了潮流 而国内所谓的潮流 基本上 都是在抄袭 跟风欧美风格 所以 国内这些年的鞋 越来越充斥着西方元素 在他们看来 西方就是潮流的 传统的 就是土 而王曲东 自己深思熟虑之后 走的恰恰是一条 与他们截然相反的路 王曲东的鞋 有一个最大的风格 那就是浓浓的中国风格 他在鞋子的设计上 加入了都是中国最为传统的文化元素 鞋的款式上面则是中西结合 借鉴了西方在鞋板上的一些优点 更多的是在细节上面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而在鞋子的制作上 则严格地按照最为传统的手工工艺制作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的鞋子是中西结合 更严格地说 他的鞋子其实是一双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风鞋子 中国传统文化上下几千年 但凡流传下来的 其实都是文化中的精华 因为文化中的糟粕 早已经在时代的传承当中被遗弃 所以 王徐东做出来的鞋子 才显得那么地高贵 那么地有底约 与其他国外高端鞋子看一眼 觉得很漂亮 再多穿几次 就觉得也就那样不同的事 王徐东的鞋子 则是久看不厌 越来越觉得美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所以 王徐东的鞋子之所以成功 不是因为王徐东多厉害 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魅力 只不过 当全国人民都在 嫌弃并且遗弃传统文化的时候 王徐东在发掘他的美 并且成功 这天下午 就在王徐东把自己 关在工作室里面 专心致志 一丝不苟做鞋的时候 忽然外面就传来了吵闹声 然后就听到了 外面两个女孩子的尖叫 然后 一个女服务员 就惊慌失措地推开门 进来对王徐东喊道 老板 不 不好了 怎么了 王徐东抬起头问着 有人来砸东西了 王徐东皱着眉睹 直接起身 往外面走去 身上依旧穿着皮围裙 手上还戴着皮袖筒 王徐东走出去 来到大堂的时候 就见到另外一个女服务员 已经吓得躲在了角落里 见到王徐东出来 连忙跑过来躲在王徐东的身后 而大厅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了七八个混合 正在那砸着东西 王徐东大厅里面摆放的家具 已经被砸了好几样 门口的店面 也开始有人在砸 砸了几块玻璃 王徐东皱着眉头 站在那抽着烟 也不去阻止 就这么抽着烟 站在大厅和工作室的门口 看着他们在那砸着东西 不一会儿 王徐东的整个大门 以及大厅 被砸得稀烂 店里一片狼藉 从始至终 王徐东都没有动力 就这么站在这儿 看着他们砸 报警 老板 赶紧报警 不需要 王徐东抽着烟 淡定地回答着 躲在自己身后的 两个女夫人 哎 你就是老板 这时 那边剑砸得差不多了 一个带头地走过来 这着王徐东问你 对 我是 你有什么指教 王徐东淡淡地道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有人不想你到店 再开下去 所以识相点 立马关门滚蛋 果然下次 我们过来就不是砸门了 下次 就得要你的命 知道吗 走 说完之后 一群人又把大厅里面剩余的几样家具给砸了 然后扬长而去 老板 怎么办啊 两个女服务员问着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正常营业 你们找条椅子坐 王徐东平静地说着 然后继续走进工作间 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个手机号码 你哪位 我是王徐东 王徐东淡淡地说着 东哥 东哥 你好你好 有什么吩咐 什么指示 你现在能到我的店里来一趟吗 知道我的店在哪吗 你要是不来 那我就去找你了 知道知道 我 我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对面说完之后 连忙挂断了电话 外面两个女服务员 正在准备把一片狼藉的现场给收拾一下 王徐东站起身来 出去说道 不需要收拾 放在那 一样都不要碰 你们就坐在这休息吧 说完之后 王徐东回到工作间继续坐下 这些人把大堂和外面的门头 大门什么的全部都砸了 外面的窗户玻璃也一块不少 但是两边的工作间和展览间 他们没去砸 王徐东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继续坐在那坐鞋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外面来了一个车队 当先是一辆奔驰 奔驰停下之后 门倒 之后出现过的龙哥一马当先 从车里下来 然后车队上的人全部下来 你们跟过来干嘛 在外面去 龙哥转身说着 然后自己一个人走了进去 那些所谓的小弟 全部站在店外面 没有一个人赶进去 龙哥走到店门口 看着被砸的一片狼藉的店 愣了愣 皱了皱眉头 想着叫他来 估计是与这个有关 但是 他也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便大步地走了进去 走进店里 就见到里面坐着两个女孩 并不见王许东 呃 那个 东哥呢 老板在里面 服务员战战兢兢地说道 龙哥便直接往工作间里面走去 一进去 就见到正在里面坐着鞋的王许东 诶 东哥 我来了 龙哥走进来笑呵呵地 对王许东等 然后从身上掏出烟来 递给王许东一看 王许东放下手里的活 不客气地接过龙哥的烟 龙哥给他点上了 在地下混的这一块 你现在是东海的老大是吧 听说你之前把大飞的盘子 全部都接下来了 王许东淡淡地问着 这不是都沾着你东哥的管 不然我哪有今天呢 龙哥笑呵呵地说着 不是说他胆小怕事 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 他能够在大飞哥死了之后 迅速崛起 并且取代了大飞哥 自然不是一般的人 肯定有他过人的胆识 但是他也是个实实物的人 先不说之前 王许东给过他那些强烈的心理压力 在大飞哥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仔细地研究过王许东 就王许东那种神通般的个人能力 就让他不寒而栗 更何况他也调查到了 王许东与张小云那不一般的关系 而张小云身后是谁 张副市长 所以龙哥很清楚 王许东如果让他死 有一百种死法 就像大飞哥一样 他不仅杀了大飞哥 还把大飞哥的势力 铲除得一干二净 所以对待王许东还是真的一点违抗都不敢有 这些废话我也不想跟你说 龙哥 别 叫我小正就行了 不敢当 我就叫你龙哥吧 大家都这么叫 称呼无所谓 但面你也看到了 今天有一伙人冲进来把我的店砸了 并且警告我 马上关店走人 如果不关 下次砸的就不是我的店 而是要我的命 什么 谁他妈不要命了 东哥 你放心 不管是谁 我马上查出来 龙哥站了起来 义愤天意 我不知道是谁 也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查 我只知道东还是现在你做主 敢来这里砸店的人不用想 肯定是你的人 即使不是你的人 那也是在你这个圈子里混 所以我不找别人 我只找你 今天外面的事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找他们很费事 但是你跑不掉 王系东淡淡的呢 我知道 东哥 你放心 谁动手 我要谁的脑袋 那太夸张了 还没有到要命的地步 很简单 把动手的人找出来 并且把背后主使的人找出来 我在这里等你 下班之前 王系东抽着烟 对龙哥淡淡地说着 好 一定东哥 我早就说过 只要是在东海 是要跟你过不去 那就是跟我过不去 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如果给不了 我丁龙自己提头来见你 龙哥说完 便转身走了出去 没多久 外面的车队和人 一下子就全消失不见了 一个小时之后 王系东走了出来 对两个服务员等 这个月的第二双鞋 已经做好了 打电话通知来取 电话还能用吗 我试一下 服务员说着 联盟过去试了一下 然后等 已经摔裂开了 但是 好像还能用 那行 打电话通知来取吧 把三号鞋的详细尺寸 拿给我 王系东点点头 再次走进了工作间 差不多一个小时 外面再次车声轰鸣 又开过来几辆车 当先的 还是那辆奔驰 后面 还是跟着几辆 面包商务车 随后 这些人全部进来 龙哥第一个 走进王系东的工作间 后面跟着一群人 回下 龙哥淡淡地打 随后 其中七八个人 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朝着王系东 不停地磕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也是花天 替人办事 饶命啊 一群人在地上 不停地 朝着王系东磕头 不停地 求着饶命 都闭嘴吧 太吵了 王系东淡淡地说着 闭嘴 龙哥冷冷地说着 几个手下冲过去 对着几个 还在不停喊着 饶命的人 就是几个耳光 骂着 是让你闭嘴听不到吗 于是 一下子就安静了 龙哥 他们只是一群小喽喽 我还不至于 与几个小喽喽一般见识 至于这些人怎么处理 那是你的事 我要的是那个 砸我厂子 要我命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王系东对龙哥说着 东哥 我知道 人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们也交代了 我已经叫人去找了 刚打了电话过来 人马上就带到 龙哥连忙说着 好 那我在这儿等 这些人带走吧 太吵了 王系东点点头 按照道上的规矩处理 另外 从此以后 这些人不准再踏入东海一步 龙哥挥了挥手 正说着 外面又来了一辆商务车 然后 商务车在门口停车 几个人从车上下来 压下来一个人 这个人头上还戴着黑头套 去外面吧 别弄脏了我这些宝贝 王系东摸了摸手里的鞋 淡淡地说着 然后起身往外面走去 龙哥跟在王系东的身后 也走到了大厅 王系东走到大厅 在一张没摔烂的椅子上坐下 三四个人 压着一个 带着头套的男人 来到了大厅里 王系东看了看这人 虽然没有看到脸 还就已经知道是谁 皱了皱眉头 你们是谁 太后去哪儿 你知道我是谁吗 头套难乱喊着 但是声音都在颤抖 拿下来 龙哥站在王系东身边 给王系东点了一根烟指挥着 最后 头套从头套男的头上 拿了下来 头套一拿下来 王系东看到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也看着王系东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昊 秦昊看着王系东满脸的震惊 秦先生 好久不见啊 王系东微微笑了脚 你 你 怎么是你 你 你要干什么 秦昊看了眼王系东 又看着身后站着的那些 一看就知道干什么的人 颤抖着说着 我要干嘛 这句话不该你问我 还我问你吧 秦昊 我想问问你 你到底要干嘛 王系东冷笑着 最后指了指满屋子狼藉 继续问着 我记得我王某人 似乎与你没什么深仇大恨嘛 有过一些小过节 那也只是一些小事 可是秦昊 砸我的店 就是砸我的饭碗 有句古话说得好 砸人饭碗 堪比杀生 你这是想要我 王系东的命是吗 我 你们都是一家什么人 王系东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砸你的电了 你不要穴口喷人 秦昊强撑得到 第240集 我穴口喷人 可我就穴口喷人了 那又怎么样 是不是你叫人砸的 你心里清楚 我心里清楚 今天我们来的不是公安局 我不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 这个是你叫人砸 我说你砸的 那就是你砸的 不管是不是你砸的 都是你砸的 就像你叫人过来砸我的店一样 跟我讲道理吗 王系东冷笑着 跪下 王系东说完 站在秦昊身后的一个人呵斥着 你们敢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 秦昊 话还没说完 直接脚上被人狠狠地踢了一脚 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直接跪在了王系东的面前 哎呀 你们这 你们这些人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们一群小磷芒 敢打我 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秦昊被人踢得跪在地上 咬着牙指着这些人说着 王系东笑了笑 对龙哥说道 他在对你说呢 我知道你是谁 你爸是城南区的副区长对不对 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那我就先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吧 龙哥冷笑着使了个眼色 随后就传来了秦昊痛苦的哀嚎声 他是东海地下世界的老爸 平时这种小事情怎么可能他亲自到场 连他的嫡系人马都不可能到场 今天只不过是因为王系东 他必须要给王系东这个面子 所以才亲自出面罢了 秦昊的嚣张只坚持了一分钟不到 然后就变成了哀嚎和求饶 不停地喊着爷爷救命 还警告我 威胁我吗 龙哥冷笑着 接着说道 你爸不过是个副区长而已 平时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可你今天惹了我大哥 那就不管你爸是谁 你爸就算是天王老子 在我这也一样 不管你爸是谁 要你死 需要一颗子弹 我这一个车祸就行了 所以 我劝你最好不要再嘴匠了 不然 死的是你自己 秦昊听到这儿 一颗心开始发毛了 一开始 以为自己老爸是区长 会吓唬住这些人 结果没想到 人家根本就不理会 听到要他的命 他全身开始发抖 脸被打得 嘴唇上的血 都顾不得上去擦 连忙跪在地上 对王许东磕头 王许东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也是一时糊涂 求你放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放过我 王许东坐在那儿抽着烟 笑了笑道 我饶你 我饶你多少次了 这么多次 我哪一次跟你计较了 秦昊 我不跟你计较 不是我怕你 而是我不屑于你计较啊 可是你三番两次地找我麻烦 上次你在背后调查我 偷拍我 然后把照片给了可信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报复我当初打断了你与婉琪的事 对不对 这件事我不怪你 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你 你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以前的那些小事我也算了 我不想跟你计较 今天这个事是第一次 也是我最后一次原谅你 秦昊 我最后一次原谅你 希望你有自知之明 不要再来惹我 也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是用今天的黑 还是拿出你爸的白来 我都奉陪到底 王旭东直接站起身来 走到秦昊面前蹲了下来 抓住秦昊的头发 被跪在地上的秦昊 一字一字地说着 王旭东说完之后站了起来 转身对龙哥说道 龙哥 我的店是你的人砸的 所以我只找你 三天之内 我要这里的一切恢复原本的样子 要完全一模一样 另外 这三天你耽误的生意 我不多算了 按照一双鞋的损失来赔 二十万 龙哥 你有没有意见 没有没有 没有意见 这事我马上叫人去办 钱我等一下就叫人送过来 龙哥点头 咱们做事都讲道理 冤有头债有主 砸我店的人是你 我当然找你算账 至于你找谁要这笔钱 是你找那群砸我店的人要 还是找这个姓秦的要 那都是你的事 我不管 另外 我再次跟你声明一句 就像上次我说的那样 从今晚后 我不希望再有你们这些 所谓的混社会的人 在我面前出现 如果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有你的人来找我的麻烦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大飞哥 就是你的榜样 我不介意让东海市地下世界 再换个老板 你能不能做到 王旭东最后冷冷地对龙哥说着 龙哥听到这儿 后背发凉 大飞哥怎么死的 他还历历在目 特别是王旭东那晚上 砍他手的时的模样 你放心 东哥 今天这是最后一次 从今晚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由我的人来找你麻烦 如果有 我在你面前自觉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 希望你说到做到 还有你 秦浩 刚刚要说的我都说了 我再说一句 我这个人不喜欢跟别人闹矛盾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如果有人硬跟我作对 那对不起 我也不会客气到哪 咱们俩之间的 所谓的恩恩怨怨 不管是你认为你输了也好 还是你赢了也好 我都希望你能够就此一笔勾销 以后咱们俩井水不犯合适 不要再给自己找不痛快 给自己找罪受 王旭东最后对秦浩说着 说完之后 挥了挥手 把人都带走吧 把人都带走吧 接下来怎么处理那是你的事 另外 记住了 三天之内 把这里一切恢复原样 而且 拿二十万来 好 我马上安排人连夜来做 龙哥连忙点头 随后直接让人拖着秦浩出去 店里 一下子就恢复了平静 就只剩下王旭东一个人 就在这之前 王旭东就给两个服务员说好了 给他们放几天假 工资照拿 什么时候店里维修好了 他们才回来上班 店里要关门歇业几天 王旭东没有离开店 继续回到工作间做协 对于龙哥的心思 他心知动命 龙哥的确是怕了 不仅仅怕王旭东个人的手段 也害怕张小月 张小云对于他们这些人心里的压力 远远大于一个所谓的副居长 张小云在东海市这些混混的嘴里 有个代号 叫做阎王爷 可见他们有多怕的 更何况张小云身后 还有个张副市长 当然 龙哥是个聪明 把秦浩抓来 并且当面打了秦浩一顿 那是没办法 他必须要给王旭东一个交代 在王旭东和秦浩之间 他当然会选择得罪秦浩 可是自始至终 龙哥都没有对秦浩下重手 下死手 只是打了他一顿而已 对于龙哥这个级别的人 得罪了他的人 只是打一顿 这已经是最轻最轻的 这些王旭东看得很清楚 不过他也不在 他并不想要把秦浩怎么样 所以王旭东也顺水推舟 他要人补偿损失 也没有找秦浩 而是直接找了龙哥 因为对于龙哥来说 他更愿意自己出这笔钱 而不是找秦浩 不管怎么说 秦浩身后有个副区长的爸爸 可是龙哥并不一定真的怕这个区长 但是当匪总是不愿意去得罪官的 至于之后的事龙哥怎么处理 王旭东不在意 就像他说的那样 他不怕秦浩 他是真的不屑于这个秦浩去计较 当天下午 就来了一个装修公司的装修队伍 来了很多人 到了王旭东的店里 就开始上手进行动 只是砸了一些东西 其实修复起来问题不算太大 但是三天的时间 要完全做完 还是有些赶时间 装修公司的人来了之后 又来了一辆车 一个人直接提着20万现金过来 给了王旭东 王旭东没有接 给了个银行卡号 让他们把钱存到这张银行卡里面去 外面在装修 日夜不停 没有一刻休息 工作室只能选择歇业 对这个王旭东并不在意 说到底 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钱 钱对于他来说 真的没那么重要 外面的装修 并没有影响王旭东做银 他依旧是每天坐在工作室的工作间里 独自一个人在里面做银 因为 要多赶这一双女性卑鄙的银 所以 他只能是花更多的时间 在工作间里面 答应了别人的事 他就一定要做到 这是他的风格 装修进行到了第三天 一切都恢复了原因 而且所有的家具全部被换了 换上了比以前更高档的家具 王旭东知道 这是龙哥的吸引 聪明人之间不需要说太多 彼此心照不炫 而王旭东其实也不想与这个龙哥 有太多的焦点 王旭东每天正常的工作结束之余 开始加班 加班的时候 做的就是女性baby的鞋 这天晚上 王旭东依旧是在街头的小排档 吃完晚餐 就又回到工作间加班 可刚做没多久 手机就响了 是郭玉打过来的电话 喂 郭姐 什么事 王旭东把手机 开了免机放在桌子上 自己手上依旧在工作 徐东 小雅有没有去到你那儿 郭玉声音稍有些焦急 没有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哦 没有 只是这个丫头 明天开始高考了 学校今天放假了 放学之前 我给她打电话 说我安排人去接她 她说不用 硬要坚持自己打车回 可是这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没回 把她手机也关机 也不知道她去哪儿疯了 我就打电话问问 是不是到你那儿去了 哦 没有 她没有来我这儿 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嗯 好 没事 估计是去哪儿玩了 可能是去同学家了 我再等等 要不让人去学校找一找 好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好 随后挂断了电话 王旭东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挂断电话之后 继续专心致志地 在坐着写 他也不知道 时间过了多久 只知道 最后是接到了 张晓云打过来的电话 喂 怎么了 张大警官 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好事吗 请烧烤 还是麻辣烫 王旭东再次 把手机开成免计 笑着接过电话 你还有心思吃东西啊 你的小女朋友 都被人绑架了 张晓云直接在电话里说着 什么 王旭东一下子没反应过 刚刚郭玉 郭总报警 直接给我们局长打电话 说他女儿被人绑架了 现在整个警局高度紧张 我现在正在往郭玉家去 快以为你知道这个事 所以打个电话给你 王旭东紧皱着眉头 问着张晓云 你说林小雅被人绑架了 是的 郭玉给我们局长打电话 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正赶过去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我还想先问问你呢 王旭东听到这儿 没有听张晓云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把身上的皮围军扯掉 扔在地上 拿着手机和车钥匙 就飞奔了出去 开着自己的面包车 就往郭玉家开去 连手上的皮绣套 都没有来得及取下 王旭东只听到张晓云的 支言片语 完全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他能做的 就是拼了命地开车 把车往郭玉家里开去 王旭东把车开得飞快 在拥堵不堪的市区里穿梭着 好在郭玉家并不住在市区 而是住在靠郊区的位置 穿过了一点拥挤路段 就并不那么拥堵 王旭东不管超速不超速的问题 这些问题之后 张晓云自然会帮他处理 王旭东开着车 只用了二十分钟不到 就把车开到了郭玉家里 而此时 郭玉家里面停了好多车 王旭东把车停在郭玉家门口 跳下车 直接走了进去 一进到郭玉大厅 就见到郭玉站在那 同时身边很多人 大部分都是保镖 其他的一看 就是他身边的人 具体是谁 王旭东见过 但是说不出名字来 郭玉拿着纸巾 坐在那擦着眼泪 忽然之间 见到王旭东来 有些意外 站了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王旭东直接走过去 问着郭玉 小雅被人绑架了 我知道 张晓云也是刑警大队大队长 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就问你 具体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被人绑架了 他不是在学校吗 王旭东一边点着烟 一边问着 我前面就给你打了电话 他今天高考 学校从今天下午就放假了 放假时间是下午五点四十 我中午就给他打了电话 问他具体什么时候放学 我好安排司机和宝宝去接他 他不同意 他坚持他自己打车 或者坐地铁回家 从两个月前 他就坚持自己独自回家了 每次放月假都这样 他跟我说 他想做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的学生 不想别人总是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他 他不想让人知道 他是郭玉的女儿 他想让别人知道 他是靠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靠父母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说明孩子懂事了 我也就没有坚持 这两个月以来 我都是让他自己回来的 我一直都没事 可是今天 一直到我给你打电话那会儿 他都没有回家来 我打电话给他 他手机关机 我就开始有些着急了 开始到处打电话找人 但是找不到 我后面有安排人去学校路上找 可是依旧找不到 就 就在差不多四十分钟之前 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告诉我 小雅在他手上 杀我 两个小时之后 拿出一个亿的陷阱来 不然 他们就杀了小雅 另外 警告我不准报警 郭玉一边说着 一边拿着纸巾擦着眼泪 但是声音却很镇定 如果是一般的家庭主妇 可能早就已经崩溃了 但是这个人是郭玉 即使遇到了这种事 虽然心里极度地焦急担心 但是却也没有慌张 第二百四十一集 你报警了 王许东皱着眉头 听着郭玉的话 一边认真地思考着 一边问着 没有 郭玉摇头 没有 那为什么张晓云 也就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知道 而且他还在赶来的路上 按理说我应该报警的 这些绑匪不可能讲信用 拿了钱就放人 但是那是我女儿 我不能拿她的生命去开玩笑 万一我报警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对小雅下狠手怎么办 所以 我给他们局长打了个电话 跟他们说了这个事 我让他们派几个专家过来 知道我该怎么办 如果 如果遇到什么意外情况 再让警方接受 而现在 我不允许他们大张旗 不管怎么样 我女儿的安全 才是第一位的 一个亿对于我来说 只是小钱 别说一个亿 一百个亿 我也不在乎 哪怕是让我拿自己的命去换 还行 郭宇说到后面 有些激动 也有些崩溃了 王旭东仔细思考着 不得不佩服 都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能保持 这么清醒的头脑 做出这么理智的选择来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做 给钱 他们要一个亿 我就给一个亿 我已经安排人去筹钱了 他们要现金 我让全东海市去找现金 立即给筹到 一个亿的现金来 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 把钱给他们 只要他们愿意放人 丢掉一个亿也无所谓 后面能不能不暗示 警方的事 如果 如果他们拿了钱 还不放人 那我就没有办法 只能依靠警方 郭宇叹了口气道 郑说着 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然后就见到张晓云 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这几个人里面 有两个王旭东认识 都是张晓云的助手 都是民警 只不过 今天他们穿的都是变装 不过 几个年轻一点的 手里都提着遗迹 很显然 穿变装的要求 是郭宇要求的 他要求 非常小心 一定不能让绑匪感觉 他已经通知了警方 就像他说的 一个亿对他来说 真的无所谓 他所要的 只是林小雅的安全 张晓云看了眼 王旭东 很意外 他没想到 王旭东比他来得还走 张晓云没有 与王旭东说话 而是直接走过去 对郭宇说道 郭总你好 我是市刑警大队的 队长张晓云 我们之前在医院见过的 你先告诉我 具体的情况 郭宇点头 他与张晓云之前 的确在 王旭东生病住院的时候 在医院见过一面 郭宇详细地 把情况对张晓云说了 郭总 这么说吧 我建议你报警 这件事交给我们 警方来处理 你配合我们警方工作 我们会争取 尽早找到绑匪 确定绑匪位置 把你女儿 从绑匪手里救出来 然后把绑匪生之以法 张晓云听完之后 对郭宇道 张队长 如果你能给我一个保证 保证我女儿的绝对安全 那这件事情 我就交给你们去处理 如果你给不了 我百分之百的保证 如果你没有百分之百的霸王 那么就请你们帮忙协助我 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 处于一丝一毫的危险当中 因为一旦绑匪 发现报警了 我不知道她会对我女儿 做些什么 郭宇直接对张晓云道 我给不了你百分之百的霸王 不管是谁 也给不了百分之百的霸王 但是郭总 你要相信我们警方 这件事情也只能通过警方来处理 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也知道你不在意这一个亿 但是 就算你按照绑匪的要求 给了一个亿 你认为绑匪会将你的女儿还给你吗 不会的 绑架案我处理过 绑匪拿到钱之后 只会选择私票 这样子非常干净不留尾巴 等到那时候你就后悔了 张晓云劝说着 所以我让你们警方来了 我给了钱之后 他们不放人 到时候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全交给你们警方 但是在这之前 我不会让你们扎手的 郭宇坚持着 他坚持的原因 就是不希望林小雅有危险 郭总 你这 张晓云还说着 好了 别再说了 即使现在报警又有什么用 你们现在能找到绑匪的位置吗 王旭东打断了张晓云的话 我 绑匪打过来的电话号码 你手机上还有吗 有 还有 郭宇点头 你们带了仪器来了是吧 你把手机号码给他们 让他们去查一下这个手机的信息 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 另外 把你的手机接到他们的仪器上 一旦等一下绑匪打过来电话 就能通过电话定位到绑匪的位置 王旭东安排着 你倒是把我的活都给抢 张晓云白了王旭东一眼 然后安排手下人开始工作 绑匪等一下一定会给你再次打电话的 你等一下注意尽量跟对方谈条件 尽可能地拖时间 拖得越久 越有利于我们查到他的位置 即使你不允许警方行动 我们也知道绑匪的位置 一旦绑匪拿了钱之后不愿意放人 我们也能立刻展开救援行动 王旭东接着对郭宇说着 好 我明白 郭宇点头 据我所知 想要通过手机查到对方的位置 起码需要通话一分钟以上 通话时间越长 定位可以定得越精准 王旭东进一步地向郭宇解释 我明白 王旭东 你知道的可真多 张晓云对王旭东有些刮目相看 张晓云 你立刻安排人 调查林小雅放学之后所有的监控视频 学校所在的路口监控 一定是非常齐全的 咱们先从监控入手 争取找到蛛丝马迹 不管是确认绑匪的身份 还是找到绑匪的落脚地点也好 都能有帮助 不过暂时不要安排人员进行 排查和调查问话 现在绑匪在案 我们在明 我们不知道绑匪在哪 万一让绑匪知道了警方在关注这个事 真的会对林小雅造成威胁 我们不能冒险 只能暗中进行 王旭东转过脸来 吩咐着张晓云 我在来这边的路上 已经安排人去调查视频 从视频上倒查信息了 张晓云点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旭东就成了这里的主心骨和最高领导 所有人都在以他为主 听他的指挥 而且没有任何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不管是张晓云 还是郭玉 都是 郭姐 现在有个问题 你必须仔细想一想回答我 王旭东再次问着郭玉 你问 这次绑架在你看来 是针对你 还是单纯的 只是为了钱 这个怎么说 郭玉问着 你有没有什么仇人 王旭东换了个问吧 仇人 仇人应该算不上吧 我这些年 倒是没有与谁 有过深仇大恨 不过 有过节的人倒是很多 数不胜数 郭玉想了想到 王旭东仔细想了想 也是 能走到郭玉这个位置 有过节的人自然少不了 一将功成万古枯 用在郭玉身上 同样成立 我明白你的意思 想我死的人可能有 而且应该不少 但是想我死 没必要绑架我女儿 而且 对方从头到尾都只提要钱 所以我想 只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 可能性更大 郭玉自己分析着 正说着 郭玉的手机响 所有人一听 神经立即紧绷 谁的电话 张晓云连忙问着郭玉 郭玉看看上面的号码 连忙转脸 被所有人倒 是他 就是这个号码 准备好监控对方的具体位置 其余人全部保持安静 郭总 手机开免提 另外按照王旭东之前说的 尽量的拖延时间 起码要保持通话一分钟以上 张晓云冷静地说着 好 郭玉点头 去 找张纸和笔来 快 王旭东转脸 被郭玉家的佣人说着 佣人连忙跑了出去 准备好了吗 张晓云问着那边操作电脑的人 好了 接电话 张晓云对郭玉说着 郭总有些紧张 但是还是长呼了一口气 在手机上滑了一下 接听了电话 然后把手机开成了免提 喂 郭总 钱准备好了吗 里面传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钱在准备 一个亿 对于我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 我的女儿呢 郭玉冷冷地问着 你女儿在我手上 你放心 只要你把钱准备好 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保证你的女儿平安无事 你说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 我凭什么相信你 趁我女儿接电话 我要跟我女儿说话 郭玉坚持着 怎么 郭总不相信我 你一个绑匪我凭什么相信你 钱要钱可以 我也说了 一个亿对于我来说只是小意思 我不在乎这些钱 但是 我要我女儿的绝对安全 我要跟我女儿说话 我要听我女儿的声音 我要确认她现在是安全的 郭玉再次道 好 来 跟你妈说话 让你妈赶紧把钱送过来 送过来 我就放了你 里面的男人说着 然后就听到了林小雅在里面哭着喊着 妈 救我 救救我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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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郭玉一听到林小雅的哭声 十日前的冷静沉着一下子就崩塌了 眼泪哗啦啦啦地往下流 激动地朝着电话里大喊着 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旁边的王旭东一下子拉住了她 好了 你也听到了 你女儿好好的 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做 我保证你的女儿没事 我们只求财 好 我也只有一个要求 我只要我女儿平安 其他的一切都好商量 郭玉道 郭玉刚说完 电话就没有任何征兆的段 变成了盲音 所有人都懵了 全都看着郭玉 郭玉自己也迷茫 连忙看着手机 手机一切正常 有电 怎么回事 张晓云问着操作电脑的民警 对方挂断了电话 对方挂断了 定位到了吗 差一点 通话时间只有五十秒 操作人员等 王徐东点了一根烟 慢慢地抽着 说道 这方很聪明 也很了解 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起码知道 你们定位需要一分钟以上时间这一点 正说着 电话又响起来 郭玉看了眼王徐东 又看了眼张晓云 然后再次接过电话 问道 你为什么要挂断电话 防止你报警 所以以后的电话不会超过一分钟 我没有报警 你最好别 如果你敢报警 那你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 王徐东听到这儿 在纸上写着字 然后拿给郭玉看 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女儿回来 郭玉对照着王徐东在纸上写着字问 我们拿到钱自然就会放你女儿回去 你钱准备好了没有 三个小时之内 我们必须要见到钱 不然 三个小时不可能 你要的是现金 还是一个亿 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么多现金 银行也没有 而且现在银行也关门了 你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内给你筹集到这么多的现金来 这不是我愿不愿意 而是根本就不可能办到 郭玉对照王徐东在纸上写的内容说着 而实际上 王徐东说的是实情 要在短时间里面弄到这么多的现金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现在还是下班时间 但是这一切对于郭玉来说并不是办不到 他能通过银行和政府想到通融的办法 而现在他已经安排人员去这么做了 保证三个小时之内筹集到一亿的现金 银行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已经安排了人去华海集团下属的每个子公司 所有的财务室 以及一些经营业务的基层去搜集所有的现金 听到郭玉这么说 对面一下子就沉默 显然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有办法的 三个小时之内 我必须见到一个亿 不可能 我刚说了 你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没有办法 银行不是我家开的 我不可能弄到这么多的现金 要不我给你打卡上 好不好 哪怕两个亿也行 郭玉很想同意 但是 见到王旭东在纸上写的字 只能咬着牙继续坚强 你当我傻啊 给你银行卡 这钱我能拿得到吗 五个小时 最多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之内看不到钱 我就撕票 五个小时也不可能 明天早上九点 银行才上班 我保证在九点之前 筹集到钱 然后给你送过去 这是唯一的办法 银行下班了 出了ATM机 不可能取到现金 郭玉再次 对王旭东写的字念着 正说着 电话再次不出意外地 在五十多秒挂断了 第二百四十二集 这样子 他们不会恼羞成怒吧 郭玉皱着眉头问着王旭东 不会 他们想要的是钱 你说的也是真实存在的情况 他们不会不知道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上哪弄那么多现金去 你放心 只要你坚持说弄不到 他们就一定会妥协的 而我们需要时间 争取更多的时间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想通过通话来定位 是不可能的 而且 情况也比想象中糟糕 很显然 对方是经过精进计划好的 而且 还有一定的反侦产能力 这就增加了难度 所以 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一方面 我们筹钱 既希望于对方能够拿到钱之后 放了小雅 同时 我们必须要尽全力地 做好侦破工作 找到对方的确切位置 对方的人数 身份等等 然后 提前布控 准备好营救行动 只要对方不放小雅 我们就立即行动 把小雅救出来 两者同样重要 所以 我们要尽量地争取到 更多的时间 给我们侦破工作 王旭东进一步说着 王旭东 手机卡信息调查清楚了 张晓云这时也过来 对王旭东道 怎么样 手机卡是一个西川省女人的 与电话里男人的声音明显不符 我怀疑这张卡就是一张盗用别人身份证的卡 会已经让人去联系这个女人的户口所在地的警方 让他们去调查 不过 结果基本可以确定是猜测这样的 张晓云回答着 意料之中 他们既然懂得一分钟挂断电话 就不可能这么轻易地让我们查到所在地 另外 我们根据通话查询 可以证实对方通话的地址是在东海市 起码可以证明对方没有离开东海市 王旭东点头 正说着 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好 我们答应你 明天早上九点 我们必须拿到钱 如果拿不到钱 你就等着替你女儿收尸吧 好 怎么拿钱给你们 这么多钱 怎么装 准备好三个大的推拉密码箱 和三个大的旅行臂包 把钱全部装进去 记住了 全部换成新钱 整齐马放装进去 好 上哪儿给你们 你现在不要问 公安局的 如果让我发现有任何的不对劲的地方 我马上就会杀了你女儿 听到了吗 绑匪再次威胁着 好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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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宇问着王旭东 她内心无比地焦急 你不用担心 起码可以肯定的是 小雅从现在到明天早上九点这段时间 是绝对安全的 郭姐 你安排人 照她说的去准备行李箱和旅行背包吧 把钱准备好 然后 你就休息吧 这边的事 交给我和张晓月 郭姐 你放心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不可能让小雅受一丝伤害 郭宇看着王旭东 点点头 谢谢 张晓月 过来一下 王旭东说完之后 直接对张晓月道 然后带着张晓月 走出了大厅 来到了郭宇家的花园里 王旭东站在那点了一根烟 张晓月跟在王旭东身后 走了出来 王旭东 你这是胡闹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能赞同不报警 遇到这种事情就应该报警 这才是对受害人最好的 也是最负责的方法 张晓月一走出来 就埋怨着王旭东 当然要报警 可是你觉得现在与报警 有什么区别 你不是在这儿吗 这能一样吗 现在我是在用我个人手里的权力 在指挥我们民警在做事 但是我能调动的资源有限 但是如果报案了 按照特大案件的程序来了 我可以调动所有的警力和资源 来配合侦破这个案子 而且到了最后 如果真的需要抓捕罪犯 必须要立案 不然怎么安排人员去进行抓捕 张晓月反问着 刑警队的人你能调动吗 王旭东反问着 刑警队我能调动 可是其他的就没有办法了 那你们局长呢 特警队你们刘局长能调动吗 当然可以 您什么意思 要侦破这个案子 你们的刑警队足以 要抓捕 有特警出动就可以了 这个案子不是人多就能起作用的 刚刚从电话里 我听到了除说话这个人以外 还有两个人的脚步声 和轻微的说话声 加上罪犯要求的三个行李箱 和旅行包 基本上可以确认 罪犯是三个人 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警力 再者我们也不能冒险 如果真的按照你们所说的 启动所谓的特大案件的响应程序 各个警力都来 就会显得杂乱 这些警员的素质参差不及 就会起到反作用 真的被他们给发现了异常 说不定真的会给林小雅带来伤害 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样子 最好最安全的 小范围内侦查 保证侦查人员全部都隐秘进行 王许东分析着 你 好了 您就听我的吧 我们所站的立场不同 所考虑问题方式不同 但是归根结底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先要把人平安地救出来 可是现在不立案 不全面进行侦查 我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 单纯地靠秘密地调查 几个学校周边的监控视频 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张晓云摇头 王许东在花园的椅子上坐下 慢慢地倒 不急 会有办法的 只要他想要钱 就一定会露面的 正说着 张晓云的手机响了起来 然后 张晓云走到一边去接电话 我们局长很重视 让我必须破案 一定要保证 郭毅女儿的人身安全 顺利地把人员解救 还要把绑匪抓起来 另外 让我适当地听取一下 郭毅的意见 这不是强人所难前后矛盾吗 张晓云走过来 有些生气 你也得理解你们局长 郭毅可不是一般人 你们局长肯定也是有很大压力的 另外 你也要理解郭毅 毕竟被抓的是他的女儿 是他唯一的亲人 对于他来说 一个一一点都不重要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笔钱 他在乎的只是他女儿的安全 所以在他看来 只要能够把钱给对方 对方能够信守承诺 把他女儿放了 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但是可能吗 绑匪会讲信用吗 是啊 所以郭毅不是把你们 叫过来了吗 我 张晓云被王旭东说的 没话说 然后道 你小情人被绑架了 我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着急不紧张 比我还淡定 当初秦可欣被大飞哥绑的 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情况不一样 现在紧张也没有用 起不到任何作用 越是这个时候 越应该冷静 与秦可欣那次不一样 秦可欣那是被大飞哥抓住 那是极度危险的 而林小雅不一样 对方只是要钱 只要是要钱 就一定不会伤害他 起码在拿到钱之前 绝不会伤害他 王旭东慢慢地点着印 现在要做的是三件事 确认绑匪身份 找到绑匪行踪 以及确定绑匪的藏身位置 我已经抽掉了半个刑警队便衣 出门在全力侦查视频工作 希望能够在调查视频过程中 发现问题 不过因为没立案 也因为要秘密进行 所以速度肯定快不了 张晓云点了点头道 正说着 一个民警跑过来 对张晓云道 张队 视频组那边有消息了 张晓云一听 连忙起身 然后与王旭东 一起走进了郭宇家 虽然没有报案 但是郭宇 还是调集了刑警队 很多工作人员和设备 来到了郭宇家 在他来了之后 又来了两辆车 十几个人带着设备 就在郭宇家的会客厅里面 临时组建了一个指挥中心 里面七八台电脑在工作 墙壁上面 还挂着大幅的投影设备 和东海市地图 可见 对于这个案子 警方是高度重视的 什么情况 他们调取了学校周边 所有的监控设备 在队里查看了之后 就把视频发了过来 你们看 这是学校大门口的视频录像 技术人员一边说 一边操作着 然后墙壁上的投影仪上面 出现了画面 画面中出现了一幅画面 这个画面 正是林小雅学校大门口的画面 王旭东去过几次 所以对这里很熟悉 而在视频当中 技术人员对画面中 背着书包从学校走出来的林小雅 做了表记 这是小雅 一直坐在那儿发呆的郭宇 看到这儿 一下子站了起来 激动地指着画面道 对 这就是受害人林小雅 时间是下午五点五十七分 对 小雅他们放学的时间是五点半 郭宇点头 从小雅教室到门口 要不了这么长时间 估计是小雅放学之后 去了宿舍拿了东西 然后出的校门 王旭东仔细地看着画面 你们注意一下这个人 技术人员又在画面的 另外一侧角落的位置 一个男人的画面上 画了一个圈 这个被标注的男人 戴着口罩 一直站在视频的边缘处 隔得比较远 所以看不清楚人的长相 随后 画面开始播放了情 只见画面里 林小雅背着书包 从学校出来 然后在学校大门口 往右边走了 而林小雅往右走的时候 那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也慢慢地往右走 最后 也消失在了 学校门口的监控里 因为这个时候 全学校学生都放假 所以学校门口全是人 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还有下一个画面没有 这个画面仔细分析 可以看出这个人 有可疑的地方 但是确认不了什么 张晓云问着 有 学校是在市区地带 这附近有很多商家 都装了监控 我们从这个社会监控里面 调取到了很多的监控 你们继续往下看 看 受害者走在前面 而这个戴着口罩的人 一直跟在后面 距离 差不多十米左右的距离 平时小雅回家 是选择哪种方式回家 地铁 还是公交 王旭东问着郭宇 地铁 他回家都是乘坐地铁回家 坐地铁能够到山下的 那个地铁口 然后 步行五分钟左右 就能到家 郭宇回答着 那就对了 学校附近 我去过很多次 比较了解 从学校出来往右 走个差不多 一千米左右的距离 就是地铁口 小雅明显是往地铁口去的 王旭东说着 然后 直接来到了墙壁上 挂着一张巨大的 东海市地图面前 拿着笔 在上面找着 这是学校门口 这是地铁口 小雅就是从这里走到这里 从这上面看 距离也正好差不多 在一千米左右 刚刚郭姐也说了 小雅回家的路线 是从学校门口 走到地铁口 然后到了这边 也是 从地铁口 走到家 而在地铁口 这种监控完善 还有安保措施 人流密集的地方 是不可能实施绑架的 所以 绑匪要是绑架 也只能是在前后 两端步行的过程中 对小雅实施绑架 还有没有进一步的监控视频 最好是能够拍到 对方对小雅实施绑架的过程 王旭东 在地图上分析着 没有 这段视频之后 路过的就是一处工地 这处工地是一个 在建的大型商场 因为临近着学校 明天就是高考了 所以这个工地 在昨天就因为 不影响学生高考 被勒令停止 这个路段都是工地 两边都是 所以完全没有监控 因为停工 里面也没有人 而这个工地之后 再往前走两百米 就是地铁口 张小云也走到了地图那边 联络员那边 有各路人马的信息汇总 张小云是看过信息之后 过来说的 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 怎么说 地铁里的监控 有没有拍到受害人的画面 如果有 那就说明 是在靠近家附近的 这段路被绑架的 如果没有 基本可以确认 就是在这个工地 这段路被绑架的 因为这附近的这条路 没有其他的 可以实施绑架的地方 张小云继续在地图上指着说 第243集 王旭东一直站在地图面前思考着 手里那根烟一直点着 虽然没有抽 那边已经分析过 在这个时间段 没有在这个地铁监控里面 见过受害者出现 那基本上可以断定 绑架就是在这个工地附近实施的 老刘 安排一下 三件事 第一件事 立即通知人 去这个工地进行搜查 注意几点 纯便衣 但是要注意安全 潜衣人很有可能就藏匿在这个工地里面 当然 也有可能是在这里绑架了 然后转移了 所以一定要对这个工地进行搜索 地毯式的搜索 但是动静不宜过大 保密进行 第二件事 沿着这条路的监控 继续往前面倒查 说不定受害人不是回家 没有坐地铁 而去了其他地方 沿着地铁口 继续往前搜索 第三件事 去查一下这个时间段 出现在这个路灯的公交车 以及出租车 以及滴滴等社会运营车辆 因为有可能受害者 没有选择坐地铁 而是选择了 在这个监控缺失的路段 乘坐了其他的交通工具 第一件事 是重中之重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有仔细地去做 目的就是为了 完全排除掉其他的可能 好断定受害者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区域 被绑架的 张晓云冷静地分析着 并且下着命令 王旭东 一直在地图面前 看着地图 听到张晓云说 在短时间内 做出的分析和部署 不得不承认 张晓云 比他想象中的 要强很多 不然 也不可能 这么年纪精精地 就做到这个位置 张晓云 一连串地命令下去 整个东海市刑警大队 都开始行动 只不过 与平时不同的是 他们全部都是 穿着便装在行动 王旭东 基本上可以断定 他就是在这个工地 附近被绑架的 因为明天就要高考 他不太可能 在这个时间段 不回家去别的地方 而且 如果是乘坐 其他的交通工具的话 在学校门口就可以乘坐 不必往右走那么远 张晓云下完命令之后 对王旭东道 郭宇一直坐在那 仔细地听着 脸上依旧非常焦急紧张 但是却没有说一句话 没有去打扰王旭东和张晓云 因为他清楚 他是个外行 他能帮的唯一的忙 就是不给他们帮倒忙 不打扰他们 你分析得很对 绑架一定是在这个 没有人的工地里 或者附近实施的 我早些天去学校见过林晓亚 经过这个路段 工程很大 工地是横跨道路两边的 所以整个道路 都有一定的破坏 经过这个路段的人并不多 人行道也破坏了 如果要绑架的话 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 可以做到不被人发现 对 现在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绑匪绑架了人之后 就藏匿在这个工地里面 第二个可能性 绑匪绑架了人之后 进行了转移 第一个不可能 绑匪既然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就不可能这么少 在这绑架 就藏在这附近 只要我们调取一下 不就一下就能找到了吗 而且工地里面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 起码有人看守的 所以要藏在这里面不可能 有道理 但是总是要进去排查的 如果第一种不可能 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了 绑架了之后进行了转移 这么大个人 不可能绑架了之后抬走 肯定是有车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因为这个地段没有监控 如果是乘车走 很难进一步追踪 张晓云皱着眉睹 让他们通过交通的监控 去查一下这个时间段 在这附近出现的所有车辆 通过监控画面去看 看看能不能带海捞针 发现问题吧 张晓云吩咐着 说完之后 自己也叹了口气 王旭东继续抽着烟 站在那儿看着地图 随后说道 你这么查 查到明天早上九点 也不一定能够查出什么来 工程量太大了 这样吧 你们根据时间来搜索 重点搜索一下 这个时间段 前后五分钟路过的车辆 你看看 这条路 这条路我走过 学校出门往右 往右十米左右 道路上就有一个红绿灯卡口 然后 下一个红绿灯出现在这里 在地铁口之前 十几米的位置 中间的距离 是一千米左右 而整个这个路段 只有这条路 没有其他的岔路 有的也只是 其他的小巷子 这些小巷子 进不了车 能进车也出不去 绑匪绑架了人之后 只会想着尽快地 远离这个区域 所以不可能停留在这附近 绝对不会去小巷子 只会开车立即逃走 那么 不管绑匪怎么走 都需要经过 这两颗红绿灯的一个 而根据时间来判断 一千米的距离 正常开车只需要两分钟 算上路面上的其他可能性 最多五分钟 所以重点调查 我们推测的案发时间之后 五分钟之内出现的车辆 其次重点排查 五分钟之内 在这个红绿灯没有出现 却在这个红绿灯出现的车辆 王旭东点着地图道 为什么 林小雅出学校 就有人在门口跟着 如果视频往前到 就能看到 这个戴口罩的男人 应该是在五点三十之前 就站在了学校门口等着 他的作用 就是跟踪确认林小雅 然后打电话通知 在那边等候的人 准备动手 这一切 他们肯定早就已经预谋了 知道林小雅在这上学 并且知道 学校今天什么时候放假 以及林小雅固定的回家路线 那么他们的车 肯定就早在五点三十之前 就停在这个工地附近 某处等着了 所以我们重点调查 案发时间五分钟之内 出现在这个红绿灯卡口 但是却并没有 他来之前记录的车辆 因为他不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而是在这两个红绿灯 之前中途开出来的 当然 我们也不排除有其他的车辆 也是从两个红绿灯之间开出来的 但是 可以缩小范围 查出符合这个情况的车辆之后 再去通过监控调查一下 这些车辆 哪些车辆是在五点二十左右 从附近开到这个区域进来的 因为他们知道小雅五点半放学 他们会提前到的 但是 以罪犯的心理 绝对不会提前太多道的 所以 提前十分钟左右道 是最合理的 另外 绑匪的车辆应该还有一个特征 要么是偷来的车 要么是套牌车 绑匪绝对不会去用 可以查到自己真实身份的车 去干违法的事 这是罪犯的心理 特别是这种 稍微有一些反侦查能力的绑匪 就更加不会了 调查的时候 重点按照这三个条件去搜索这个车辆 尽快地把车辆查出来 这样就可以更加进一步地调查 王旭东指着地图慢慢地向张晓云分析着 张晓云仔细地思索着王旭东所说的 在地图上认真地看着 然后看着王旭东 给队里那边打电话通知 按照他说的方法去甄别筛查所有的车辆 让他们速度快一点 张晓云说着 刑警大队里面有个专门的办公室 专门进行视频侦破的 那些人都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重点排查一下面包车 商务车之类的车 因为绑架来说 这类车空间大 更加方便实施绑架 小车不是不行 但是显然没这么方便 所以可以先排查一下 面包车和商务车 如果面包车和商务车 找不到符合这些条件的车 再去调查小车 王旭东继续道 好 要大理 张晓云点头 又给那边说着 另外 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王旭东抽了一口烟之后 问着张晓云 什么问题 为什么绑匪对林晓亚这么熟悉 他们要绑架她 肯定会事先对她有过详细的了解 没错 可有几点 第一点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林晓亚 答案肯定是因为绑匪知道 林晓亚是郭姐的女儿 这是他们绑架小亚的 前期条件 因为知道郭姐有钱 他们才会去绑架小亚 可那些人怎么知道 林晓亚是郭姐的女儿 可以肯定不是郭姐身边的人 因为但凡是郭姐身边关系好的人 是断然不可能去干绑架的事 所以 条件只能是在林晓亚身边的人 第二点 绑匪认识林晓亚 这与第一点同理 绑匪知道林晓亚的样子 能认出林晓亚 不然怎么绑架 这就更加断定绑匪是小亚身边的人 或者是与小亚身边的人有联系 第三点 绑匪对学校以及学校附近情况很了解 非常熟悉 他们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而且根据小亚前些天跟我说的 高三学生的作息放假时间与其他年纪正常的放假时间不同 他们面临高考 经常补课 下课放学时间也要更晚 而且就拿高三放假的时间来说 因为要高考 很多学校都在高考前两天就让学生回家休息 准备高考 但是他们学校是在高考前一天 也就是今天下午才放假 可是绑匪对这些了解得一清二楚 而且是早就知情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还有 他们知道这个工地的存在 甚至于知道这个工地因为高考而停工 工地里没有人 他们选择在这个路段进行绑架 第四点 他们对林小亚放学回家的路线知道得非常清楚 如果说是平常每天跟踪得出的 那很简单 可问题是小亚不经常回家 学校每个月放月假 一个月放两天假 小亚平时都住在学校 也就是放月假的时候才回家 所以绑匪根本不可能是通过跟踪得来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了解小亚回家的路线呢 只能是有人告诉他们小亚平时回家都走哪条路 在哪儿坐地铁的 这就足以说明绑匪就是林小亚身边的人 或者是与他身边的人有特殊关系的人 王旭东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 张晓云惊讶地看着王旭东 郭宇也站了起来 王旭东分析的 他每个字都记在心里 你是说学校里的人 张晓云问着 肯定是 对学校非常了解 对林小亚也非常了解 我怀疑是他们的老师和同学 而同学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是要好的同学 很可能这个同学与他一起回家坐过地铁 或者是林小亚跟他说过自己回家的路线 而老师和学生都有可能知道林小亚的身份 也会很了解学校里的放假时间 王旭东慢慢地分析着 我马上组织人去对他们班的学生进行调查 张晓云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立即就准备打电话部署 可是被王旭东一把拉住 不要 为什么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小矮的同学或者是老师 或者是他同学老师身边的人干的 你这么一查 他不是自己告诉绑匪 波姐已经报警了吗 那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个问题 明天就高考了 你现在这个时间去调查这些学生和老师 你想过后果没有 影响了学生高考的这个责任 你承担得起吗 你们局长也承担不起啊 王旭东拉住了张晓云道 张晓云听到这儿 立即顿着了 是的 幸好没做 他刚刚听到新的线索太过于冲动了 对 千万不能去 张队长 帮帮忙一定不能去 一旦让绑匪知道你们警方介入了 小雅就危险了 郭宇终于是忍不住说话了 他心里非常的慌张害怕 就怕张晓云真的去调查 我知道 你放心 不仅仅你担心你女儿的安全 我们也同样担心 张晓云点头对郭宇说着 但是王旭东 如果不去调查 那这个线索就完全没用了 有用 肯定有用的 首先绑匪不可能是学生 更不可能是老师 起码他们是不会直接参与的 因为如果他们直接参与 那么很容易查出来 前面也排除了老师的可能 老师不可能这么清楚小雅的回家路线 所以同学可能性最大 而且是同班同学 以同班同学的家人朋友可能最大 而一个学生还是这个重点学校的学生 品学兼优的学生 那么不可能是朋友 只能是家人 因为这里学生不可能有乱七八糟的朋友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 就是同学的亲戚家人干 是同学告诉了家人 他们有个同学是大名鼎鼎郭玉的女儿 而且可能也告诉了家人 或者是大名鼎鼎郭玉的女儿 竟然也跟他一样放学 没有保镖 没有司机接 自己坐地铁回家之类的 就把信息给泄露 不是说没有别的可能 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 王曲东进一步分析 你分析得很正确 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也的确是这种可能性 是最大的 张晓云认真思考之后点头 另外能干出这种绑架的事情来 甚至于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的 而且还能召集到两个朋友 一起来干绑架事的 一般都是什么人 王曲东反问着张晓云 你是说 张晓云睁大眼睛问着 是的 两个特征 第一个 是有过前科的人 因为其拥有反侦查能力 且敢干绑架这种大案重案 而且还能召集到 其他两个朋友一起来绑架 一般人 即使你有这种心 有这个胆 想去绑架 也不可能有反侦查能力 更不可能去找两个 敢干绑架的朋友 这种人要么是前科人员 要么是社会上 不务正业的混子 而一般人 你敢干绑架吗 谁都知道绑架是重罪 一般只有有前科的人 才会有这个胆子去干 所以综合起来来说 有前科的人可能最大 其次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第二个特征 那就是家庭条件肯定不好 如果家庭条件优越的话 不可能去干这个事 王旭东进一部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 是小雅的同班同学 而同班同学 学生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这个高考关键期 平时都在学校 放月价才会 而且还说了这么多 知心的话 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 绑匪应该是小雅 同班同学的家长 或者亲密家人 所以张晓云 你可以从这两个方面 去进行调查 秘密调查一下 小雅的同班同学的 家庭状况和亲属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符合 家庭贫困 有过前科或者自己是社会上混混的特征的 如果真好符合的话 很可能就是绑匪 王旭东把烟头丢在地上掐灭后刀 第二百四十四季 王旭东 你是怎么分析到这一切的 张晓云瞪大了眼睛 看着王旭东 不用说我多厉害 也别觉得我比你厉害多少 咱们只不管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不同罢了 你是警察 你要做的是破案 破案是需要证据的 你的所有分析猜测 前提都是建立在证据之上 而我不是警察 我做一件事的目的性很强 我只管结果 不管过程 我不需要去管这些事情 是不是有证据 我所要做的 只是觉得它可不可能罢了 所以 有些事情 我能想到 你想不到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王旭东淡淡地道 可能吧 我让人抽掉一部分人手 去做这一块的调查工作 张晓云说着 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晚上 接近十二点 但是 这一屋子的人 都在紧张地忙碌 谁也没有困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终于传来了消息 队长 有结果了 技术员一边在键盘上 噼里啪啦地打着字 一边道 你说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这儿 我知道大屏幕啥 看大屏幕 技术员说着 然后大屏幕上面 出现一个交通卡口的监控视频 然后放大 出现了一辆商务车 那边传来消息 申别筛选之后 有问题的就是这辆车 技术员站了起来 开始介绍着 这是一辆国产的低端商务车 它是在下午五点十八分 经过学校门口的红绿灯的 但是 最后出现在地铁口的 这个红绿灯的时间 是六点十三分 技术员继续到 这个与你判断的完全吻合 也与受害人消失的时间吻合 受害人是在五点五十七分钟 离开学校的大门 而最后一个监控视频 显示的时间是六点过七分 最后一个监控视频 步行到工地大约两分钟 也就是六点过九分 六点过九分 加上作案 然后车子开到这个红绿灯 四分钟 完全符合 张晓云分析者 另外查过了 这辆车的车牌是套牌 一个假车牌 真正的车主 是一辆丰田卡罗拉的小轿车 与这个完全不是一辆车 那边也对车主的信息进行过筛选 这个车牌本身的车 在当天晚上案发的时间段 出现在市区另外的交通卡口处 可以肯定与这起案子没有关联 这辆车就是一个套牌车 技术员接着说着 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这辆车了 受害人就在这辆车上面 画面可以再拉近一点 看到市里面的情况吗 张晓云指着画面 商务车较大 看不到后排 只能看到前排 前排副驾驶没人 驾驶位的人 故意把这阳挡给拉了下来 而且也戴着口罩 看不到面部特征 但是从他的穿着来说 不是之前在学校门口 出现的戴口罩的人 进一步通过监控去查这辆车 看看这辆车去往哪个方向 张晓云冷静地说着 他们正在查 全力在追查这辆车 而且也已经通知了交警监控中心 一旦发现这辆车进入监控范围 就会立即通知我们 技术员说着 张队 西川那边回话了 张晓云的一个助理 拿着手机走过来 对张晓云道 怎么说 电话卡与卡上信息 本人无关 这个女人去年在外地的时候 在火车上移植过自己的身份证 最近这几个月 这个女人都没有出过门 而且可以证实 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来过东海 身边亲近的人 也没有来过东海 基本上 可以排除这个女人 与这起案子之间的联系 助手回答着 不出所料 意料之中的事 张晓云点头 这就是王许东与张晓云之间办事的区别 张晓云是个警察 他们办案讲究的是证据 所以 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不大 他们也必须要去做 要去调查 以百分之百地证实这件事情 但是换成王许东的话 他就不可能去做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的无用功 就像他说的 他不是警察 他不需要去管证据不证据 他要的 只是结果 另外 去工地调查的人也汇报了 工地里面 没有找到可疑的人 嗯 肯定的 人都已经坐车走了 让他们撤回来吧 现在全力地去追踪这辆车 张晓云再次点头 指着画面上的商务车说着 把你们视频分析组的人 分成两个部分去查 一个部分去根据视频监控 去查这辆车 从地铁口 到红绿灯之间出去之后的去向 在地图上面 画出路线出来 另外一组 根据这辆车从学校门口的监控 路过时的视频 往后倒着查 去查这辆车从哪个方向来的 让人同样 在地图上画出行驶路线出来 王旭东 一直站在地图面前 等到张晓云那边 说完话之后 被张晓云倒 嗯 我已经安排他们这么做了 但是视频分析很麻烦 需要时间 只能慢慢地等 他们要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 去监控 去查 去确认 王旭东 我们可不可以 从这辆车去查一下 这种车型 并不是最为常见的车型 我们可以从车管系统里面 去查一下 诠释所有这种车型的信息 然后再与你之前分析的 受害人同班同学的信息 进行匹配 看看能不能直接从这些上面 找出端借 而从而确认 帮废的身份来 张晓云问着王旭东 可以 不过这个难度应该很大 就算这种车子 不是常见车型 但是我想 整个东海市 这种车型的保有量 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从这么多的车子里面 去逐一地比对匹配 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 破案不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 线索的来的吗 做警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 那么轻松容易 你说的有道理 管家 安排人过来 给各位警官倒查 让厨房准备夜宵 一直坐在那的郭宇 招手把管家叫了过来 吩咐着 郭总 不用客气 张晓云听到郭宇的声音 连忙说着 你们为我女儿的事情加班 而且在我家 这是我应有之意 麻烦你们辛苦你们了 我女儿 我就交给你们了 郭宇站起来说着 你感谢我 还不如先感谢她吧 她是个有大神童的人 郭总 只要有她在 你放心 你女儿不会有事的 张晓云指着王旭东说着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自己是警察 还是刑警队长 但是偏偏 就是对王旭东有信心 而且平时她都是一个 独自决断 非常果敢的人 但是只要王旭东 一在身边 她就习惯于 什么事都听王旭东的 她我肯定要感谢 不过与你不同 她是自家人 郭宇笑了笑的 通过郭宇的话 张晓云有些差异 她知道王旭东 与郭宇关系很好 但是却没有想到 关系好到这种地步 帮我去买包烟来 王旭东没有客气 直接对郭宇道 好 我让他们去买 郭宇点头 去吩咐管家 王旭东把烟盒里面 最后一根烟拿出来 在嘴巴上点上 再次研究着地图 他们是沿着延安路 一直往前走的 这是技术员说话 然后再次屏幕上 打出了一幅 东海市局部的道路地图 然后给车子行驶路线 用红线标注 他们是沿着延安路 一直往前走 在这个路口走喘 进了建民路 目前他们调查 反馈的消息 只到这儿了 技术员沿着红线说着 王旭东拉了张椅子 就坐在了地图前 仔细地分析着地图 张晓云也紧皱着眉头 目前看不出来 他具体要去哪儿 这是市中心的位置 可往南往北 也可往西 当然肯定不可能往东 整个东海市 东边是大海 而且 整个东边都是经济商业区 最为繁荣的地段 防匪应该是不太可能 选择带着被绑架的人 去那边的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 但凡是这种最烦 特别是开车的 他们最想做的事 就是尽量地躲避道路监控 所以 他们要去的地方 要找的落脚点 一定是监控 设置不齐全 不完备的地方 而整个东边 几乎可以说没有忙去 去那儿 无疑是自己自首 所以 整个东边 可以完全排除掉 张晓云拿着一支笔 在地图上 对整个东边 画了一个圈 然后 打上了一把叉 王旭东点点头道 嗯 对 很对 你继续说 除了东边之外 往西 往北 和往南 只要往前一直走 都能走到郊区 甚至于直接到农村 都能走到我们的监控 盲区里面去 郊区和农村烟火 都比较稀疏 都是可以找到 好的藏匿地点 所以 理论上来说 我们这三个方向 都是有可能 但是 按照他们的行驶方向来说 从学校这个路段出来 他们是一路往北 沿着延安路行驶的 然后 在这个路口 往西管 进入了建民路 你看看 整个的行驶路线 先往北 然后往西 所以 基本上 可以排除 往南的可能性 如果我是绑匪 我首先要做的 就是急于逃离 城市里的监控覆盖区 所以 如果我要往南走的话 我绝对不会一路向北 一直在监控覆盖区域里面 逗留 我认为 绑匪的目的地 一定是在北边和西边 这一区域的郊区和农村 张晓云继续 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大圈 这次没有大差 王旭东再次点头 继续抽着烟 所以 我们就应该把重点 安排在西边和北边 这两个区域 通知视频组 加快速度研判 看看他们进一步 往哪儿走了 抓紧时间 张晓云继续催促着 出来了 他们是从建民路 一路往西 然后上了万环线 技术员继续说着 果然是要往郊区去 环线上的监控 密度要稀疏很多 目前 侦查到他们的车辆 经过了这个卡口 方向是往西北方向 技术员继续说着 判断基本没错 他们就是往西北方向 而去的 目前来看 他们的范围 就是在西北这一块 这里是郊区 是以前东海市的老工厂区 这些年因为经济转型 和环保要求 这里大片的工厂 倒闭和废弃 如果要选择藏匿的话 这一片区域 是最佳选择 另外 即使不藏在这片工业区里面 继续往里 是农村 人烟稀少 找个山头 或者空置的屋子 藏着也很难被发现 张晓云继续分析 那边说监控视频 到了这就断了 没了 技术员继续说着 什么 张晓云大惊 直接走到了技术员那边 拿着耳机 直接与刑警队那边说话 几分钟之后 他走回到了地图前 用手在地图前指着 他们消失在这个监控卡口之后 在环线的下一个卡口 也就是这里 他们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 他们是在这个路段消失的 很显然 他们是在这个路段下的环线 这个路段 也就是两个卡口之间的距离 是四公里左右 而这四公里 一共有七个口子 这些口子全部都是 通往附近的郊区农村 和各个废弃工厂的老路旧路 有些以前有监控 但是这些年都已经废止了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完全处于盲区 而根据这些路 所能达到的区域来说 遍及整个西北部 范围太广了 因为这些小路错综复杂 每条小路往里 都是可以一直延伸交错的 你自己看这个地图 他们可以到达西北部 任何一个角落的 张晓云继续指着地图道 王旭东点头 没说什么 仔细地看着地图 我的意见 立即走报案的程序 然后我们派出大量的警力 去搜索这个区域 另外 派出当地的民警 去各个区域 各个道路旁边 去进行排查 调查 看看有没有人 发现这辆车经过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确认 这辆车到底是 往哪条路进去的 也可以对这个区域 所有可疑的地点进行搜查 然后我们进行排除 进一步缩小范围 不行 说这话的不是王旭东 而是郭宇 为什么不行 郭总 这是唯一的办法 不然不可能救出你女儿的 你们这大范围的搜索 如果他真的藏在这里 一定会知道的 如果他们知道你们报警 一怒之下 做出伤害小雅的事怎么办 一定不行 坚决不能这么做 我们可以不要查到 他们的下落 离天亮 离约定好的九点钟之前 还有七个多小时 再想想其他办法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等到 把钱交给他们之后再说 郭宇态度非常的坚决 郭总 前面我一直没说 是怕你担心 我现在必须告诉你 以前出现过同样的案子 被绑架案的人 在交易之前 就已经被杀害了 然后绑匪拿到钱之后 就带着钱跑 受害者的家属跟你一样 选择不报警 然后乖乖地给钱 最后是人和钱都没了 他们绑架了你女儿 你女儿是肯定见过他们的样子 知道他们一些特征的 所以绑匪一定是不可能 乖乖地把你女儿放回来 放你女儿回来 那就意味着 他们马上就要被通缉 所以 只要你女儿 多在他们手里 待一分钟 就多一分钟危险 你知道吗 张晓云终于忍不住地 对郭宇说着 第245集 郭宇听完张晓云的话之后 整个人差点就坚持不住 倒在椅子上 连忙自己扶着椅子 手指都在发抖 你别听他在这儿吓唬你 王旭东看着郭宇的样子 连忙说着 我吓唬他 我有吓唬他 我是对受害人负责 郭宇求助地看着王旭东 小雅暂时是安全的 起码在你交钱之前的这段时间 还是安全的 因为前面你跟他通话的时候 我就让你跟他说 在交钱之前 你要与小雅通话 确保小雅平安 才能给他们钱 所以在通话之前 小雅应该是安全的 王旭东说着 你也早就知道 小雅会不安全是不是 那怎么办 那交钱之后怎么办 郭宇终于是慌张了起来 不用担心 我会在交钱之前 把小雅救出来 王旭东安慰着郭宇 然后转身对张晓云道 全面盘查是不可取的 我之前就说过了 如果采取这种全面撒网 地毯式的搜索 无疑就是告诉绑匪 我们报警了 那样子只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绑匪自己自首 我们救出了小雅 另外一种就是绑匪恼羞成怒 我们不知道绑匪究竟是什么性 我们也更不能去拿 小雅的生命去赌博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如果不这样 咱们怎么进一步搜索 进一步找到绑匪的位置 会有办法的 这个绑匪会想到靠绑架勒索来要钱 就说明他们真的不是太足 另外 他们开口就要一个亿的险金 这也足以说明他的贪婪 而且不理智 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去冒险干绑架的事 就算是犯罪 也有很多事情 比绑架更容易得到钱 而且一个亿的现金本身就不现实 这说明他们的脑子不是太聪明 如果他们要一千万现金 说不定现在郭姐就已经把钱给他们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判断这个绑匪 有头脑 有想法 还有一些反真传的能力 但是 绝对不是太聪明的那种罪犯 王旭东进一步分析着 所以呢 要找到他们 没有那么难 这从他们的行车路线的安排上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有七个路口 这说明他们是特意选在这个路段 就是因为这个路段的分叉路 我们不容易追踪 但是不容易 不代表没有办法 前面在电话里面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王旭东进一步问着 张晓云愣住 摇头 郭宇也是茫然地看着王旭东 技术那边应该有录音的对不对 把整个电话录音再放一遍 王旭东被技术员倒 技术员点头 开始在电脑上操作 最后就听到了录音 听 就刚刚 声音不大 你们听到了吗 王旭东在哪 没有 到底是什么 啊 再倒回去一点 再放 仔细听 声音不是很大 王旭东再次说着 技术员再次把录音网回到 听到了 你是说 狗叫吗 张晓云突然道 对 就是狗叫声 王旭东点到 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你总不能 能听懂狗语 知道这只狗 这两声叫 是在说明什么吧 张晓云接着说着 这只狗 告诉了我们很多讯息 第一 这只狗叫的声音 告诉我们 王匪所在的位置 五十米左右 是有人烟的 因为根据这只狗 声音大小来判断 离绑匪位置 估计在三十到五十米远 第二 这只狗很明显的是土狗 绝不是宠物狗 因为一般宠物狗晚上 是不会乱叫唤 即使叫唤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 而这种土狗 以及这种狗 只有在农村里面 放养的狗才会 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 绑匪所在的位置 一定是在农村 而不是在这边的工业区里面 王旭东慢慢地说着 张晓云陷入了沉思 然后走到地图前面 拿起笔 在其中两个路口画了叉 拍出调 你说的农村 还有五个路口 都是通往郊区 直到农村的路 张晓云道 王旭东静静地出着烟 不说话 王旭东 你给我出来一下 张晓云看了眼郭宇 又看了眼王旭东 然后对王旭东说着 自己又走出了会客室 直接来到了前面 两人待过的花园 怎么了 什么事 王旭东走出来后问着 王旭东 我知道你厉害 即使你再厉害 就靠这么待在这里 完全靠脑袋去猜 去想 你觉得有可能找到绑匪吗 你这么聪明 已经把范围缩到这么小了 可是那又有什么用 还有五条路 还有那么大一片区域 是可能藏匿的地方 你怎么找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 还有六个半小时 就到时间了 你怎么确定 你在这个时间里面 就能精确地 找到绑匪的位置 张晓云问着王旭东 王旭东不说话 任由张晓云说着 我跟你说 绑匪即使现在不杀林晓云 但是你就能保证 绑匪现在不伤害林晓云吗 林晓云的性子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谁都不知道 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意外 一个女孩子 被一群绑匪控制着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只要林晓云 多在绑匪手里 待一分钟 就多一分钟危险 而且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 全面搜索 这个区域时间上海来得及 如果再拖下去 即使我们派人去搜索 也不一定来得及了 现在的林晓云 是可能危险 但是如果拖到明天早上 还没有找到具体地点 林晓云可能就必死无疑了 我往今来的绑架案 受害者平安回来的 少知又少 不管你多么厉害 但是在绑架案上 我比你更有发言权 你们所知道的绑架案 受害者平安归来的 那只不过是极少数 更多的媒体没有报道 不让报道罢了 王旭东 你再这么坚持下去 虽然是个让郭玉心安 可是害的是林晓亚 你知道吗 张晓云劝说着王旭东 王旭东 现在必须要报警 我这边要立即按照 重大案件的机制 来调动大量的警力 去搜索这片区域 包括这片区域 我告诉你 给我多年当警察的经验来说 你之前说的那种 匪徒恼羞成怒 杀被害人泄愤的情况 只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的匪徒 在知道警察 已经搜索到身边的时候 都会选择自首 即使不自首 也绝不会杀害被害者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更加清楚 绑架案 和杀人案 之间的区别 张晓云严肃地 对王旭东道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 绑匪的性格是什么 我们不能拿 林小雅的生命去赌 所以 大范围的搜索 一定不行 如果因为这个 害死了小雅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也无法再面对郭玉 王旭东摇头 你 好 那现在事情就摆在这儿 你说接下来怎么办 难道咱们带着 一屋子的人坐在这里 就能把林小雅救出来 就能让林小雅 安全部危险了吗 还是说你天真地以为 等到明天早上 把钱交给绑匪了 绑匪就能顺利地 把林小雅给放回来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林小雅如果明天早上 能够毫发无损地回来 我这个刑警队长 算是白干了 张晓云是真的生气 当然是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那些话 我都是说给郭玉听的 他不是办案人员 没必要让他着急呀 咱们当然是要尽早地 找到绑匪的位置 然后把林小雅给救出来 越早越好 可你说怎么办 站在这里能找到吗 不去现场搜索 能找到吗 不能 所以我们当然得去现场 得去搜索呀 王旭东点头说着 你同意了 张晓云没有听到 王旭东的意思 站在这儿等我一下 王旭东对张晓云说着 然后就自己进了屋子 随后两分钟左右 就见到了王旭东出来 手里拿着一份地图 把一支笔递给了张晓云 然后说道 拿着 上车 王旭东说完 就拉开了自己的面包车的门 坐了上 什么意思 你要干什么 张晓云迷惑地问着王旭东 别问那么多了 上车 跟我走 抓紧时间 王旭东催促着 张晓云疑惑地上了 王旭东的面包车 王旭东等到张晓云上了车之后 立即就开着车子 疯狂地往外开着 你干嘛 你说清楚你到底要去哪 到底要去干什么 去现场啊 你不是说了吗 不去现场搜索 怎么可能找到绑匪的位置呢 就我们两个去搜索 你疯了吧你 那么大的区域 够了 我们两个去够了 王旭东一边说着 一边开着车 车子开得飞快 完全无视路上的限速摄像头 和红绿灯 你疯了吗你 你这么开不要命了 你这要扣多少分啊 没关系 这不是有你吗 我这是为了破案替你执行公务 到时候 你自然会帮我把这些给摆平的 王旭东淡淡地说着 你 王旭东 你有时候就是个疯子 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张晓云对王旭东恨得牙痒痒 最后一次出现在摄像头前面的那个车 是不是就是这个红绿灯 王旭东把面包车开得像飞机一样 最后停在了环线上的一处红绿灯口上 困着张晓云 对 就是这个红绿灯 再往前离下一个红绿灯卡口有四公里路 绑匪的车很显然就是在这前面这段路下的环线 而这段路有七处路口下环线 其中两处是通往工业区的 你已经排除了 所以还有五处路口 张晓云看了看地图 对王旭东说着 好 那咱们就从第一个路口进去 王旭东点头道 接着问他 现在几点钟 三点一事 干嘛 你拿手机出来 从现在开始计时 二十五分钟之后 也就是三点三十七开始叫我 王旭东说完之后 重新启动车子 从红绿灯前面开始倒车 然后开了几百米之后 从第一个路口拐进去 开始往小路里面开去 速度一下子慢了下来 因为是小路 所以他开车的速度只有四十多慢 王旭东你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二十五分钟后叫你 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要干嘛 张晓云知道 王旭东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用力 但是他却完全琢磨不透 王旭东到底要干嘛 你还记不记得 那辆车最后出现在 这个路口的时间是多少 没太注意 张晓云咒美 那辆车最后出现这里的时间 是七点零二分 这能说明什么 王匪给郭玉打电话的时间 是七点五十五分 你是想说 这中间有五十三分钟 你想通过时间来确定区域 不是五十三分钟 你仔细想想 王匪要把一个女孩子带下车 然后安顿好 另外 也肯定还需要 威胁林小雅收出郭玉的手机号码 最后 全部整理好 才给郭玉打电话 我估计这个时间 应该需要十五分钟以上 但是 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王匪绑着林小雅的目的 就是为了尽快弄到钱 他们把林小雅带在身边也紧张 绝对不会多耽误时间 第一时间给郭玉打电话 这是正常心理 所以 我估计出来 王匪实际上 从这个红绿灯 开到他的藏匿地点 起码在半个小时以上 但是 在四十分钟以下 所以 从这里开车进去 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的路段 就是王匪最可能藏匿的地点 当然 这取决于开车的速度 绑匪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虽然这是小路 但是绑匪肯定是对路特别熟悉 晚上 这种小路 在考虑绑匪紧张的心情等等 我估计 绑匪开车的速度 应该在四十到五十脉之间 所以我现在的车速 控制在四十五脉左右 王区东一边开着车 一边解释着 你这个不可能 王匪可能把车停在了某处 然后带着林萧牙走路 走了一段距离 到了藏匿点 如果是这样 你这个时间的判断 就完全错误了 有这个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首先 如果换乘是你 是开车 把林萧牙关在车里面 用车开着走安全一些 还是几个男人绑着一个女人 在路上走安全起 他们也不想别人看见 其次 他们只会想着 尽快地把林萧牙关在 他们早就设计好的藏匿点 怎么可能抱着他在路上走 而且现在全国基本上 实现了尊尊顾护通水泥路 即使不是水泥路 也基本上 是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除非他们选择的藏匿地点 在深山老林里 固然不可能需要步行 要步行 也应该不会超过五分钟路程 而之前的狗叫 已经基本确定了 他们不会在深山老林 所以我敢断定 他们一定是藏匿在某处民房里面 王旭东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这些步行因素 以及车速有上下波动的可能 所以我把搜索的时间 定测了25分钟到45分钟 这个时间段 应该错不了 说了 我考虑的方式与你不同 我不去考虑这些事情 有多么的严重 严谨 是不是有漏洞 我考虑的只是最大可能性的情况 因为我要的是结果 过程对于我并不重要 王旭东一边开 一边点了一根烟 王旭东刚说完 正在指示 张晓云的手机响了起来 张晓云接过电话开始听着 听得很认真 随后张晓云挂断了电话 转过脸来 被王旭东道 关于你刚才推测的 林晓亚的同学身份调查 有结果了 怎么说 王旭东平静地道 根据你说的几个特征 我让人找到了学校 要到了林晓亚他们班 所有同学的身份信息 然后在我们的档案库里面 去逐一对比 他们每个人的家人的身份信息 结果 如你所说 我们的确找到了 两个同学的家人 有过案底 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家人是社会上的混混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 大案库得知 那个必须要上门 进行社会调查 但是显然现在去调查 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目前只查到 这两个家人 有案底的同学 一个同学的父亲 四年前开车撞死过人 被判了两年 不过是缓刑 不过他不符合你所说的 家庭贫困 他家家庭条件 应该挺优越的 他父亲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自己开的公司 这个公司每年的营收 根据账面上显示 都在几千万以上 很显然 他的嫌疑是可以排除的 嗯 有钱人 也不可能傻到 去干绑架的事 而且一开口就要一个亿 明知道要这么多现金 是很愚蠢的事 这显然是穷疯了的人 才会干的 王旭东点头 另外一个是一个女学生 根据资料显示 这个女学生的哥哥 曾经因为抢劫 被判了四年 今天年初才刚出狱 而且根据学校老师交代 他们家申请了 学校的困难学生救助金 老师也说明了 他们家经济条件很差 只有这个完全符合你的推断 张晓云继续说着 那么这么说起来 就应该是他了 他就应该是绑架者之一了 王旭东点头道 我已经安排人去他们家了 搜他们家看看 能不能发现什么 另外去调查一下 他们家的人 不要 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们回来 不能去 王旭东连忙说着 为什么 张晓云说着 然后道 既然已经断定是他了 那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突破口 说不定就能推断出 藏匿地点就在他们家 某个亲戚的房子里 或者是在他某个朋友的 老宅子里 你自己看看 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几个小时 你觉得你调查得出来吗 他干这种事 会跟家人说吗 而他自己这个时候 也不可能在家里 更何况 他们家里还有一个 几个小时之后 要参加高考的孩子 再说了 你跑到他们家去 万一他们家人通风报信 一个电话打不过去 林小雅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所以坚决不能去 去了 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根本不可能 在几个小时之内 找到林小雅 只能给林小雅 带来灾难 王许东坚决制止 那按照你这么说 那你分析出这个有什么用 我让人调查 对比了这一个晚上 是不是白干了吗 怎么可能白干 这个验证正说明 我们所有的推测 都是对的 那就说明 我们现在做的 也是对的 这意义重大呀 你 好 我听你呢 不让人撤回来 张小雲显然不赞同 王许东的观点 但是最后 还是选择 按照王许东说的做 王许东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在做的 也是无用功 就像你说的 你能推断出 大致的范围 那又有什么用 你不想去打草惊蛇 就凭着这么开车过去 看到周边的房子 藏在树后面的房子 你就能找到绑匪了吗 你知道哪一栋 是绑匪的藏身之处 绑匪不可能 蠢到把作案的车子 停在路边 或者是停在门前的 对 你说的没错 房匪当然不可能 让我们发现车子 车子肯定是藏起来的 但是有些东西 是藏不起来的 王许东笑了笑 什么 比如那条狗 狗为什么会叫 是因为有人路过 而前面电话里 不是有狗叫吗 所以到了二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就注意听 如果开过去 有狗叫 那就说明 这附近很可能是绑匪的藏匿地点 另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什么特征 绑匪藏身的房子 肯定是开着灯的呀 开灯 当然 你认为他们一晚上会睡觉吗 会睡得着吗 他们不需要派人看着林小雅吗 以他们的性格 估计会打牌啊 看电视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屋子里肯定有灯光 而这里都是农村 农村人没有夜生活这么一说 晚上大半夜的开着灯的很少 所以 等一下注意了 进入这个圈子 有狗叫的地方 附近某处房子有灯光 那就是最大的嫌疑了 黄旭东说着 另外嘛 你是老刑警吧 如果绑匪真的在眼皮底下藏在某处房子里 以你的职业敏锐性 一定不可能发现不了的 所以 我这不是带你出来了吗 你就认真地观察就行了 我相信 只要我的判断没错 就一定能够找得到 现在距离绑匪约定的时间还有五个小时 不过 我们要加快速度 等到天亮了 人家关灯了 那我们就没那么好找了 王曲东一边开着车 一边说着 到时间了 那行 注意 开始吧 王曲东说着 最后两个人都开始认真地观察着周边的环境 不得不说 这里面的确是农村 而且是深山老林的 在下路的旁边 山下或者山上 在树林里面藏匿着一栋一栋的民房 王曲东开着车 带着张晓云就这么走着看着 两个人严格按照时间来 每段路 都是从那个红绿灯路口出发 开车到二十五分钟就开始认真地找 然后开到四十五分钟之后 就开始原地掉头回去 重新开到红绿灯口子 又从另外一个口子进去 再从二十五分钟开始搜索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一个又一个的路口 一遍遍来回都没有结果 张晓云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快 在他看来 这每分每秒的流逝 都是林小雅的生命 他们耽搁的时间多一点 林小雅的危险就大一分 尤其是 当好几次这么反反复复没有任何发现的时候 张晓云几乎要冲口而出 我们回去吧 然后着急特警来对这个区域进行搜索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是他沉不住气 而是他不能拿着 人质林小雅的生命安全去开玩笑 可是当他转过头 看着王曲东的时候 王曲东的神情 却是一如既往的沉满 张晓云从他脸上 完全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也没有丝毫紧张慌乱等等 就好像这只是平常的两个人一起出去 受到他的感染 张晓云也逐渐地冷静了下来 王曲东就是有这种能力 让身边的人感觉到安全感 王曲东 到现在为止我都听了你呢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别忘了 这关系到你小女朋友的生命 王曲东专注地开着车盯着前方 一眼没睡 他的眼睛已经泛出红血丝 但是精神依旧很好 他抽了口音说着 放心 不会有问题 有我在 他绝对不会有事 你真这么有自信 张晓云还是有些半信半信 他见识过王曲东的手段 比谁都清楚 这个人不一般 可是 这毕竟不是一般的情况 绑匪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 不是走投无路 基本上没人会想到去绑架 所以 以张晓云来看 林晓云的安全不容乐观 王曲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经历过的比这困难 比这危险的情况多了去了 就这么一说 但是王曲东一说出来 顿时让张晓云瞬间又恢复了信心 的确 王曲东经历的枪林弹雨都不在话下 还有近的 从银行劫匪手里救下来的他 还有从大飞哥手里 毫发无损地救出秦可信 这个男人做出来的事情 远远比他说的话更有力量 张晓云没有再说话 而是和王曲东一起 专注地盯着前方 几乎是竖着耳朵去听听 生怕错过任何一点可能 终于在第三个路口进去后 大约半个小时 眼前出现了一个村庄 这时候路边响起了一阵躲叫声 张晓云顿时眼前一亮 有戏 而王曲东则是不动声色地 把车锁又放低了一些 车子缓慢地往村里进去 王曲东继续把车往前开 开了差不多一里路左右 把车靠在路边停下 然后与张晓云两人下车 悄悄地沿着小路往回走 不把车靠边停 是怕让有可能在附近的绑匪 觉察到什么 狗叫声是从路边一户 人家院子里传来的 这边都是普通的农村 基本上都是两三层的小楼 用院子围起来 狗叫声就是从其中一个院子里 传出来的 这个时候天已经隐隐约约亮 能够看见不远处的农田 还有旁边的村庄 只不过依旧是那种 稀稀落落 离一段距离 才有一两户的村庄 这的确跟王曲东 所推测的地点非常接近 起码环境看起来非常像 而这个时候 已经是早上五点半了 距离绑匪跟郭宇 约定好的交易时间 还剩下三个半小时不到 张晓云瞬间的热血沸腾过后 又迅速冷却下来 打量了一圈以后 还有点怀疑 不一定是这里吧 农村羊狗很正常 一共七个路口 说不定剩下几个地点 也是这样的村子 也有狗呢 而且你之前还推测说 绑匪藏身的房子 一定开着灯 现在天还没亮 绑匪不可能去关灯睡觉的 可是这边 看过去那都是黑灯瞎火的 张晓云一直在观察着 而且不由自主地 顺着王旭东的思路去观察 他现在并不是要跟王旭东抬杠 而是因为他是个刑警 刑警的思维 决定了他处理案子 永远讲究证据 要一一排除所有的可能 也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 这已经成为他的思维习惯 所以如果按照他的想法 最应该的还是增派人手 把剩下的路口一个个示意 王旭东走着走着 忽然就停住了脚步 站在原地看着 怎么了 你发现了什么 张晓云看着王旭东的表情 疑惑地问着 自己也认真地四处观察着 王旭东不说话 还是站在那皱着眉头 仔细地看着 然后拉着张晓云往前走了几步 在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站着 指着远处一栋建筑 对张晓云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藏在那栋建筑里面 张晓云很惊恶 朝着王旭东所指的方向看去 王旭东和张晓云 是站在这条相间路的主路上 而在两人身边 是一条分叉的支路 往右边朝着山坡上蔓延而去 顺着这条路 往山上方向 有个四五十米远的位置 有一栋建筑物 显然这条水泥之路 就是通向这栋建筑物的 而这栋建筑物 是建在山坡上 后面就是大山 建筑物前面 也有许多高大树 把建筑物遮挡得严严实实 看不太清楚 而实际上 在乡间这附近 所有民宅 都是朝这条路 背靠大山建 现在户户都实行的 水泥路到家 所以在这条主路上 有很多这种小的分叉路 通往各家 所以张晓云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来哪个地方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你怎么就认定了 藏在那儿了 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吧 张晓云转过脸来 问着王启东 你仔细看那栋建筑 与刚刚一路过来看的 普通老百姓的房子 有什么不同 好像是不同 这个建筑看起来更像是 更像是一个工厂 张晓云仔细地看着 虽然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还是能够大致 看出建筑物的轮廓来 小型工厂 或者是家庭 小作坊之类的 这种小工厂 早些年在东海附近的 农村里很流行 如果不出意外的 这里也应该是 那个时代开设的 这种小工厂 王启东点头道 可是这能看出 什么问题来 你看看建筑物的外墙 虽然外墙围着 可是你看到围墙上面 围墙上面 都长满了青苔和草了 还有那个大铁门 已经全部生锈了 如果你眼睛势力 不错的话 可以通过那些树枝 看到那栋建筑物 二楼的窗户 很多窗户上面 玻璃都没了 你说这说明什么 第247集 废弃了 不仅仅是废弃了 而且应该是 废弃很久了 门口还挂着牌子 牌子已经 风吹欲打 腐蚀得差不多了 不过大正能看得出来 这里是个造纸厂 王启东继续道 这你也能看得清 你的势力也太好了吧 张晓云不敢 置信地看着王启东 王启东微微笑了笑 没有回答张晓云的话 不仅仅是势力 听力也一样 这是他们这些人 当初能够选拔进去 最为基本的身体素质之一 听力 视力 以及嗅觉 都远超常人 所以可以断定 这是一家废弃了很久的造纸厂 早些年 东海附近农村 有很多这种小型工厂 但是后来经济发展了 这些小工厂 就逐渐地淘汰了 很多原因 因为产能效率比不上大型工厂 所以不赚钱倒闭 也有因为污染 村民不愿意的 更多的是因为政府规划管理而取缔的 等等 这个造纸厂 估计也是这些原因倒闭的 当然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既然已经废弃了很久 为什么这条路上有车车印 王启东指着分叉路的路面 对张晓云说着 张晓云低头 果然就见到了这条分叉路的路面上 有两条泥巴车轮胎 你还记得 来之前距离这里差不多一公里左右 有一家人在建房挖土坊 所以那个路段全是泥巴 对不对 所以这条路上都是泥巴印 可是这条路上 为什么会有 这说明有车进去了 既然已经荒废了很久 为什么会有车进去 不觉得奇怪吗 另外 只有一道车印 就说明车进去了 没有出来过 这说明什么 王启东继续问着张晓云 可是没有亮灯啊 张晓云问着 地点基本符合 又刚好有一辆类似的车开进来 你说这样的巧合概率能有多大 王启东抬头看着前面 而且你说的没有亮灯的问题 应该不是没有亮灯 应该只是遮蔽起来 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他抬头示意 张晓云看着前方 之前我也分析过 狗叫的声音 离绑匪的位置 大概三五十米远 是因为绑匪不可能选择 安置在村子里面 距离人群较近的地方 因为被发现的几率较大 所以肯定是村子边缘的位置 而且这个村子很小 住户估计就几十口子 来了外人有什么情况 很容易泄露消息 所以利用村里人家的房子 可能性很小 没有谁会愿意把房子 建在紧挨着造纸厂的位置 这里作为绑匪的窝点 是再合适不过啊 张晓云瞪大了眼睛 王旭东你到底是不是人 这些你都能观察出来 不管这里是不是 我只庆幸你不是犯罪分子 否则以王旭东的能力 他要是犯罪 任何人想要抓获他 只怕都是不肯 咱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王旭东把最后的烟头扔掉 随即说道 你带枪了吗 他紧盯着这栋孤零零的厂房 眼睛一眨也不眨 低声问着张晓云 拜了 张晓云下意识地摸了腰间配枪的位置 随即反应过来 吓了一跳 你要干什么 不干嘛 你把枪拿好 找个隐蔽的地方 我过去看一下情况 王旭东说着 已经起身准备离开 张晓云脸色都变了 王旭东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根本不是打算去看什么情况 你是打算直接去救林小雅 是不是 王旭东一声不吭 就好像没有听到他说话一样 张晓云解 你能不能不要成英雄 我知道你很厉害 很了不起 你能提供有效的破案思路和线索 能找到绑匪的藏身地点 可是你想过 没有对方是穷凶极恶的绑匪 还是有前科 知道后果有反侦查手段的人 手里不可能没有震得住场的武器 有枪械甚至于炸药怎么办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最主要的是绑匪那边 还有林小雅在手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你惊动了他吗 会是什么后果 你想过没有 你能拿你小女朋友的命 去赌这个万一吗 张晓云越说越着急 散门几乎都要提高 我现在马上就联络局长 请求特警队的支援 只要他们在这里 就直接包围起来 让他们插池难飞 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进行解救 你和你的小女朋友都不会有事 王旭东很平静地说着 我没有逞英雄 你尽可以去联系特警 而且最好是现在联系 让他们过来 不过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现在都几点了 马上天都要亮了 而且距离九点还有多久 难道绑匪不需要提前做准备 去进行交易 到时候特警队过来 你觉得他们不会发现 就算是等到特警他们大部队过来 到时候直接包围 你是绑匪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绑匪 我会直接拿林小雅当人质 然后争取逃离的机会 绑匪既然为了钱进行绑架 一定会是打好了万全的准备 要舒舒服服地享用这笔钱的 而一旦被发现 希望落空 那他们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 不要忘了 邦匪都是亡命之徒 尤其一个有钱科的人 一定不愿意再次进监狱 不愿意重复那样的经历 所以狗鸡跳墙之下 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别忘了 你自己也说过 时间拖得越久 林小雅就越危险 我不可能让一个小女孩子 去承受这种危险 再退一万步 就算是要等到特警队来行动 起码要趁这段时间 了解清楚这边的情况 不然等到他们来了 还不是一样地耽误时间 增加风险吗 王旭东简单地说道 好了 没时间了 就三个绑匪 还不至于吓到我 张晓云咬着牙头 如果你不要现在过去 那我跟你一起 王旭东摇摇头 你必须守在这里 因为现在搞不清楚里面的状况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 一个人进去 总比两个人都陷进去好啊 你现在负责联络和部署警令 我负责具体的行动 另外 另外你站在这 如果有人逃出来 你可以拦截啊 说着 王旭东已经跳下车 张晓云一把把枪拔出来 你留着吧 万一王匪还有后招 还有人在附近巡逻 你会比我更需要他 王旭东非常淡定地说着 我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当武器的 随即 王旭东就往旁边的山上爬去 他没有直接从水泥路 往造纸厂走去 而是转而 从旁边山上爬去 选色 从山上 转到造纸厂的后面进去 天色 已经微亮 狗叫声再度响起 而一眨眼的功夫 王旭东的身影 已经迅速地消失在前方 张晓云咬住嘴唇 看着王旭东远去 随即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电话 局长 请求支援 现在大致锁定目标的范围 在这个区域 王旭东的身影 快得像闪电一样 几乎是在瞬间 就已经到了造纸厂 这个时候才能看清楚 造纸厂周围有围起来的院子 里面有两层的小楼 上下一共也就七八间 这种农村的造纸厂 一般规模都不会大 因为污染问题被查分了很多 院子的围墙大约两米高 王旭东吸了一口气 脚尖在原地上一个几条 随即一个瞬间 他的手已经稳稳地扒住了墙头 紧跟着几乎是快到根本无法看清 他的人已经跃到了墙头 紧跟着落到院子里的角落里 而整个过程都是悄无声息 就像是一片树叶飘落 根本没有任何声音 王旭东一进院子 就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 只见院子里的一角 用石棉码盖起来 大概是当作车库用的 里面停着一辆车 正是视频里面那辆套牌的车 车牌和车型都完全一致 而且之所以说张晓云说的没有亮灯 是因为窗户也用石棉码挡了起来 只有离得近了才能够看得清楚 二楼有一个房间有灯光 隐隐的还有说话声 包括上方通缉孔的位置 也都是黑乎乎的 应该被什么东西给堵住 这帮绑匪可以说是考虑周全 王旭东没有犹豫 起身就要往那个房间靠近 这时候就见到二楼的那扇门 忽然间打开 一个人探出头来 手里还举着个东西 王旭东一眼就看出来 那是枪管 这帮绑匪果然是有武器 王旭东屏住呼吸 像壁虎一样牢牢地贴在墙角 那个人四下扫视了一下 随即往里面说了一句 没人 说了啥事都没有 紧跟着又关上了门 此刻在二楼的那间房间里 林小雅正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只不过是被五花大绑着 嘴里还塞着报纸 防止她呼喊出声 一开始她还拼命地挣扎呼喊 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力气 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 王旭东你这个混蛋怎么还不来救我 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欢天喜地 怀着信心和期待等待着明天的高考 谁知道回家的路上 在那处工地边上 忽然间就遇到了这几个人 随后发生的事情 简直就像噩梦一样 那三个人掏出了黑洞洞的墙 还有刀子 林小雅吓傻了 她想呼救 可是知道如果叫汉 那迎接她的只有死亡 等她清醒的时候 就已经被蒙上了眼睛 塞在了车里 随即被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有哪个女孩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还能够保持冷静 林小雅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王许东 因为之前的经历 和她对王许东的了解 加上小女孩子内心的幻想 林小雅已经认定 王许东是会像救世主 和超级英雄一样 从天而降 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然后拿着机关枪 对着这几个坏蛋一阵扫声 反正这样欺负她 绑架她的坏人 统统枪毙了才好 可是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这种希望 似乎也越来越渺茫 林小雅甚至绝望地想 该不会那家伙 还不知道她被绑架了吧 那时候绑匪打电话 她满脑子都是恐惧 完全忘了喊母亲 让她找王许东 最让她恐惧的是 她完全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处 可是 看那几个绑架她的人 大模大样地 吃着东西聊天的样子 似乎是笃定了 谁也找不到这里来 尤其是先前绑架她的人 这几个人都还戴着口罩 眼下口罩也摘了 她能够看清楚他们的面貌 一脸横柔的胸象 甚至于 有个人她还觉得 似乎像谁 但又无法确认 想到从前看的电视剧 一看到坏人的长相 就要被灭口 林小雅的心理恐惧 就不断地蔓延 该不会她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吧 再也回不去家里 见不到母亲和王曲东了吧 想到这儿 她顿时心如倒戈 眼泪不停地流了下 狗叫声 响起来的时候 几个绑匪都听到 也都一起竖起了耳朵 其中领头的那个 胳膊上有个长长的刀疤 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会有狗叫 这个这儿 会有谁进来 不可能是条子吧 这里这么隐蔽 他们不可能找到这里来的 另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说道 先看一下 刀疤说着 随即警觉地抓起身边的一把枪 满脸横肉的那个 也警惕起来 提着枪走到门口 推开门四下打亮着 随即回过头来说道 没人 说了啥事没有 他一屁股坐回去 轻松地说着 我就说了 这地方怎么可能有人发现 再说了 就算乔子真找到这里 那咱们就拉着丫头一起陪葬 呵呵 郭玉的女儿 嘿嘿 想想也不冤 高八阴沉着脸 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拉大家一起做这一票 是为了发财 大家能够过上好日子 可不是想找什么刺激 过完影就死的 呵呵 那是 那倒是 满脸横肉的那个 黑黑的笑着说道 不过大哥 你说这丫头 反正等一下也要处理了 看着还挺生懒的 估计是个虫 直接弄死 也怪可惜的 再说 是郭玉的女儿啊 这身家 想想想都过瘾 想想都过瘾 要不 先给兄弟玩玩 都他们什么时候了 还他们有心思玩女人 刀巴训斥着 等一下过去还要拿钱 时间这么紧 趁早不要乱来 反正等我拿了钱 远走高飞 以后有的是女人 认你随便玩 满脸横肉的男人 被他这么一说 有些不是味道 干笑地说道 我就这么一说啊 他们的对话 林小雅都听在耳朵里 已经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忽然 这些坏蛋压根 就没有打算放过他 他们准备要他的命 林小雅拼命地想要挣扎 然而绳子捆得那么紧 根本挣托不了 他只能绝望地流下眼泪 而这个时候 王旭东正从走廊的屋檐上 倒挂着紧贴在墙上 听着里面的动静 透过窗户的一点缝隙 去观察着几个歹徒的方法 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 这些穷凶极恶的歹徒 不会放过林小雅 可是听到他们亲口说出来 还有角落里 林小雅瑟瑟发抖 乌烟挣扎的样子 还是让他的心瞬间抽签 必须要尽快行动 对方有三个人 两把枪 都有刀子 王旭东手无寸铁 他脑子里迅速反应着 还要寻找武器 这个不成问题 的确如同他对张晓云所说的 任何东西到了他手里 都可以是武器 是凶器 比如 面前石棉瓦 覆盖下面的玻璃窗 甚至于石棉瓦 同时 他还得寻找合适的角度 先干掉一个持枪呢 然后迅速破窗而入 制止住另一个持枪呢 不让他有开枪的机会 然后剩下的一个 就不在话下了 第248集 这间屋子 大概是以前的厂房 设备什么的早就没了 满地的肮脏凌乱 七零八落地 堆着一些散乱的零件 中间有两根大的水泥柱子 三个绑匪就靠着水泥柱子坐着 林小雅的位置 是挡在他们的前面 王旭东瞅准了角度 他一经发现 刀疤是这三个绑匪里面的头 所以准备 秦贼先秦王 第一时间 消灭对方最有力的战斗力 和核心人物 正当王旭东 准备破开石棉瓦 破窗而入的一刹那 一阵刺耳的铃声 打破了机警 也打断了里面 三个绑匪的高坛阔轮 一刹那 空气几乎静止了 这时候 在郭宇的家里 他早已经心急如烦 天色已经逐渐地发亮 时间越来越近 而王旭东和张晓云出去以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 这让他怎么能不着急 这跟谈生意完全是两码事 现在是关系到林小雅的生命 此刻 他已经不是那个纵横商场 杀伐决断的女情人 他只是一个被自己女儿担心的母亲 焦灼之下 他拨通了王旭东的电话 王旭东自己也始料未及 他完全忘了手机这回事 更想不到 关键时刻 他的手机居然响了 老师的山寨手机 声音特别大 一下子屋里三个绑匪 全部都惊动了 都跳起来往窗外看 王旭东看到刀把 已经举起了枪 来不及反应更多 王旭东一瞬间掀开了十年五 随即整个人用力撞碎了玻璃 冲进了屋里 在地上一打滚的功夫 手一甩 一个东西正对着窗户的 那个家伙甩了出去 就见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 重重地撞到了水泥柱上 大张着嘴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嘴里插着的是一片玻璃碎片 已经被鲜血逐渐热 随即 血从柱子上 缓缓地流了下来 而他整个人 也缓缓地倒下 刀把直接开枪了 只不过 怎么可能能够 击得中王旭东 王旭东冲进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就地一会 藏身另一根水泥柱后面 刀把那两枪 完全是胡乱开的 毫无张法 一时间 空气里满是烟尘 和硝烟味 而王旭东 眼疾手快的 在他开枪的同时 又是一块玻璃碎片甩出去 然而 因为躲避子弹 神形一闪 就失了些准头 刀把就听见呼啸一声 一个东西迎面飞来 他本能地知道不好 一甩头 随即感到一阵冰凉的气息 贴着自己的脸擦了过去 几乎一阵声唐 随即一片玻璃 插到了石灰墙面上 刀把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人居然拿玻璃碎片当按起 还能这么厉害 直接要人命吗 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刀把狠狠地喊着 我们两个人 两把枪 他妈的干这儿送死吗 老毒 看看有没有条子 要真都来了 大家先宰了这个女的 反正大不了 鱼死网破 别杀她 王旭东 从柱子后面站了起来 缓缓地走出来 而这个时候 那个叫老毒的 也战战兢兢地 一边捡起 横肉掉在地上的枪 指着王旭东 随即挪到窗户跟前 看着 大哥 没有条子 这家伙是一个人 妈的 一个人也来冲好汗 来跟这个女的一起死吗 刀把恶狠狠地骂着 眼看着那个叫老毒的家伙 已经拿着枪 指着王旭东 他抓住林小雅的头发 枪口对准了 林小雅的太阳穴 咬着牙对王旭东说道 你杀了我兄弟 我杀了这个女的赔子 急变突生 郭玉的这个电话 打乱了王旭东的 所有计划 一下子 缠绵变得十分危险 王旭东已经手无寸体 而林小雅 也落入了刀疤的手印 更何况 刀疤还有枪 举起手来 刀疤贺令着 枪口往林小雅的头上 砸了一下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 这个女的 你敢动她一根寒毛 就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自己的命 也别想保住 王旭东平静地说着 一边缓缓地举起手 生死有关 她必须要稳定住 刀疤的情绪 否则林小雅立刻玩完 你绑架她 为了指示钱 她是郭宇的独生人 你杀了她 天涯海角 郭宇也不会放过你 就凭你 刀疤冷笑着 将口不断地在 王旭东和林小雅之间来回 林小雅眼睛已经红了 王旭东果然如她 所希望的那样 从天而降 她瞬间看到了 生的希望 本能地拼命挣扎 刀疤不耐烦地 用力地用膝盖 顶了一下她的肚子 林小雅痛叫一声 几乎要呕了出来 刀疤大喝一声 哼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哼 老子马上宰了你 小雅 王旭东低声喝道 别怕 我来是要带你回家的 刀疤瞬间宁笑一声 枪口缓缓抬起 就要对准王旭东 英雄就美 真以为自己是超人哪 小子 你这是自己找死 我这就送你上路 给我兄弟报仇 林小雅急了 她拼命挣扎 眼睛里面满满的都是恐惧 整个人完全凭着求生的本能 还在挣扎着 试图用力去撞刀疤 被刀疤一个肘肌碰得 嘴角的血都流了出来 她绝望地看着王旭东 嘴堵住了 哭不住声 可是 早已经是泪流满面 刀疤嘖嘖笑道 哟 这小娘们儿喜欢你还是怎么的 真可以啊 难怪你会为他连命都不要 放心 我会成全你们 送你们到地底下 我兄弟陪葬 一起做对 亡命鸳鸯 你杀我可以 放了他 王旭东开口道 他跟你们无冤无仇 你抓他过来只是为了求财 杀了他 你拿到钱也没命花呀 刀疤眼珠通红 冷笑着说道 你要是不来 不杀我兄弟 我还有可能放过他 可是你来了 还杀了我的人 你觉得这个仇我能不报 再说你找我来了 警察会找不到 要死大家一块死 对 警察很快就要赶到了 你不杀他 我放你们走 大不了 我让郭宇再给你们弄点钱 罪都有你们这个死掉的兄弟顶着 你们照样逍遥快乐 王旭东看着刀疤的枪口 凛然不惧地说道 刀疤冷笑一声 哼 就凭你 你来跟我讲条件 去死吧 他的枪口对准了王旭东的脑袋 就要扣动扳机 王旭东等的就是这一刻 等他的枪口离开林小雅的脑袋 那一瞬间 他动 不管是刀疤还是老毒 都只看到他一抬手 连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 根本来不及反应 随机 刀疤就觉得手上一阵钻心的脑袋 再也握不住枪 抠不动扳机 枪已经掉在地上 刀疤疼着 捂着手 嗷嗷指甲 这才看见自己手上插着一片玻璃 他做梦也想不到 王旭东还藏着一片玻璃 他更想不到 王旭东的速度 可以快到这个地 王旭东一瞬间 解除了刀疤的威胁 紧跟着他飞身扑上去 就要躲老毒的枪 老毒吓得连连后退 一边对着王旭东扣动扳机 老毒开枪 林小雅只觉得 耳膜像被穿透了一般 整个厂房都在扑酥酥地 往下落着水泥和灰尘 那刺耳的声音 让他吓得尖叫起来 却因为嘴被堵着 浑身被绑着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看见老毒举枪的那一刻 王旭东已经再次动 厂房里就那么大 空间有限 他只能就地打了好几个滚 滚出去好远 子弹击中水泥地 崩起一股情烟 弹壳还跳起来 而王旭东已经趁着这一项 滚到了林小雅的跟前 一把将他塞到了柱子后 老毒本来就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纯粹是跟着铤而走险 上贼船捞椅 哪有什么枪法捆 会拉保险会扣扳机而已 但是人的天性里都有暴力的成分 目睹横肉死在面前 而自己也开了枪 老毒也红了眼 啊啊的叫着 继续扶了 开着枪 只听见枪声乱响 这一晚上的经历 会成为伴随林小雅一生的恶梦 先是被绑架 然后目睹着横肉 被王旭东一刀杀死在自己面前 紧跟着又是开枪 他已经吓得一动也不动了 满脑子只有王旭东 只有一个念头 王旭东是不是中枪了 他要是死了 自己也活不了 这个时候 外面的尖色已经泛起了白 枪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 村里的狗顿时疯狂地放声大叫起来 本来胶着等待的张小雲 听到了枪声顿时一个劲 随即拔出枪 拉开保险 不顾一切地向造纸场冲了过去 就在老毒再一次举枪的那一刻 王旭东比他更快一些 他一仰杀甩出去一个东西 老毒只看到空中闪过一道狐蟹 还反着光 随即脖子一阵冰凉 还没有等到他感觉疼痛 就感觉热热的血不断地流了下来 而他扣动扳机的手指 再也没有半分力气 随即整个枪都掉落下来 老毒捂着自己的脖子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他的脖子上插着一片玻璃 那是王旭东刚才在地上摸到的 他并没有吹牛 什么家伙到了他手里 都能够成为凶器 王旭东擦了把汗 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也让他心有欲见 小雅 他朝着柱子走过去 林小雅估计该吓坏了 妈的 别过来 一个抽着冷气的声音 从柱子后面发出来 随即 刀疤架着林小雅 香 指着林小雅的脑袋 慢慢地走了出来 他的右手 已经被王旭东那一块玻璃 给贯穿了 还在不停地流血 左手拿着枪 还有一些颤抖 刚才那激烈的一幕 让他险些吓尿了 要是能够重来 他绝对不会再铤而走险 去绑架林小雅 然而后悔也来不及了 此刻生死攸关 硬是再度挟持了林小雅 林小雅满面苍白 嘴唇哆嗦着 已经说不出话来 只能是默默地流着泪 王旭东捏紧了拳头 心里暗自悔恨 没有更快一步 夺下刀疤的枪 以至于林小雅再度 落到了刀疤的手里 把手举起来 刀疤现在说话 都有点大颤 眼睛里冒着星光 更多的是困兽之斗的绝望 王旭东再度 缓缓地举起了手 妈的 没想到居然是个硬插子 你到底是不是人 刀疤的手上还在流血 杀了我两个兄弟 算你厉害 他的眼神里 满满的恐惧 和垂死挣扎的绝望 你收手吧 王旭东看着林小雅 再看看他 你们刚才两个人两把枪 照样被我干掉一个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 能干得过我 你现在自首 还能有条活路 倒霸笑了 整个面目 都扭曲起来的笑 哈哈哈 看不过你 你根本就不是人 看不过你 大家就一起死了 刀疤宁笑着 还想骗我 我死都不要回到仙狱里 他的枪口对准了林小雅 手指颤抖着扣动的扳机 这一次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先杀王旭东 也许是知道自己不可能杀得了他 所以他直接对林小雅下手了 哈哈 你再快 能快得过枪 哈哈哈哈 刀疤笑起来 是那种疯狂的笑 他现在已经是完全地崩溃扭曲了 我杀了你的小妞 林小雅看着王旭东 此刻还已经平静下来 完全放弃了挣扎 大概是已经认命 没有了恐惧 可惜了 还是个挺漂亮的妞 去死吧 刀疤怒吼着 王旭东的瞳孔瞬间放大 的确 以他们现在的距离 他能够冲到跟前 可是刀疤的子弹 也必定已经射入了林小雅的脑袋 而更主要的是 他看到了那个冲到门口的身影 张晓云拼尽全力冲上楼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意义 刀疤挟持着林小雅 背对着他 而刀疤正要扣下扳机 张晓云毫不犹豫 本能地举起了枪 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 他猛然间发现了刀疤拿枪的左手 姿势明显很变 动作也不稳 有时候明显还在滴血 他心里一动 原本对准刀疤后脑勺的枪 稍微的偏了一顶 而就在这一瞬间 王旭东也飞身而上 冲到了刀疤的跟前 刀疤凝笑着 忽然觉得一阵巨大的冲击力 从后面出来 随即似乎有什么东西 猛地钻进了他拿枪的手 他瞬间握不住枪 当王一声 枪掉在地上 随即一粒带着血的弹头 透过他的手臂飞了出去 下一秒钟 刀扒倒在地上 整个人全成了虾米 不停地打滚着嚎叫着 张晓云那一枪 放过了他的后脑手 留了他一遍 但是却废了他另外一只手 等于他现在两只手 都已经被废了 成了一个废人 而与此同时 王旭东已经把林乔雅一把 拽到自己的怀里 死死地搂住了他 捂紧了他的耳朵 把他铺在身体下 张晓云开完那一枪 才觉得浑身都发热 整个人战斗战末 要靠着墙才能站住 他不是没有开过墙 但是这样生死一线间 还是第一次经历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 才让心跳平复过来 随即拖动着脚步冲了过去 掏出随身戴的手铐 把已经毫无反抗能力的刀疤 铐了起来 捡起了地上的两把枪 随即向王旭东冲过去 没事吧你们俩 张晓云大口地喘息着 担心地拍着王旭东 王旭东你别死啊 他真的很害怕自己来迟了 刚才刀疤和林小雅挡着他 他看不到王旭东 是个什么状况 但是先前那两声枪响 总让他心惊胆战 他知道王旭东很厉害 可他到底是个人 是个血肉之血 王旭东一咕噜 从地上爬起来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我死了财产也是捐给国家 也不能留给你啊 你大爷的 吓死我了 张晓云骂着 重重地捶了王旭东一架 眼泪却不知觉地流了出来 有后怕 也有庆幸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一拳头捶下去 王旭东顿时 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拳起了身子 哎呦 张晓云吓了一跳 怎么了 王旭东 你哪里受伤了 王旭东 呲牙咧嘴地 哎呦了半天 才埋怨到 你一个女人 能不能温柔一点 他说着 他说着 从身上 拔出一块 还带着血的玻璃 刚才破窗而入的那一下 有玻璃碎片 刺入了他的身体 不过 对于他来说 这都是小伤 加上刚才激烈的那一幕 根本感觉不到 都忘了他 你大爷的 胆子真够大的呀 王旭东也顾不到许多 什么话都标了出来 居然打他的手 直接抱头啊 刚才只要有一点点意外 林小雅就死了 他刚才才看得清楚 也看到了千军一袜之际 张晓云那一下枪口的偏离 一下子猜到了张晓云的打算 知道张晓云是要留活口 他不是一个冷血的杀人机器 何况现在是正常的社会 他也不想打打杀杀要人性 可问题是 当时那个情况 他怎么敢拿林小雅的性命 去冒险 我是全国警察射击比赛的总冠军 我对自己的枪法有信心 张晓云淡淡地说着 实际上 他现在拿枪的手还在抖 比赛是一回事 这样生死攸关的场景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他也一阵后怕 毕竟关系到林小雅的性命 但是他是个警察 就意味着他必须在那一瞬间 在林小雅的性命 案子的结果和绑匪抓捕之间 做到一个平衡 关心的是 他做到了 赶紧起来 检查一下身上还有没有伤 张晓云努力地 想要扶起王旭东 却发现自己手直抖 王旭东起来 赶紧扶起来林小雅 还捂着他的眼睛 不让他看到地上凌乱的尸体 没事了 没事了 是一线长一阵 经过这一次以后 你的经验值又提升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想起来 林小雅还被捆绑着 连忙又去解开 林小雅身上的绳子 第249集 林小雅被王旭东解开了绳子 拿出了嘴里的报纸之后 一下子挖得哭了出来 哭进了王旭东的怀里 嚎啕地哭哭着 王旭东能够感受到 林小雅的崩溃 甚至林小雅全身都在颤抖着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一个从小生活在 风平浪静里的金枝鱼业 忽然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 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王旭东叹了口气 紧紧地把林小雅抱在怀里 说道 没事了 我来了 已经安全了 走 我带你回家 我们回家 王旭东说了 就把林小雅抱了起来 抱在自己怀里 迈走去 他受伤了没有 张晓云问着 不知道 应该没有 不过受到了惊吓 孩子内心肯定受到了打击 救护车应该快到了 你带着他坐救护车去医院吧 先去做个检查 然后看看要不要进行心理辅导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张晓云对王旭东说着 好 王旭东点头 然后把林小雅抱在怀里 往外面走去 而林小雅则紧紧地抱着王旭东 一刻也不愿意放开 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躲在王旭东的怀里哭着 他很明显的是吓坏了 王旭东带着林小雅上了一辆救护车 即使上了救护车 林小雅也不愿意从王旭东身上下来 一直紧紧地抱着王旭东 而王旭东也一直像抱着一个孩子一样 把林小雅抱在怀里 好了 没事了 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安全了 王旭东一边抱着林小雅 一边安慰着 在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 王旭东拿出手机 给郭宇打了个电话 喂 旭东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小雅呢 小雅怎么样了 郭宇在电话那边紧张地喊着 他不知道 王旭东和张晓云出去干什么了 一直都在家里等着 没有王旭东在 他心里紧张了许多 所以才有了那个 打给王旭东询问情况的电话 而在刚刚 他听到了留在他家里的警察的对话 听到案子已经结束了 可以回家了 心里顿时紧张无比 因为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怎么忽然之间 案子就结束了 他问那边警察 可是那些警察也不知道 他们只接到通知 让他们撤回去 具体这边现场什么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 就在郭宇准备给公安局长 打电话的时候 王旭东的电话打了过去 而这个时候 天已经大亮 郭姐 没事了 小雅已经救出来了 你可以放心了 受伤了吗 小雅怎么样 听到王旭东的话 郭宇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眼泪流了出来 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温着 小雅应该没受伤 但是受到了惊吓 我现在带着他在救护车上面去医院 好好好 谢谢 谢谢许东 郭宇都有些语无伦次 我马上去医院 到医院再说 郭宇挂断了电话 王旭东挂断了电话 看着怀里的林小雅 像只受到了惊吓的小猫一样 依偎在自己的怀里 忍不住地替林小雅 捋了捋额头上散乱的头发 他在想 有时候生在富贵人家 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 就像林小雅 如果不是郭宇有钱 他也不会受此磨难 就像苏婉琪 如果不是生在富贵人家 他也不需要背负这么多东西 活得这么不快 一直到医院下了救护车 林小雅也不愿意 上救护车的担架推闯 更不愿意医护人员碰他 一碰他 他就会尖叫 只有王旭东能碰 他一直都紧紧地抱着王旭东 内心的恐惧可见一斑 王旭东就这么抱着林小雅 跟医护人员 带着林小雅去了医院 然后抱着林小雅 去做了检查 检查的过程当中 也必须王旭东在场 也必须王旭东握着他的手 他才能安静下来 最后 王旭东抱着林小雅去了病房 病房是给弄的特务病房 一个人的大单肩 护士给他打一针 他没有受伤 但是却受到了惊吓 这个药主要是镇静作用 刚打完针躺在床上 郭宇就推开病房的门进来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林小雅 郭宇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走到病床边 一把抱住林小雅哭着喊 小雅 你终于回来了 小雅 林小雅受到了惊吓 但并没有疯 看到是自己母亲 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着 抱着自己母亲 两母女在病床上面抱成一团 嚎啕大哭 王旭东忍不住叹息一声 起身走到了窗户边 点了一根烟抽着 对于他来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件 小到不能小的事情 这中间的过程 也谈不上多刺激多危险 但是 也更加让王旭东 对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 王旭东 抱着我 我好怕 好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旭东听到身后病床上 林小雅的声音 他回过头 就见到郭宇坐在床边 林小雅躺在病床上 侧着脸看着他 眼神里面有恐惧有无涂 这种眼神 与之前王旭东 去救他的时候的眼神一样 王旭东有些尴尬地 看了眼郭宇 毕竟 林小雅已经十八岁的姑娘 人家母亲坐在那 自己要去抱她 这显然不合适 但是 看着林小雅的眼神 王旭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走到床边 坐在床头 伸手抱住了林小雅 林小雅把自己的头 承在了王旭东的腿上面 手还伸出来 紧紧地握住王旭东的手 只有这样 他才能感受到安全 只有这样 他的内心才能踏实 郭宇看着自己女儿的眼泪 忍不住地再次泪眼磨 王旭东 王旭东从旁边床头上 拿出纸巾递给了郭宇 他很少见到郭宇哭 不管什么时候 郭宇都是一副从容的样子 但是这一次 郭宇在他面前 露出了最为平常的一面 一个平凡母亲的样子 谢谢 郭宇对王旭东点头示意 然后接过了王旭东 递过来的纸巾擦拭着 然后轻轻地 把被子替林小雅盖上 这个轻微的动作 却包含了一个母亲 对自己孩子最深沉的爱 王旭东和郭宇两个人 都没有说话 因为考虑到林小雅的情绪 没多久 就听到郭宇对王旭东说道 他睡着了 王旭东低头一看 林小雅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已经趴在他的腿上睡了过去 睡得很安静 这一夜 他内心的折磨恐惧 让他内心的疲惫 远超身体的疲惫 所以这么快就睡了过去 王旭东精精地移动身子 把林小雅放在了床上躺好 郭宇过去 替林小雅盖被子 看着郭宇忙着 王旭东便走了出去 在病房外面的走廊椅子上坐下 抽着烟 这一夜 他也很累 没几分钟 郭宇也出来了 谢谢你 旭东 如果不是你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是我女儿 我唯一的亲人 如果他要是有什么事 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我可能也活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 郭宇眼眶再次红了 再坚强的人也会哭 只是没有到伤心处吧 一切都过去了 已经没事了 王旭东安慰着郭宇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 谢我就不用了 以后遇到这些事情 你早些给我打电话 王旭东微微笑了笑说着 郭宇听到这儿 也笑了笑 眼光再次回到了病房里 这个孩子 这次是遭了大罪了 都是我这个当娘的 没做好 也不知道会不会 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 我看他的精神啊 非常不好 郭宇担心着 不用担心 睡一觉就会好很多了 他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人都要成长的 谁的成长路上 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跌跌撞撞 摔得越多越重 以后的路就会走得更晚 或许经历了这一次 对他以后的人生 会有帮助也不一定 不过郭姐 以后还是需要 做好身边人的安保工作 你毕竟 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有句古话说得好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人得到了一些东西 就一定会失去 另外一些东西 你有着我们普通老百姓 一辈子都没有的物质生活 但是也就有可能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所以以后还是牺牲一下自由 加强你和小雅身边的 安保力量吧 因为谁也不可能保证 以后这样的事情 还会不会发生 这个世界上 肯定是好人多 但是坏人 永远也不可能死绝 我知道 对于安保力量 我一直都在意的 只是小雅一直不愿意 身边有人跟着 这么多年 也没给他配保镖 一直也没发生什么事 我也就懈怠 都是我的错 郭宇点头 徐东 你是我们母女生命里的贵人 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帮了我们母女太多次了 如果没有你的出现 我真的不敢想象会是什么结果 郭宇忍不住叹息着 佛教中说 前世种下的因 这辈子结得过 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 是你上辈子吉的功德 即使没有我出现 也一样会平安无事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 这个不像你 我谁都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王旭东哈哈大笑着 两个人正说着 就见到了张晓云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好几个警察 张警官 谢谢你们 辛苦了 郭宇看到张晓云走了过来 连忙站了起来 伸出手 与张晓云握手之邪 不用谢我们 我们是人民警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 我们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整个案子 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破的 你女儿也是他一个人 单枪匹马冲进去 杀了绑匪 把你女儿救出来的 所以 要谢你就谢他 张晓云看了眼 王旭东厚道 他我自然要谢 你们我也要谢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 光凭许东一个人 也救不出我女儿 张警官 我能为你们刑警队 做些什么 郭宇问着 什么都不用 我们是人民警察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不需要谢 那这样吧 张队长 我看到了你停在 我家外面的车 都有些旧了 这样吧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你们刑警队 捐赠几辆公车吧 另外 你看看你们在破案的设备上 有没有什么缺少的 高端设备 我去购买 然后捐赠给你们 设备先进了 你们的破案能力 和破案率 也都上去了 这也是为我们 老百姓造福 你看如何 郭宇想了想 对张晓云道 张晓云看着郭宇 随后叫道 郭总的好意 我没办法拒绝 我代表我们刑警队 和所有东海市的老百姓 感谢郭总的慷慨解囊 实话是说 有好几套国外生产的 高端的设备 我们垂涎很久了 好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 我会让人去刑警队 找张队找你的 郭总再次与张晓云握手 那就让你破费了 你女儿呢 一切都还好吧 没有受伤吧 张晓云问着郭总 但是最后 却是看着王旭东 没事 没有受伤 但是惊吓过度 情绪和心理方面 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刚刚睡着 你是来找他做笔录的吧 王旭东点点头问道 嗯 这是必要程序 他是当事人 这个程序一定要走 不过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在这里等着 等到郭总女儿醒来之后 再进去问话吧 其实没什么 就是让他把整个 案发的过程给说一下 我们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来结案 检察院和法院都是需要的 而这边呢 王旭东 你也必须要录一份 整个过程都要 我也要 你不是从头到尾 都跟我在一起的吗 你还要问我 我也要写材料啊 你是你 我是我 能一样吗 这是程序 好吧 那你就帮我带路带说了吧 反正过程 你比我还清楚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你 行行行 你是大爷 他的笔录 你对照着我写的材料去抄 自己去写吧 张晓云 转脸 被身后的民警说着 案子 这么快就破了 这有什么好不破的 三个绑匪 你杀了两个 剩一个抓回去 什么都交代了 你判断的没错 主谋就是最后 你手下流行没杀的那个 这个人就是我之前 对你们说过的那个 贫困家庭的 女同学的哥哥 张晓云点头说着 比二百五十几 据罪犯自己交代 他家有四口人 他是哥哥 有个比他小七岁的妹妹 他从小就不学好 初中毕业就在社会上混 早几年因为抢劫 被抓进去了 今年年初才放回来 放出来之后 依旧不学好 整天依旧在社会上 与一群流氓混混在一起 不务正业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家里本来条件就不好 更没钱给他挥霍 他就开始打起了歪主意 一个多月以前 有次他在上学的妹妹 跟他说起过 说是著名的企业家 大富翁华海集团董事长 郭玉的女儿 跟他在一个班读书 他顿时就觉得 发财的机会来了 他就开始逼问他妹妹 关于林小雅的一些情况 因为他妹妹 也是坐地铁回家 所以有几次 都是与林小雅 一起从班级里出来 去地铁口坐地铁的 他都把这些情况 告诉了他哥哥 这个人就知道了 林小雅身边没有保镖 而且回家的路线是什么 加之他妹妹 与林小雅一个班 所以对于林小雅 放假的时间安排很清楚 这期间 他还特意去过学校两次 以看望他妹妹为由 去了教室 去了他们班 目的不是看他妹妹 而是去看林小雅 就是为了看清楚 林小雅的模样长相 为了实施这次的绑架案 做成功 他一直没等到学校放假 所以就一直等到了昨天 昨天因为高考放假 他才觉得机会来了 提前就在一起 与社会上混的 两个所谓的铁哥们 一起来实施这个绑架案 关于这个绑架案 他们三个人谋划了很久 那辆车是他其中一个哥们 从亲戚家借来的 他们提前请人 做了一副假车牌 在案发之前 就把车牌换上 开了出去 绑架的地点 也是早就已经 踩好了点的 就是那个工地附近 他们把车 提前开到了工地边 马路边上 其中一个人 坐在车上 随时准备开车走 另外一个 就站在车边的路边 等着林小雅 走到这儿的时候 就动手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人自己 负责在学校门口 盯烧林小雅 就是我们视频当中 看到在学校门口 跟踪林小雅的那人 他看到林小雅 从学校出来之后 就跟在后面 并且打电话 提醒前面的人 准备动手 然后等到林小雅 走到车边的时候 那个站在路边的人 一下子就抱住林小雅 他从身后发力 两个人一起 以极快的速度 把林小雅 给推进了车里面 然后关上车门 司机马上 就把车给开了出去 林小雅根本 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抓上了车 抓住了林小雅之后 他们就开车逃跑 逃跑的路线 是早就设定好的 包括最后的选址 和离开环线的位置 就是考虑到了 那个地方岔路多 即使警察能够跟踪到那 也查不到是哪条路 那个造纸厂 是其中一哥们的姑父的 他姑父很多年前 就在这里 开设了一个造纸厂 他那时候经常来这儿玩 对这一代很熟悉 觉得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绑架 后来他姑父 因为一些原因 这个造纸厂没开了 就一直闲置荒废在这儿 也没人住 根本平时就没人来 所以他们就把这儿 定为了层溺地点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 其他的事你自己也知道了 就不说了 不得不说 这几个人还是有点头脑的 整个作案的过程 布置得的确很隐秘 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他们研究了很久 估计电影电视也没少看 有一些反侦察能力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单凭我们 可能这个案子不那么好破 也不一定能完好无恙地 救出林小雅 但是也算他们点背 碰上了你 什么都不用 仅凭一双眼睛 一个脑袋 就找到了他们 张晓云说到这儿 也忍不住笑了笑 黄旭东 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你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找 为什么那些常人 不可能想到的问题 你都可以想得到 没办法 电话生得好 天生就这么聪明 黄旭东很是 恬不知耻地说着 旁边的郭宇 听过之后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唉 经过了这次 你在我们刑警队 已经是名人了 不仅仅是这一次 前后几次加起来 所有人都把你奉为神灵 前几次你还隐瞒着 只在我面前表现 而这次 你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展现了你的破案能力 所以啊 把他们给崇拜了 现在全部传开了 整个刑警队都知道你 你在他们心里啊 那就是柯南 我是中国人 不是鬼子 张晓云留下两个民警 在这儿等着林小雅 醒来做笔录 自己就离开 要不你回去休息吧 你辛苦了一晚上了 国宇看着 王许东黑黑的眼眶 心疼地问着 算了 我还是在这守着吧 我怕他万一 醒来了找我 国宇明白 王许东说的是什么 也是 他受了很大的惊吓 他 他需要你 郭宇点头 这个话题 由他们两个身份之间了起 就显得很尴尬 如果不出这个事 小雅现在正在考场里面参加高考呢 郭宇叹息了一声 今天是高考日 如果不是昨天晚上恰巧发生了这个事 林小雅现在正在参加高考 这个决定了人一辈子的命运 全国上下都极度重视的考试 王许东也才想起这个事情来 也有些遗憾的道 是啊 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天才人火 有时候不是人能够预料的 高考今年没考成 明年可以再考 只要人平安就好 这才是最关键的 是啊 其实高不高考 考不考得上大学 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参加高考 能够上大学 不是说需要这个学历 我是希望他能够有这种经历 参加高考的经历 对人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而上大学 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多学点知识 能够在大学 这个半社会 半学校的环境中历练 这对于他以后进入社会 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没经历过高考 没考上过大学的人生 显然是不完整的 只不过 经历了这件事这么一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再参加高考 再上大学 就要再复读一年 你他的性子 不太可能会接受 再复读一年这个事 郭玉想到这儿有些惆怅 你知道吗 小雅其实非常厉害 是个天才 他天生就是一个念书的料 高中三年 他前面几乎就没有完全学过 可这才半年时间 你知道几个给他补课的老师 怎么说吗 他们告诉我 以他现在的能力 只要能够好好发挥 是有希望考到一个不错的学校的 可是现在 有时候想想 对他是挺不公平的 随后 郭玉又笑着说道 不过 其实只要他能够平安无事 就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这些事都是小事 考不高考 上不上大学 这其实不是关键 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固然是好事 不能上大学 或者是考不上 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人生的路千万条 从来就没有谁规定 只能走其中一条路 走到黑的 最关键的是 他对自己的人生 有正确的认识 对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认真的态度 我觉得 这就足矣了 对 你说得很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郭玉点头着 正说着 就听到了病房里 传浪了林小雅的声音 王旭东 妈 你们在哪里啊 听到林小雅的声音 王旭东和郭玉 连忙跑了进去 他们进去 就见到林小雅 坐在床上喊着 眼神里有些慌乱 小雅 你醒了呀 告诉妈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吗 郭玉走过来 抱住林小雅问着 没有 妈 我很好 我没事 我 我 我就是有些怕 我 我脑子里总会出现 那些人的影子 王旭东 你别走好不好 我怕 你别走 林小雅说着 用祈求的眼神 看着王旭东 我没有走啊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 没事的 他们已经被抓了 你放心 他们这辈子再也出不来了 在监狱里面了 王旭东只能安慰着林小雅 他能够感受到林小雅内心的恐惧 当然 这种恐惧 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 没事的 小雅 没事的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当是个梦 是一个噩梦 以后妈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再也不会了 看到自己女儿所受到的惊吓 郭宇非常的自责 妈 今天高考 今天高考 不 我要去考试 我要去参加高考 林小雅忽然之间想起了这个事 一下子推开了郭宇 然后就掀开被子 连忙准备下床 算了 小雅 不去了 不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参加高考 我要去 林小雅就像中了魔咒一样 你冷静点 林小雅 王旭东一把拉住了林小雅 说道 现在都已经十一点了 即使你现在赶过去 第一课都快要考完了 而且 即使你现在赶过去 超过了时间 谁也不可能让你进考场的 没关系 错过了今年的高考 还有明年的不是 换句话说 即使不高考也没关系 没有谁规定 每个人必须高考 必须上大学呀 不 我要高考 我一定要考上东海大学 王旭东 我答应过你的 我也跟你打过赌的 我说过了 我一定要考上东海大学 我会让你刮目相看 我会让你看到 我有多么的优秀 我要让你爱上我 林小雅用坚定的眼神 对王旭东说着 林小雅说完之后 王旭东沉默 郭玉也沉默 好 不管你为了什么 这都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打算 再复赌一年吧 明年再来 好不好 不 第一课雨我没考上 五下我去考 我考三门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去试试 即使考不上 我也要复赌 我明年一定要考上 林小雅整个人都冷静了下来 眼眶里面含着泪水 错过了高考 对于她来说 同样是一个打击 好 先这样 小雅 外面警察一直在等 等一下他们进来 给你做个笔录 你把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 跟他们说一遍就可以了 这是正常程序 王旭东对林小雅道 我 你不能走 好 我不走 接着 王旭东陪着林小雅 就在病房里面做了个笔录 再之后 林小雅就出院了 与郭玉一起回了家 王旭东想去 但是被林小雅给拉住了 她还处于恐惧当中 时时刻刻拉着王旭东 只有王旭东在 她的内心才能安稳 王旭东在郭玉家吃中午饭 吃完中午饭 王旭东就准备离开 从昨天到现在 她还没有闭一下眼界 就在王旭东准备离开的时候 林小雅走到王旭东的面前 拦住了王旭东 怎么了 我要去考试 虽然缺了一课 我知道不可能再考上东海大学 但是 我还是想去试一试 林小雅对王旭东道 好 我支持你 你陪我去 林小雅道 我 我还是有些怕 我怕见到人 我怕见到陌生人 见到陌生人 我就会觉得恐惧 我就 所以我不敢出门 只有你在我才会好一点 但是 即使我陪你去 我也不可能进了考场陪你啊 你就站在学校外面 我知道你在外面 我也会心安一些 你陪我去 好不好 我不想失去这么一次机会 林小雅求着王旭东 好 我陪你去 你等我 我去拿考试工具和准考证 林小雅说着 就回房间 拿了考试用品 和王旭东一起出门 外面 郭宇已经给林小雅安排了新的安保力量 一辆奔驰的高端商务车 王旭东和林小雅坐进去之后 跟着进来了三个保镖 还有一个司机 可见这次事情是彻底吓到了郭宇了 王旭东亲自送林小雅去了学校 去参加高考 一直等到林小雅走进学校 走进了考场 他才离开 他没有在考场外面等着 而是自己打了个出租车 去了昨天晚上案发的地方 到那儿的时候 那边 整一片的案发地点 全部被警方给封锁了 很多警车还停在那儿 显然因为发生了绑架案 还死了人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王旭东去那儿找到了自己的面包车 自己的面包车 也被警方给扣留在那儿 王旭东最后给张晓云打了个电话 张晓云亲自打电话通知现场的警察 才让王旭东 把自己的面包车给开走 王旭东开着自己的面包车 回到了学校 等待着林小雅放学 他答应了林小雅 要在外面陪他高考 所以 他就把面包车停在了学校门口 自己躺在了面包车上睡觉 而旁边 就停着郭宇为林小雅专门配置的 那辆高端的奔驰商务车 车里面坐着一个司机和三个保镖 据说三个保镖 都是特种兵退伍 是从某安保公司花高价请来的 对于退伍特种兵这个说法 王旭东只能表示和和 不过 这几个保镖个人的格斗技能 一个打上三四个普通人 应该问题不大 对于林小雅和郭宇来说 这一天一夜是人生当中最为黑暗痛苦的一天一夜 但是对于王旭东来说 却算不上 见惯了生死的她 早已经习以为常 林小雅参加了两天高考 王旭东因为林小雅这次绑架案的心理阴影 全程相陪 直到高考完 感觉林小雅心态和情绪有所恢复 她才专心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继续作协 耽误了整整两天时间 本来时间紧迫的她 需要多加很多天班 熬好几个夜 才能把这些工作给追回来 而林小雅在这之后 也没来找王旭东 据说 在高考完的第二天 她又重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 她打算复读 她的目标只有一个 考上东海大学 就像她说的那样 她要向王旭东证明自己 她知道王旭东不爱她 所以她要向王旭东证明 她的优秀 她要让自己变得非常优秀 优秀到王旭东自己爱上她 去追求她 心可心那天对她说的话 她一直都记在心底 王旭东的生活 再次恢复了平静 非常非常的平静 便利装修早就做完了 比杂志钱 还要更加的精美 对于王旭东的生活来说 每天早起 然后戴着帽子 沿着马路跑 跑十公里 然后再折返回来十公里 一个早上 跑二十公里 对于别人来说 是相当于马拉松式的强度 但是 对于王旭东来说 这只是 最为低级的训练 甚至于训练都算不上 最多 这能算是锻炼身体吧 跑完步 就在附近一个老大娘那儿 吃了早餐 她每天早上 都在这儿吃早餐 早餐就那几样 稀饭 馒头 包子 豆浆 油条 别人特别嫌弃 觉得特别不卫生的东西 王旭东 却吃得津津有味 每天如此 吃完早餐 开着自己的面包车 去店里上班 中餐 是店里服务员叫的外卖 与两个服务员 一起在店里吃 当然 钱是他服务 一般 下午五六点 他会结束一天的工作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比如上次那个 BB做鞋的情况 他会选择加班 不加班的话 他会开着面包车回家 去附近的菜市场 或者超市 买点菜 自己回家做个晚餐 吃完晚餐 看会儿电视 然后 也会在电脑前面学习 学习怎么做鞋 怎么去做设计 基本上 晚上十点左右会睡觉 他的生活就如此 平静的 连他自己都害怕 但是 他却逐渐 学会去享受这种生活 秦可欣 基本上彻底 从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了 虽然 王旭东总是会想起他 经常经常想 但是 消失了 就是消失了 王旭东失去了 秦可欣所有的联系方式 他可以去燕京去找他 但是 他却没有这么做 他喜欢秦可欣 这点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他也愿意与秦可欣 在一起生活 但是 他却无法违背 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在爱着秦可欣的同时 他也爱着苏晚期 他心里很明白 从酒店遇到苏晚期的那一刻 他实际上已经在自己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感情这东西 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 不是理智所能控制的 不是说 你想爱就可以爱 也不是说 你不爱就可以不爱 更不是说 你心里说爱一个人 就只能爱一个人 感情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 也就是因为这 秦可欣选择与他断绝关系 既然不能在一起 那就不如选择忘记 不去打扰 这对彼此都好 而苏晚期 似乎也几乎从 王许东的生命当中消失了 苏晚期刻意地 回避着王许东 躲避着王许东 秦可欣在的时候躲避 秦可欣走了也在躲避 而且躲避得更加彻底 王许东不知道 苏晚期为什么躲避 但是他尊重 苏晚期的选择 对于王许东来说 人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人的行为 是可以控制的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自己这一辈子 要与哪个女人 在一起生活 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这辈子 会与一个女人 在一起生活 林小雅拼了命地 在念书 偶尔去一次王许东的店里 也不干嘛 就是看王许东做些 与王许东说话 他对于王许东的爱 是直白的 是毫不隐藏 也毫无保留的 但是现在他远比 之前成熟理智 他知道 自己应该做什么 该做些什么 所以 每次在王许东这儿 他只待一下 就会离开 继续去学习 而另外一个 偶尔来王许东店里的 则是张晓云 张晓云每次来 都不是特意的 但是 每次开车路过这附近 他都会开车来 王许东店里 坐在那儿 会跟王许东 和他最近碰到的 棘手的案子 会让王许东 帮他分析分析案子 大部分之后 王许东都不会说话 直到张晓云 骂着王许东离开 这就是王许东 全部的生活 对于他来说 这种平静的生活 原本就是他所追求 所以 他享受这种生活 这天下班 两个服务员 把店里所有的卫生 都打扫了之后离开 王许东 是最后离开 王许东正在那儿 锁大门的时候 感觉身后有车响声 王许东回头 有些惊讶地 看着苏婉吉 从车上下来 王许东就站在门口 等着苏婉吉下来 苏婉吉从车上下来 就站在车边 看着王许东 两个人对视着 两个人似乎都可以 从对方的眼神里面 看懂对方的心 虽然 两个人都没有 开口说话 你们董事会开了 已经宣布 你成为继承人了吗 王许东走过去了两步 走到了苏婉吉 面前问着 苏婉吉明白 王许东话里的意思 摇了摇头道 还没有 还没这么快 那你今天来这儿 请你吃饭 苏婉吉道 请我吃饭 为什么 王许东有些诧异 因为这段时间 苏婉吉 一直都在刻意地躲避他 这忽然之间来找他 请他吃饭 这让他有些惊讶 你是不是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苏婉吉问着 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吧 不过年也不过节的 王许东绞尽脑汁想了想 也没想出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 苏婉吉无奈地摇头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生日 忘得一干二净的 生日 王许东疑惑了一下 仔细算了算日子 好像今天 的确是他的生日 哎哟 好像今天的确是我生日啊 王许东笑了笑 你这个人 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过得连自己的生日 都给忘了 走吧 苏婉吉给了王许东 一个无可奈何的眼神 然后自己打开车门 上了自己的车 王许东看着苏婉吉 微微笑了笑 没有去上苏婉吉的车 而是上了自己的面包车 苏婉吉本来停在那 等着王许东上他的车 但是却见到王许东 最后上了自己的面包车 心情有些复杂 不过最后 还是率先把车开了出去 王许东开着车 跟在了苏婉吉的车后 苏婉吉的车 最后停在了一家 大饭店的停车场 王许东跟着把车 停在了苏婉吉车的旁边 两个人都下了车 就我们两个又没有别人 用不着来这种大饭店吧 是不是太浪费了 王许东下车后 看了看完车 今天是我求你吃饭 你能不能不要说 这些扫兴的话 苏婉吉有些不悦地 对王许东说着 然后率先往电梯里走去 我这张嘴啊 看来真的是嘴贱 有的免费地吃 还那么多话 王许东苦笑地骂着自己 只故意骂给前面 苏婉吉听的 两个人坐着电梯 来到了饭店大堂 预定了的 我姓苏 苏婉吉直接对迎过来 准备打招呼的服务员 请 萧萧哥 服务员热情地 引领着两个人 往一个包间而去 外面 富里堂皇的大饭店 但是 整个包间 却装修得古风古运 从名字就能听出来 其实 挺有意境 同时也说明了 这里物价肯定不便宜 包间不算太大 但是 很应景 靠着窗 放着一张圆木桌 椅子 也是防鼓 里面 还有平风隔断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穿越了一样 其实 这种风格 与王旭东的店里的风格 有些相似 两个人刚走进去 就走进来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 都穿着汉服 一个走到角落里的 鼓针前面坐下 最后 便抬手 开始弹了起来 王旭东瞪大了眼睛看着 之前一直没有注意 这里还有鼓针在 这个汉服乐手进来后 开始弹 他才注意到 他这辈子 其实高档的地方 也去过很多次 国内国外 吃饭身边有人伴奏 次数也不少 见过大提琴 小提琴 见过钢琴 其他现场演唱 也见过 但是 唯独第一次 见到吃饭的时候 身边有个曼妙的 身着汉服的女人 在这弹奏鼓针 另外一个汉服女子 便走到了桌子边 开始熟练的炮茶 但是 展示的是茶道 看到这儿 王旭东苦笑着 这一切 肯定是苏婉吉之前 就安排好的 特意为他安排 我在想 在这样的场景里面 我跟你说话 是不是应该用文言文 说现代话 是不是显得很不合时宜啊 王旭东笑着问苏婉吉 苏婉吉没有理会 王旭东的打句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性格 有着强烈的民族情节 而且还有些 愤青较真的性格 在你的眼里 中国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其他的国家的东西 都是糟粕 我要请你去西餐厅 法餐厅那些 你肯定不乐意 所以我请你来这儿 纯忠实 我想这应该合你的口味 你这也太忠实了一些吧 不过我很喜欢 谢谢你 王旭东笑了笑说着 心里是有些感动 以苏婉吉的性格 肯定不会太喜欢 这种情调 苏婉吉喜欢的是 西式的现代贵族生活 之所以选择在这儿 显然是为了王旭东 正说着 又见到一众 穿着汉服的护物员 端着菜进来 全是最为地道的东海菜 我知道我说出来扫兴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得说一句 点得太多了 两个人 吃八个菜一个汤 这里这只大包吗 王旭东看着一桌子 满满当当的菜 再也忍不住地问着 吃吧 喝酒吗 苏婉吉问着王旭东 酒就算了吧 你不喜欢喝酒 其实我也不喜欢 就这么喝茶 吃饭挺好 最主要是 咱们俩都开着车 王旭东摇头 也没客气 拿起筷子 就开始吃了起来 生日快乐 苏婉吉举起了茶杯 对王旭东道 生不生日的无所谓 但是今天谢谢你 我很快乐 希望你也一样 能够过得快乐一些 轻松一些 王旭东看了眼苏婉吉 也端着茶杯 与苏婉吉碰了一下 意思了一下 苏婉吉知道 王旭东话里的意思 我现在很快乐 也很轻松 苏婉吉放下了茶杯后道 那就最好了 王旭东点头 没再说什么 你 上次说你去了燕京 苏婉吉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开口问了 王旭东 是的 去了 见到他了吗 见了 和好了吗 苏婉吉急切地问着 王旭东没有立刻回答 苏婉吉 就这么看着苏婉吉 苏婉吉看着王旭东 只是急切地想从王旭东嘴里 听到答案 见到王旭东不回答 却盯着他看 有些脸不 也有些生气 你倒是说话呀 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这个答案 王旭东淡淡地问着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当然想知道 你是我朋友 虽然可信不认我这个姐妹了 但是她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姐妹 苏婉吉回答着 有道理 王旭东点头 接着又笑了笑问着 那你是希望我跟他和好 还是不跟他和好 苏婉吉一下子愣住了 待在那儿 看了眼王旭东 然后又慌乱地移开了眼神 然后说道 我当然是希望你们俩好 我刚刚就说 你是我的朋友 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我希望你们俩个幸福 而且 你们俩是因为我才分开的 我很希望你们俩能重新在一起 王旭东看着苏婉吉 几秒钟之后 才淡淡地说道 那不好意思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没和好 苏婉吉皱美 其实根本就没有 和不和好这么一说啊 我与可信 本身就从来没有在一起过 没有正是在一起过吧 王旭东想说没在一起过 但是又觉得不合适 最后只能说没有正是在一起过 他有这种感觉 秦可欣也同样有这种感觉 因为从头到尾 王旭东没有对秦可欣说过一句 让他做他女朋友 第252集 你没跟他解释吗 他是爱你的呀 我非常清楚他有多爱你 只要你跟他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他一定会原谅你 会跟你重新在一起的 你 你是不是没解释呀 苏婉吉有些急了 看着苏婉吉着急的样子 王旭东笑了笑 大口吃着菜 这件事情 与解释不解释 根本就没有关系 如果真能在一起 绝不会因为一个误会 就能分开的 不能在一起 解释得再清楚也没有用 我跟他之间的问题 不在解释这件事上 王旭东摇头说了 那在什么身上 我弄不明白 你们俩之前 一直不都是挺好的吗 不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才分开的吗 你们俩之间 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有 什么问题啊 你 王旭东没有抬头 大快地夹着菜 一边吃着 一边平静地倒 我 对 你啊 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说了吗 你跟他解释清楚 咱们俩是假结婚 我们俩其实什么都没有的 苏婉琪再次急了 她认为我心里爱着你 她不能接受 一个心里面 还有别的女人的男人 王旭东平静地说着 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随后又倒 这里的菜味道挺好的 不错 王旭东是非常的平静 但是苏婉琪 在听过王旭东的这句话之后 却无法再平静 呆呆地看着王旭东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你要跟他解释清楚啊 他还是误会 你跟他说 你心里没我 我们俩就是一笔交易 签了合同的 你可以给他看合同 这不是个误会 王旭东打断了苏婉琪的话 淡淡地道 我 你 什么意思啊 苏婉琪瞪大了眼睛 看着王旭东 一下子没回过神来 所以 他让我不要再去打扰他 这样对彼此都好 我想也是 王旭东接着说着 没有回答苏婉琪的话 你刚刚那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 这不是个误会 苏婉琪还陷在那句话里面 逼问着王旭东 你爸身体还好吗 王旭东还是没有理会苏婉琪问的话 直接换了个完全不沾边的话题 问着苏婉琪 我爸身体最近不是太好 说是肺部有问题 一直在吃药身体没有以前好 可能 年纪大了 想起了自己父亲 苏婉琪叹息了一声 没有再去纠结那个问题 等到月底了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谢谢 你还是在给杨明远当助理 是 杨叔是总经理 我是总经理助理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说是助理 这个职位其实类似于副总吧 协助总经理工作的副总 当然杨叔教了我很多东西 他是个让人佩服的人 无论是才能还是人品 都是 苏婉琪说起杨明远来 是非常尊敬和崇拜 他除了教你 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什么事吗 王旭东进一步地问着 你什么意思 苏婉琪皱了皱眉头 看着王旭东 没什么 我就随便这么一问 吃饭吧 王旭东看着苏婉琪皱起了眉头 摇了摇头说着 苏婉琪觉得王旭东 今天说的话都很奇怪 完全弄不明白 王旭东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边吃着饭 一边在思考着 王旭东刚刚说的话 包括前面那句 不是我 和这句问杨明远 有没有对他做过 其他什么事 两个人之间的谈话 算不上愉快 而且气氛也很尴尬 似乎两个人坐在一起 有种莫名的尴尬 两个人好像都在刻意地 回避一些问题 吃完饭之后 王旭东离开 苏婉琪也一起离开 两个人从地下停车场 把车开出来 这次是王旭东的车 开在了前面 苏婉琪的车 跟在了王旭东的车 后面开出来 一边开着车 苏婉琪脑子里面 还在想着 王旭东刚刚在饭桌上 说的那些话 而就在苏婉琪脑子里面 想着这些话 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忽然之间 就见到王旭东的车 不知道因为什么 突然被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的 两个交警 给拦停了 拦的位置 就在饭店出口位置 几乎就是 王旭东的车 刚开上大马路 就被两个交警 给拦停了下 苏婉琪觉得 有些莫名其妙 王旭东 更觉得莫名其妙 他开着车 刚从地下停车场出来 转过饭店的路口 刚开上大马路 就被一直守在这里的 两个交警 给伸手示意 给拦停了下来 也没有见 摄卡拦车 在他之前出去的车 他们都没有伸手 唯独到了他的车 就被拦住 所以王旭东 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 交警查车 查酒驾 这是很正常的事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 刚刚晚饭后的时间 交警查酒驾 不都是集中 在这个时间段吗 王旭东按照指示 把车给停下 摇下车传问道 警察同志 什么事 理性检查 注释一下 你的驾驶证和行驶证 另外 把车锁打开 我要检查一下你的车 一个交警 对王旭东说着 而就在这个交警 对王旭东说话的时候 另外一个交警 走到了后门边 还要查车 王旭东疑惑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问题 这也算是 常规操作吧 把车锁打开 然后就从身上 去掏驾驶证和行驶证 而这个时候 后面的交警 也拉开了 王旭东的车门 拿着手电筒 在王旭东的车里照着 像真的是在查 违禁物品 王旭东 嗯 对 没错 交警拿着 王旭东的驾驶证 看了看 然后说着 什么没错 王旭东给弄糊涂 我说你的驾驶证 没有问题 喝酒了吗 没有 酒驾是违法的 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看这边 张嘴 吹气 交警又拿出仪器 对着王旭东的嘴道 王旭东对着仪器 吹了一口 没检测到 是不是这个仪器 有问题啊 老王 你来给他测一下 我去检查一下车子 这名交警 拿着仪器看着 然后对一直在 王旭东车后面 检查的那个交警 说着 什么意思啊 这 王旭东皱起了眉头 觉得怎么这么的奇怪 然后两个交警 交换了一下位置 前面的交警 去了车后 车后面的交警 来到了王旭东的面前 给王旭东 继续吹酒驾仪器 王旭东细心地 留意到一点 两个交警 现在站在 王旭东面前的 这个交警 是没有佩戴 执法记录仪的 而后面的那个 之前给王旭东 吹气的 则一直都是 佩戴着 执法记录仪的 哎 再吹一个 这个交警 冷冷地看着王旭东 然后再次 把酒精检测仪 递向王旭东 苏晚旗的车 就停在 王旭东的车后面 他在看着 是怎么回事 当然 他是没什么 他好担心的 王旭东又没有喝酒 不过 见到这些交警 在这弄了这么久 而且 还有交警 上了他的车 他觉得 怪怪的 莫名其妙 就在 王旭东 再次吹气的时候 突然听到 后面的交警 在那喊着 这是什么 发现可以误品 有可能是毒品 后面的交警一喊 前面的交警 立即如临大敌 一下子后退两过 然后 从腰里 拔出警棍 立即指着 王旭东 大声呵斥着 举起手来 下车 快 什么这是 王旭东愣了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个 怎么回事 大队大队 呼叫支援 呼叫支援 这里发现一辆车 里面涉嫌夹带 大量 疑似毒品 赶紧支援 后面的交警 对着船呼机 大声喊着 然后也走了过来 拿出警棍 指着王旭东 一副紧张的样子 毒品 王旭东紧锁了 眉头 下车 听到没有 警告你 再不下车 我们要将对你 进行强制措施 一个交警 非常嚣张地 直接拿出警棍 砸着王旭东的车门 交警的大声喝止 让很多边上路过的人 都围观看着 王旭东皱紧了眉头 打开车门 走了下来 对交警到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哪来的毒品 我车里连面粉都没有 手举起来 趴在车上 快点 王旭东冷冷地 看着这两个交警 但是并没有反抗 很配合地 转过身 举起手 趴在自己的面包车上 这是一个交警 用警棍指着王旭东 防备着 另外一个交警 上去搜王旭东的事 苏婉吉终于感觉到了 情况不对 连忙把车吸火 打开车门 走了下来 对交警道 警察同志 怎么回事啊 这是 不关你的事 赶紧让开 我们在执行任务 苏婉吉看着举着手 趴在车上的王旭东 咬着牙继续对交警道 怎么不关我的事 他 他是我丈夫 交警也微微侧慕地 看着苏婉吉 疑惑了一句 你老公 对 要不要看结婚证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 他到底干了什么 你们要这样对他 苏婉吉很不舒服地问他 我们在你丈夫的车里 发现了大量一次 毒品的物品 什么 毒品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 苏婉吉瞪大了 不可置信的眼睛 一连串 问了好几个问题 身上没东西 一个交警搜查完了之后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苏婉吉连忙问着 这里是执法记录仪 我现在问你 这包东西是不是你的 交警指了指 自己头上的执法记录仪 然后问着王旭东 王旭东顺着交警手指的方向 果然见到了自己面包车的后座底下 有一个白色塑料袋在那 不是我的 王旭东回答得很肯定 他的车里面 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东西 你还狡辩是不是 不是你的是谁的 好 那我再来问你 这车是不是你的 车是我的 王旭东点头 然后接着说道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十个有九个都不会承认 这个是自己的 不过证据摆在这 由不得你不承认 交警说着 伸手从座位底下 把这一袋子白色的塑料袋 给拿了出来 他是戴着白色的手套的 看清楚了 这个是不是你的 交警直接把这一袋东西 递给了王旭东 让王旭东看着 王旭东接过这一袋东西 仔细地看着 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 放着很多一小包一小包 白色粉末状东西 另外还有一些是精壮的 犹如冰糖一样的东西 看到这些东西 王旭东脑子里面就明白 这是什么东西了 不是我的 我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哦 不是你的 那这些东西 你怎么解释 当然 你也不需要向我们解释 他会说明一切的 交警指了指 自己头上的执法纪录仪 最后 来了几辆警车 一下子下来了五六个 全部是交警 一下子 就把王旭东给团团围住 然后上来几个人 就把王旭东给压住 控制住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有毒品 王旭东 你为什么会有毒品 这一切苏婉吉都看到 他无法理解地望着王旭东 望着好几个被警察 给反手压住的王旭东 王旭东看了看苏婉吉 笑了笑说道 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好了 没事了 一场误会而已 你先回去吧 不用管我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婉吉显然是相信 王旭东的话的 他绝不相信王旭东 是个会有毒品的人 不管是吸毒 还是贩毒 都不可能 最后 警笛呜呜地响着 又来了几辆警车 从车上下来的是 派出所的民警 一下来 就拿出手枪 派出所民警 与交警负责人 沟通了一下 然后就来人 直接用枪 对着王旭东 拿出手铐 把王旭东给铐走 带上了警车 在被带上手铐 押上警车之后 王旭东脑子 一直都是乱 他也没有明白 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在警车上 他认真地思考着 这一切 好像大概 悟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嘴角冷冷地笑着 苏晚级整个人 都要疯掉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 王旭东 就被直接靠走 押上了警车走 而王旭东的面包车 也被封锁 有专门的警察 在那里 对车辆进行检查拍照 据说 面包车 也要拖走 作为证据全面检查 毒品 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 苏晚级想着 然后拿出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喂 张律师 我是苏晚级 我要请你帮个忙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有个朋友 出了点事 对 很急 好的好的 麻烦你了 苏晚级打完了电话 随后又想拿手机 给自己爸爸打电话 但是最后想了想 还是算 现在事情都还没有弄清楚 打给他也没有用 先把事情给了解清楚了再说 看了看 苏晚级问了那个民警 是哪个派出所的 然后自己开车 也往这个派出所而去 第253集 王徐东并没有在派出所待多久 只是在派出所做了身份登记后 在关押室里面 关押了一下 就又被带走 他被禁毒大队给直接带走了 直接带到了禁毒大队去 听说自己被转移到了禁毒大队 王徐东忍不住笑 他很想知道张晓云看到自己 被关进了禁毒大队时 是个什么感想 因为禁毒大队 是刑警队下舍的机构之一 经侦 刑侦和禁毒 张晓云之前是在刑侦队 后来经过一路生间 从刑侦队长 变成了刑警队的副队长 最后到了刑警队队长 刑警队 其实应该叫做刑事侦察组队 当然 具体到底是什么叫法 以及什么级别 王徐东并不是太清楚 他一个平头百姓 也不需要了解那么多 他只知道大家都这么叫 最主要的是他知道 这个禁毒大队 是在张晓云的领导之下 苏晚期带着律师 赶到派出所的时候 也才知道 王徐东已经被转移走 而且已经确认了 车上的东西就是毒品 他们已经把王徐东的案子 转交给了 是禁毒大队 经过律师帮忙分析 苏晚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他不知道 王徐东的车上 为什么会有毒品的出现 但是他相信 王徐东不可能会与毒品 牵扯上关系 在往刑警队去的路上 苏晚期还是拿出了手机 给张晓云打电话 他手机里面 有张晓云的电话 上次 王徐东去救秦可欣的时候 给了他张晓云的手机号码 王徐东被带到了禁毒队 然后这边就复杂多了 一点都没有对王徐东客气 依旧是做过一系列的登记检查 包括抽血检验 最后王徐东就直接被关在了审讯室里面 手上戴着手铐 坐在了老虎凳上 审讯室里面 有一系列审讯设备 然后走进来两个非常凶的民警 说 毒品哪来的 我不知道 王徐东实话实说 你不知道 你以为你嘴硬就有用吗 我劝你 最好还是老实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老实交代 你的上限是谁 你这些毒品 是从哪里弄来的 又准备卖给谁的 你们咽了血 应该知道我没有吸过毒 我也从来不吸毒 另外 我也不可能犯毒啊 那你那些毒品是从哪来的 你不要告诉我那袋毒品 是别人放在你车上 你不知道是吧 事实的确如此 王徐东点灯 我在警告你 证据已经确凿 交警在搜查你的车的时候 监控设备已经拍得清清楚楚 整个的过程都在 你人赃病祸 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民警正在审讯王徐东的时候 门一下子从外面打开 两个民警都很惊讶地看着打开的门 门打开了之后 就见到张晓云在两个一看就是领导的民警 陪同下走了进来 张队 王队 你们都出去 我有话问他 把所有的监控设备 全部关了 张晓云冷冷地说着 眼睛一直盯着王徐东 王徐东则看着张晓云笑了笑 张晓云在这里说话 自然没有人敢违背 之前还是非常凶的两个审讯的民警 立即变成了小民 拿着手里的文件 又走了出去 小心翼翼地 把门给关上 正要关门的时候 张晓云转脸喊了一句 把他手铐和凳子都给打开 啊 这 什么这呢 人要是跑了我负责 用不着你们承担责任 好好好 民警乖乖地跑过来 把王徐东的手铐和凳子也打开 然后再次小心翼翼地 关上门走了出去 终于舒服了 坐在这个凳子里实在难受 王徐东站了起来 掰了掰手腕 笑着说道 张晓云一直冷冷地看着王徐东 王徐东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办法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王徐东笑了笑 一屁股坐在了张晓云身边的办公桌上 要出烟 放在嘴巴里 准备点上 张晓云愤怒地伸过手 一把抢过王徐东嘴里的烟 扔在了地上 你给我严肃一点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刑警队 这里是审讯室 你以为你自己犯的是小罪吗 你以为是打架都欧 开车抄诉吗 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 你知不知道 私藏毒品 海洛因五百颗 冰毒一千颗 你知道你这样判什么罪吗 不是死刑就是无期 你知道吗 张晓云恨不得上去掐死王徐东 我知道 前面看到那一大袋子 我就知道有这么多了 王徐东平静地点头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有毒品 你哪来的毒品 你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张晓云冷冷地问着 你觉得我像吸毒的人吗 而且前面来就咽过血了 我有吸毒吗 那你哪来的毒品 而且数量巨大 证据确凿 我知道 交警的执法记录仪 完整地拍下了 在我车上搜出毒品的过程 另外 从那包毒品袋子上 还可以提取到 我的指纹信息 这一切 可以足以证明我的罪啊 官方可以定罪 把我送到法院 去进行宣判啊 王徐东点头道 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只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会吸毒吗 王徐东问着张晓云 这个咽血已经证明了 你没吸毒 那好 那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我会去贩毒吗 王徐东继续问着 张晓云停顿了一下 然后回答了 我不相信 苏晚七给我打电话说 你被抓到了 禁毒大队来了 说在你的车上 找到了毒品 我到禁毒大队来了解情况 人家告诉我全部情况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王徐东 如果要钱的话 你要多少钱没 你与苏晚七是夫妻 与郭玉 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你为什么要去贩毒 你也不吸毒 那你为什么会有毒品 我也根本不相信 你王徐东会是这种 你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了 可是 这一切都证据 确凿摆在这 怎么解释 是啊 我没有任何理由贩毒 我更加没有任何可能 去藏这么多毒品在车上 那怎么解释 只有一个解释 有人陷害我 有人要置我于死地 王徐东勾腰 把张晓云前面 扔在地上的烟 给剪了起来 在此放在嘴里 给点上 陷害你 当然是陷害 我自己车里有没有毒品 我自己心里跟明镜一样 张晓云 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你说说看 我先说说具体 是什么情况吧 今天 我过生日 啊 你今天生日 不好意思啊 我 我不知道你今天过生 所以 我也 我又没跟你说过 我今天过生日 你怎么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件事情 因为我今天过生日 所以苏婉姬 请我去饭店里吃饭 我跟她一起开车 从我的店里出发去的饭店 在饭店吃完饭 刚从饭店里出来 开到大马路上 就在路口 就被两个交警给拦住了 他们的警车 一直停在那个路口边边 就像是在那儿 等着我一样 没有设卡 拦截马路上的车 在我之前 从饭店开出去的车 他们也不查 唯独单单地 查我一个人的车 啊 再然后 两个交警过来查我 两个交警 一个佩戴执法记录仪 一个没有佩戴 一开始 佩戴执法记录仪的交警 在前面查我的驾驶证 和行驶证 让我吹酒驾 另外一个 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的 让我打开车门 他要进我的车里检查 再之后 前面的交警突然说 执法记录仪有些问题 让后面的警察 来前面给我吹 他去检查车辆 也就是说 佩戴了执法记录仪的交警 这个时候 换到了后面 去检查车辆 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的 又来到了前面来 没多久 后面的舅舱 查到了我车里 有疑似毒品的东西 让我下车 相亲把我抓了出来 然后让我去看 在车座后面的座底下 的确有一包 疑似毒品的东西 这个时候 执法记录仪 一直都开着的 然后 这个交警 把毒品递给我 让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的 我当时 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事 就顺手接了过去 仔细看了一下 伸手去接毒品的时候 他转头了 执法记录仪没拍我 等到他从我手里 把毒品拿走了之后 再回头拍我的 后面的事情 就简单了 派执所把我抓了 然后 又被转移到了这里来 这就是全部的过程 你觉得这个过程 有没有问题 王旭东问着张晓宇 第一个问题 交警为什么会在 那个地方拦车 这符合常理吗 显然不符合呀 哪有在一个饭店 出口处查车的 第二个 为什么不查别人车 单单查我的车 第三 交警查车 一般也就是查一下 驾驶证 行驶证 吹酒驾等等 你见过交警一上来 就要打开车门 上去检查车辆的吗 除非是有重大刑事案件 让他们配合检查 可是 没有重大刑事案件的 你应该清楚 第四 为什么两个交警 只有一个 佩戴执法记录仪 不是规定了 每个执法的交警 都应该佩戴 执法记录仪的吗 王旭东停顿了一下 抽了一口烟 而张晓云 已经紧紧地皱着眉头 坐在了座位上 第五 那个酒精检测仪 明明是好的 为什么要换人来吹 有没有换一切 换人是什么意思 第六 为什么两个交警 要一前一后 而且中间还有交叉 为什么先是 有执法记录仪的 在前面拍我 等到后面 还要去检查车辆 第七 发现一次毒品了 应该交给一犯 自己拿着 自己看吗 这样不是 破坏原有证据吗 这一点 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八 这个毒品的量 也太多了点吧 综合这一切 你觉得 这是一起 简单的藏毒案吗 你还觉得 是我藏毒吗 你是老刑警啊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比我 更加清楚啊 王许东拉过椅子 也坐了下去 张晓云不说话 紧紧地皱着眉头 你到底得罪了谁啊 他们要这么狠毒 直接要置你于死地 得罪一个小人吧 他来找我麻烦 也不是一两次了 这次是最狠毒的 王许东冷笑着 你现在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这包毒品不是你的没有 或者说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你是被人陷害的 张晓云问着 人家明显是经过 非常细致地设计过的 你觉得 会给我留下什么证据 证明清白吗 如果我清白了 那要死的 可不就是他们了吗 这么多的毒品 如果证明是我的 那死的就是我 如果不能证明是我的 那就是他们的 那死的就是他们 我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什么 王许东摇道 那现在这个事不好办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 虽然能够找出 这么多的疑点 但是疑点没有用 疑点不是证据 证明不了什么 人家也有很多种理由 去解释清楚 最关键的是证据 张晓云道 你相信我是无辜的了 我从一开始就没怀疑 你王许东要是贩毒 我张晓云 第一个自杀 张晓云道 你这赌的也太大了 多点吧 证据 这两个交警 为什么要陷害你 从整个案子的 证据上来看 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几乎可以说 是铁案了 要想推翻他 那就只能从 那两个交警身上的 内袋毒品的来源上入手 可是问题是我 没有权利去调查 那两个交警 人家没有犯罪 我凭什么调查人家 不可能因为我一句话 就立案进行调查的 张晓云叹气着 看来只能以内袋毒品为借口 去展开调查 张晓云仔细地想了想 接着又说道 你准备怎么做 王许东笑着问着张晓云 你放心吧 王许东 只要你是清白的 我张晓云 一定还你一个清白 不然我这个刑警队长也白当 到时候如果你被枪毙 我陪你一起去死 张晓云说完之后 直接站了起来 然后继续对王许东说道 你这个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 别说是我 就算是把我爸叫来 也不可能先让你出去 所以啊 你必须待在这儿 案子该什么样 还是只能怎么样 我能做的 就是让禁毒大队这边 把这个案子给压下来 先停在这个阶段 不继续往下 以调查案子为由 把你继续关在这边 不交给看守所 张晓云说完就往外走 走到门边 又想起了一件事 转身对王许东道 啊 对了 你老婆在外面 很着急 带着律师在外面 你说苏万琪吗 怎么 你还有几个老婆 张晓云问着 呃 你知道的 我一个老婆都没有 王许东苦笑着 你要不要见她 如果你要见她呢 我可以让人安排 但是我建议你这段时间 最好是谁都不要见 就待在这里 因为你的案子 本身影响巨大 在案子的调查过程中 不允许见人 最重要的是 这个案子很复杂 我要想办法去帮你调查这个事 所以谁都不能知道 好 那就不见 好 那就不见 王许东点道 不会实话告诉他你的情况 不过他要是担心你做出什么傻事来 那我就管不了了 他不会的 看样子 你还挺了解他的 那好吧 你就待在这儿 我会让人给你安排好的 张晓云说完就走了出去 张晓云从禁毒大队走了出去 走到大厅就见到了在那儿 焦急等待的苏婉琪 和一直在与办案人员交涉的律师 张队长 情况怎么样了 见到张晓云出来 苏婉琪连忙迎上去问着 张晓云看了看被苏婉琪道 出去说吧 张晓云带着苏婉琪 走到了门口的一个角落围 张队长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见到他了吗 苏婉琪问着张晓云 嗯 见到了 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误会了 没有误会 张晓云摇头 然后说道 根据交警那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 的确是从他的车上搜出了大量的毒品 证据确凿 交警随身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到了 啊 他真的吸毒啊 苏婉琪非常的诧异 没有 抽血检验过了 他没有吸毒 那他怎么可能有毒品 张队长 这里面是有什么误会的地方吧 王旭东这个人我了解的 你也应该了解他 他不可能去做贩毒的事情呢 我知道 我也相信他 但是目前的证据就是证明他藏毒 现在我在想办法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那 那 如果真的证明这些毒品是他的 要判多少年啊 不知道 具体情况要调查清楚之后才能知道 贩毒和藏毒是两回事 不过 就他藏毒的数量来说 可能 会判死刑 张晓云说完 苏婉琪突然感觉自己脚异软 张晓云连忙伸手 扶住了苏婉琪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不可能藏毒的 我知道 你不要太激动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现在案子还在调查当中 一切要等到调查完之后再说 我刚跟你说的 也就是基于目前的证据说的 在案子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一切都还未可知 作为一个警察 我不能对你说太多 我能告诉你的 只能是这句话 张晓云看着苏婉琪的样子 想了想 还是录了点口风给苏婉琪 可苏婉琪 哪会有心思去听张晓云话里话外之意啊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死刑这件事 张队长 能不能让我去见见他 不能 现在案子还在调查过程当中 不能见人 我 我其实是他妻子 也不行吗 苏婉琪咬紧牙关 豁出去了对张晓云 啊 我其实与他是夫妻关系 我们有结婚证的 我是他妻子 可以去见他吗 也不行 现在这个阶段谁也不能见 还是那句话 苏小姐 在案子没有结案之前 一切都皆有可能 苏小姐 如果你那边掌握有什么证据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或许会有些作用 张晓云早就知道 苏婉琪与王徐东之间那真假关系了 所以 对于苏婉琪说出来的话 倒是没有觉得多惊讶 可是 我 对了 张队长 你要证据 你要证据是不是 我车中有行车记录仪 交警查车的时候 我的车一直停在后边 没有熄火 行车记录仪有派到全部过程 但是 不知道有没有用 苏婉琪想了想到 嗯 好 你去你车里把内存卡给我 我拿去调查 张晓云想了想 点头说着 苏婉琪联盟去自己车里 把行车记录仪里面的内存卡 直接给了张晓云 然后 张晓云就匆匆地离开了 王旭东依旧是被关在 有着昏暗灯光的审讯室里 在张晓云离开后没多久 门就打开了 进来了几个工作人员 然后 就见到几个人 拿着一张折结床进来 又拿进来一整套 单位用的新被 然后 又扛了一件矿泉水 和两条烟件 什么话都没说 最后 门再次被关上 我这到底算什么 是坐牢呢 还是不算坐牢 王旭东看着审讯室里面 这不伦不类的样子 哭笑了 但是很显然 在张晓云没有把这个案子 调查清楚之前 他肯定是出不去了 想到这儿 王旭东笑了笑 转身 直接倒在床上 省不被子 就开始睡了起来 此时 已经很晚了 他早就困了 正好睡个觉 张晓云走了之后 苏婉姬整个人都傻 特别是听到 张晓云那句 死罪 他再次走进 禁毒大队的大厅 律师站在那 苏总 这个事情 我暂时也没有办法帮您 目前人家 在调查过程当中 而且 就目前的证据来看 可能 真是千证万确的 罪名 有些重 我能做的 就是等到法院 判决的时候 我尽力辩护一下 看看 能不能做 武器来判 武器 谢谢你了 苏婉琪勉强微笑地 看着律师离开 最后 他自己一个人 呆坐在大厅的长椅上 他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之间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要知道 今天 还是王许东的生日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王许东 怎么可能会 与毒品扯上联系 即使警方这边说 他是证据确凿 但是 他也绝不会相信 王许东会贩毒 打死他都不相信 苏婉琪想尽了一切办法 最后拿出手机 准备给自己父亲 苏北扬打电话 他能想到的 能帮上忙的 就只有自己父亲 正准备打电话 就突然听到 一个人说话 呦 这不是苏婉琪吗 怎么这么晚了 还一个人坐在这里啊 苏婉琪一抬头 就见到一个男人 穿得西装笔挺的 站在了他的面前 笑得格外开心 苏婉琪冷冷地 看着这个男人 内心的厌恶之情 已经一于言表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苏婉琪冷冷地说着 这个男人 就是秦浩 怎么会没关系呢 咱们就算没做成情人 再怎么说咱们也是 老朋友老同学嘛 我关心一下老同学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吧 你说是不是 秦浩笑着 苏婉琪冷冷地 看着秦浩 知道了 秦浩 我不想看到你 看到你 我觉得恶心 如果你有事 你就去忙你的事 如果没事 麻烦你离开 不要在我面前瞎晃 我现在没心情理你 哟 怎么了这是 心情不好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哦 对了 这里是禁毒大队 莫不是你那姓王的老公 被关在这里了吧 这里可是禁毒大队啊 你那老公怎么回事啊 贩毒还是残毒啊 数量多吗 我可是知道 如果数量多的话 可是要判无期死刑的呀 哈哈哈哈 秦浩说完之后 哈哈大笑 苏婉琪脸色大变 一下子站了起来 冷冷地盯着秦浩 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苏婉琪 你个婊子 你个当夫 妈的 早就他妈的 嫁给了姓王的 他妈瞒着我 骗我跟你交往 吃老子的 喝老子的 还把我骗得团团转 跟孙子一样 最后还他妈把自己 弄得跟真结裂父一般 姓王的一起来 找我的错 弄得我跟个罪人一样 苏婉琪 今天 这就是报应 我告诉你 他死定了 即使不必枪毙 也得在里面 坐上一辈子 你 就等着 坐一辈子寡妇吧 秦浩笑得很开心 正笑着 忽然脸上 就狠狠地挨了一巴掌 你敢打我 你信不信 秦浩盯着苏婉琪 直接抬起了手 咋呀 苏婉琪盯着秦浩 举起来的手 说着 秦浩手举了两下 也没敢落下来 这一巴掌 我打的是畜生 秦浩 你告诉我 这一切是不是 你搞得鬼 是 那又如何 我告诉你 就是我弄的 我就是要报复你 报复你那傻屁老公 我告诉你了又怎么样 你有证据证明 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 你那傻屌老公 证据确凿 死定了 神仙也救不了他 就凭你们 也跟我斗 什么东西 我今天过来这里 就是特意来看你的 也让你看看 玩弄我的下场 哈哈哈哈 开心 真他妈的开心 老子半年 都没这么开心过了 虽然脸上挨了一巴掌 但是秦浩 还是笑得非常开心地 往外面走去 他精心策划的这一切 就是出心里的一口恶气 而现在 他心情非常非常地舒畅 为了这次计划 他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觉得值 不管付出多大 他都觉得值得 苏婉吉站了起来 狠狠地捏紧了拳头 看了看禁毒大队里面 悠缠地走廊 声音有些哽咽地 被走廊道 对不起 徐东 是我害了 苏婉吉一边往外走 一边拿起手机 给自己爸爸打着电话 爸 你在家吗 我要见你 现在就要 有急事 你指着 等我 我马上过去 说完之后 苏婉吉就开着车离开 张晓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 已经差不多是晚上十二点 他没有回家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打开了自己的电脑 把苏婉吉车子里 取下来的内存卡 连在电脑上 仔细地看了起来 把苏婉吉车子 跟在王徐东的车子 从地下停车场 开出来之后的视频 看了一遍又一遍 各个细节都没放过 一段短短的视频 他看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看到凌晨五点钟 看完整段视频之后 他心里已经大致有了底 随后 张晓云在凌晨五点 回到自己单位的宿舍 瞇了一会儿 在八点钟又起来 在外面吃了个简单的早餐之后 又回到单位准备上班 刚走到办公楼下面 就见到了站在门口 徘徊的苏婉吉 张晓云有些诧异 走过去问道 苏小姐 你在这儿干嘛 张队长 我找你 我有事跟你说 苏婉吉看到是张晓云 连忙说着 他一大早就来了 直到还没有到上班时间 也不好打电话打扰张晓云 所以就一直站在办公楼门口 等着张晓云 什么事 你说 张队长 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 是有人陷害王徐东的 张晓云看着苏婉吉 问着 你怎么知道的 你有没有证据 我没有 苏婉吉摇头 但是 我可以肯定是有人陷害他的 而且 我知道是谁陷害了他 是谁 秦昊 秦昊 秦昊是谁 这样 你跟我进去 去我办公室 把你知道的事情 都详细地告诉我 张晓云意识到了什么 直接把苏婉吉 给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在办公室里面 苏婉吉毫无保留地 向张晓云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 包括他与秦昊的关系 与王徐东之间 真真假假欢迎的事情 以及那天 王徐东生日 他请王徐东吃饭之后 遇到的种种事情 还有 在禁都大队 秦昊对他说的那些话 全部说 没有丝毫保留 这个时候 也由不得他有丝毫的保留 苏婉吉刚把话说完 张晓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张晓云看了看号码 然后走到一边 接过电话 接完电话之后 张晓云笑着对苏婉祈祷 你告诉你父亲了 是的 苏婉吉点头 你爸爸肯定是脱关系 找到我们一个副局长 刚刚我们副局长打电话 过来 让我关照一下这个案子 让我仔细地查一下这个案子 看看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疑点 苏婉吉点头说道 是的 不好意思啊 张队长 给你添麻烦了 但是我们也是没办法 王旭东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与毒品 有任何的联系的 更何况 这件事情绝对就是 秦浩陷害的 一定得请你帮帮忙啊 第255集 张晓云看着苏婉琪说道 你跟他既然是假结婚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苏婉琪被张晓云问得 脸红了起来 但是还是说着 我跟他虽然是假结婚 但是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他帮过我很多忙 张晓云笑了笑 点点头道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你与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与他也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帮过我很多忙 我的这条命 都是他救回来的 即使你全程不找我 我也会帮他 另外 论功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我不可能见到好人被陷害 坏人逍遥法外 所以 让你父亲不要再去找关系 过来给我打招呼了 浪费人情 我也不喜欢这样 苏婉琪看着张晓云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点头 不仅你相信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也不相信 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所以 你放心地回去 不要再过问这件事 你即使着急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件事情 你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而且 你提供给我的这些信息 非常的重要 张晓云最后对苏婉琪道 苏婉琪离开之后 张晓云直接拿起桌子上的电话 打了两个电话 十分钟之后 刑侦和禁毒负责人 到了张晓云的办公室 首先 张晓云把这个案子 大致情况 向刑侦的负责人说了一下 然后 直接开门见山 拿着从苏婉琪内存卡里面 截取出来的画面 在电脑前面 播放出来 给两个人看着 看完了之后 张晓云又把苏婉琪 对她说的情况 告知了两个人 最后 张晓云直接说道 我也不隐瞒 我直接说吧 王旭东这个人 是我的朋友 王旭东呢 老王是认识的 张晓云看了看 刑侦队长老王说着 老王点头 他是绝对不可能 与毒品沾上关系的 以他的能力 如果要干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想这个世界上 没人能逮住 而且 以他的能力 要赚钱 也绝不需要去 铤而走险贩毒 当然 这些是我私人说话 我只是想说 我个人坚信 他是被陷害的 所以 我要把这件案子 给查清楚 要弄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被陷害的 如果他真的是被陷害的 那么 我要把陷害他的人 以及参与到陷害的人 全部抓回来 依法处置 如果 调查之后证实他不是被陷害 而是他自己真的藏毒 那么我也绝不训思 该怎么宣判 就怎么宣判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晓云严肃地说着 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说 证明他藏毒的证据有两点 这两点都来自于交警方面提供的信息 第一点证据 就是交警执法记录仪所拍摄的 在他车里发现的毒品 第二点证据就是那袋毒品上 发现了王旭东的指纹 而前面你们也看了这段视频了 我也给你们分析了 这件案子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疑点 从现在的视频上再来分析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个交警首先进了王旭东的车 在车后面检查 但是他并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 前面交警也没有拍他在车里干嘛 没有任何人和视频 可以证明他在车里干了什么 另外一点 从这段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 是这个交警把这袋毒品递给了王旭东 王旭东才拿到这袋毒品 从而才在上面留下了王旭东的指纹 而交警一直都戴着手套 另外在王旭东拿毒品的过程中 交警特意转身 执法记录仪根本就没有拍到 王旭东拿毒品的这个过程 所以从这个我判断 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交警 涉嫌陷害王旭东 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第一个交警 自身携带毒品上了车 然后把毒品藏在了车位下面 然后换成第二个佩戴执法记录仪的交警 上车去检查 然后拍下在车里发现毒品的过程 再然后故意把毒品递给王旭东 让王旭东在上面留下指纹 而视频没有拍到 行政队的老王点头说着 可是张队 这些我们都只是猜测 我们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这个交警自身携带了毒品上车 并且藏在车内 当然不能 可是之前所谓的铁证 现在有了这段视频 就足以证明 之前的铁证不是铁证 这件案子还没有到可以结案的时候 所以这个案子必须继续调查 直到所有的疑点 全部得到证实之后再说 另外 从这段视频 虽然没有办法证明 这两个交警故意陷害 但是起码有这种可能性 加上整个过程当中 存在这种不合理的情形 所以这两个交警 足以成为嫌疑人之一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程序 对这两个交警进行调查 但是这个案子很复杂 我们也必须考虑各方面的情绪在 所以针对这两个交警的调查 必须秘密进行 整个案子也应该秘密进行 而且我准备暂时把这个案子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 一个是藏毒案 这个是你们禁毒大队的事 你们去调查清楚 这个毒品的来源 当然我们肯定没有办法通过 王旭东或者交警这里 顺腾下去找到毒品来源 所以需要倒查 从毒品的源头去倒查 这个毒品最后流入谁人之手 是王旭东还是那两个交警 只要查出来了 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陷害 就一清二楚了 当然我知道这很难 不过也不是不可能 这次涉案的毒品量十分的巨大 所以绝不是一般的贩养的 隐君子身上流出来的 绝对是那些大毒贩手里销售出来的 而你们禁毒队是有卧底的 这么大的毒品交易量 应该是有迹可循的 如果把这个案子好好查 背后一定可以牵扯出一个大的毒贩组 所以这件案子 你们禁毒大队要付全队之力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 不管这个毒品最后是流入到了王旭东之手 还是流入到了交警之手 你们都必须把毒品来源 给我调查清楚 张晓云非常严肃地说着 当然这里面有个突破口 就是这个叫秦浩的人 既然王旭东的老婆向我交代了这个事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事 但是起码 他也应该是嫌疑人之一 你们调查毒品来源的时候 可以考虑考虑他 张晓云在纸上写着秦浩的名字 另外就是刑侦大队这边 你们这边暂时不立案 因为不好立名目 你们看看你们这边最近的手里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案子 以那个案子的名目去进行调查 你们主要调查的陷害过程 主要给我秘密地调查 这两个交警和这个叫秦浩的人 查一查两个交警 与这个秦浩之间的关系 最近是否见面 是否有金钱利益上的来往 以及王旭东去饭店吃饭之前 是否有人有车跟踪这些 如果有 那么陷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当然 具体应该怎么调查 你们心里肯定清楚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管最后是谁在犯罪 我都要一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结果 张晓云最后拍着桌子道 有任何情况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王旭东在审讯室里面睡了一晚上 睡得那叫一个舒服 直到第二天早上门打开 一个女民警给她提了一份早餐进来 她才爬起来 住在这里倒是没什么不适应的 有吃有喝 也没有人进来打扰她 唯一难受的地方就是太无聊了 晚上倒是可以睡觉 可是睡完一觉之后就很难受 手机在派出所的时候就已经被没收了 现在就只能在这里干坐着 于是她只能拍着门 让外面的民警给她拿份报纸进来看 让人家把过期的上两个月的报纸都拿了 就躺在床上看报纸 一看就是一天 反正在这里也分不清白天黑夜 困了就睡 醒了就看报纸 倒是也过得惬意自在 远比王旭东煎熬难受的是苏万旭 虽然平时他可以做到完全不去理会王旭东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却比谁都着急 心绪不宁 可以说是茶不思饭不香 连晚上睡觉也睡不着 一整天瞎着急 但是却无计可施 开着车在禁毒所赚了两次全 最后都没有同意让他进去看王旭东 他回家之后更是坐立不安 拿着手机很想给张晓云打电话询问案子的进程 但是却也知道 这样子总打扰张晓云很不好 只能强忍着 一晚上没睡 好不容易挨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就开着车来到了公安局门口 准备去询问一下张晓云案子的进程 本想着在张晓云上班的路上问一下他 结果等了他两个小时 都没有等到张晓云来上班 想打电话又觉得总是打扰 最后只能放弃 又开车回到了公司上班 张晓云是在第二天傍晚 推开审讯室的门走了进去的 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 走进去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看报纸的王旭东 也没说什么 只是把袋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 打包的饭菜 还有几瓶啤酒 都拿了出来 过来 吃饭了 张晓云喊着王旭东 哟 今天待遇这么好啊 大队长亲自给我送饭加餐 还有啤酒喝 王旭东笑嘻嘻地说着 从床上爬起来 往办公桌前面走去 你倒是轻松啊 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不着急 你就真的不怕吗 这么多的毒品 如果找不到证据翻案 你就得枪毙你知道吗 知道啊 我不是说了吗 从看到那一袋的毒品的时候 我就知道 王旭东坐在那 自己拿起一双筷子 扯开一盒饭 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那你还这么轻松 不然呢 我在这大哭大闹啊 王旭东笑着说着 随后又道 这不是有你吗 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我被人冤枉致死的 对不对 王旭东大口地吃了两口饭 评价着 诶 说实话 你这外面饭店里打来的菜 比你们这食堂里的饭菜 口味好多了 不仅相信 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人冤枉陷害 我更加相信你的能力 这个案子 要把真实情况还原 其实并不难 那个陷害我的人看起来很聪明 其实真的不怎么样 以你的智商 可以完爆他的 所以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王旭东直接用手压着啤酒瓶 然后咔嚓一声 就把啤酒瓶盖给打开了 递了一瓶给张晓云 自己喝了一瓶 我不喝 我还要加班 行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都喝了 反正在这儿也没事做 非常无聊 还不如多喝点酒 可以多睡了 你不要把我想得这么厉害 这个案子不好破 你也不要把陷害你的人 想得那么愚蠢 就目前来说 人家的这个局 设得非常的精明 证据确凿 张晓云也打开饭盒开始吃着 是 是很精密 可是他却有个很大的疏忽 这个疏忽就是他们调查我 跟踪我 却露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 没有调查清楚 我跟你的关系 如果他们知道 涉及这个局的时候 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可能问题就会困难很多 你这是什么逻辑 即使我跟你是朋友 我也绝不可能因为你 循私枉法 恰恰是因为你不循私枉法 所以注定他们得栽进去 我说了 如果你不认识我 他们的案子无可挑剔 因为证据确凿 说不定 我早就已经被弄到看守所去了 你们这边 已经把我的案子 结案弄到检察院去了 也不一定 而他们现在心里 肯定是这么想的 现在呢 我不是好好地待在这里 吃着饭喝着啤酒吗 王旭东喝了一口酒 接着说着 这个案子 顺推那是证据确凿 如果逆推的话 其实问题很多很多 以你的能力 不可能破不了案 而且 你要不是案子有所进展 你也不会这么轻松地 跑过来跟我吃饭 你的性格疯疯活活的 你倒是对我很了解啊 废话 你自己算算 这都是我跟你在公安局里面 第几次一起吃饭了 能不了解吗 你刚刚说 你知道他们在背后调查你 跟踪你 他们调查我 跟踪我也不是一两天了 这半个月来 就一直都在跟踪我 跟踪我的车牌号 我都可以告诉你 王旭东平静地说着 什么 你真的知道他们在跟踪你 那你怎么 我怎么不制止是不是 我怎么制止 人家又没犯法 我过去打人一顿 人家就跑了 到时候 不就我犯法了吗 有句古话说得好 这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他们喜欢跟踪我 那就跟踪呗 那你起码要有所防备啊 第二百五十六集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又不是神仙 我哪知道他们要对付我呀 我哪知道人家要陷害我呀 而且还整出两个交警来配合 我也更加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么很多 王旭东喝了一口酒之后 声音有些冷 你知道是谁在陷害你 知道 是谁 跟你调查的是同一个人 王旭东看了看张晓云笑着她 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种 好像你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看着就让人讨厌 张晓云白了王旭东一言 接着她 我现在把这个案子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第一个 你老婆苏小姐给了我一段视频 当天她的车跟在你的车后面 所以她的车里的行车记录仪 完整地拍下了整段视频 这段视频很重要 虽然这段视频没有办法证明你是被陷害的 但是起码可以证实之前交警提供的视频证据 不再是确凿的证据 也可以得出两个交警存在的陷害的嫌疑 这个倒是个意外之喜 我倒是完全没有想到还有行车记录仪这事 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过 王旭东听完后笑着 你那老婆还给我交代了一个情况 说陷害你的人叫秦浩 是她的前男友 是这么说的 反正你们之间的关系很乱 我解释不清楚 你别老是老婆老婆的叫好不好 听着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那叫什么 行吧 随你吧 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你知道人家有多着急吗 为你做了多少事吗 你说这话不觉得没有良心吗 张晓云瞪着眼看着王旭东 我怎么就又没良心了 对对对 行吧 我没良心 你长得漂亮 而且这里也是你的地盘 你怎么说你都有理 咱们接着往下说 说正事行不行 不然我这酒都喝完了 你话还没说完 张晓云再次瞪了王旭东一眼 然后说道 我们调查了 这个叫做秦浩的 在案发之前的几天 与这两个交警有过密切的联系 总共与两个交警之间有过12次电话 另外 案发之前一共见过三次面 案发前半个月 案发前一周 即案发前一晚上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案发前 也就是秦浩最后一次 与这两个交警见面之后的第二天上午 其中一个交警的卡里 多了十万块钱 这十万块钱 是他自己去银行存的现金 到自己的银行卡里面 另外一个交警则是在当天晚上见完面之后 就在ATM机里存了十万块 到自己老婆的银行卡里 二十万 价格好像合理啊 王旭东微微笑了笑道 而且巧合的是 在他们案发之前 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下午 秦浩的银行卡信息显示 他在银行取了二十万的现金 这好像已经可能说明问题了 现在这个年代 用现金的概率不大 特别是这么大额的款项 要么手机支付 要么直接刷卡 或者银行转账 加上他这二十万 与这两个人收到的钱一致 正好说明了问题 他们倒是还挺谨慎的 没有选择直接从银行卡转过去 而是拿现金 以为这样就不会留下证件 王旭东又喝了一瓶啤酒 另外在昨天上午 银行方面提供的信息显示 秦浩的银行卡 又取出了二十万出去 然后同样巧合的是 其中一个交警的银行卡上 又存了十万卡 另一个人的老婆的银行卡上 也存进去了十万块现金 但是 这次我们根据监控 没有拍到他们 直接见面的画面 但是他们三个 的确是在上午 往同一个方向去过 四十万 是不是有点多了 四十万 还要加上那一袋子 价值不菲 毒品花的钱 我王旭东的命 原来值这么多钱啊 这小子倒还是很讲究 事前一人给十万 完事之后 一人再给十万 真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呀 有钱人真好 王旭东听过之后 忍不住笑着 还有一点 你判断得很准确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要陷害你 那么就必须要准确地知道 你出行的轨迹 所以事先就一定会在后面 跟踪你 所以我让人着重地调查 有没有人跟踪你 根据视频监控显示 这半个月来 基本上一直有一辆车 在你后面跟着 而且跟踪得很专业 与你隔得很远 保证脱离你的事件范围 我们也是根据各路视频验证之后 才得出的 没想到你一直都知道 通过那辆车 我们找到了人 这个跟踪的人 是所谓的私人侦探 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工作室 平时干的事 也都是一些 跟踪拍照的事 大部分都是老婆 找他去偷拍老公 与情人约会证据的事 这家所谓的私人侦探 是非法经营 没有任何政府的资质 所以我们把他 叫到了刑警队 据办案的民警介绍 一说他涉嫌一起 重大藏毒贩毒案之后 他就吓得差点晕掉 然后没有任何保留的 就向我们交代了 他交代 半个月前 有个男人找到他 以四万块钱的价格 让他跟踪你 调查你 把你每天 每时每刻的情况都拍照 并且记录下来给他 包括与谁见面 最后一天 也就是案发那天 这个男人要求他 时刻跟踪你 并且要时时知道你的位置和动向 那天晚上 你与苏婉琪离开之后 他一直跟着 而且一路与秦浩通话 告诉他你们的位置 直到你们进了饭店 你们进了饭店之后 他也进了饭店 车也停在了停车场里面等着 等你们上车开车离开之后 他给那个男人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那个男人告诉他 他的任务完成了 这就是他全部交代的 他说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单纯的猜测 以为苏婉琪是那个男人的老婆 而你与苏婉琪偷情 所以最后 他终于拍到了 你与苏婉琪偷情的证据之后 让对方结束任务了 目前这个人 被我们关在了刑警队 他的问题 另外依法处理 经过他辨认 那个找他的男人 正是秦浩 张晓云一口气 把目前所有调查的情况 都告诉了王勋 这就是目前我们调查出来的全部 虽然依旧还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可以证明那两个交警陷害你 也没有直接证据 可以表明秦浩与你的 这件案子有关 但是 那两个交警的嫌疑已经变大了 我们所有办案人员 心里也已经完全清楚了 这个案子究竟是个什么事 只不过 我们缺少的是最为直接的证据 张晓云放下筷子说着 他已经吃完了 王旭东点头表示清楚 继续吃着菜 喝着酒 这个案子很棘手 要找到直接的证据 证明这事跟你完全无关 是那两个交警搞的鬼很难 我能想当的办法 只能是从毒品的来源 倒查下去 这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 这个难度 太大 张晓云说到这儿 叹了一口气 王旭东把最后一粒饭吃完 几瓶酒 也喝个金光 最后 打了个宝格 说道 说难 其实挺难的 顺头摸瓜很容易 但是 倒查比登天还难 因为你们根本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倒查要从哪个地方查起 你们怎么知道 这个毒品的源头在哪儿 你们知道的毒贩 不都早就被你们抓了吗 剩下的都是你们不知道的毒贩 从茫茫人海里面找出一个毒贩来 而且还要正好是卖毒品给秦浩的那个毒贩 还要人家主动交代 哪儿那么容易啊 但是 要是简单 也很简单 怎么简单 你说 第一 这个毒品一定是秦浩买来给两个交警的 两个交警 薪水才多高 能供得起吸毒吗 而且民警吸毒的很少 他们职业在这儿 对于这一块 应该有着天人的敏感 绝不会碰 既然不碰毒品 又不是禁毒的人 他们很难找到毒品来源 还是这么大量的毒品 而且 应该他们不会去冒这么大的险 购买毒品和陷害 那可是两回事 另外 还有个信息 这个型号本身就吸毒 当然 具体吸的是哪种 我不知道 但是K粉和摇头丸这些 他一定是经常吃的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见过 见过 张晓云有些惊讶 是的 所以 秦浩一定是有毒品来源的 所以 我可以断定 毒品是秦浩买来交给两个交警的 王曲东靠在椅子上 点了一根烟 另外 我跟你们说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夜总会 有八之六的夜查 这里面 全是违法犯罪的活动 吸毒 卖淫的都有 只不过这个地方很隐秘 也很严密 而且 这里不对普通人开放 针对的都是有钱的富二代公子哥这种 你们只要去把这个夜店给查了 所有人全部抓起来好好审问 我想 我想对这个案子一定有作用的 但是 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首先 为什么这个夜店存在了这么多年 而且违法犯罪活动这么长去 都没有人查 一直开着 其次 我刚刚也说了 在里面的都是富二代公子哥 身后都是有着庞大的势力 如果把这个地方查了 一定会闹出惊间动地的动力来的 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 你这是在激我吗 我张晓云当警察这么多年 在我手里被抓的富二代公子哥不在少数 没有哪一个能循私枉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我眼里 只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 而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既然这个夜店能够一直存在 一直没被查封 那就说明它背后有靠山 而且当地的派出所不作物 说不定有猫腻 我要抓它 我派出去的是禁毒大队或者行政大队 与当地治安警没有联系 也绝对不可能会与这个夜店有任何联系 而且 我也会秘密抓捕 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必须告诉我 去查这家夜店与秦浩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因为秦浩是这里的常客 他几乎今天晚上都到这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前面说过 我进去看过 所以 秦浩有毒品的话 百分之百是来源于这里的 这个夜店管控得很严 只对会员熟悉的人开放 所以 外面的人不可能进去卖毒 一定是夜店自己 另外 他们只针对公子哥和富二代 加上这么多年没有被查 这个夜店也绝不是一般的 所以 秦浩的毒品是来自这家夜店性的可能性非常巨大 毕竟 秦浩的毒品量非常大 市面上一般的毒贩 有这么大的量吗 王许东问着 这里面 违法犯罪的活动一大把 只要你可以把这个夜店 不透露丰盛的完全依法查处 进行调查 我想毒品的来源一定不成问题 王许东抽了一口咽喉道 你是不是早就想到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早说也没有用啊 必须要先让你经过调查 可以证明我是陷害之后 我才能告诉你这些 忽然的话 只能给你制造麻烦和困难 另外还有一点 秦浩的父亲是城南区的副区堂 位高权重 可据我所知 秦浩才刚回国一年时间都不到 他怎么可能认识两个交警 并且还与两个交警 有这么好的关系呢 两个交警可以冒这么大的险 去帮他干这事 如果不是十分信任 光靠钱 他们敢做嘛 两个交警敢这么做 肯定是因为心里有底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知道了 这个事件一定与两个交警 上面的某个领导有关系 也说不定会与秦浩的父亲有关系 好 你今天说得非常重要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好好的在这儿待着 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之后 再来找你 张晓云非常严肃 直接站了起来 往外面走去 别急啊 这么急干嘛呀 也不急于这一时啊 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事儿 禁都大坠能找到两个月前的报纸 我都看完了 能不能帮我弄点别的过来看啊 你要看什么 我让人出去给你买 三国演义 水虎传 哪怕是《红楼梦》 《红楼梦》都行 实在不行 格林童话 十万个为什么 也行啊 只要是有字的都可以 知道了 我让人去给你买点书回来 张晓云给了王旭东一记白眼 然后说完之后 就走了出去 带上了梦 一个小时之后 之前一直给他送饭的那个女警进来 手里抱着五六本书 张晓云没有直接去办公室 而是直接自己开车 去了王旭东所说的地址 开着车 再周围转了一圈 并且站在那观察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再开着车回家 一边往回开 一边打电话 老王 今晚有个临时的行动 剩所有行动队的人都准备好 通知禁毒大队 以他们的名 半个小时之后集合 命令到路上了 我再宣布 一句话 保密 王旭东在审讯室里关了三天 第四天上午 门被打开 还是那个女警开的门 只不过 这次不是来送东西 而是带着一个人进来 你怎么来了 王旭东看着跟着女警进来的苏晚吉 有些惊讶 你要出来了 在里面敲门就可以了 女警对苏晚吉说着 然后走出去 从外面关上了门 苏晚吉走进去 看着这个小审讯室里面 暗无天日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一阵难受 眼眶瞬间就红了 但是却没有流泪 对不起啊 王旭东 这次是我连累了你 苏晚吉看着王旭东可怜的样子 心里十分的自在 你连离我 这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这事都是秦昊做的 全部都是他搞的鬼 是他在陷害你 他在报复我 哦 原来是这样 哈哈 王旭东忍不住笑了笑 接着又等 他不一定是在报复你 可能是在报复我 这个事情也不存在谁连累谁 坐吧 苏晚吉看了看王旭东 然后也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进来的 他们会让你进来见我 我找的张队长 我今天早上去找的他 他给这边打了招呼 所以我进来 你还好吧 苏晚吉再次看了一眼 比较简陋的审讯室 很好啊 你看 有吃有睡 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书 近来三天 我感觉自己 起码胖了时间 吃饱了睡 睡饱了吃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我 好了别说了 这事真跟你没关系 是我与秦昊之间的私人恩怨 而且 我真的挺好 别看这里是审讯室 可是你也看到了 该有的都有 除了不能出去之外 可你知道吗 这次他陷害你的罪名 有多重吗 看着一脸无所谓的 王旭东 苏晚吉忍不住说着 我知道 死刑是吧 你知道 那你 我还这么轻松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判我死刑 我就算急也没有用啊 我都已经被关在这里来了 我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注定要死的话 我也希望是开心的死 死之前 千开心一点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我也坚信 发往恢恢 疏而不漏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的 所以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要我是清白的 就一定不会有事的 王旭东淡淡地说着 他说这些 只是为了安慰苏晚吉 苏晚吉皱着眉头 她不像是林逍遥那样的小女孩 怎么可能真的相信这些话 哎呀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最多在这里面住几天 我就可以平安无事地出去了 相信我吧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做过没把握的事 不用担心我 王旭东知道苏晚吉不信 便只好又接着说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相信我吧 我还不想死呢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王旭东打断了苏晚吉 他不想苏晚吉继续为自己担心 你帮我做几件事情吧 你说 什么事 帮我去店里面 我现在也不知道店里情况怎么样了 我那天进来 就直接被没收了手机和一切东西 也没办法与外界联系 那两个姑娘估计都慌神了 你帮我去一趟店里 让他们一切照旧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 本来要给他们开工资的 你帮我去 给他们把上个月的工资发了 我暂时没办法给钱给你 只能等我出去之后再给你了 王旭东继续对苏晚吉说的 好 还有什么事 其余的也没什么了 其余的就是你呢 不要再担心我 真的没事啊 我最多再过两天就出去了 你该干嘛干嘛 我出去之后 我会给你打电话呢 你不能因为我的事 影响了你自己的工作嘛 你现在本身就是关键期 你好不容易现在走到这一步啊 别在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 从而影响你 给那些长辈的印象 苏晚吉在里面待了没多久 就被王旭东给催着走 对于王旭东所说的 他过两天就出去了的话 苏晚吉半信半疑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求证 因为张晓云 没有再对他多说半句 关于案子的事 他的心里依旧担心 但是却毫无办法 王旭东继续在审讯室里面睡着觉 一直睡到了他进来的第五天 以王旭东的定理 都有点快要受不了 这天下午 张晓云终于是走进了审讯室里 王旭东已经看完了 一整本三国演义了 放下书笑着问着张晓云 案子办完了 你怎么就知道 我把案子给办完了 以你干吃风风火火的性格 如果不是把案子办完了 你也不会抽出时间来这里找我 而且已经三天了 我算了算 你差不多办完了 所以我说最讨厌你 这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好像这个世界就你最能力了 张晓云再次给了王旭东一个白眼 然后说道 不过你说对了 案子办完了 跟你估计的一样 王旭东点头 也坐在了桌子边 抽着烟 听张晓云说 当天晚上我就带队彻查了那家店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部门 当地派出所 以及下面区里的公安部门完全不知道 全部都是带的我自己的人 第一次刑警队的人去干这种茶叶店的事 而且即使是我的队员 也是在路上我才给他们通报任务情况的 但是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具体是哪家夜店 到了那之后 我让所有人秘密地包围 前后左右全部包围之后 才让人从正面和后门一起突进去 里面的人全部都在 一个都没跑掉 全部被扣住直接抓进了我们刑警队 另外我也规定 这起案子由我个人全权负责 谁也做不了主 包括我们的局长 所有大小事情必须得我点头 你牛 估计整个东海市就你敢这么做了 王徐东忍不住笑了起来 如你预判的一样 那里面的情形不堪入门 卖银的吸毒的一大把 而且全是有钱有权人的子孙 里面有几个还是我认识 张晓云想起了当时的场景 某个领导的子孙是吧 是的 不过倒是没有太大的领导 我让人立即就把现场所有的人 全部押进了刑警队关了起来 一面夜长梦多 然后再组织人把整个夜店搜了个底朝天 发现了太多违法的东西 里面连枪支都有 最多的是毒品和吸食毒品的用具 这里面发现的毒品量 是你那毒品的十倍不值 这么大量的毒品 可以说是让人叹为观止 这个案子已经成了特大贩毒案了 而且 招回来的人经过抽血检验 除了几个服务员没有吸食毒品 其余所有人都吸食过毒品 只不过吸食毒品的种类不同罢了 因为发现了毒品 所以我以禁毒大队 名义出动的这次行动 也就完全合理了 去那儿的这些人 都是为了追求刺激的 不然为什么去那儿 把人抓回去之后 我的手机就被打爆了 我一个电话都没线 直接把手机关机 也直接命令所有参与办案的人 全部把手机上交 让人关了刑警队的大门 没有我的允许 所有人不准出去 按照特大案的要求 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你这是要及此外面那些父母啊 我说过了 到了我手上的 不管是谁 只要是犯罪了 就一个也别想跑 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们一个副局长要进来 都被我给堵住了 你是真的牛 我没给任何机会 进去的人全部立案 当场就进行了逐个的审讯 这里面还有个意外之行 那个叫秦浩子 也是被抓的人之一 这是我在看名单的时候看到的 这算不算意外之行 他也吸食了毒品 而且抓他的时候 据说正在与两个卖淫女 进行嫖娼活了 我正好没名目抓他 调查他 他这是自己送上门来 张晓云说到这儿的时候 都忍不住笑了笑 哼 这小子也是真的碎 可能他就没有想过 那么安全的一个地方 竟然会突然之间被查了吧 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吓了一大跳 一个小小的夜店 最后几乎变成了惊天大案 因为人赃巨货 在店里查获了枪支 还有大量的毒品 加上现场被抓的 这些公子哥们 几乎都没有什么抵抗 全部交代了 所以被抓的 这个夜店的工作人员 和管理人员 也没做太久的抵抗 就自己主动 把问题全部交代了 这里面牵扯的太多了 这个夜店幕后 有三个老板 一个老板是做建材生意的 另外两个老板 一个是区公安局的 一个领导 另一个是县里的某个领导 当然 表面上老板只是 那个建材老板 但是管理人员交代了 实际上是他们三个合伙的 老板出钱 他们两个直接入的干 赚的钱 他们三个人分 老板出钱 他们两个出权 这是自然的事 不然 怎么可能这么肆无忌惮 不然 怎么这么多年没人查过 不然 他们又怎么敢堂而皇之的 敢在店里放那么多的毒品呢 他们就是已经非常确信 这里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如果不是你完全不讲规矩的一个市刑警队 毫无征兆地查人家的一个小夜店 他们永远都出不了事 小 很小吗 你知道这家夜店一年盈利多少吗 五千万以上 这么多 也是 能够进里面呢 光是交会员费 都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这个案子牵扯得太多了 水太深 被抓的这些公子哥儿身后 也牵涉了很多人 这件案子办到后面 我自己也做不了主 我只能向我们局长汇报 最后 这件案子 我们局长亲自坐镇 我爸亲自过来批示 要求不管牵扯到谁 一查到底 纪委也已经介入这件案子了 张晓云最后说着 当然 这些都是关于那件案子 我主要来跟你说说 关于你的案子 审讯的时候 我主要为了审讯 有关你那些毒品来源的事 那个夜店的管理人员 一开始以为 自己身后有人撑腰 完全不配合 过了一天了 他自己也明白情况不对了 加上完全人赃俱获 他也不想死 主动找到我们 要求戴罪立功 他把什么都给交代了 幕后的三个老板的事 就是他交代的 我问了秦浩 是不是去他那买了毒品 这对于他来说 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他完全交代了 因为秦浩买的毒品量很大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他完全交代了秦浩 从他那买毒品的事 包括买了多少毒品 花了多少钱 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我们也把在夜店里 查获的毒品 与你车里发现的 毒品成分进行检测 可以确认 是同一批生产的 基本上可以验证 你车里发现的毒品 就是从夜店里面购买 接着去审问秦浩 这小子嘴巴很严 打死都不承认 那一袋毒品 跟他有关系 只承认自己在夜店里 吸食过毒品 而且一副 有恃无恐的样子 可能还觉得 他爸爸是大领导 我们不敢拿他 怎么样吧 另外一边 我让人直接把那两个交警 给抓了进来 直接把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全部摆在他们面前 包括夜店管理人员 交代的话 他们卡里的钱 秦浩和他们见面 还有苏婉琪车里 拍到的视频等等 看到这些证据 他们立即就怂了 当场把所有的过程 全部给交代了 根据他们的交代 他们与秦浩接触 是他们一个领导安排的 但是见面 以及安排他们 都是听从秦浩 秦浩说怎么做 他们就怎么做 毒品是在案发前 秦浩给他们的 包括你们的位置也是 案子到了这儿 已经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这个交警队的领导 也已经被我们抓了过来 调查 问话 交代了之后 送到监察部门去了 你的案子 基本上已经结了 只需要走走 接下来的流程 就可以了 张晓云说完之后 打开一瓶矿泉水 喝了几口 的确 她说了太久 也就是说 我现在没事了 对 等他们把流程走完 你就可以出去了 这件案子跟你已经无关了 不过 为了帮你破这个案子 我也捅出了一个惊天大案来 整个东海市这个圈子里面 已经乱成了一锅中 牵扯到了太多的人 市委市政府已经在开会专门听取这个案子的过程 现在是我爸亲自督查这起案子 我来的时候 我爸也到公安局来了 现在这个案子 我们警方这边的事情 已经快要做完了 唉 可能纪委监察那边 开始有的忙了 唉 说到这儿 张晓云叹了一口气 最后也哈哈大笑着 抓了这么多的怀人 她的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她本身就是一个饥饿如仇的人 第258集 张晓云高兴地与王许东把事情说完就离开了 又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 王许东在办理了一切手续之后 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和钱包 等随身物品之后 就被放了出来 王许东刚走出禁毒大队 就见到了站在禁毒大队门口来回夺步的苏婉齐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张队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你没事了 今天上午就能出来 所以我早上就过来了 苏婉齐说着 一直等到现在 我来接你回去 谢谢 王许东也没多说声 便直接上了苏婉齐的车 苏婉齐开车送她回去 你去哪儿 回家还是去店里 去店里吧 在这里关了这么多天 必须回家加班做鞋了 不然就得预计交鞋了 你先回去休息一两天吧 你这刚出了 我已经在里面休息五天了 不能再休息了 再休息 我都想自杀了 好吧 苏婉齐直接送王许东回了鞋店 王许东回到鞋店 两个服务员看到王许东回来 非常激动 这几天 王许东突然之间消失 也不联系他们 让他们心慌 好在后面苏婉齐出现 还给他们发了工资 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你 进来坐会儿吧 王许东下车之后 对病位下车的苏婉齐到 苏婉齐摇头 说道 不了 我上午是请假过来的 等一下还要去下面公司考察 必须得去 所以我得赶回公司去 那好吧 那我就不留你了 你走吧 好 你自己多注意一下身体 多休息 多补一下 在里面待了那么久 肯定没有吃什么好东西 嗯 好嘞 那我先走了 苏婉齐也没再说什么 直接就开车准备离开 谢谢你 王许东忽然对苏婉齐说了一句 秀什么 苏婉齐杀住车 奇怪地问着 谢谢你 为我担心 王许东说完 苏婉齐一下子就脸红了 没说什么 说道 我先走了 然后就一脚油门 把车离开走 王许东站在门口 看着苏婉齐离开 抽着烟 然后慢悠悠地 走进了洗店 直接就进了工作间 开始做洗 进去了五天时间 他需要加班 把这五天的时间 给赶回来 接下来几天 王许东完全待在店里 晚上要加班到十二点 才会讲 早上八点 准时到店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对顾客的承诺 说好了什么时候交鞋 就一定要什么时候交鞋 一天都不能晚 王许东 你的面包车还要不要了 张晓云打电话过来 直接问着 要啊 怎么不要了 那可是我的宝马呀 要你怎么这么多天 不过来开 我以为你放在这里 不准备要了呢 人家电话都打到 我这里来了 不是不要 是他们不给我呀 那时候不是说 车是证据吗 怎么 案子办完了 办完了 你现在过去 把车开回去 那不行 我现在没时间 你在干嘛呀 你没时间 我在坐鞋呀 你坐鞋 连抽个时间 把自己的车 开回去的时间 都没有吗 没有 王许东回答得很直接 你 行行行 你是大爷行了吧 我叫个人帮你 把车开回去 成了吧 张晓云咔嚓一声 就挂断了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 王许东就通过窗户 看到了自己的面包车 再次停到了 自己的店门口 只不过 打开门下来的 不是别人 而是张晓云本人 张晓云从面包车上下来 直接就走进店里 往王许东的工作间 走了过来 大爷 这是你的车钥匙 您笑纳 张晓云进来之后 把王许东的车钥匙 扔在桌子上 恶狠狠地说着 我怎么从你的话里 听到了这么深的怨念呢 你好大的面子 自己的车停在那 最后要我亲自 给你开回来 你不是叫别人开回来吗 我哪知道 最后您亲自动手啊 叫别人开 我还得给别人 说清楚你的地址 还得给您打电话 我不麻烦呀 也是 得得得 您收来 小刘 去给张警官倒杯茶 王许东朝着外面喊着 别道 还别虚情假意的 我不喜欢喝茶 那就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王许东笑嘻嘻地 手上依旧做着嫌 另外 通知你一下 到时候法院宣判起诉 如果有必要的话 法院会传唤你去做证人 你到时候配合一下 去出这个庭 张晓云没有再开玩笑 说着正事 怎么 案子这么快 就给结了 前后半个月了 还快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案子 牵扯太多 早就已经结案了 秦昊 关进去了 你说呢 具体怎么判我不知道 但是他这辈子 肯定是出不来了 买卖毒品 这么大的量 而且还故意陷害 这个罪名可不小 足够他做一辈子的牢了 神仙也救不了他 更何况 也没人救他了 他爸妈 也都跟着进去了 啊 他爸妈 这事与他爸妈 有什么关系 王旭东 觉得很惊讶 两个涉事交警 交代了他们一个大领导 让他们配合秦昊的事 我们把这个交警领导 给抓了 在他交代了 他的违法犯罪情况之后 把他移交给了 纪检委那边 至于那边 对他们是怎么进行调查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因为纪检委的全面介入 后来秦昊的父亲 也落马了 据说是因为 这个交警这边的领导 主动向纪尾交代 他向秦昊父亲行贿 以及其他违法违纪的事 导致秦昊父亲被调查的 纪尾在调查秦昊父亲的 过程当中 发现了很多 重大的违法违纪的证据 其中有一项很严重 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为自己妻子 所开设的公司谋取利益 数额非常巨大 情节非常严重 没多久 秦昊的母亲也被抓进去了 当然 这些也是我听说的 具体情况现在还不知道 还在调查当中 没有最后通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一家三口 基本上要在里面 一起过一辈子 张晓云虽然说不喝茶 但是还是接过了 服务员端过来的茶 一边喝着 一边对王旭东道 王旭东听完张晓云 说完这件事的最终结果 也是非常的惊讶 他真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最后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他知道的是 秦昊自己这辈子 肯定是出不来 倒是没有想到 这个坑爹的祸 因为这件事情 把自己爹妈 全部给坑了进去 估计他爹妈 在监狱里面 正在悔恨 当初为什么 不易生下来 就把他给掐死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多行不易 必自毙 王旭东也忍不住 感叹了一句 这个结局 实在是有些凄惨 你还淫尸做对的 来可怜他了是吧 你怎么没想过 如果这件事情 没有找到证据 你的结果是什么 那现在坐在里面 待上一辈子 甚至于要枪毙的 那个人可是你 你倒还替他贪心 见多了这种的张晓云 完全觉得没什么 我不是替他惋惜 我惋惜的是他爸妈 生这么个儿子出来 当然他爸妈 也不值得可怜 一样的 也是多行不易 必自毙吧 王旭东说完 自己呵呵地笑着 张晓云给王旭东 一记白眼 然后站起来 从自己兜里 掏出一个盒子 递给了王旭东 什么这是 那拿着 给你的 张晓云说道 给我的 什么东西啊这是 王旭东疑惑地 把盒子包装打开 里面是一个 精致的表盒 手表 王旭东看到 这更是奇怪 把表盒打开 里面放着一块 精致的男士手表 很大气 很好看 这是干嘛 干嘛给我一块 手表啊 王旭东 奇怪地问着 张晓云 之前苏晚期 有说过 你出事的那天 是你的生日 我这个人 大大咧咧的 自己生日 我爸妈生日 一忙起来 我都记不住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忙着 这个事 也没这个时间 今天案子 终于全部结束 也不知道 送你什么 路过商店 正好看到 有个卖手表的 就给你买了一块 当做迟到的生日礼物 好 行了 我走了 我那边还有事 张晓云说完之后 连忙往外走 根本不给 王旭东说话的机会 王旭东甚至觉得 张晓云有点 落荒而逃的意思 他也是第一次 见到张晓云 红起了脸 喂 这个 王旭东想对 张晓云说什么 但是张晓云 早就大步地 走了出去 一下子就没有 这 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 送个东西 连给人说声谢谢的机会 都不给 王旭东手里拿着手表 哭笑不得 王旭东低头 看着自己手上的手表 把手表 从手表盒里拿起来 戴在了手上 大小刚合适 而且 的确非常的好看 能让这个 大大咧咧的女人 送个礼物 倒是也真不容易啊 他倒是真的用心了 王旭东笑着 把盒子盖上 准备收起来 却在盒盖上面 看到一张收据 上面 清清楚楚地写着 在哪个店买的 价格是多少 上面标注的价格 一万四千多块 还真是个够粗心啊 第一次见到 有人送礼物 连发票收据 也一起放到里面呢 看着写着价格的 收据的王旭东 再次哭笑不得 王旭东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 连续加了 一周的夜晚 终于是把 欠下的工作 全部都赶了出来 他也开始 正常地上下班 他的生活 再次回到了正贵 波兰普京的日子 到了月末 王旭东手里的鞋 已经全部做完了 还给自己 放了两天假 放假了 也不知道该干嘛 自己在家里 强行了睡了一觉 晚上 去了已经没有了 他喝清客心 也没有了 苏婉琪的洛美服饰 找了李小天 和一群曾经的 保安兄弟 在一起喝酒 当然 是他请客 一喝起酒来 李小天喝着喝着 都快要哭了 随着苏婉琪离开 洛美新任 总经理上台 他成了 第一个被降职的人 从保安队长 一下子就变成了 普通保安 新任的保安队长 是新任总经理 老婆老家的一个表哥 再次见到王旭东 李小天那个委屈啊 告诉王旭东 他已经准备 过完这个月 就准备辞职了 王旭东问他 辞职之后要去哪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没有文品 也没有手艺 要找到工作很难 但是按照他说的 就算是饿死 他也不在这儿 受着鸟气 最后 王旭东拍着他的肩膀 对他说 他想办法 帮他去找工作 喝完酒回来 王旭东 是坐着公交车回家的 去喝酒的时候 也是坐公交车去的 本来就是打算去喝酒的 所以也就没有开车去 公交车兜兜转转的 鬼使神差地 经过了曾经秦可欣的家 王旭东 也鬼使神差地 在那下了车 下了车就站在小区门口 往里面看着 看着曾经秦可欣的房子 依然亮着灯光 同样的房子 同样的灯光 但是住在里面的人 却早已经不是同样的人了 王旭东靠在门口抽着烟 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怎样 他忽然之间很想秦可欣 非常非常的想 伸手直接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坐上去之后便道 去机场 在机场直接去柜台买了最早飞烟精的机票 但是机票却是凌晨四点多的 王旭东也没有离开 拿着机票就坐在机场的椅子上 打起了磕水 一直睡到凌晨三点多钟 直击进去登机 等到他到达烟精的时候 天已经亮 王旭东依旧是叫了个出租车 直接坐到了秦可欣居住的小区外面 想要进去 最后被门卫给拦住 想了想 最后还是和上次一样 在门卫那里登记了自己身份证 详细信息和所要拜访的住户之后 才让他进去 王旭东直接乘坐电梯 来到了秦可欣的家门口 就站在秦可欣家门前 抽着烟发呆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忽然就觉得秦可欣家的门有了动静 他一下子闪声 就藏在了旁边的走廊转弯处 然后走到了另外一单元的门前藏着 偷偷地往外看着 然后就见到秦可欣 从门里穿着高跟鞋 提着包 出来了 秦可欣还是那么地漂亮 穿衣打扮 还是那么地有气质 而且秦可欣脚上穿的 还是王旭东送给他的那双高跟鞋 王旭东就这么看着秦可欣上了电梯 他一直都没有出来 只是在一旁偷偷地看着 王旭东等到秦可欣走进了电梯之后 他也慢慢地上了旁边的电梯 下到了一楼 第二百五十九集 秦可欣下完电梯之后 直接进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他总是感觉有人在身后看着自己一样 但是他明知道自己身后没有人 但是他就是有这种感觉 甚至于他从出门就闻到了一股烟味 这股烟味他很熟悉 与王旭东身上的味道很像 他甚至于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过 是不是王旭东偷偷偷地跟在自己身后 猛然地一回头往后看看 却什么也没看到 秦可欣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觉 因为他心里太想王旭东了 秦可欣开着自己的车 直接出了停车场 往外面而去 虽然知道是自己的错觉 但是却总忍不住地往后视镜里面看 他总是感觉王旭东在身后一样 这种感觉很奇怪 他也真的希望王旭东在身后 但是很失望 他在后视镜里面什么都没看见 当秦可欣的车开出了停车场后 王旭东才从一辆越野车后面走了出来 看着秦可欣消失的方向 微微地笑了些 他过来不是为别的 只是单纯地想过来看一眼秦可欣 他并不想让秦可欣知道 既然秦可欣说过了 不想他去再打扰她 所以他也就不想去打扰秦可欣的生活 秦可欣开车走之后 王旭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眼睛里饱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就站在停车场里面抽了一根烟 然后上了电梯重新回到小区一了 慢慢地往小区外面走去 秦可欣刚把车开出小区门口 就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一件很重要的事 自己的手机似乎没带 现在这个年代 要是不带手机出门 那在外面是寸步难行 秦可欣连忙把车子原地掉头 重新开回了停车场里面 准备上楼去拿手机 可当秦可欣刚把车停到停车场里面 他就猛然看到一个身影 走进了停车场的电梯里面 然后电梯门就关着 虽然只是一个背影 但是秦可欣却绝不会认错这个背影 因为他对这个背影实在是太过于熟悉 黄虚灯 秦可欣在车里大喊着 但是却忘了车窗都没有打开 外面不可能听得见 看到这电梯关门 秦可欣直接把车开到了电梯边停下 也不管是不是堵在了路中间 直接下车冲到了电梯边猛暗 但是电梯还是已经走了 秦可欣盯着电梯的数字看着 电梯显示在一楼停下了 秦可欣看着 然后直接转到旁边的安全通道的楼梯 往上爬着 跑到了一楼 再跑到一楼的电梯口 可是电梯口根本就没人 秦可欣像疯了一样四处跑着找着 却在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人 但是秦可欣却依然坚信 那个背影就是王岐渡 他绝不可能忍错 秦可欣最后找到了小区门口的门卫主 直接找到了保安 要看保安的访客登记表 因为他知道 除了这里的住户之外 其余的任何人要进来 都要登记信息的 保安不让 最后在秦可欣的软磨硬泡之后 把访客登记表给了秦可欣看着 秦可欣一眼就看到了上面写着 之前早上七点钟 王岐东进来时的登记信息 而在后面一栏 也写着王岐东离开的时间 而离开的时间 就在十分钟之前 看过之后 秦可欣直接跑了出去 在街上跑着吵着 大喊着王岐东的名字 但是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哪里还有王岐东的声音 所有人都望着这个大喊大叫的 漂亮女人心生意乎 王岐东 你个混蛋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跑过来看我去 又要躲着我 秦可欣朝着大街上喊着 然后蹲在路边哭着 哭完了之后 她失魂落魄地走回小区 找到了物业精灵 我要看监控录下 我一根项链出门的时候 给弄丢了 我找不着 我要看一下监控录像 不 我不报警 我就只是想看一下 我的项链到哪里去了 然后再决定报不报警 帮个忙吗 秦可欣再次对物业经理 软磨硬泡 最后 物业经理见到 是个漂亮的 让人窒息的女人 毫无原则地选择答应 让一个工作人员 陪同着秦可欣 一起去查看监控录像 然后 秦可欣开始查监控 她根据时间 从王旭东 从小区门口进来的时间 开始查起 一直查到王旭东 站在自己门口抽烟发呆 而这么一站 王旭东就站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自己八点多出门为止 而秦可欣也终于知道 自己一出门 就闻到的那股熟悉的烟味 并不是因为自己 太想王旭东 而出现的错觉 而是真实存在 进一步看 秦可欣也就看到了 王旭东 一直躲着自己 跟在自己身后 看着自己 直到自己开车 出了停车场 王旭东 才回到小区门口 在门口 坐了离开的登记之后 离开了小区 然后 就见到了王旭东 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坐了上去离开 看完视频 秦可欣呆呆地问着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又要过来 打扰我的生活 明知道我忘不了你 你还要打扰我的心神 我根本没有那么坚强 你竟然来了 为什么又要躲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是不是他 要不要报警 物业工作人员 奇怪地问着秦可欣 不用了 谢谢 我刚刚想起来了 我的项链 其实一直戴在我的脖子上 不好意思 最近失眠 神经有些错乱了 麻烦你 秦可欣抱歉地说着 然后就跑了出去 这 这都什么事这 物业工作人员 目瞪口呆地 看着跑出去的 不见了秦可欣 秦可欣再次回到停车场 也不管自己带没带手机 直接开着车就出去了 并不是去公司的方向 也不是去自己工作室的方向 而是直接往机场方向开去 他要去找王旭东 不管如何 他今天一定要找到王旭东 他要问一问王旭东 为什么他要偷偷地来看自己 既然来看自己 为什么又不见自己 而他也猜到了 王旭东一定是去了机场 准备坐飞机回东海 秦可欣一路开着车去了机场 最后把车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里面 就坐着电机来到了出发大厅 在出发大厅里面 跑着喊着 不要命地找着 但是整个机场大厅实在是太大 人太多 他根本就不可能找得过来 最后秦可欣一咬牙 直接进了机场的服务台 王旭东见到秦可欣过得挺好 自己也见过了 心里也就安心了 他来这儿不为别的 就只为见秦可欣一眼 见过了 也就准备悄悄地离开 从秦可欣家住的小区 走出来便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 在下飞机的时候 他已经提前订了一张回东海的机票 中午十二点 在机场待了一会儿 便就准备过去安检进去直击了 就在轮到王旭东过安检的时候 王旭东突然就听到机场的广播声音 响了起来 王旭东的身份证已经递了过去 都过了安检口了 听到广播之后 整个人都愣住 是叫到王旭东吗 王旭东疑惑地问着一旁的工作人员 好像是 工作人员点头 王旭东摸了摸额头 没太弄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那好吧 那我不进去了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请问一下服务台怎么去 出去之后左转一直往前 在机场服务台 就那中央位置 好的 王旭东从安检口走了出来 然后一路往服务台走去 他心里没有想过是秦可欣来找他 因为他就没有想过 秦可欣会知道他来过宴京 他以为正好同名的 不过既然叫了他的名字 他总得过来看一看 反正离飞机登机时间还早 他也正好没事走 王旭东走到了服务台那儿 正准备去问服务台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在叫他 王旭东 王旭东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一转脸就见到了 站在自己侧边四五米远的位置 盯着他看着的秦可欣 可 可欣 你怎么在这儿 这 这么巧啊 王旭东似乎猜到了是什么情况 但是还是尴尬地说着 你既然有这个心过来看我 为什么就没这个胆让我知道 心可欣红着眼眶问着王旭东 你 你知道了 我一出门就闻到了你的烟味 小区保安那儿有你进出的访客登记记录 监控里也有你躲在我门口 跟在我身后一直到停车场的视频 好吧 看来以后我还得稍微谨慎一点了 你这都有侦探的本领了 王旭东忍不住笑了笑 你过来干什么 心可欣没有理会王旭东 直接问着 我 我 我这不是正好来燕京有点事 正好 顺路 顺路就路过你那儿了 反正就 就正好过去看一下你 是吗 那你告诉我 你一个坐鞋的来燕京有什么事 是国家领导人要会见你 还是你来见国家领导人 从中南海去机场 去我那儿也不顺路呀 秦可欣冷笑着问着 王旭东知道 秦可欣是肯定不相信自己说的 于是只能嬉皮笑脸地说道 说不定领导人 也想要我给他做双鞋 去国外访问时候穿呢 对不对 少给我嬉皮笑脸的 王旭东 你对我说实话 你就是特意从东海飞过来看 我的有这么难吗 很丢脸吗 秦可欣继续逼问着 这个 倒不是丢脸的问题 主要是 是什么 实话实说 我是来看你的 我也不说假话 这两天月底了 我有空 也 有点想你了 所以昨天晚上 临时买了张飞机票过来 我什么也不想做 我只是单纯地 想过来看你一眼而已 王旭东只能老实交代 那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你现在连见我一面 都不敢了吗 我是魔鬼还是什么 还是说你怕见我之后 我会缠着你不放 不 我不是怕你缠着我不放 我是怕 我会缠着你不放 王旭东摇了摇头 然后道 你上次说过 让我不要再打扰你 所以 我就不想打扰你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你痛苦 可你现在已经打扰到我了 你已经让我痛苦了 我 那我下次不再来了 王旭东被金可新说的 哑口无言 可你这次已经来了 好吧 那你说怎么办 要杀要剐 我随你变了 王旭东笑了笑 对怒气冲冲的 秦可新说着 你的机票呢 秦可新直接伸出了手 王旭东把手里的机票 给了秦可新 秦可新拿着机票看了看 然后伸手道 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你也要 干嘛 王旭东说着 但是还是把身份证 递给了秦可新 他不知道 秦可新要干嘛 秦可新也没有回答王旭东 拿着王旭东给的机票 行程单和身份证 直接就往航空公司的 售票点走去 走到柜台前 直接把王旭东的行程单 和身份证递了过去 说道 退票 退票 干嘛退票啊 不是 王旭东吓了一跳 连忙叫住了秦可新 你不是说要烧药寡 都随我便吗 杀和寡都可以 但是不能退票啊 你要退了票 我怎么回去啊 我查过 今天没票了 那今天就别走 我 退票 秦可新再次 把行程单和身份证 递了过去 王旭东只能无奈地 站在旁边 看着秦可新 帮他把机票给退了 钱 身份证 拿着 退完票之后 秦可新把钱和身份证 递给了王旭东 大姐 你到底要干嘛 这样惩罚我啊 王旭东苦笑的 你想见我了 坐个飞机过来 偷偷地躲在那儿看我 看完之后你没事了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了 那我呢 我也想你 我怎么办 秦可新转过脸 盯着王旭东说着 王旭东看着秦可新 眼眶再次轰轰 我 可新 王旭东一时间 说不出话来 满腔的温情 你要么就忍住 不要来看我 你要来看 我就偷偷地藏好了 不要被我发现 但是你现在被我发现了 我忍不住了 我想你了 你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跑了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今天必须留下来 陪我 秦可新虽然说话语气非常强硬 但是说完之后 眼眶里的泪水 终于还是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王旭东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忽然之间 就扑进了王旭东的怀里 大声地哭了起来 第260集 王旭东对于秦可新忽然之间的举动 有些手足无措 但是却能感受到秦可新内心的火热 好了 走吧 就在王旭东还在考虑 自己是抱着还是不抱的时候 秦可新已经从他的怀里出来 拿出纸巾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笑着对王旭东道 去哪儿 陪我 陪你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陪我 秦可新带着王旭东去了停车场 直接上了他的车 然后两人开着车往事去而去 你昨天晚上几点的飞机 这么早就到了 秦可新一边开着车 一边问着 四点 凌晨四点 你受什么刺激了 怎么突然之间这么想我 秦可新笑了笑问着 心里面暖洋洋的 没受什么刺激 昨天晚上喝多了酒 你是喝多了酒才想我 假如没喝酒 就不会这么想我 对吧 没喝酒我不会这么冲动 在想我也不会过来 喝了酒 有些不受控制 王旭东实话实说 原来这样 下次如果我想的难受了 我也喝酒 起码给自己一个不坚持 不强忍着的理由 王旭东转脸看着秦可新 笑了笑道 好 喝酒之前先给我打电话 我去机场接你 想得美啊你 你天天与苏婉琪亲亲我我的 还能想起我 秦可新说完 说完了之后 两个人都沉默 苏婉琪是两个人之间都回避的问题 吃早餐了吗 没有 准备回东海吃中午饭 要不要去尝一尝燕京的地道早餐 你请客 现在也当大老板了 怎么还是这么的客气 没办法 我还欠着你十几万呢 你什么时候欠我十几万 我那屋子所有的家电家具啊 所以你这次是打算来还我钱的 本来还没打算还 因为没准备见你 但是现在既然见着了 准备还了 好 秦可新点头 我怎么感觉你这语气怪怪的 黄启东有些疑惑地看着秦可新 秦可新直接在一个路口一个方向 就把车子给掉头了 去哪儿这是 黄启东差一 去机场 去机场吃早餐 送你回东海 你这是搞什么鬼 你要是来还钱的 我就直接送你走 眼不见为敬 秦可新冷冷地说着 车子继续往机场开去 等等 我不还了行不行 我拿着这十几万 自己去外面花间酒地 这总可以了吧 黄启东哭笑不得 秦可新白了黄启东一眼 然后又再次把车子掉头 继续往市里开去 秦可新直接开车去了市里 然后在一家老店给停了下来 带着黄启东进去吃早餐 给王许东点了一桌子的早餐 炒干 油饼 馄饨 茶汤 糕点 等等 我吃得了这么多吗 尝一尝吧 这都是中式的早餐 你应该会喜欢吃 秦可新就坐在王许东对面 看着王许东吃 自己也不动筷子 你今天不上班吗 王许东一边吃一边问 上班 那你这个时候还在这儿 我没带手机 所以他们催我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上班的公司 也从来没要求 我每天必须去上班 我平时也不是每天都去公司 有事了才去 秦可新回答着 给王许东递过去一张面筋纸之后 接着道 今天我矿工 哪儿都不去 不管是你陪我也好 还是我陪你 不过 等一下我要去一趟工作室 有个事情 我要去处理一下 很快的 你的工作室已经弄好了 嗯 弄好快一个月了 两个人一边说着 一边出了早餐店 秦可新就带着王许东 直接开车去了 他的工作室所在地 同样是工作室 秦可新的工作室 就远比王许东的工作室 大得多 也豪气得多 开在主干道边上 整个一个二楼 全部是他的工作室 面积很大 里面装修的 也非常的富丽堂皇 而且 比起王许东那儿 只有两个服务员不同 秦可新工作室里面的 工作人员 加起来 是十来个 我不对外开放 基本不接受 普通老百姓 性质 其实与你那个 鞋垫一样 也差不多是定制吧 不过我这里 大部分都是为明星 制作礼服 服装的 当然 也会有大富豪 找我设计一些礼服 和婚纱之类的 但是不多 所以我这里的对象 都是明星 其实很多年前 很多人劝过 我自己开一家工作室 因为每年慕名前来 找我设计服装的 明星都很多 但是 我大部分都拒绝了 因为我不喜欢 特意为了某个人 去设计衣服 我不缺钱 也不是太喜欢钱 那你现在 为什么开这个 因为 我要给我自己 找事做 没日没夜地做事 这样就可以忘记你 可以不想 秦可新一边 带着王许东 往自己里间的 办公室走去 以便对王许东说着 但是 显然我的想法 是错误的 有些东西 不是说努力工作 就可以忘记的 深入骨髓的东西 就算是你睡着了 也在想 别说是在工作了 秦可新这话 是说给他听的 王许东 只能沉默 虽然还是忘不掉 但是既然 已经开起来了 我也不可能 把它关掉 而且我把我所有的钱 都投资在里面了 包括我在东海的 那套房子 所以也只能是 继续开下去了 秦可新继续说着 秦总 您来了正好 打您手机 一直打不通 一个年轻女人 看到秦可新 连忙迎过来说着 我出门是忘带手机了 什么事 哦 是这样的 刚刚创美娱乐的 秦总监打电话过来 说打你电话打不通 就直接打到 工作室里来了 创美娱乐 什么事 他希望你能够 为他们旗下的 女性乐乐小姐 制作一套 出席经纪奖的礼服 时间上 希望你能够 帮忙稍微提前一点 等下乐乐小姐 会与经纪人 一起过来找你 主要是希望你 亲自操刀设计 秘书对秦可新的 告诉他 今天我有事 让他明天再来吧 另外今天 所有找我的事情 都退掉 我有事 我今天也不会 带手机 任何人找我 都找不到 琳达的那套礼服 做好了吗 嗯 已经做好了 带我去看 我要亲自检查一下 秦可新点头到 等我一下 很快 交付的礼服 我必须亲自检查 秦可新转脸 对王旭东道 你去忙 我四处看看 王旭东自己 在秦可新的工作室里面 四处转着看 不转不知道 转了一圈之后 王旭东才暗暗心惊 之前一直都没觉得 现在他才知道 秦可新在这个圈子里面的 名望有多大 工作室里面 除了秦可新之外 还有很多个设计师 另外还有几个工作间 里面都有专业的裁缝 在做着衣服 那些裁缝 估计也不是一般人 与王旭东的鞋垫一样 全部是手工 而在一个存放成品的房间里面 王旭东看到了一套套 已经做完的衣服挂在那 穿在模特身上 被灯光照着很漂亮 而上面贴着的衣服 主人的名字 也让王旭东有些惊讶 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大明星 一个也就算 关键是很多个 路过一个房间 听到一个工作人员 在与一个顾客 在那谈衣服的事 王旭东才知道 之前觉得自己的鞋 已经卖得够牛逼 够贵的 但是在听过人家的谈价之后 他才知道 自己那只是小屋 见大屋吧 这一套衣服 价格在百万以上 之前的秦可欣 一直都像一个小女人一样 躲在王旭东的身后 而今天 王旭东才真正地认识到 秦可欣另外的一面 她其实是个很优秀 有着很强大实力的女人 在王旭东完全 转满一圈之后 秦可欣也走了过来 她一边走 身边的助理 还有两个设计师之类的人 跟在她身边 她一边说 几个人连忙点头 都听明白了吧 哦 听明白了 那好吧 那你们就按照 我刚刚说的去做吧 走吧 我们走吧 秦可欣说完之后 正好走到王旭东身边 对王旭东道 秦总 这位是您的男朋友吧 一个女孩子笑嘻嘻地 看着王旭东 对秦可欣说道 你真有眼光 秦可欣一点也没有生气 反而笑着说道 接着道 不过你看错了 她是我前男友 秦可欣一说 几个人很是惊讶地看着 王旭东则有些尴尬地哭笑不得 走吧 说完之后 秦可欣就拉着王旭东走了出去 去哪儿啊 上车之后 王旭东再次问着秦可欣 去哪儿都行 但是今天有两点你必须答应我 还有要求啊 好 你说 第一点 今天这一天 我是你女朋友 你是我男朋友 秦可欣说着 秦可欣说着 王旭东惊讶地 侧目着看着秦可欣 怎么 不答应 秦可欣继续开着车问着 我没有说不答应 只是 没有说不答应 那就是答应了 第二点 第二点 今天这一天里 你心里不准想除我以外的任何女人 今天这一天是你属于我一个人的 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 今天你不准想苏婉琪 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苏婉琪这个名字 不要说任何有关于她的事 王旭东再次沉默 这一天 秦可欣带着王旭东去了长城 从下车之后 她就牵着王旭东的手 开心地像个小女孩一样 走累了 就让王旭东抱 两个人亲密地让旁边的人都为之羡慕 从长城回来之后 两人都疲惫不堪 结果 秦可欣又拉着王旭东去了故宫 晚上 带着王旭东去逛了夜市吃饭 最后 又拉着王旭东去看了场电影 一切都匆匆忙忙 她就像有无数要做的事情 想在这一天全部做完似的 看电影的过程当中 她紧紧地拉着王旭东的手 头靠在王旭东的肩膀上 电影开场五分钟 她就睡着了 靠在王旭东的肩头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王旭东转脸 就感受到了秦可欣已经睡着 笑了笑 并没有叫醒秦可欣 也没有动 而就这么坐在那 一动不动 抱着秦可欣睡着 一直睡到电影结束了 都没有动 也没有离开 最后 是打扫卫生地进来 才把秦可欣叫醒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睡着了 我们马上走 秦可欣惬意地对工作人员等 然后拉着王旭东 飞也似地逃了出去 而王旭东则一直笑着 看着秦可欣 你干嘛 我睡着了 你干嘛不叫醒我 让别人这么叫 多丢脸 有什么好丢脸的 让你睡得这么美 我不忍心叫你 今天这一天实在玩得太累了 看得出来 你很疲惫 王旭东笑着对秦可欣等 秦可欣走过来 很自然地拉着王旭东的手 两个人 慢慢地往外面走去 我累 但是我不疲惫 我的确睡得很美 因为 从发现你与苏婉琪的事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睡得这么晚 来到燕京之后 我每天都在想你 只要一闭上眼 就会想到你 甚至于睡着了 做梦都会梦到你 秦可欣深情地说着 你不是说了今天不准提他吗 我可以提 但是你不行 好吧 现在还要去哪儿 回家 好吧 我送你回家 什么叫你送我回家 难道你不回家 我 我的家在东海 洪旭东 你是不是故意抬杠 我又怎么了 我 今天还没到十二点 所以 现在你还是我男朋友 我说的家就是我们的家 什么你家我家的 啊 我今晚说你家 不然呢 还有这项服务 废话 要做就做全套 不能只赔白天不赔晚上呀 放心 晚上的服务项目 我另外给你算钱 秦可欣捏了捏 王旭东的脸说着 别再给我钱了 免费 我已经欠你十几万了 不知道 该找个什么方式 才能还给你 你就别再给我付费了 那你晚上就表现好点 说不定我一高兴 你那十几万 我就全部给你免了 我今天难道 表现得还不好吗 白天是白天 晚上是晚上 白天和晚上 不是同一种表现 哎 不要再挑逗 我这种老年人了好不好 老年人刺激大了 终于高血压 引起脑血栓 脸都没见你红 是不是四晚期 天天在你身边 美女见多了 现在对我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你看 你又铁 两人一边闹着 一边开着车回家 直接回了秦可欣的家 到了秦可欣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你洗澡吗 秦可欣进去之后 问着王许东 哎 洗澡就算了吧 我酒喝多了过来的 除了带了一肚子酒精来烟精 其余他什么都没带 臭死了你 算了 臭男人 臭男人 就算你洗了身上也还是一样的臭 推你吧 我得去洗个澡啊 身上难受死 你看会儿电视吧 我去洗澡 秦可欣对王许东说着 然后自己去了卧室 第261集 秦可欣去洗澡 王许东一个人走到秦可欣家的阳台上 看着秦可欣在阳台上 养着很多的花花草草 这一天 对于王许东来说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有点太不真实 就像他说的那样 如果不是因为喝多了酒 人变得冲动 就算是再想秦可欣 他也绝对不会过来看秦可欣 即使是喝多了酒过来的 他也没有想过与秦可欣见面 他心里也一直想着 偷偷地看一眼秦可欣酒精 他也是这么做 甚至于在下飞机的时候 已经提前买好了回东海的飞机票 当然 在偷偷地看秦可欣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过去做太多缜密的布置 因为没有想过秦可欣会发现自己 他到现在也不明白 秦可欣是怎么发现自己在身后 他跟踪人的水平 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觉察 更何况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女孩呢 可现实就是有那么巧 秦可欣正好没带手机 返回来取手机 而且他也没有想过 秦可欣就凭着远远的一个背影 就认定了是他 从门口散发的烟味 也能猜出是他 即使与秦可欣见面 他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演变成今天这一天的情形 今天这一天就像是与秦可欣回到了从前一样 他虽然什么都没有说过 但是他心里是高兴的 是喜欢的 他也能感受出来秦可欣心里的开心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王许东心里有了些兴奋 也有了一些期待 啊 我洗完了 王许东正在阳台上抽着烟 想着这些事的时候 就见到秦可欣拨弄着头发走了过来 看到秦可欣的那一刻 他眼睛都直了 只见秦可欣 只围了一条大号的浴巾就走了出来 王许东逼血 差点就流了出来 可欣 能不能别这么穿 怎么了 容易上火 为什么容易上火 你说呢 我都没见你流鼻血 电视里面那些不是男的一见到美女穿得少就流鼻血吗 是不是我穿得太多了 要不我把玉巾扯掉 秦可欣笑呵呵的道 别 别玩这么大号号 别考验我的忍耐力行不行 求你了 王许东来求着 我偏呀我就要扯掉 我就想看看你看到我身体时的反应 我就想看看我在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魅力 别转头啊 不准转头 看着 秦可欣说着 伸手一把扯掉自己身上的玉巾 可欣 别闹了行不行 王许东一下子就转过身去 连忙说着 王许东你什么意思啊 我脱光了你都不愿意看吗 我求你了 别闹了好不好 你是不是心里就只有他 就算我脱光了站在你面前 你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秦可欣冷冷地问着 随后对王许东道 王许东 转过头来 看着我 真的别闹 会出事的 王许东一边说着 一边连忙把窗户边上的窗帘给拉上 不能让外面的人给看见 你看不看 你不看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别 我看 我看还不行吗 王许东吓了一跳 连忙转过身来看着秦可欣 王许东以为 转过头来看到的 会会是一幕 活色生香 让人热血沸腾的画面 谁知道 却不是 只见秦可欣站在那 身上穿着一套睡衣站在那 这套睡衣短了点 薄了一点 一样的诱惑着 但是却什么都没录 王许东看过之后就知道 自己被秦可欣给耍 他郁金围着的里面 是穿着睡衣的 他是在故意逗王许东的 可欣 你无聊不无聊 特别失望是吧 别狡辩了 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了 你很失望 秦可欣哈哈大笑着 无聊 王许东回了一句 转过身 再次把窗帘拉开 打开窗户 站在那儿抠着你 生气了 秦可欣走过来 站在了王许东的身边 问着 你什么时候开始养花的 在我的记忆里 你在东海的时候 是不养花的 王许东没有回答 秦可欣的话 指着阳台上一大堆的 花花草草问着 不一样 在东海市 我有爱情 我有男朋友 到了这儿 我什么都没有 白天上班的时候 我可以全部身心 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把自己的精神 寄托转移到工作上 但是晚上回来了 怎么办 我就只好养花了 把他们当成 我的精神寄托嘛 秦可欣悠悠地说着 王许东知道 秦可欣说的是自己 没有回答 我把他们都当成是你 想你的时候 想起你的好的时候 我就给他们浇水 给他们加花肥 想起你与苏婉琪之间的 事的时候 我就拔光他们的叶子 扯光他们的花 把他们碎尸万段 秦可欣继续道 王许东知道 秦可欣是在开玩笑 也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说好了不提他的 但是不得不提 徐东 你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 能不提他吗 试了一天 结果你没说 但是我却一直在说 结果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假如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可能绕得开他 他永远都会存在 我们两个面前 虽然你一天都没提过他 但是我却知道 很多时候你都想起了他 只是你忍住了 不说而已 秦可欣站在窗户边 悠悠地说着 王许东又点了一根盐 静静地抽着 今天我很开心 真的 即使你只是假装成我的男朋友 这一天我也过得很开心 秦可欣继续说着 我没有假装 王许东淡淡地闹 我知道 可是我在假装 我假装成你是我的男朋友 王许东沉默 从东海来到燕京这么久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城城 第一次去故宫 也是我第一次出去玩 更是我第一次去逛街 去看电影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去 这些曾经你陪着我 做过的事 我一样都不敢做 我怕我去了 就会想起你 我怕我又会忍不住 想去东海见你 我怕我会难受地崩溃 今天你来了 所以我抓紧时间 这一天都做了 因为我知道 只有一天 也只能是一天 为什么只能是一天 王许东问着 其实他心里面 已经知道了答案 因为你心里有苏婉旗 我心里也有苏婉旗 我们之间永远都隔着 一个苏婉旗 那是种什么感觉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和你 接吻的时候 身边永远站着一个苏婉旗 在边上看着你 我爱你 但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对不起 秦可欣叹了口气说着 所以 今天这一天只是一个梦吗 是吗 王许东吐着烟道 是的 今天就当是做了一个梦 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梦 睡一觉 醒来 咱们就当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 秦可欣点头 王许东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点点头道 是啊 的确是做了一个梦 一个美好的梦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帮你订了明天早上 回东海的机票 秦可欣慢慢地说着 王许东再次看了看秦可欣 随后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十二点了 我们的男女朋友关系 结束了 梦醒了 秦可欣看了看手机到 是啊 十二点到了 王许东看了看 自己手腕上张晓云 送给她的手表 睡吧 我去给你铺成 秦可欣转身 就准备往客房而去 回用了 王许东叫住了秦可欣 秦可欣回头 我去外面住吧 秦可欣愣在了那儿 呆呆地看着王许东 很久之后 她选择了点头 王许东扔掉了手里的 烟头走了过去 走到秦可欣身边的时候 忽然停住了脚步 在秦可欣毫无防备之下 突然张开双手 把秦可欣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秦可欣挣扎了一下 就再也没有反抗 也紧紧地抱着王许东 两个人就这么紧紧地 拥抱在了一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许东对秦可欣说道 我该走了 王许东说完之后 就松开了手 秦可欣也松开了手 王许东对秦可欣笑了笑 说道 答应我 不许哭 嗯 我不哭 秦可欣点头 王许东也点头 然后转身大步地 走出了秦可欣的家 头也没回 走出去 关上了门 秦可欣呆呆地 站在客厅中央 看着王许东走了出去 看着门被关上 看着王许东的身影 消失在了屋子里 我答应过你 我不哭 秦可欣难难自语着 然后转身走到了洗手间里面 对着洗手间化妆镜里面的自己说着 秦可欣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的要强 你明明知道 只要你说一句 希望他留下来 希望与他在一起 他不会拒绝的 可你为什么就是要那么强 你在骄傲什么 你在坚持什么 你明明就爱着他 到底是爱情更重要 还是自尊更重要 这么做 对吗 你后悔吗 王许东走出了秦可欣的家 四处溜达 然后就在附近找了个酒店住下 第二天一大早 王许东就去了机场 乘坐着早上的飞机回了东海 然后直接去了自己的鞋店 继续坐下 对于他来说 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第二天上午 店里就来了两个人 两个让王许东很诧异的人 一个是李小天 另外一个是蒋伟 蒋伟与李小天一样 都是落美服饰的保安 来自偏远农村 初中毕业 就跟着认识的人 跑到了东海来打工 但是却进了黑作坊 在那里压榨了几年 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 然后自己逃了出来 之后就机缘巧合 18岁那年 跑到了落美服饰打工 今年刚好20岁 是个头脑很聪明 很机灵的小伙子 这一点与李小天很像 所以王许东对他印象 也比较的深刻 因为与李小天性格 各方面都很像 所以也与李小天关系比较好 对王许东也是非常的崇拜 每一次有什么事 只要王许东一吩咐 他都是走在最前面 见到这两个过来 王许东很是惊讶 问道 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哥 我们两个被开除了 李小天直接道 开除了 是你们两个自己辞职了 还是被开除了 本来我们俩自己也不想干了 准备辞职了 可能狗日的今天早上 直接就找董事 把我俩给开除了 因为那个狗日近来的保安队长 有两个老家的亲戚 要来这里干 公司里面保安的名额有限 所以 他就找到了总经理 说我们俩坏话 总经理就把我们两个给开除了 李小天道 也是 肯定地开除你们两个 整个保安队所有人都老实 不老实的 就你们俩 肯定你们俩不服他 他就想办法把你们俩开除了 得 开除就开除了吧 我答应过你们 帮你们找到新工作 这样吧 我今天就帮你们去找找华海集团 看看华海集团下面的哪个公司 还缺不缺保安吧 王旭东笑了笑 走过去给两人 一人递了一只咽喉刀 不是哥 我们不是来找你 跟我们俩找工作的 那你们俩 是来找我干嘛的 我们不想再当保安了 我今年也就二十四岁 他才二十岁 再当保安 我觉得我们俩这一辈子都到头了 我们俩还都没娶媳妇呢 这个样子下去 上哪找媳妇啊 李小天哭诉着 都当保安 你们能干什么 你们也都没有念过什么书 没文品 没手艺 这 哥 我们俩 早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俩过来 就是到你店里来当学徒的 学徒 学做鞋啊 啊 是的 我都打经清楚了 你这店 做鞋是能赚大钱的 我们俩 就是想来跟你做鞋 等到我们会做了 我们就在你店里打工 我们俩谁都不跟了 这辈子 就只跟着你 你去哪儿 我们俩就跟着去哪儿 那群狗肉的太欺负人了 李小天愤愤不平地说着 王许东看着李小天 和蒋伟两个人哭笑不得 实话实说吧 我这店里做鞋 是能够赚大钱的 但是这个鞋 可不是这么好做 之所以这鞋卖得这么贵 是因为这鞋的质量 对做鞋的人要求很高 学做这个鞋 没有个一两年时间 是根本不可能上手的 哥 别说一两年了 哪怕四五年也行 我们不要别的 只要你愿意教我们 我们做学徒 不要一分钱 你帮我们吃住就行了 当我们学会了 你再给我们工资 我们还在你这儿做 哥 我们实在不想再当保安了 一辈子都没出息 我们就想学点手艺 赚点手艺钱 我们俩也不认识别人 唯一认识的人就只有你 所以我们只有来找你 我们俩都已经决定好了 这辈子就跟着你混 哪都不去了 蒋伟结果话说着 第262集 王旭东抽着烟 看着这两个人 心里也是无奈 这两个人都是他兄弟 在他在落美服饰的时候 一直都是跟着他的 特别是李小天 而且他也认为 这两个人说的有道理 当保安 当下去一辈子 也只能是个保安 两个人都还年轻 要是一直当保安下去 这一辈子就毁了 而且又没有文品 没手艺 他们在东海 也谁都不认识 如果自己不帮他们 可能他们真的 就已经走到了绝路上 但是在他的想法当中 他也就只想守着这个店 一直这么安静地过下去 从来没有想过 想要去招学徒 王旭东抽完一根烟之后 把烟扔了下去 说道 好吧 这样吧 你们俩就留在这儿 跟我学做鞋吧 你们既然跟着我 我王旭东 绝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都是我的兄弟 我这个人的性格 你们知道 我王旭东 有一口吃的 就绝不会让你们饿着 但是 你们也必须 给我认认真真地学 必须懂规矩 听招呼 如果不听话 我也不会对你们客气 哥 别人的话 我们两个还有可能不听 但是你说的话 我们两个敢说一个步子吗 那到底是 既然你们要跟着我学做鞋 那你们俩就留在这个店里做点事吧 这样吧 你们俩先做学徒 从最基本的学起 做学徒的时候呢 我包中餐 与外面两个姑娘一样 早餐和晚餐 你们自己解决 因为早餐晚餐 我也不一定会在店里面吃 住的地方 我等一下给你们去找个住的地方 工资呢 学徒期间 就给你们五千一个月吧 好不好 我这店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赚钱 我给你们的 也就这么多了 等到你们完全学会了 能够自己独立上手了 工资在家 那个时候再考虑 王旭东想了想后说着 五千 哥 太多了太多了 我们俩什么都不会 你给我们俩这么多 你 不要说了 既然你们来找我 我就不会亏待你们 我能赚钱 就不会让你们俩饿肚子 不过你们俩必须得 给我好好地学 认真地学 还是那句话 如果做得不好 我也不会跟你们讲客气 立马就给我滚蛋 好 你放心 李小天和蒋伟两个人 非常地高兴 行吧 你们俩跟着 去这附近 我给你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王旭东起身 便走了出去 王旭东带着李小天 和蒋伟两个人 最后直接就在楼上 给租了一套老旧的房子 不贵 但是也不便宜 房子虽然老 命迹也不大 正好一人一间房 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 比起之前住的宿舍来说 这已经是天堂来了 两个人感动得差点哭了起来 他们心里很清楚 他们俩什么都不会 什么也都做不了 王旭东愿意给他们 这么高的工资 来给他们租房子 即使就是看在情分上 行了 这是房子钥匙 你们自己拿着 这是我外面面包车的钥匙 李小天 你是有驾驶证的吧 自己把车开到洛美去 把你们俩的东西 收拾了搬过来吧 中午一起出去吃个饭 就当算是你们正式 开始上班了吧 快点去吧 王旭东拍着 李小天的肩膀说着 然后自己就下了楼 再次回到自己的工作间 继续坐鞋 当天中午 王旭东带着李小天和蒋伟 还有店里的两个服务员 一起去饭店里吃了一顿饭 算是为两个人接风 吃完中午饭之后 王旭东继续回到工作室坐鞋 而李小天和蒋伟两个人 则一直站在旁边 认真地看着 王旭东一边做 一边给他们讲解 教他们应该注意什么 学坐鞋并不难 只要人够聪明 愿意动手 努力地去学 整个这一套 一周时间想来 就能学会 就能自己开始做 但是 会做与做好 那是两回事 王旭东也是真心的教 希望这两个人 能够真正地学好做好 起码学会了 也能够解决 两个人的升级问题 下午王旭东 快要下班的时候 王旭东的手机 就收到了 苏晚期发来的一条短信 短信很简单 只有几个字 下周一上午 我请家 我们一起去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你带上身份证等证件 王旭东看着这行字 沉默了很久 然后才回了一个字 好 随后便收起了手机 提醒两个 认真在做鞋的 李小天和蒋伟下班 自己也拿着车钥匙 就出门了 有了李小天和蒋伟在 店里的钥匙 王旭东也交给了李小天 每天开门关门 都不由他管 之后的几天 王旭东心情一般 周一早上 王旭东一大早就起来了 给李小天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 自己今天不去店了 然后把自己的证件带上 直接开车去了民政局 王旭东在民政局门口等着 等着苏婉琪过来 但是等了很久 从早上八点半 等到了九点半 还不见苏婉琪过来 苏婉琪与他约好的九点 在这见面的 现在都已经九点半了 苏婉琪还没有来 苏婉琪一直都是一个 非常准时的人 怎么今天这个时候还不来 之前王旭东以为 苏婉琪是因为堵车什么耽误 但是现在都耽误了半个小时了 肯定不是这样 王旭东拿过手机 给苏婉琪打电话 他都快忘了自己有多久 没有给苏婉琪打过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那边才接 喂 旭东 苏婉琪声音有些不对 似乎有些哽咽 王旭东听到了苏婉琪声音的不对劲 连忙问着 你怎么了 我爸走了 苏婉琪说完这一句 忽然哭了起来 走了 王旭东皱着眉头问着 他吓了一跳 但是却没敢往那方面想 走了 永远能走了 他去世了 苏婉琪在电话里面嚎啕大哭着 这次 王旭东是真的给吓了一跳 连他都半想没有反应过来 他不明白 怎么一个好好的人 突然之间就死了呢 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里 在那儿等我 王旭东说着挂断了电话 然后开着车就往医院而去 他不久之前都去过一次苏北洋的家 见过苏北洋 那个时候他感觉苏北洋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如之强 但是却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苏北洋忽然之间就死了 王旭东开着面包车 直接就去了医院 直接闯进了苏婉琪所说的病房 但是一进病房 就见到病房里面空荡荡的 就只剩苏婉琪一个人坐在病房里面发呆着 眼睛完全是红烛的 怎么了 王旭东走到苏婉琪身边问着 苏婉琪看到王旭东过来 再次崩溃 顿时泪流满面 不管不顾地坐在那儿哭着 苏婉琪走了 永远走了 苏婉琪一边说着 一边大哭着 哭得很伤心 王旭东有着满肚子的意味 但是看到苏婉琪的样子 他什么都没关系 直接走到苏婉琪坐的床边 坐在苏婉琪身边 伸手抱住了苏婉琪 苏婉琪没有反抗 一下子就扑进了王旭东的怀里 嚎啕大哭了起来 他需要一个依靠 一个肩膀来让他哭泣 苏婉琪在王旭东的怀里 哭得都快要崩溃 很久之后才推开王旭东 从王旭东的怀里出来 大哭了一场之后 他的情绪明显平静了一些 你爸呢 王旭东终于等到苏婉琪平静了一些 才开口问着 去殡仪馆 苏婉琪低沉地说着 随后苏婉琪站了起来 急着自己的包 慢慢地往外面走去 我也去殡仪馆 王旭东皱着眉头 从后面追上了苏婉琪 伸手接过了苏婉琪的包 走在苏婉琪身边的 我陪你一起去吧 什么时候走的 王旭东 按过医院的电梯 扶着走路都有一些精神出窍的苏婉琪 走进了电梯里面问着 嗯 不知道 苏婉琪摇头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个多小时前 家里管家给我打的电话 让我来医院 说 我爸已经走了 我轻轻忙忙地赶到医院 见到了我爸最后一面 那个时候 他已经走了 而且 走了很久了 苏婉琪摇头 王旭东紧紧地皱着眉头 那你爸是因为什么原因走了 高血压 我问过医院的医生 我爸是因为突发性脑异血 加上从家里二楼楼梯上摔了下来 据说 当场死亡 送到医院来的时候 人就已经死了 韩采云没有通知你 没有 他怎么可能通知我 我也从没在他的脸上 看到过一丝一毫的悲伤 知道我爸已经死了之后 就直接联系殡仪馆 如果管家给我打电话 再晚一点 我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接不到 苏婉琪咬着牙冷冷地说着 你爸一直有高血压吗 有 高血压很多年了 一直都有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怎么人一下子就埋了 昨天在公司我见到他 他都还好好的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这么多 我连那身前最后一面都没有看 我 苏婉琪说着 泪水又哗哗地往下流 别哭了 节哀顺变吧 你要注意身体 越是在这个时候 你越是要保持镇定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等着你去处理呢 王许东从苏婉琪包里 拿过纸巾出来 递给苏婉琪 让苏婉琪擦拭眼泪 我知道 苏婉琪点头 一边擦拭着眼泪 一边与王许东 一起往医院停车场走去 王许东直接从苏婉琪包里 拿出车钥匙 自己拉开门 坐在了苏婉琪车的 驾驶位上开车 苏婉琪现在这个精神状态 他是断然不敢让苏婉琪开车的 医院里医生怎么说的 是因为脑溢血引起的 你怕摔下楼去的 还是因为摔下去 才引发的脑溢血 王许东一边开着车 一边问着苏婉琪 不知道 许东 暂时别问我这些问题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想静一静 王许东转脸看着苏婉琪 不知道什么时候 苏婉琪又已经是满脸泪水地 坐在座位上 好 王许东能够明白 苏婉琪此刻的感受 去年他爸去世的时候 王许东堂堂三尺男 也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更何况苏婉琪 只是一个女人 王许东一路开车 把车往殡仪馆开去 一路上 没有再问苏婉琪的话 但是所有的疑问 一直在他的脑子里盘旋着 此时的苏婉琪 就像是一个被抽去了 灵魂只剩下一个躯壳的人一样 眼神空洞地坐在位置上 看着窗外 对于他来说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突然的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 也适应不了 直到王许东把车开到了殡仪馆 苏婉琪也还是目光呆滞地 坐在车上看着窗外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许他什么都没有想 到了 下车吧 王许东对苏婉琪道 苏婉琪就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一样 呆坐在那 王许东看了看 自己下车 直接走到了苏婉琪那一边 打开了车门 苏婉琪这才反应过来 看着王许东 也看着窗外 然后从车上走了下来 两人走进殡仪馆 也不知道苏北洋的遗体 被拖到哪去了 只能去问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查了一下 然后直接道 啊 一体正在火化 什么 火化 听到这个答案 王许东和苏婉琪都非常惊讶 特别是苏婉琪 已经不是惊讶了 而是愤怒 两个人急匆匆地往火化的地方去 刚到那儿就见到了站在门口的一伙人物 这伙人不是别人 全部都是苏北洋的家人 所谓苏北洋家里人 其实也就是韩采云带着家里几个下人 而且韩采云站在那儿一点悲伤的情绪都没有 正在那儿嘻嘻哈哈地不知道说着啥 韩采云 谁让你火化的 谁让你火化的 苏婉琪冲过去 愤怒地说着 眼眶里面有着泪水 谁让我火化的 我让他们火化的呀 怎么了 火化有错吗 不火化 难道还收着过年吗 韩采云转脸一看到王许东和苏婉琪 冷笑地说着 你 韩采云 你有什么资格让火化 我都从来我没有同意过 需要你同意吗 我是他妻子 我有权决定 而这里轮不到你来说话 我告诉你 已经火化了 不仅火化了 雾地我都已经选好了 看在这么多年 他对我也还算不错的份上 明天上午召开一个追悼会 下午下葬 回去是要守灵三天的 苏婉琪哭着道 第263集 哼 你要守 你就跪在这里守啊 人都死了还守个屁呀 你在这守着人就能活过来 韩采云再次冷笑着 韩采云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爸他尸骨未寒 苏婉琪紧紧地咬着牙关 哼 你爸马上淋骨头渣的 韩采云冷笑着 刚说完 韩采云脸上就啪的一下 挨了一击响亮的耳光 苏婉琪冷冷地看着韩采云 你敢打我 韩采云不敢置信 韩采云身边的几个庸人 一下子就准备对苏婉琪动手 王旭东一下子挡在了苏婉琪的面前 一手按住了一个下人 冷冷地问着 怎么 想翻天了 狗仗人事 还是人仗狗事 回来 韩采云也咬着牙呵斥着吓人 苏婉琪 王旭东 看着老头子死了的份上 我今天不想跟你们计较 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 我就不会再跟你客气了 另外 苏婉琪 我再次警告你 现在的苏家是我当家座主 请你瞪大眼睛看清楚了 别给自己找不痛苦 识相的 以后见到我好好说点好话 或许我还能给你一条生路 你要守灵 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地守着吧 韩采云指着苏婉琪冷冷地说着 然后直接大步地往外面走去 身边跟着的好几个下人 也跟着走了 韩采云 你会遭雷劈的 苏婉琪一口牙都快被咬碎 随后看着火化室关着的大铁门 想着刚刚韩采云的态度 苏婉琪再次忍不住地嚎啕大哭了起来 王旭东从后面扶着苏婉琪 苏婉琪再次毫无顾忌地 转身扑进了王旭东的怀里哭着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 别俩可以这么快 为什么一个人心可以那么狠 我爸对他那么好 他才刚走 他竟然就可以这个样子 为什么呀 苏婉琪一边哭 一边说着 王旭东把苏婉琪抱在怀里 拍着苏婉琪的后背 没有说话 面色沉浸 心里在思索着很多事情 正说着 门打开了 工作人员抱着一个骨灰盒出来 谁是苏北洋的家属 当看到骨灰盒的那一刹那 苏婉琪整个人 一下子就崩溃了 爸 爸 苏婉琪嚎啕大哭 差点就摔在地上去了 王旭东一下子就抱住了苏婉琪 连忙劝说着 婉琪 冷静点 人死不能复生 爸 爸 你别走 爸 你没死 我不相信你死了 爸 救救你 别走 别走 不要让小伙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爸 苏婉琪气不成声 贪跪在地上 你是苏北洋的家属吗 进来一个人 检查确认一下 然后签字 工作人员再次催促着 王旭东看着气不成声的苏婉琪 把苏婉琪从地上抱了起来 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说道 苏婉琪 坚强起来 这个时候 你需要坚强 坐在这儿等我一下 王旭东安顿好了苏婉琪之后 就与工作人员进去 你是死者什么人 啊 我是他女婿 好 你检查一下 检查无误 在这上面签字 王旭东在里面办好了手续之后 抱着苏北洋的骨灰盒走了出来 苏婉琪再次看着苏北洋的骨灰盒 情绪又再次激动 王旭东一边抱着骨灰盒 一边抱着整个人都站立不稳的苏婉琪 十分钟之后 情绪已经平复了很多的苏婉琪 终于冷静了下来 转脸看着自己父亲的骨灰盒 起身抱着 紧紧地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虽然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往下流 但是整个人却冷静了许多 虽然眼神又开始变得空洞 走吧 灵塘住在那边 王旭东指着外面说着 这也是他问过工作人员之后才知道的 当然 灵塘以及火化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是韩采云安排的 火化的时间是由家属自己决定的 一般按照东海本地的习俗来说 是不立即火化的 而且灵塘一班三天 这三天遗体就摆在灵塘里 会请专门的遗体化妆师化妆做防腐处理 把遗体摆在灵塘三天 供一些前来吊宴或者参加追悼会的亲友 看最后一眼 再出笔也就是下葬那天才下葬 当然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是迷信 但是这也属于当地的习俗 可是韩采云显然没有尊重这个习俗 上来第一件事就是把遗体给火化了 当王旭东领着苏万吉走到灵塘的时候 整个灵塘空荡荡 只有几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对灵塘进行装饰 另外 有一个老人拿着衣袖 在那擦着挂在那儿的巨大的苏北洋的遗照 这个人就是苏北洋的管家 杨淑 当然 这个杨淑是他们家的老管家杨淑 与杨明远没有任何关系 管家杨淑正擦拭着苏北洋的遗照 在那儿独自流泪 一回头就见到了站在灵塘里面的王旭东 和捧着苏北洋骨灰盒的苏万吉 小姐 骨灰 杨淑看到苏万吉和王旭东之后 恭敬地说着 然后就忽然一下子 跪在了苏万吉的面前 流着眼泪在地上磕头 他拜的不是苏万吉 拜的是苏万吉手里苏北洋的骨灰 老爷 请安息 我老杨不称职 没有照顾好你 管家杨淑说完之后 老泪横流 杨淑 起来吧 是者已是 我们生者应当坚强 你是这样 苏万吉也应该这样 王旭东走过去 扶起了管家杨淑说着 然后按照工作的指引 苏万吉把苏北洋的骨灰盒 放在了架子 放在架子上之后 苏万吉就跪在了骨灰盒前面 跪在那儿空洞地发呆 任凭王旭东怎么拉也不起来 王旭东能够明白 苏万吉内心的感受 也任由苏万吉跪在了那儿 管家杨淑一直都站在旁边 泪流满面地看着苏万吉 王旭东点了一个烟 抽了一口 然后走到一边 对管家杨淑说道 杨淑 过来一下 有些问题 我想请教你一下 姑爷客气了 你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啊 管家杨淑连忙点头 然后与王旭东走到了一边 您老抽烟吗 王旭东客气地问着 他对管家杨淑一直尊敬 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王旭东每次去苏北杨家 管家都对王旭东很好 与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管家杨淑不仅仅只是一个苏家的老人 更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的人 王旭东也很明白 管家杨淑是唯一一个 没有被韩采云拉拢的人 谢谢 不用啊 管家杨淑摇着头 老爷子走的时候 你在现场吗 王旭东抽了口烟后 直接问着 不在 我是听到叫唤之后跑过去的 我跑过去的时候 老爷已经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倒在地上 他们跑过去把老爷抱起来 我没挤进去 当时韩采云呢 夫人是在我来了后 听到大家都在喊老爷摔倒了 他才从楼上出来 那时候 他应该还没醒 平时早上 他都睡得比较晚 老爷醒得比较早 管家老杨 如实地回答着 他过来之后 做了什么 我看到他跑了下来 让人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你有没有进去看过 老爷子当时 是已经断气了吗 我不知道 我挤不进去 他们也不让我进去 老爷平时基本不管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都是夫人做主 所以 我虽然是个管家 但是在家里 我其实也管不了多少事的 只负责开开门 成立一下花园 管家老杨说着 说得很隐晦 但是王旭东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他虽然是管家 但是 在苏家 他早就被韩采云给排解 他在苏家 其实毫无地位 如果不是因为苏北杨在 他早就被韩采云给轰出去了 王旭东抽着烟仔细想着 问着管家老杨 老爷子高血压多少年了 唉 很多年了 一直都有高血压 而且 一直都比较的严重 这些年 因为有家庭医生 所以血压控制的 还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 根据我的观察 老爷最近这段时间 血压都比较的高 您为什么知道 我服侍老爷很多年了 能够看得出来 有家庭医生在 为什么血压还会高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老管家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你觉得老爷子的死 有没有疑点 王旭东最后问着 老管家看着王旭东 欲言又止 最后对王旭东道 姑爷 老爷已经走了 有没有疑点 又有什么用呢 人死了 不管做什么 都不能复生了 老爷走了 只是可怜小姐了 姑爷 带着小姐离开这里吧 走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走 小姐还年轻 有些事情可能看不穿 但是姑爷是个聪明人 姑爷明白我的意思的 老管家道 王旭东出了狗烟 然后道 我可以带走他 但是他未必会愿意跟我走 你刚刚也说了 有些事情他看不穿 只要是一日看不穿 他就会一直坚持 要让一个人成长 逃避不是办法 只能让他自己去面对现实 不然他永远都看不穿 你也不用担心 只要有我在 没有人可以伤害他 谢谢 我替老爷 谢谢姑爷了 不用谢 我是他丈夫 只要一日不离婚 我就一日还是他的丈夫 这是我的责任 老管家点头 说道 这是小姐的福气啊 也可能是老爷晚年干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了吧 老管家 你说这个事情现在请警察来调查还有希望吗 王旭东再次问着 完了 老管家摇头 随后又到了 姑爷 恕我直说 老爷已经走了 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保护好小姐 其次是苏氏集团 这是老爷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江山 车里面也有老夫人的心血 但是 也不要强求啊 唉 老管家说完他了一口气 转身向苏婉琪走去 王旭东站在那仔细地思考着老管家的话 经过与老管家的对话 王旭东知道 这个老管家是整个苏家最明白的人 也是有大智慧的人 小姐 我得向您和姑爷 说声再见了 老管家走过去 对苏婉琪说着 苏婉琪还沉浸在悲痛当中 听到老管家这么一句话 木然转身站了起来看着老管家 杨叔 连你也这样吗 我爸还没瞎做 你就要走了 不 小姐 你误会我了 我从二十多岁开始跟着老爷 当年我从老家来东海 在街上 差点被人给打死 只老爷救了我 把我送去了医院 之后给了我工作 我就一直跟着老爷 在苏家当管家 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一生无儿无女 也没有家 苏家 就是我的家 我从未想过离开 我也没地方可去 但是现在 苏家已经不再是苏家 我也不得不走 老管家叹了口气 到了 韩采云怎么对你说的 王许东皱着眉头问着 夫人在医院的时候 就对我说过了 让我现在就离开苏家 从明天开始 不希望再见到我 老管家说得很平淡 但是王许东知道 韩采云的原话 一定非常的难听 绝对没有这么平静 他敢 杨叔 他算个什么东西 你从我出生就在苏家了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离开 你哪都不用去 你都待在苏家 我倒想看看 谁敢让你走 苏婉吉十分的愤怒 小姐 老管家叹口气 想说什么 婉吉 不要难为老管家了 王许东对苏婉吉 道 我怎么难为他了 老管家刚刚也说了 现在的苏家 已经不再是苏家了 为什么不是苏家 我爸走了 但是我还在啊 你爸走了 苏家就不再姓苏了 而是姓韩了 他才是那个家的主人 唯一的主人 你让老管家继续待在那儿 只会让老管家 陷于水生活的当中 理智一点吧 不要再固执了 王许东劝说着苏婉吉 他很采用好大的胆子 他敢 你觉得他敢不敢 王许东再次问着苏婉吉 然后转脸 然后转脸问着老管家 老管家 你离开之后准备去哪儿 我前面已经想好了 去联系一下民政部门 看看能不能去住静老院 我无儿无女 年龄也到了 看看民政部门审核通不通过吧 如果通不过 我就去找个养老院吧 这些年下来 我身上也还有些积蓄 可我自己住到死了吧 老管家笑了笑说着 不行 苏婉吉坚决地道 接着说道 杨叔 你为我们苏家工作了一辈子了 绝不可能让你老了 去敬老院的 这样吧 老管家 苏家你肯定已经待不下去了 但是 你去婉吉那儿吧 他一个人住 我也不放心 他也不会照顾自己 你去那儿帮我 照顾照顾他 我也放心 王旭东想了想说着 可是 别可是了 杨叔 苏家容不下你 你去我那儿 怕韩采云再厉害 也管不到我那儿去 苏婉吉对韩采云的怒火 已经彻底要爆发了 第264集 苏婉吉跪在苏北洋的灵堂前面 已一直跪在那儿 王旭东只能叹息一声 留下老管家在那儿陪着 他转身走了出去 直接开着苏婉吉的车出去了 你在哪儿 在开会 在开会 什么事儿 什么时候开完 快了 那好 我去你办公室等你 有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 想找你聊聊天 王旭东说完挂断了电话 然后开车直接往公安局而去 公安局这单位 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 但是王旭东是个例外 他在这里畅通无阻 特别是在刑警队 几乎没人不认识他 王旭东直接走到了 张晓云的办公室门口 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屁股就坐在了 张晓云的办公椅上 甚至于 还有两个民警特意跑过来 给王旭东泡了一杯茶 王旭东在里面坐了一下 就见到张晓云走了进来 今天的张晓云很特别 穿着警服 很洒爽英姿 非常的漂亮 王旭东记得 上一次见到张晓云穿警服 还是在电视上 当然 这也是由工作决定的 他一直干的都是刑警 而刑警的行动队 队员大部分出去办案的时候 都需要隐秘的 所以不常穿警服 怎么了 什么事啊 竟然主动找起我来了 张晓云走到王旭东对面 拿起桌子上一个杯子 一边倒水喝 一边问着王旭东 苏婉旗的父亲去世了 王旭东开门见山地说着 啊 苏婉旗 父亲 去世了 你 岳父 张晓云很惊讶 是的 王旭东点头 那你来我这儿干嘛呀 你不是应该过去守孝吗 王旭东 即使这个婚你是假装结的 但是也该过去表示表示的 张晓云正说着王旭东 我觉得她的词有一点 王旭东没有理会 张晓云后面的话 直接打断了张晓云的话说着 张晓云愣了愣 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说道 什么意思 苏婉旗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 苏婉旗妈妈死得早 她爸爸早些年又娶了一个 这个后妈年纪 也就比苏婉旗大个四五岁的样子 而后又生了个儿子 苏婉旗与这个后妈一直都不对付 两个人互为仇人 后妈一心想要把苏家的继承权 给她儿子 可苏婉旗不愿意啊 她认为 苏氏集团能有今天 是她母亲付出的功劳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母亲的心血 最后便宜了另外一个女人 所以 她一直都在希望得到苏家的继承权 王旗东首先向张晓芸解释着 怎么像电视剧一样 再来说说苏婉旗父亲死的情况吧 据说苏婉旗父亲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突发脑溢血 从家里的二楼楼梯上摔到一楼而去世的 但是这些苏婉旗并没有看到 她接到电话的时候 她父亲已经送去了医院 而她父亲在去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医院给出了一个结果 就是之前的结果 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 但是是因为突发脑溢血造成的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还是因为摔下来的时候引发了脑溢血 医院并没有给出结论 而且在来医院之前 人已经死亡了 医院也不会给出负责任的权威结论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以申请进行尸检 张晓芸道 可尸体已经虎化了 什么 就在苏婉旗赶去医院不久 尸体就被拖到了殡仪馆 苏婉旗不能接受这突然的打击 人全是懵的 她在医院等我 又跟她一起去了殡仪馆 去的时候 尸体已经在火化了 这么快就火化了 是谁要火化的 她后妈呀 另外 她家的情况也很特殊 整个苏家的庸人基本上 都是她这个后妈自己选的人 而且我也问过了 苏婉旗的父亲 的确是有高血压 很多年的高血压了 但是苏婉旗的父亲 有家庭医生啊 按理来说 血压是可以控制的 怎么会突然之间 就突发了脑溢血 最大的疑点是 早两天 苏婉旗的父亲 才在苏氏集团的内部会议上 宣布了以后 让苏婉旗成为公司的继承人 当然 这个宣布 没有法律效应 但是 却是一个表态 而就在这之后 苏婉旗的父亲 今天早上就去世了 这也太巧了 王旭东道 你怀疑 是这个后妈 杀了苏婉旗的父亲 不一定是杀 也肯定用了什么手段 直接杀 我想 她是不敢的 也不会这么做 她是个心机很重的女人 而且 她身后还有一个 很聪明的人 在背后出谋划策 所以 绝对不会去做 直接杀人这种高风险的事 但是 我想苏婉旗父亲的死 一定是跟她有关系的 王旭东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 张晓云问着 这个案子 可不可以进行调查呀 王旭东问着张晓云 王旭东 你都这么问了 就说明你自己心里 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案子 根本没法调查 首先 你要有报案人 谁报案 为什么报案 总得给个理由出来 自然死亡的人 怎么报案 根据你说的 整个过程 你也就只是觉得 有些巧合罢了 连猜测都是强行的 更别说是证据 我们怎么介绍 即使介入 神仙也没办法 根本就不知道 从哪个地方去查 最大的证据 就是尸体 去进行详细尸检 可能能够得出 死亡的真正原因 就像是你说的 是脑血栓 致使摔下楼梯 还是因为摔下楼梯之后 才引起的脑血栓 而现在呢 尸体都火化了 能依据的 也就只有医院的证明 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 就是自然死亡 而其余的证据 根本就没有证据 你去审问家里的人吗 有用吗 最大的依据 物证都没有 张晓云回答着 而且 这些全部只是猜测而已 即使是你自己 也没有把握证明 这起案子是谋杀案 王旭东点了根烟 静静地抽着 随后点头 说道 可能苏婉吉父亲的死 真的是因为高血压 引起突然性脑血栓 才引起的摔下楼梯死亡的 因为管家有说过 苏婉吉父亲 最近这段时间身体很不好 血压偏高 如果是这样 那就是自然死亡 可能 真的是自然死亡吧 即使不是 也不可能查得出来 他肯定很多年前 就已经在做计划了 不可能留下任何证据的 最大的证据 一定是在苏婉吉父亲的身体里 但是 苏婉吉父亲遗体 已经火化了 根本就不可能查出什么来 唉 王旭东叹了口气道 这个结果 他早就知道 他来找张小云 也就是想问问张小云 这个专业人士 让自己心里有个底 王旭东开着车 从公安局离开 再次去了殡仪馆 去殡仪馆的时候 整个厅里根本就没有人 韩采云 以及苏家的人 再也没有出现 除了苏婉吉 一直跪在那 和一直在旁边 站着抹着眼泪的老管家 从下午到晚上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一直都是这样 苏婉吉一晚上没睡 跪在那 跪得久了 王旭东不忍强行 把他拉起来 他就坐在那 呆呆的 没多久 又跪在那 或许 在他的心里 现在 是他唯一能够 尽孝的方式了 王旭东 也就一直在那 陪着苏婉吉 一呆 就是一晚上 老管家 也没有遇开 王旭东 劝他离开 他也没有 离开 隔断时间 就过去 给照片上擦一擦 第二天 是追导会 一大早 韩采云 就在家里的 一群佣人的 庸促下 牵着他的儿子过来 最后 很多苏北洋 生前的好友和兄弟 就过来吊烟 在王旭东 和苏婉吉 等人毫无防备 的情况下 韩采云 拉着儿子 就在灵前跪下 放声大哭 哭得 撕心裂肺 哭得 让很多 前来吊咽的人 都伤心落泪 连忙 过去去安慰他 一直伤心落泪的 苏婉吉 看到韩采云的表演之后 突然之间 就开始冷笑了起来 但是 却不得不说 韩采云 表演功底 的确很好 如果不是知情人 一定不会想到 他是装出来的 追悼会 开得还是很有规模 可见 韩采云 该通知的人 都通知了 整个灵堂前面的人 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很多 都是苏氏集团的人 还有一些 也都是商界大佬 与苏氏集团 有合作的 杨明远也来了 主动系上了黑丝带 在追悼会现场 再安排一切 整个追悼会 韩采云 与杨明远 成了主角 苏晚期 倒是成为了 一颗看客一般 与王岐东 一起站在了角落 追悼会 按照正常的仪式 在进行 发言的是 苏氏集团的 一位董事 也是苏北洋的 一位老兄弟 追悼会 举行完了 王岐东 以为 就会安排 出殡下葬 突然 杨明远 走到了话筒前面 拿着话筒 开始说道 各位 秦朋好友 在追悼会 结束之后 应主任 韩采云女士的要求 由我来宣布 另外一件事 苏北洋 苏总 在生前 就已经感知到了 自己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每况愈下 所以 瞒住了所有人 在不久之前 请了我 还有张律师 一起见证 写下了一份遗嘱 苏北洋先生 在立遗嘱的时候 委托我 作为遗嘱的执行人 宣讲人 遗嘱在立下之后 按照苏北洋先生的意愿 我们一直 对遗嘱进行保密 遗嘱 一共 遗事三份 一份 存放在张律师处 一份 存放在我这里 另外一份 存放在公证处 昨天 在得知苏北洋先生 不幸离世之后 我们找到了张律师 一起 对遗嘱进行了检查 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也就把 我们的遗嘱 递交给了 东海市公证处 进行公证 今天呢 公证处的两位 公证人员 也已经到了 接着 果真就见到了两个 穿着公证人员 服装的人 走到了台前 其中一个人 拿过手里的包 从里面拿出一张文件 递给了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检查了一遍 然后点头 把这张纸 递给了杨明远 杨明远拿着文件 还是宣读了起来 遗嘱人 苏北洋 年龄 遗嘱的开头 就是写着 立遗嘱人 自己的个人信息 年龄 身份证啊 等等这些 我自敢 时日无多 为了移民 我死后家人 因为财产继承问题 引起纠纷 破坏家庭团结 现在 我将死之后的财产 进行分配处理 我拥有的苏氏集团 百分之四十二的股份 其中一半 分配给我的妻子 韩采云女士 另外一半 分配给我的儿子苏明阳 什么呀 不可能 听到这儿的时候 苏晚期一下子 瞪大了眼睛 而王旭东 也紧紧地 皱起了眉头 除此之外 我将名下 所拥有的 所有其他房产 汽车 股票 基金 以及银行账户的 储蓄等等 所有资产 全部分配给我的 妻子韩采云女士 杨明远说到这儿 放下了纸 说道 下面 是列举了详细的房产 汽车等等 资金情况 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 总之 遗嘱的内容就是 苏总将他所有的 苏氏集团股份之外的资产 全部分配给了 他的妻子 韩采云女士 苏总所持有的 苏氏集团的所有股份 一半分配给了 他的妻子韩采云女士 另外一半分配给了 他的儿子松明阳 这就是 遗嘱的全部内容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爸不是这么说 这么想的 苏婉集整个人 不停地摇倒 不是王旭东拉着他 他就要冲了上去 遗嘱宣布晚 就有很多人窃窃私语 也有很多人 转脸看着苏婉集 眼里 满是同情和可怜 杨明远一说完 一个公证人员 就开始发表公证证词 证明这份遗嘱 公证有效 即刻 开始拥有法律效应 然后退下 不 这份遗嘱是假的 绝不可能 苏婉集终于是忍不住了 冲了过去说着 哼 假的 就凭你 凭什么说是假的 难道没给钱给你 就是假的 韩采云 冷笑着对苏婉集道 苏婉集没有理会 韩采云 而是求救般地 看着他最为信任 也最为崇拜的 杨明远道 杨叔 这不可能 一定是什么地方 搞错了 我爸爸绝不是 这个意思的 你知道他是 什么意思的 万琪 这的确是 你爸爸的意思 你爸爸立这份 遗嘱的时候 我就在身边 张律师也在 你自己看看 这份遗嘱 也是你爸爸 亲笔写的 我知道你不能接受 怎么说呢 不管如何 这是你爸爸 自己做出的安排 我只是执行人 我也不好说什么 一些都依 你爸爸的遗嘱来吧 杨明远 语重心长地 对苏婉集说着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他不会的 苏婉集 失魂落魄地 站在那 所有人都看着苏婉集 有可怜 也有嘲笑 此刻的苏婉集 站在台上 就像个小丑一样 王旭东 一直站在角落里抽着烟 见到这儿 终于忍不住地起身 直接走到了台上 拉着苏婉集 把苏婉集 拉下了他 下台之后 王旭东又转身 看了眼 韩采云和杨明远一眼 冷笑着说道 韩采云 杨明远 有句话叫做 人在做 天在看 而现在他老人家 灵鹫都还在这儿 你们当着他的面 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们心里 就一点都不怕吗 哼 你们放心 今天你们拿走的一切 迟早有一天 你们一定会加倍还回来的 到时候 我请你们还要记住 记住你们今天是怎么残忍地 对待一个善良无助 刚刚失去了 唯一亲人的女孩 第265集 王旭东冷冷地 说完这一句后 就直接拉着苏婉集 走下去 我不 这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苏婉集被王旭东 拉下台之后 依旧不依不饶 准备再上去 苏婉集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明白吗 这一切全部都是 他们两个搞的鬼 他们已经计划了 很多年了 你觉得 是搞错了吗 你站上去有什么用 你去求他们 他就能不这么做了吗 你上去 只会让所有人 都瞧不起你知道吗 王旭东有些生气地说着 杨淑 不 不能 杨淑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切都是韩采云搞的鬼 韩采云有这么大能难吗 韩采云他能有这么深的城府吗 还能布出这么完美 无懈可击的局来吗 所有人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就你还一直傻傻地相信着他 我告诉你 韩采云只不过是 他的一颗棋子罢了 背后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 你不信没关系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相信了 王旭东冷笑着 不 我不相信 苏婉琪依旧不愿意相信 此刻 苏婉琪整个人 早就已经崩溃了 王旭东知道 这个时候 跟他说什么 他都不会相信 此时的他 也早就没有了思考的能力 随后就直接出殡下葬 去了墓地 作为女儿的苏婉琪 完全没有人理会 整个葬礼进行得很快 几个小时之后 就只剩下一块墓碑 以及墓碑上的一张照片 所有人 全部离开 包括韩采云 苏北洋的墓地前面 就只剩下了苏婉琪和王旭东 以及老管家三个人 苏婉琪一个人 跪在苏北洋的墓碑前面 放声痛哭着 这一幕 何其地凄凉 天色渐渐地晚了 苏婉琪依旧傻傻地跪在那儿 不肯走 姑爷 得让小姐走 再这么下去不行啊 身体受不了了 从昨天到现在 她还什么东西都没吃呢 管家对王旭东等 王旭东点点头 走过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一把 把地上的苏婉琪抱起来 转身就往车上抖去 王旭东 你放下来 我要在这里待会儿 求你了 再让我陪陪我吧 王旭东开着苏婉琪的车 直接往苏婉琪家里开去 苏婉琪坐在副驾驶位上 老管家坐在了车的后座 苏婉琪坐在车上 已经安静了很多 只不过精神状态依旧很不好 呆呆地坐在车里 这两天对她来说 遭受的打击 实在是太打太难 王旭东开车 先去了一家饭店吃饭 全程苏婉琪没有说过一句话 也只吃了两口 不管怎么劝都不吃 只说是没有胃口 吃完饭之后 王旭东开车 把她送回了家 管家就被王旭东 安排住在了一楼之前 自己的房间里 苏婉琪刚回家就上楼去了 说是想睡一觉 王旭东在楼下帮着 安排了一下老管家 见到楼上完全没有动静 心里非常的不踏实 怕苏婉琪会想不开 做出什么傻事来 虽然这种可能性极低 但是却总是有些担心的 王旭东走上了楼 看着关着的苏婉琪的门 还是有些不放心 在门口敲了敲 没事 进来吧 苏婉琪淡淡地说着 要是以前 苏婉琪一定不会让 王旭东进她的卧室的 王旭东推开门走了进去 就见到苏婉琪躺在床上 眼睛却瞪得老大 侧过身子看着阳台外 真的不饿吗 王旭东走过去 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饿 你让我吃东西我也吃不下 没事的 旭东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这两天你一直都在陪着我 昨天晚上也一晚上没睡觉 辛苦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真的没事的 苏婉琪对王旭东道 看起来 她的情绪已经好了很多 起码比之前要好上许多 那好 那你先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 王旭东再次看了看苏婉琪 确认苏婉琪已经没事了 便点头说着 好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也累了 王旭东走出苏婉琪的房间 轻轻地带上了门 然后走了出去 与楼下的老管家打了个招呼 便走出了苏婉琪的家 走出小区 拦了半天 都没有拦到出租车 最后坐着公交车去了医院 在医院楼下 开着自己昨天就停在这儿的面包车 回了家 回家之后洗了个澡 虽然一夜没睡 但是坐在沙发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把昨天到今天发生在苏婉琪身上的事情 认真地想了一遍 慢慢地 整件事情都被梳理清楚 想到最后 王旭东冷笑了几声 起身去睡觉 王旭东把前后所有的过程都想了一遍 很显然 整件事情都是杨明远与韩采云布的局 弄得一场阴谋 王旭东甚至于能把这中间的过程细节都猜出来 也能够大致地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能想到 能猜到 不代表王旭东能做什么 能改变什么 杨明远与韩采云布局显然已经布了很久 中间的每个过程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完完全全地钻了法律的裤子 也是在欺负苏婉琪这么一个无辜善良的女孩子 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被抹掉了 王旭东睡了一觉 刚醒来就接到了苏婉琪的电话 喂 怎么了 王旭东连忙问着 杨说走了 什么 怎么回事 我一起来他就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封信 你吓死我了 王旭东的确被苏婉琪给吓了一跳 苏被养死的时候 苏婉琪跟他说的也是走了 他为什么走了 他心里怎么说 王旭东一边起床穿衣服 一边问着苏婉琪 杨叔说 我的好意他心灵了 但是他不想成为我的负担 他年纪大了 也不能再给我做什么了 不想我继续养着他 他也说了 等我不要担心他 他身边有一些积蓄 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养老 没了 没了 说完之后 王旭东和苏婉琪都沉默 杨叔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他陪我在我的世界 比我爸都多 苏婉琪声音再次哽咽 先把你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说 等到事情都处理完了再去找他 放心吧 不要担心他 老管家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肯定会把自己安排好的 嗯 也只能如此了 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说他去哪 你今天准备去哪 回公司上班 越是到这个时候 我越是要坚强起来 公司是我爸 我妈打拼下来的 我绝不会让韩采云把公司给夺走 还有机会的 我会去公司找杨叔 找他们 苏婉琪坚持着 王旭东知道 苏婉琪所说的这个杨叔 是杨明远 很显然 苏婉琪还是相信杨明远 毕竟杨明远隐藏得太深 如果不是那天 王旭东阴差阳错地 听到杨明远与韩采云之间的说话 他也不会怀疑杨明远 听过苏婉琪这句话之后 王旭东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 最后说道 好吧 你去吧 开车去的路上小心点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说完之后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王旭东叹了口气 他知道 今天这一天 对于苏婉琪来说 一定是很残忍的 王旭东开着车去了工作室 去检查了一下 李小天和蒋伟两个人 昨天做的斜炫 这段时间 王旭东开始教两个人 做最基本的制炫过程 两个人都做得很认真 学得也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制炫这道工序 没有太多的技巧而言 唯一讲究的就是细致 细致细致细致再细致 这是锻炼的第一步 王旭东在工作室 待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把工作室里面的工作 大致安排了一下 并没有继续留在工作室里面 做些 而是直接开着面包车 往苏婉琪家里而去 王旭东 还有着苏婉琪家的钥匙 打开铁门 把自己的车开了进去 苏婉琪不在家 显然还在公司 王旭东掏出钥匙 打开了门 自己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他知道 苏婉琪要不了多久 就会回来了 果然如王旭东猜的那样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外面传来了车的声音 接着苏婉琪 推开房门 走了进来 车里抱着一个纸盒子 苏婉琪一进来 就停住了脚步 站在那儿 看着王旭东 王旭东也站了起来 看着苏婉琪 别忍着了 想哭 就哭出来吧 王旭东看着苏婉琪说着 苏婉琪在听到 王旭东这句话之后 再也忍不住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王旭东慢慢地 走到了苏婉琪面前 伸出了双手 对苏婉琪道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苏婉琪 直接把手里的纸盒子 丢在了地上 估计王旭东的怀里 嚎啕大哭着 王旭东都已经记不得 这是苏婉琪这几天 第几次在自己的怀里哭了 她在王旭东的怀里哭的 不是因为她爱王旭东 而是因为 她需要一个肩膀 一个可以依靠 一个可以毫无顾忌 放声大哭的怀抱 王旭东抱着苏婉琪 叹息着 苏婉琪哭了很久 似乎是哭出了自己 全身最后一丝力气 才慢慢地 从王旭东的怀里出来 她的泪水浸湿了 王旭东胸前的衣服 也打乱了她自己的绣发 王旭东伸手 把苏婉琪 额前的绣发捋了捋 然后道 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 不要悲伤 属于你的 迟早都是属于你的 谁也抢不走 即使现在拿走了 你要相信 迟早有一天 这些东西 都还会再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苏婉琪停止了擦眼泪 有些诧异地看着王旭东 你先告诉我 今天去那儿发生了什么 都怎么对你了 王旭东没有回答苏婉琪 而是拉着苏婉琪 在沙发上坐下 问着苏婉琪 对不起啊 徐东 我应该一早就相信你的话的 杨明远 才是最坏的那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可以隐藏得这么深 其为什么可以这么狠毒 我爸这么信任他 我这么相信他 崇拜他 他都做了什么 他把我开除了 嗯 其他的呢 王旭东问着 韩采芸在办手续 把我爸的股份 全部转移到自己头上 他儿子的股份 他作为监管人 也是他的 他把他儿子手里的那份股份 全部都转给了杨明远 在完成之后 杨明远 将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他 他与韩采芸两个人狼狈为奸 苏婉吉说到这儿的时候 咬牙切成 整个苏氏集团 完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不仅仅开除了我 很多之前我爸的老部下 都被直接开除了 老明远 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么的狠狠 现在仔细想想 他之前做过的很多事 其实都已经在位布局了 早就在位今天的这一天布局 你净身出的公司 是的 净身出的公司 就差没让保安把我赶出来了 连公司都没拿到 苏婉吉冷笑着 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 唉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 王曲东叹了一口气说着 你为什么会知道 你怎么一直知道杨明远有问题 你为什么知道杨明远 与韩采芸狼狈为奸 别说我不知道 连我爸都不知道 没人能看得出来她有问题 你还记得去年吗 有一次你爸叫我们俩回去吃饭 同习的还有杨明远 和苏氏集团那些董事们 也就是你爸的那些老兄弟们 期间喝了很多的酒 我也喝了不少 但杨明远没有喝 我在上完洗手间之后 想出去透风 就进了你们家的后花园 王曲东就把那天 在后花园听到的话 对苏婉吉说了 苏婉吉听完之后 瞪大了眼睛 然后一下子站了起来 双手紧紧地捏着拳头 问着王曲 你说 韩采芸的儿子 是韩采芸与杨明远生的 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去验证是真是假 我只是告诉你 我听到的这番话 从那儿起 我就知道韩采芸和杨明远 两个人是有阴谋的 但是具体阴谋什么 我不清楚 但是我猜 他们阴谋的 无非就是苏家的继承权吧 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 这么心狠手辣 王曲东叹了口气 说完之后 点了一根烟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早说你会相信吗 是你会相信 还是你爸会相信 我在你边上 已经跟你提过很多次了 可你哪一次听进去我的话了 我每一次说杨明远 你都会呵斥我 哪怕在昨天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是选择相信杨明远 不仅仅你相信 你爸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也完全相信杨明远 如果不是他相信杨明远 把苏氏集团的权力 全部给了杨明远 杨明远 敢走出今天这一步吗 即使他能通过阴谋 夺得苏氏集团的股份 他也掌控不了苏氏集团 但是现在不一样 苏氏集团 早就已经在 他的掌控当中了 加上 现在拿下的股份 苏氏集团 再也不姓苏了 现在的苏氏集团 姓杨 王许东摇头道 第二百六十六集 对不起 我早就应该要相信你的话的 我 我真的是太蠢了 苏氏集团 越想越伤心 我丢了 丢了一切 我不仅没有完成我妈的心愿 从来我爸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心血 都全丢了 全部都丢了 王许东抽着烟 他心里能够理解苏婉琪的痛苦 本来苏婉琪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看他这么多年 坚持要为他妈妈拿回继承权就知道 而现在 就像他说的那样 不仅没有替他妈妈拿回自己的财产 连整个苏氏集团都全部丢了 相信我 一切都会回来的 属于你的东西 迟早都会重新回到你的手里来的 王许东对苏婉琪道 怎么回来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被苏氏集团扫地出门了 我连苏氏集团的门都进不去了 就像你说的那样 苏氏集团已经不姓苏 现在姓杨了 苏婉琪冷笑着 正说着 外面又传来了汽车声音 而且还不止一辆 两个人都有些惊讶 苏婉琪和王许东都走到了窗户边 往外看着 之前外面来了好几辆车 当心的是一辆迈巴赫 看到这辆车 苏婉琪皱起了眉头 这辆车以前是苏北洋的作家 而现在 坐在里面呢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 果然 保镖下车之后 连忙走到后座打开车门 然后就见到韩采云 穿着高跟鞋从里面下来 后面一辆 也下来了好几个男人 都是穿着西装 都是保镖 这些人之前 都是苏家的保镖 现在都成了韩采云的保镖了 他来干嘛 苏婉琪皱着眉头 王旭东没有说话 显然韩采云这个时候来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随后就见到韩采云 直接带着人 从门口走了进来 一进来 就在屋子里面 左看看右看看 然后轻蔑地看着 站在客厅里的 王旭东和苏婉琪 哟 在这儿感悟人生 事态炎凉呢 韩采云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苏婉琪恨不得 拿把刀杀了韩采云 我出去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吧 该出去的是你 而不是我 这是我家 你家 是你脑子有问题 还是故意地在这儿装傻呀 你什么意思啊 这房子是谁的 我的 我爸买给我的 哦 你的 那这房子 是在谁的名下 我爸的 苏婉琪回答着 随即意识到了什么 指着韩采云道 你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 苏婉琪 我今天来呢 就是来告诉你 这房子 我昨天已经去办理了手续 今天房子呢 已经过户到了我的名下了 从现在开始 这房子已经是我的了 韩采云哈哈大笑着 你 你 苏婉琪气得浑身发抖 这房子是他爸很久之前就给他买的 只不过当时为了买房子方便 就直接落在了苏北洋自己的名下 在苏北洋看来 落在谁的名下又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苏婉琪的那辆车也是 一直都是在苏北洋的名下的 因为也是苏北洋买的 买来送给苏婉琪的 还有你那车 我也已经去办理了过户手续了 所以 那辆车现在也是我的了 中午十二点之前 开上你所有的东西 留下房子钥匙和车钥匙离开这里 不然 过了十二点 就别怪我把这里面你的东西 全部给扔出去了 韩采云冷冷地说着 然后对身后的几个保镖说道 你们呢 站在这守着 在他们走之前 让他们交出钥匙 十二点到了之后 把这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给我拿出去扔了 韩采云 你 你会不得好死的 苏婉琪咬牙切齿地说着 我吗 我不得好死 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不得好死 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年你是怎么对我的 从我踏进苏家的那一天请 就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好脸色 把我们母子当成仇人一样看待 你有想过你有经典吗 如果不是靠着你爸 你算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 凭什么跟我斗 凭什么给我脸色看 哈哈哈哈 我不得好死 你首先应该想想你自己 想想没了你爸 你该怎么活下去 韩采云哈哈大笑着 王虚洞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我给你五千万一栋别墅你不要 我说 迟早有一天你会一分钱都得不到的 现在呢 你觉得你值得吗 所以说呀 人呢 还是要识时务 王虚洞 你现在求我 我还可以给你在苏氏集团 谋个位置 谋份工作 只要你抛弃的 怎么样 韩采云又笑着对王虚洞道 多谢后妈的好业 不过后妈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人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说不定今日的她 就是日和的你呢 也有可能 你的下场会更惨 还有一句话叫做 天里昭昭 报应不爽 后妈 以后还是注意一下的好 亏心事做多了 晚上千万不要乱出门 怕撞鬼 下雨也不要出门 容易被雷劈 我这都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你啊 王虚东笑呵呵地说着 韩采云冷冷地看着王虚东和苏婉忌 转身 对身后的几个人说道 给他们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没搬出去 直接把他们连人带东西给扔出去 韩采云一说完 直接转身大步地往外面走去 走到院子里上了那辆麦巴赫 然后司机开着车就出去了 韩采云一走 王虚东与苏婉忌都沉默 苏婉忌什么都没说 慢慢地往楼上走去 四个保安就站在客厅里面 虎视眈眈地看着王虚东 王虚东走到小花园里面抽了根烟 这个小花园是他挺喜欢的一个地方 而现在可惜了 王虚东抽完一根烟之后 也慢慢地上了楼 没有敲门 直接就推开了苏婉忌的房门 然后就见到苏婉忌背着身 站在阳台上 一动不动地向外面看着 没事吧 王虚东走进卧室里面 也走到了阳台上 对苏婉忌说道 嗯 我没事 苏婉忌摇头 然后说道 这两天精力这么多 现在只不过是没房子住 没车开了而已 算不了什么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死不了 我也不会去选择死的 王虚东点点头 抽枕烟 随后说道 我去想想办法 去找律师 问问看 看看能不能在法律层面上 挽回一下这个事 苏婉忌摇了摇头 然后道 没用的 我已经问过了 只要遗嘱是真实的 哪怕不是真实的 只要法律承认 这一切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只是很想知道 我爸为什么会写下 那么一份遗嘱 你觉得你爸会写这封遗嘱吗 你是说那份遗嘱 不是我爸写的 可是 你既然都不相信 你爸会写下那封遗嘱 那么那封遗嘱 就一定不是你爸写的 起码不是在你爸自愿的情况下写的 杨明远布局了那么久 弄一份假遗嘱 实在是太容易了 可以找个人模仿你爸的字写 也可以是强迫你爸 让你爸不得不写 甚至于那份遗嘱 就是随便乱写的 只要公正处承认了就可以了 可以有千百种办法去操作 只要你爸不在了 只要苏氏集团在他的掌控当中 只要你没有反抗他的实力 这一切就变得很容易 苏婉琪听过之后 良久没有说话 最后点了点头 转身往卧室里面走去 你去哪儿 收拾东西吧 比起被人赶出去 倒不如自己收拾自己滚 起码还落得个体面一点 苏婉琪叹了一口气说着 一边开始拿过行李箱 收拾着东西 王旭东从苏婉琪的语气里面 听到了无奈 愤怒 悲伤 也有坚强 王旭东靠在门框上抽着银 问道 你有什么打算 哼 还能怎么办 出去租个房子住 然后找工作 起码饿不死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而且我也习惯了什么都有我爸来安排 即使买这套房子和车子 我也一心铺在工作上 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去管 所以我爸才自己到场帮我办的 所有的一切也都落在了他的护名之上 而我自己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身上就没什么钱 我在洛美上办那么多年 我也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 我一直都觉得 我不需要钱 钱对于我来说 就只是个数字而已 而现在 我才突然发现 我很穷 苏婉琪一边说 一边冷笑 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吗 那倒不至于 卡里还有二十多万 这是我的零花钱 而现在 就是我的救命钱 苏婉琪自己在那收拾着东西 王旭东就靠在门上 看着苏婉琪 最后 苏婉琪就只收拾了两个行李箱 全部都收拾好了 对 全部都收拾好了 苏婉琪点头 现在走吗 王旭东问着 苏婉琪站在卧室里面转了一圈 自处看看 最后 强忍着泪水说道 嗯 走吧 现在 这已经是别人的地方了 王旭东看着苏婉琪的样子 心里非常地心疼 走过去 一边拉过一个行李箱提了起来 然后 往楼下走去 这是房子钥匙 这是车钥匙 看好了 另外 告诉韩采瑜 替我保管好 早晚有一天 这些全部都要原封不动地给我还回来 苏婉琪走到楼下 把钥匙丢在餐桌上 冷声被四个保镖说着 最后 大步地走了出去 他走出去之后 习惯性地往自己的宝马车走去 走到门边 才反应过来 愣在那儿 然后 又折返回来 走到王旭东的面包车边 苏婉琪的小动作 王旭东都看在眼里 他什么都没说 因为 目前这种情况 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王旭东拉开面包车 把苏婉琪的行李放进了车里面 然后坐上了驾驶卫生 苏婉琪站在面包车的副驾驶们 拉开车门 临上车之前 站在那儿 再次看了一眼这套房子 眼眶红红的 但是 却并没有哭出来 最后 上了王旭东的面包车 坐上去 系上了安全带 关上了车门 对王旭东道 走吧 王旭东也没多说什么 虽然 苏婉琪什么都没说 也没哭出来 但是 苏婉琪内心的痛苦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六年多了 从海仔云进门的那天起 我就搬到了这里住 到现在 六年多了 苏婉琪悠悠地说着 坐在面包车上 她还是有些不习惯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坐面包车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迟早有一天 你还会再回来的 离开 只是暂时地离开 是的 迟早有一天 她从我手里抢走的 我全部都要拿回来 一定 苏婉琪 咬紧牙关道 王旭东没再说什么 苏婉琪的坚强和坚持 她是见识过的 为了她母亲的一个愿望 她可以为之奋斗这么多年 更何况现在 现在我们去哪儿 王旭东把面包车 开出了苏婉琪家 所在的小区之后问着 苏婉琪被王旭东给问住 她也一脸茫然地 望着王旭东 她完全不知道 自己该去哪儿 该何去何从 我 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租房子 应该要去找中介吧 实在不行 先找个宾馆住下 然后再做打算吧 苏婉琪想了想到 住宾馆只是暂时的 你不可能一直住宾馆吧 而且租房子住 显然不是个妥当的事 这么说吧 东海不仅商品房价格高 出租房的价格也高 你身上有二十万 但是如果没有收入来源的话 想要租一套好点的房子 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最关键的是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租房住 有什么不放心呢 不放心来自很多方面 第一点 就你目前的精神状态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住 第二点 你太漂亮了 另外 租房对一个独居的女孩来说 本身就不安全 第三 你从小生活在一个 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里 你缺少最为基本的生活能力 所以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我都不可能让你出去租房住的 有什么不放心呢 我 苏晚期想解释 但是 直接被王许东给打断 不要再说了 晚期 我可以这么说 除了我是你结婚证上 另外一半照片的主人 这一点不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照顾你 你也必须要听我的 这个事情不需要再商量了 听我的吧 王许东直接打断了苏晚期的 我也不想出去租房住 我也知道不安全 但是 不租房我住哪儿啊 我现在啊 已经是无家可贵了 苏晚期冷笑着道 不 你有房子 你也有家呀 王许东说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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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你